第0413章 德诗 古一深深地看了徐悦一眼 但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你们阿斯加德的代表已经来了 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那颗石头还是你们先带走为妙 古一手上有着时间宝石 他也清楚无限宝石不应该让多枚存放在一处 若说这空间宝石最好的存放地 当然也就是阿斯加德了 一边说完 他也并没有再有什么留恋 直接开门离开 徐悦知道古一怀疑了自己 不 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什么 不过这些事情对古一来说都是无伤大雅的 正如听到徐悦之前拖住古一的话一样 他对付的目标只是那些异界人和奇瑞塔大军 徐悦本体亲自过来 还直接把奇瑞塔大军母舰都一锅端了 只要根本目的上没有多大的冲突 那就无所谓了 在现场最为需要顾虑的人离开之后 剩下的工作无疑就好办了许多 六道徐悦已经被毁尸灭迹吸入了神威空间当中 这次本体出现 可以说是最后的保底手段 准备的也相对仓促了些 最起码在他看来还并不完善 也没什么 徐悦其实最无奈的 还是担心那个狡诈谨慎的黑皮局做会 察觉到什么 看出什么 如果有着戒严 他们也或多或少偷了一些 奇瑞塔大军掉落的武器和残骸 此时在轮回者眼里 这次任务是已经完成了 开玩笑 幕后大boss已经死了 怎么会没完成 任务只是要赶走他好吧 现在是超额完成了 虽然不是亲手击杀的大boss 但奖励应该也不会低才是 最低A级的奖励啊 赚翻了 特别是徐悦亲自对雪莉 他们开口表示了感谢 并且说让他们稍等一下事后 发奖励给他们的时候 更是让这五位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大佬 感到了相当的欣慰 终于 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啊 如果普通轮回者是A级奖励 那他们参与到了最后很可能是 附数的S级奖励 甚至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得到 啊 不敢想 不敢想 想到这里的每个人脸色 都带出了兴奋的红韵 在空间 果然是付出的越多回报的也越大 风险越大收益就越大 这一次真的没白白冒险 以赌上重生权限的机会来冒险 终于还是成功到了收获之时 因为得到了这位一击锁定雷神和绿巨人 翻手灭杀之前大boss的神盾局顾问承诺 雪莉 他们几人也一点都不着急 一直都是跟在了这位的后面 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来到洛基面前伸出了手 洛基也是乖巧地将手中的权杖递给了徐越 随后 徐越便是来到了斯塔克大厦的顶部 来到了那被自身纯能量 护盾保护的空间宝石面前 就算是徐越本体 也没有撕裂空间宝石避障的能力 唯独让同种级别的心灵宝石用来中和 随着心灵权杖的插入 空间宝石一直稳定开拓的空间通道也宣告关闭 随后徐越也直接伸手向空间宝石抓取 与以前木芬深感应到空间宝石的排斥不同 这一次徐越很轻易地就将空间宝石拿在了手里 丁是否提前透支任务奖励 透支 警告 物品能力过于强大 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 无法完全将其能力发挥 继续提取 根据检测 神盾局局长已经对你产生了怀疑 并暗自解除了你的权限 你的晋级任务即将失败 如果不提前 确认提取 不管是随后弹出来的警告也好 奖励诱惑也罢 徐越都是全部无视 反正我就是要这颗宝石 提取完成 是否 暂不回归 感受到手心那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亲切感 那种似乎能够洞察万界的俯视感 那种完全同化于空间的无法描述感 徐越也真正地感到了空间宝石 似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 似乎完全得到了其认同 随后伴随着一道光辉 空间宝石便是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撞入了徐越的右眼当中 似乎直接与徐越的左眼融为了一体 寄居其中 不 不应该说是与左眼融为了一体 而是似乎是与神威空间融为了一体 无限宝石 空间 拥有着至高空间权柄的无限宝石 基础能力 空间豁免 持有者可以无视一切低于无限宝石权重的空间能力 空间具现 毫无疑问 空间宝石已经是认可了自己 但的确如同提示一样 自己并不能完全将其全部微能都使用出来 但哪怕是现在已经灌入脑海信息的两种基本能力 就已经太过强大了 空间攻击的权重是相当之高的 就算是以前的徐越都相当忌惮这种类别的攻击 连球到狱都可以被空间能力吞噬的 目前为止 除了永恒之枪 雷神之锤 以及毁灭者 这种至高神器外 徐越暂时还没有发现能够抵御空间能力的东西 可现在 徐越也能毫不客气地说 自己也能随意地站在空间裂缝之上 无视那种霸道的权重攻击 非但如此 自己在空间方面的各种能力 也因为得到了空间宝石的缘故 得到了巨幅的提升 不管是虚界 神威空间 非雷神 乃至非雷神结界 甚至AT立场 都得到了一种来自于无限宝石的增幅 而且 空间具现 自己甚至能够类似于灰叶机那样 以空间宝石寄居的神威空间为核心 制造出附属的独立空间 这方面更深的研究 徐越准备回到空间 利用那特殊的冥想式权限来进行融合 将虚界 AT立场 甚至得到C世界强化的阅读空间一起 来看看与无限宝石的协调性 毫无疑问 这就是本次任务空间当中 自己竭尽所能能够获得的最大收获了 哪怕提前透支 让空间 你苛扣我的奖励也在所不惜 甚至哪怕纳多仪的局长 把自己踢出神盾局 让自己晋级任务失败了 也无所谓 真正到手的好处 比那些虚的东西 可是要好得多 而且不管如何 空间同所无期的特点 倒是还值得认同的 就算自己 晋级任务失败了 就算透支了其他奖励 毕竟这次任务自己的完成度 这么出色 那也不可能没一点表示的 好吧 因为即将可以预见的奖励现金大缩水 所以现在也应该是找人补补了 一边收集好了自己的最大收获后 徐悦也将目光扫向了那边 正克制着激动心绪的雪莉等人 第0414章 奖励 魔方呢 托尔满脸茫然地 看着那魔方消失的地方 来之前 海姆达尔就和自己说了 自己想要回归阿斯加德 都必须要利用魔方的力量 他才能从残破的彩虹桥上 将自己接回去的 现在这玩意儿怎么没了 此物与我有缘 已经得到了认可了 至于回去的方法 让海姆达尔直接以我为点定位就行了 我就是魔方 徐悦侧头看了托尔一眼 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虽然天到徐悦之前消耗过度 但托尔短时期那一对六不落下风 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家伙的潜力的确是相当之大 这还是他还未掌握奥丁之力的情况下 所以稳住托尔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黑皮局坐那边怀疑就怀疑去吧 既然已经做好了晋级失败的准备 那就几乎完全可以无事了 好吧 那现在我们就把洛基带回去怎么样 出来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父亲情况怎么样了 托尔倒是个急性子 急吼吼的现在就想要回归阿斯加德一般 你先带着洛基去一个空旷地方等我 我做出点安排后 稍后就来 徐悦做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将托尔红走 带着洛基离开的托尔 肯定也有很多话想要对自己亲爱的弟弟来说 而托尔这边刚刚走 托尼 斯塔克便是飞了过来 直接落在了徐悦的旁边 伸手搂着他的肩膀不断地拍打着 随后将面罩打了开来 徐 这次就算了 如果下次你在乱动我的酒 我肯定会干掉你 托尔和洛基都叫出了徐悦的名字 虽然戴着的变身术托尼看不出来 却也不妨碍他知道过来的是谁 拍了几下之后 托尼 斯塔克便是又将面罩戴了起来 随后直接在大厦顶端走向了自己破破烂烂的房间 随后还不忘回头说了一句 还有 不要忘记了我的披萨 见到那被对着自己摆了摆手的托尼 徐悦也是哑然地摇了摇头 果然节奏被打乱后 本体出来的时机还是仓促了点 托尼这家伙也已经看出什么来了 不过他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自己的确是消灭了奇瑞塔人的大军 如果不是自己的话 让奇瑞塔人大军散了开来 就损伤来说还要比现在更大 好歹在虚戒的保护下 现在的结果比原剧情当中都要好不少的 自己出来率先同古一问候 也是有其他原因的 最起码要让他们明白 保护了纽约的古一和自己关系匪浅 不过 如果没有古一的出面的话 那当然是两种结果了 但 那又与我何干 先后和几位关系人物处理好了后 徐悦才是带着雪莉 他们朝着斯塔克大厦下方走去 随便找了个相对没怎么破坏的空旷房间 各位的努力 作为神盾局顾问的 我也已经看到了 进入房间将房门关上之后 徐悦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对在场的几位进行了褒奖 哪里哪里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啊 顾问先生 您实在是太客气了 在军团当中都是说一不二的大佬 但现在面对这只手镇压了一切的 神盾局顾问之时 却都是带上了谦虚的神情 这不是客气 有功就赏有过就罚 这是我们神盾局到现在都遵从的 基本原则 徐悦依然还是用一种公式化的口吻说道 随后便是看向了 一直跟在雪莉身边 低着头没怎么说话的约翰逊 那么 这位先生 你似乎是有着什么其他的看法 不妨说说看 徐悦的笑容依然温和而灿烂 让人感到沐浴清风一般的自然 但被他点到的约翰逊 却是莫名身子颤了颤 果然 之前因为太过震惊出现的些许失态 就被对方发现了吗 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的约翰逊 很是尴尬地说道 真是抱歉 我还在沉浸于之前战斗中阁下的伟案之力中 有些回不过神来 虽然其他人也有点奇怪约翰逊的态度 但现在也都是帮他圆了一下 都是点头称事 说约翰逊心理素质一般 哦 是因为有着千里眼EX的能力 还是有着其他高权限 看破伪装的权限吗 徐悦的笑容依然如此的灿烂 但却是让约翰逊整个的都僵硬了起来 这的确是我有些失礼了 忘记了各位的身份 还是A级权限的替换权限 可能的确是低了点 一边收手将环绕在手腕上的小蛇 解除通灵让其回去 徐悦的语调都没有出现什么变化 但隐约透露出的一些信息 却是逐步让其他人也都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雪莉快跑 知道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 约翰逊也直接爆发出了自己最为强力的攻击 直接在这狭小的房间之内 以最快的速度汇聚起了自己的最强一击 之前就是看到对方吸收那魔方的时候 想要近距离监测一下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才是动用了自己最强的观察技能 然而那魔方倒是没看到什么 但却是看到了那位顾问身上的一层高级权限的身份信息伪装 虽然没有直接将信息读取出来 只知道对方进行了相关伪装 但毫无疑问 这就已经暴露出了足够多了 能够拥有高权限信息伪装的人 毫无疑问只能是轮回者 想到之前那几个被镇压的 有点蹊跷的几个家伙 作为在轮回者当中 打滚一步一步爬上来的约翰逊 当然已经明白过来了 其实眼前这一位 才是真正意义上需要对付的最终boss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一切都已经有些太迟了 没想到之前那短暂的失态心绪波动 竟然也被对方捕捉到了 这种情况下 除了为雪莉争取到能够利用稍低权限 主动脱离的机会外 却也已经没有了丝毫办法 自己的志强一击 连那紫色巨人都能撕碎的攻击 多少是能够拖延点时间的 汇聚它全部精气神 汇聚它全部气血与生命的一件 没有丝毫有欲地脱险而出 直逼对方而去 完全爆发之下 整座大厦都会被摧毁 虽然不求能干掉对方 但也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与机会 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多少也值得被你记在心里了吧 丁 下一刻 那汇聚了全部力量的一件 那第一季蒸腾了整条街道 第二季撕碎了大半虚左能呼的流星一条 便是直接被一双手指夹在了中间 不断地发出着悲鸣 咔嚓 手指用力 将这股足够毁灭整个斯塔克大厦的能量 全部压缩在了局部的AT立场当中后 徐悦脸上的笑容都没有丝毫变化 本来是想要用剧情人物身份委婉着来的 现在看来只能用更加直接一点的方法了 已经失去了生还希望 靠着最后一口气吊着的约翰逊 此时也是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被对方捏碎见识的地方 这种差距 这种让人绝望的差距 这才是空间的真正目标吗 说实话 麻烦你们大佬的那种高级逃脱权限的 每次都要增加我好多首尾 徐悦自顾自地说着 似乎是带着些许无奈 而这话也让已经贪坐在地 即将迎来死亡的约翰逊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啊 就算自己失败了 雪莉也是拥有着离开能力的 作为第一军团的重要人物 她手中的存货可是远远超过我们这种普通的家伙 只是当她带着些许欣慰的眼神 转头想要最后看雪莉一眼的时候 却是发现此时的雪莉 正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被身后的爱丽丝给直接抱住了 原本雪莉的实力是远远超过爱丽丝的 但似乎是被那个夹断了自己最强攻击的家伙 瞪了一眼后 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从而被爱丽丝所趁机控制住 爱丽丝那魅魔的可爱尾巴 还不断地在雪莉光滑地翘脸上滑动 身上气质大变的爱丽丝 也伸出了粉嫩的舌头舔了舔雪莉的耳垂 场面说不出的怪异 至于另外一边的霍德华小哥 则是已经被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用力找从后方捅穿了心脏 此时正满脸难以置信地低头 看着那抓住自己心脏的手掌 完全无法理解签订了盟约之后 他们为何还会违背契约的代价来攻击自己 这到底是为什么 值得吗 西西 一直各方面都压着我 这一次 就要换我压着你了呢 雪莉公主 爱丽丝对着浑身僵硬被控制住的雪莉 耳垂吹着湿润润的热气 魅惑地说道 这方面 你肯定是不如我的 如何取悦主人的这方面 一边说着 爱丽丝还一边用从后面环绕到雪莉 胸前的双手 一点一点地解开了她胸前的束缚 将一些不可描述的景色展露了出来 第0415章 回归 约翰逊双目流出了血泪 满脸死不明目的表情倒在了地上 尸体也因为使用流星一条的副作用 开始逐渐化作了光点开始消散 旁边 嘴里还在大口吐着鲜血的搭档 也是满脸苦涩地看着约翰逊消失的光点 随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神清气爽地来了次三人友情交流的徐悦 无论是配合爱丽丝魅魔技术的本体亲自上阵 还是阅读空间的幻术能力 那都是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虽然让雪莉从开始地抗拒到后面的银河 但对于最后的底线她 却是守得相当紧 哪怕升天了几十次 也依然还保留着最后的神志 放大了几千倍的感觉 竟然也被完全抗下来了 她自己本身就还拥有着同样属于大佬级别的精神攻击能力 抵抗力相当强 因为她身上的特殊权限 徐悦能够利用的手段真的不多 其他的可能没坚持下去就死了 甚至中途还得防备她自己主动寻死 从而激活特权 你就放过人家吗 都已经以最高的权限签订协议 保护今天的秘密了 雪莉红宝石一般的美瞳中充满了水色 语气慵懒而酥软地说道 本身也在不断地交喘着 胸前随着一阵起伏 大不了在答应 以后有时间都可以让你为所欲为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雪莉再次松了松口 但也仅限于此 其他方面那是分毫都没有退让 甚至一次帮忙都没有答应下来 因为她完全无法确定会提出什么要求 这家伙不管是能力还是实力都太过可怕了 很可能给了一点点机会 就能够以自己为跳板 直接扎入军团内部 她可无法保证其他人能够挡得住 自己如果不是因为得到了军团的资源倾斜 权限够多 有着最后的底气 恐怕也要松口了 那种感觉的诱惑 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让人欲罢不 不 是太可恶了 另外 一边的徐悦看着这个女人 又再次叫了一下 之前签订的协议后 也是叹了口气 要不这样吧 再来个 不得和我为敌就算了 这算起来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不是吗 徐悦的话说完 让依然沉浸在于孕中思想 有些迟缓的血力 也不得不再次思考了起来 以对方的实力来说 不与他为敌 完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哪怕未来有一天 军团互相对上了 以对方的实力 表现少自己一人 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比起答应对方一个未知的要求 还是要好很多的 没有察觉到什么漏洞后 他便是再次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再次签订了一份契约 三份契约都确认无误后 徐悦也点了点头 对了 你的重生权限 能够带记忆回去的吗 开始看到 徐悦点头都松了口气 感觉是糊弄过去了 开始一件一件 把有点硬邦邦的衣服碎片 重新穿上的雪莉 闻言后 却是突然瞳孔收缩 发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连带他露在破碎衣服外 若隐若现 带着硬红之色的肌肤 也倾刻间变成了雪白 看来是不能了 那就好 随后一道闪光 便是直接贯穿了雪莉的额头 得到了空间宝石 徐悦也算是到达了 这次任务的极限 剩下的 只有一点点收尾的工作了 因为了解黑皮鬼的性格 加上自己也并不是太在意晋级的问题 徐悦完全就没准备 再去神盾局那边抢救一下 嗯 明面上 自己还是神盾局顾问 但却是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六级权限 在托尔吉吼吼地想要回归阿斯加德的时候 徐悦总是先将他安抚下来 和复联的战友们拒一拒 而后本体迅速地跟着畜生道 一起前往了一处密林当中 来到了一处古怪的花苞面前 看上去很是漂亮的未知名花苞 却是给了徐悦一种相当邪恶的恶毒质感 甚至让自己的完美仙人体 都隐约对其有些排斥 但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一种迷醉 果然能够直接吞噬星球的东西 等级肯定不会低的 只可惜现在还只是个花苞 不过如果不是花苞的话 或许我也没能力移走了 下一刻 徐悦就直接将眼前这一块区域 全都吸入了神威空间之内 之前来到地球 让六道都散出去 其他几个没露面的 就是在寻找这个 银河护卫对二当中星爵的父亲 那个拥有着生命的星球 自称为天神的一哥 在地球上留下的种子 爆发之后 足够吞噬整个星球 随后转化成力量提供给它 让它超越一切 就功效来说 与神术也相当类似了 只是缺少了神术的部分功能 与分散查克拉的细腻 但论成长起来后的级别 恐怕都属于同一档次 甚至在获得空间宝石 镇压神威空间之前 徐悦都还不敢贸然 直接移走这东西 天知道神威空间压不压制得住 至于现在 那当然是没有什么犹豫了 直接连跟拔起一起带走 嗯 甚至还顺带完成了一个成就任务 好了 感谢各位的帮助 我也再次为我弟弟的鲁莽 向各位表示抱歉 托尔现在毫无疑问是有礼貌多了 还知道道歉 在与妇联和自己的朋友们 进行了最后的告别之后 托尔也开始呼唤海姆达尔 直接以徐悦为基点 激发了空间宝石的力量 强行贯通了彩虹桥 回到了阿斯加德 而在进入彩虹桥的刹那 徐悦便是对空间说明了 回归 一瞬间 一切的彩色都定格了下来 在彩虹桥开启的时候 徐悦能够感觉到 如果自己进行抗拒 是完全能够抵御彩虹桥的移动的 这就是空间宝石的空间豁免能力 但在回归空间的时候 却并没办法豁免 直接定格回到了结算时刻 虽然现在 徐悦还可以继续延期一段时间 但对他而言 已经没有必要了 因为已经得不到其他多少好处 而回到阿斯加德 自己肯定要协助参与完成彩虹桥的修复工作 自己也没兴趣花时间做修桥工人 下次过来继承羁绊之后 自然而然会被空间安排修理完成 如今 奥丁虽然虚弱 但徐悦也不准备在他面前太跳了 晋级任务 成为神盾局六级特工 失败 晋级失败 刚刚进入结算 徐悦就先得到了意料之中的 晋级失败结果 不过无所谓了 以现在 他收集到的消息 有好几种不靠方法 晋级失败的损失比起自己的获得奖励 根本就是毛毛雨 而这次任务当中 哪怕晋级失败了 最终评价里 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SS级别的任务奖励 不过提前透支 给了激活空间宝石 理论上来说 无限宝石很可能是超越了SS级的物品 使自己不断地刷着任务 最后还同时刷了三方才是 降价到了一枚SS级任务剧情就搞定了的程度 在空间当中将之前攒下来的S级剧情学了虚界之后 最后结算下来还额外给了三个S级剧情 如果不是晋级任务失败的话 应该还能更多点 除了任务方面的奖励 也除了学习到了虚界 得到了空间宝石这些好处外 附加的一些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也算是很不错了 一桶绿巨人的原版血浆 一套能够制造低配率巨人血浆的设备 两套贾维斯的智能程序 一套汉墨军工的机甲战士生产线 以及冰霜之霞和永恒之火 差不多也应该再去自己的生产基地加点东西了 第0416章 生产线 咔嚓 伴随着空间破灭 一行人按照约定先后回到了北洋社团 只是除了徐悦之外 其他所有人脸上都出现了一种 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和一丝淡淡的失落 这一次进入任务空间 可以说是遇到了诸多不顺啊 好不容易利用睿智的才华 分析出了汉墨军工那边还有机会可挖 结果却是悲哀的被别人跟踪劫胡了 差点都引来了团灭 好在对方犯事了 引来了神盾局的剿灭 这边逃脱升天没多久 刚刚说刷点任务弥补损失 回头就立刻又被罗斯柴尔德的人抓住了 还好他们那两位仁慈的大人放过 并且收留了自己等人 算是为后面提供了一些庇护 没有再碰到其他轮回者军团的欺凌了 可后来是什么鬼 为什么纽约大战和资料当中的不一样 原本好好地击退外星人剧情 直接变成了神仙打架 自己等人幸存下来的原因都有点好笑 是因为太弱了无法进入核心战场 而且本以为跟着混了一个任务成就的 但没想到空间依然还是不让钻空子 并没有得到那一份奖励 恐怕和最后是被神盾局亲手镇压的关系有关 完全没帮得上忙 晋级任务失败了 讨厌啊 相对的还就是孙林性子上比较看得开 危机过去了就过去了 他倒是鼓着塞帮子 有点气愤自己的晋级任务 为什么自己的晋级任务这么难 我也失败了 徐悦这时候也在旁边适当地出声了 一下就吸引到了其他人的目光 进入这次任务空间 相对的就是这小子过得最舒坦了 竟然还抱到了托尼斯塔克的大腿 本来都想要汉墨军工的好处 拿完事后找他分享分享的 但可惜自己等人就没有之后了 没有完成这次晋级任务也是正常的 孙林小姐倒是没什么 他哥哥肯定会为他申请到不靠机会 连一次轮回都不要经历 但你嘛 估计会被降低评价 然后降低军衔了 作为书记官的刘洪涛 直接上下打量着徐悦开口说道 晋级任务失败 说没啥其实也是没啥 诸多大佬都有多次失败的经历 但说麻烦其实也很麻烦 在你突破完成下一次晋级之前 进入的循环轮回任务奖励 获得会越来越难 空间也会不断地刻扣 甚至到后面 可能出现不断出现负分 实力越来越低的现象 直到你通过下一级别的考核 或者以死亡为终结 通常来说 下一次考核依然还要等到三次降低奖励的任务空间之后 不过 孙林是大佬的妹妹 肯定能为她安排到补考权限 直接进入下一次晋级任务 毕竟对于她来说 通过晋级的实力是够了的 根本就不需要再等 不过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入那无尽轮回 我们一起合力出资 为你取得下次补考机会的资金也是可以的 书记官刘洪涛后面的话 倒是让其他人都感到了一阵意外 不是吧 一起出钱供应这家伙去补考 凭啥 不过很快他们也知道凭啥了 当然 你也要将你接近托尼 斯塔克的方法共享贡献出来 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 这些情报还是大家共赢来的好 比如上次 如果我们一起合力进入到托尼旁边 你说不定还能直接完成任务 在展现完了善意之后 刘洪涛也很快表露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 这话说出来却是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是啊 这次没有机会还有下次啊 那可是个大型空间 总是会有机会的 再不计也能以我们团队的名义 将这情报上交给军团 这种算得上高级情报了 公计评分下来的话也不少了 也足够弥补这次任务的损失 是啊 说一下吧 我们帮你初步考费用 对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 要互相帮助才是 上次任务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不少人都开始帮腔了起来 各种风格的都有 各种方向同时施压 好了 就这么定了 我们帮他支付这笔费用 资深轮回者的第一次晋级补考费用 需要支付整整一个B级剧情 拿好了 最后还是陈杭一锤定音的开口了 随后不由分说的 直接向徐悦赛去了一个B级剧情的奖励 很是霸气地说道 在场的也只有 作为精锐轮回者的他 以及孙琳可以轻松地拿出B级剧情点 要知道 绝大多数资深轮回者的核心技能 也就是B级的层次 好了 把情报都说出来听听吧 情报税 我们都会各自支付的 将剧情点塞给了徐悦之后 陈杭便是再次霸气开口道 看得徐悦都感到了一阵哑然 真是的 在外面 如果你能有现在一半的霸气 也就不用混得这么惨了 直接塞给我的剧情点 我也就收下了 谢谢啊 没有丝毫客气地 将那没B级剧情点收下 徐悦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 掉头就走 又没和你签订契约 谁规定了 我拿了你的剧情点 就要做什么的吗 是你强行塞给我的好不好 不难 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 虽然现在B级剧情点 对自己没什么卵用 你耍我 陈杭见到徐悦走得如此果决 原本那种威严的表情 不由变得一阵猙獰 感觉颜面大事 而且还直接被对方直接一句 说到了自己的痛处 随后便是带着些许阴冷地说道 我敢直接把剧情点给你 就不怕你不认账 或许 你还并不清楚 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还给你 只知道欺负自己人 家里横 然而 话都还没说完 徐悦也没啥表示 本来还在抱怨晋级任务的孙林 便是直接甩了一个赠予权限过去 脸上气鼓鼓的 好像河豚一样 剧情已经给你了 以后离我的人远点 有点炸毛的蓝在徐悦离开的背后 瞪了他们一眼后 孙林便是发挥出了自己的大队长风范 掉头一起离开了 让徐悦都感到了一阵无语 这群家伙自己是吃定了的 在学校里 他们也不敢动手惹麻烦什么的 至于有可能的任务剧情里碰到 那就更不用在意什么了 只是没想到 自家的这位队长倒也有点小脾气 不过这脾气倒是还不错了 护短的小性子 现实稍微解决了点手尾后 徐悦也开始回到了轮回空间 准备开始消化这次的收获起来 清早被被子里 稀稀苏苏的声音弄醒 感到那娴熟的技巧 徐悦也不由吐了口肠气 随后伸手塞进被窝 将偷吃得满嘴的吴明拎了出来 变态 铁着手指上早餐建设出的姜叶 这只隐藏乳量比想象中要大不少的尾罗利 对徐悦直接做出了一个鬼脸 这次要安装的东西太多了 徐悦在显经义的时间也多待了一阵子 作为卡巴内瑞 吴明是要定期吸血的 不过徐悦这边有着更加丰富的营养 所以经过一直以来的练习 现在取餐也取得很熟练了 一边做完鬼脸 随后吴明便是一个翻滚 直接跳脱地通过窗口离开了房间 准备今天的卡巴内猎杀行动 这里可是整个轮回空间 最大的卡巴内血肉出口地 除此之外 之前还有着立体机动装置的制作生产线 虽然不能算是出产最多 但却能算得上最稳定的立体机动装置提供地 能够成批量的出售 比起市面上零散的要好得多 而且每一套还会多附送一些维修零件 性价比相当高 而现在新的两条生产线也正在被重新安放 不过这一次来的是高科技生产线 没有足够时间的适应 这里的蒸汽工人显然是无法理解 不过好在徐悦还有着贾维斯 能够自动化的地方 全都有贾维斯来控制 只要告诉其他人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应急就行了 那一桶绿巨人的原版血浆 徐悦还有着其他用处 但生产出的劣质版本 便是准备直接拿到空间出售了 并且还准备将能够利用绿巨人血浆 进入到隐藏怪人阵营的消息也散播出去 用来增加这些低配血浆的销量 而至于钢铁战士那边的生产线 徐悦则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随后便是决定用这些来充当自己企鹅商会的员工 空缺了 完全可以弥补自己这边人手不足的缺点 还能给劳工团也提供一些帮助 多少这些钢铁战士也能成为炮灰的 因为生产线的安放需要时间的关系 再将一些注意事项也都交代清楚 待了几天确认好了情况后 徐悦也是准备离开 开始进入冥想室和训练室来完善之前的计划起来 无限宝石的功效可要充分利用才好 第0417章 电报 大校军衔 徐悦在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的军衔现状 七天的终极训练室也已经可以使用三次 还多出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使用权限 工薰商店的物品花样也更多了 不过稍微让徐悦关注了一下的 也就是更高级别的逃脱权限和锁定权限了 而徐悦的三次终极训练卡 以及一次冥想室的机会 也全部用来了熟悉融合空间宝石的利用 越是熟悉 徐悦就越发地感到了这无限宝石的恐怖 甚至隐约有一种自身渺小的感觉 以神威空间为基准 无限宝石为源泉 自身仙人体为依托 徐悦直接在体内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而且还融入了冰霜之霞 形成了绝对的寒冰国度 这是通过奥丁请教学习到的一点关于神器的简单 知识 当然 算起来的确是最简单的利用方法了 因为这是利用无限宝石的强大伟力 直接压服了冰霜之霞 犹如直接形成了一道绝对的寒冰领域 也是徐悦目前想出来能够最佳利用冰霜之霞的方法 而且因为是新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关系 徐悦还直接将其进入的方式 以虚界的利用方式融会贯通了进去 虚界本身是一片现实世界的投影 而徐悦所做的就是将别人拉入虚界的时候 以其为跳板直接拉入到自己的寒冰国度 拥有着空间宝石 大幅度增加了自身相关的能力下 能够抵御自己不被拉入的人应该不多 不单单如此 徐悦还利用了阅读与C世界的干涉方式 配合自己与无限宝石的同步 能够大幅度地完成对那寒冰国度的绝对掌控 成为那国度当中的主宰 甚至连自己制作的缩水板石尾 都已经挪到了这寒冰空间当中 重新地封印融合 必要的时候 能够瞬间利用自己与这空间的关系 进入六道模式 可以说自身的诸多核心能力 大多数都已经运用 与这寒冰空间联系了起来 不过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已经形成了 以精神干涉 现实干涉实体的关系 仅仅只是 自己本身或者不主动掌控 改变这空间环境倒还好 但如果是挪移外界实体进入随后展开空间的操控化 对精神力的消耗异常之大 也就是自己身为Code 还利用阅读空间吞噬过C世界才能抗下来 整体来说 这比AT立场的消耗都还要大得多 不过也应该算得上是物超所值的 冥想是算得上是徐悦发现的最物美价廉获得能力的地方了 但即便如此 这一次寒冰空间的融合也直接消耗了他整整一个S级的剧情点 随后的两个S级徐悦也没留着 而是直接学掉了六道数当中通灵方面的能力 倒不是他不留应急的 而是新的S级剧情来源 徐悦也有着地方的 当然是找我们慷慨的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画员了 当然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只是继承人 就算他现在已经当家做主了这种银行家性质的军团 也不会成为一言堂 所以足够让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得到的足够好处 当然也必须要拿出来了 半筒的绿巨人原始血液 这一出来 立刻就堵住了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内部一切的反对之声 还不断地表示企鹅商会真是慷慨 真是一位优秀的合作伙伴 绿巨人的稀释血液最主要的效果 还是进入的隐藏的怪人阵营当中 但绿巨人的原始血液 可是能够霸凌其他怪人的血液 融合成新的能力 甚至哪怕没有这隐藏特点 配合一些自身的独特能力 自行打造 也很可能形成一位大佬的核心技能 还是相当不错的肉盾前排技能 保命能力超级强 半筒的分量 让徐悦直接换到了五个S级剧情点 而且还再次加深了双方的友谊 五个S级剧情点当中 徐悦整整花费了三个S级 来贯通了自己身上的第八门死门 收费这么贵当然 也有着这么贵的道理 本体完美仙人体 让八门的开启难度增加 但同样的自己 对八门的承受能力 也拥有着巨大的增幅 哪怕是死门 最终也能靠着身上的羊盾 与完美仙人体 强行奶回来 当然 消耗与损失与前面七门 也是没得比的 就算是完美仙人体 都是真的在飙穴 形成红色蒸汽 甚至如果不是自己 拥有着长生觉 进行着控制与调控 除了体数之外 恐怕都无法运用 这股暴躁的力量 就算有着长生觉 控制起来 都显得有相当的麻烦 但就价值而言 也是足够的了 以自己现在的能力 能够类似于这样直接提高上线的力量 已经很难寻找了 类似于之前学习的通灵 与通灵强化更多的 还是增加自身的广度与手段多样性 而非提高极限 还剩下两个S级 其中一个被徐悦当作了之后任务的储备 另外一个也有了自己的用途 那就是更新一下自己的隐匿权限道具 以前那A级权限的道具 已经很实用也很够用了 但随着逐渐与大佬们的接触增加 遇到拥有着超过这权限的侦察能力可能性 也在同时增加 之前就是最好的例子 本来的话 借助自己神盾局顾问的NPC身份 借助自己展现实力 给他们留下来的印象 其实是很好利用更加柔和的手段 先掏干他们再来处理的 结果最后 不得不使用直接点的方法 浪费了不少好东西 这种关于隐匿的权限 徐悦当然没有直接找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了 毕竟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并没办法一手遮天 而是直接匿名借用企鹅商会的任务平台 悬赏了起来 一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也一边为企鹅商会的任务区直接造势了 S级别的物品求购信息都有 档次一下就高大上了 在伴随着绿巨人低配版血浆的量产 以及那隐秘消息的流传 以下又一次让企鹅商会在欧洲区域小火了一把 但企鹅商会出售的这种东西 对于其他军团也是有利的 而且企鹅商会也一直选择了低调形式 所以倒也没掀起多大的波澜与敌意 刚刚好控制在线内 在容忍范围之内 作为外来者 必须要一步一步试探性的扩大影响与步伐 不能一蹴而就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把绿巨人原版血浆挂在这里的原因 反倒是出现了一些军团代表上门谈合作 比如想要承包多少血浆大批量订购之类的 晋级任务失败多少也是一件事 徐悦一出来 除了任务失败外 也得到了下一次正常轮回下所要经历的任务空间 单纯从介绍上来看 似乎是艾泽拉斯的任务空间 不过这一点提示 对徐悦没啥用 因为补考的话肯定是会更换空间的 相当不于并不知道下一次任务具体是什么 多少算得上是晋级失败的惩罚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华夏方面北洋军团却是发来了电报 专门针对了徐悦和孙林两人 有特殊事件要安排他们暂时回国一趟 并且电报中就说明了 已经得知到了他们晋级失败的消息 而军团会直接开启全线协助他们进行补考 除此之外 需要他们进入军团指定的任务空间 完成一次任务 第0418章 回国 军团并不是剥夺你们的留学资格 仅仅只是暂时回国完成一次空间任务 下一次任务的间歇期便会再次将你们送过来 过来接应的人很快 这一次是直接从天上过来的 是一艘造型独特的气球飞艇 看上去充满了魔幻与科技相结合的造型 而且这一艘船过来 似乎就是只为了接徐悦和孙林两人 看得陈航他们那几个北洋社团的人一阵心头震惊 这是多大的手笔 仅仅就是为了接他们两人就单独安排过来一趟 这其中要穿越的国家 要完成的衔接可是巨麻烦的 并不是单单飞过来就行了 而且离开了军营这种特殊区域外 驾驶这种来自于轮回空间的特有物 是需要支付额外费用的 哪怕不战斗也是一样 这也就是因为军团出面了 如果是个人足够完全榨干了 竟然只是就为了接两个人 太奢侈了 看来孙林小姐她哥哥的能量比想象当中还要大 那个跟在后面的小子 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不管其他人的想法 徐悦随同孙林一起上了飞船之后 心底对于之后的事也已经有了个大概的推断 虽然那位身穿北洋军装 专门过来交代自己两人的传讯官言语含糊 只肯说个大概 但她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徐悦也已经算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这一次并不是说为了接孙林而顺带也把自己接回去 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接自己 而孙林恐怕才是因为她哥哥开的后门 顺带烧回去的一个附带品 既然重心在自己身上 那其实就很好推断了 自己在北洋军团当中留下的印象里 能够引起如此重视的 唯独只可能是与智波月 很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引导 他们尝试过不少次寻找与智波月的契机 但一直没成功再次刷出来 所以才会找到自己头上 本来如果仅仅就是这样的话 这一位没必要这样言语不详 直接说明白了就行 现在他的这种态度 很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 比如日国又比如幕府之门 当初被自己坑下的废盾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地舍弃 很可能对于那对魔人者的转职 以及目盾还念念不忘 认为是错过了一次天大的机缘 想要与北洋军团寻求合作 再刷一次也说不定的 比起海陆 这魔幻飞艇在空中的速度明显 是要快得多 而且一条直线之下一天之内 就抵达了华夏境内 本体再次回归国内 也让徐悦心底浮现了一丝 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 哼 就算是自己 也是会有着这种情节的人吗 真是想不到呢 这一次飞艇并没有向着上海飞去 而是飞向了更北边 降落时候破开云层 直接停靠在了一处军营的塔楼之侧 啊 这里是缝隙的军营 叫什么来着 孙林作为啃歌一族 理论情报方面可是很丰富的 不过对于军营的名字 显然它是没有去记的 这里是北洋骑士团的本部 沈阳北大营 你们作为预备团员 也需要了解了解的 那位随同两人一路的传讯官 似乎也是扯了扯嘴角 这两个家伙 还真是不合格的军人呢 随着两人下了飞艇 似乎早就等待在出口的一名士兵 便是同几人行了个理中气十足地说道 少帅要见你们 说完便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看来是快 直接来到凤隙大本营了 就算不是 也算是相当重要的核心区域 没想到张学良会在这个地方等自己两人 让徐悦也心中出现了一丝明悟 很可能这就是凤隙这边直接绕开了吴佩孚向自己下的命令 毕竟算起来自己的确也算是北洋骑士团的一员 还占据了重要的留学名额 既然自己推断很可能是日国方面过来与北洋军团衔接的话 那突破口放在凤隙这边也是很正常的了 华夏与日国的关系并不好 特别是当年一战失败后 许多人都认为是耻辱 但这其中直接与被日国占领的半岛接壤的缝隙便是例外 两边距离近了 打打闹闹一阵后 虽然屁股和立场上是还算得上保持底线 会拒绝拉拢 但人家拉拢那么多次好处送了这么多 逐步变成了酒肉朋友也算是很正常的了 他们并不知道后面的历史走向 也并不知道日国的野心 正常历史中其实也就是这样 甚至日国直接打进来了后 大多数人都还是认为他们也就是闹一闹 想要讹点酒钱花花 闹一阵后就会回去的 甚至还因为担心扩大冲突 以及内部的政治博弈出现了不抵抗的命令 出了这种事后 后续无论怎么洗都是洗不掉的 这种关系下 由他们出面牵线搭桥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在前面士兵的带路之下 他们一行来到了一处小洋楼面前 看上去很普通的小洋楼 徐悦仅仅就是扫了一眼 就感受到了内部的空间气息 里面的实际空间要比外面看上去大的多 嗯 开玩笑 空间宝石在自己手上 甚至如果自己愿意 强行利用空间豁免的能力 直接进去压他 这处空间都是没问题的 当然了 徐悦也不会这么无聊地去做就是 而是跟着那名士兵来到了门口 换成了另外两名明显装备更加先进 甚至科幻的卫兵借首 人来了 他们就是少帅要见的那两位 做完简单的介绍和身份的确认后 两人也被允许进入了小洋楼 极致奢华 这是徐悦进入这空间后 感受着里面的装潢和气氛的第一感受 泳池 雕塑 草坪 回廊 甚至高尔夫球场应有尽有 丝毫不比前世的类似场合要差 甚至还可能更胜一筹 莺莺艳艳的一群人 在这巨大的奢华场景里 似乎在开着什么狂欢趴一般 狂欢着 放肆着 哇 又有新美女进来了 来 快来认识一下 一位只穿着裤衩 留着一身肥肉的矮子 本来就在门口附近 瞟戏着一位妖娃火辣的兔女郎 正巧徐悦和孙琳进来了之后 便是眼睛一亮 色迷迷地盯着孙琳说道 一边说着一边还直接伸手过来 想要牵她的小手 但随后被孙琳一脚直接踢到了蛋蛋 而后跪坐在了地上 翻起了白眼 这还不算 孙琳手指还直接戳了对方的白眼一下 虽然没有直接出船 但那红肿的样子显然也是不好受的 恶心的家伙 满脸嫌弃地看着那矮胖的家伙 孙琳的讨厌没有丝毫的掩饰 戳眼睛的手指还在徐悦衣服上擦了擦 看得旁边附近的几位男性都不由加紧了双腿 似乎莫名地感觉到了一阵的寒意 不过随后还是立刻有人站了出来 为倒地不起的矮胖子打抱不平了起来 放肆 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怎么敢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你可能不知道她的身份 她就是 不过这几人的话都还没说完 一声显得有些玩世不恭的懒散声音 便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如果我是你们 就不会对孙传芳的妹妹做出这种态度 嘖嘖那个妹控就算我都不敢随便招惹的 随后人群散开 一左一右勾着两名美丽油雾的英俊青年 便是走了出来 好似浑身没有骨头一般地挂在两名美女身上 第0419章 开荒团 来者的声音落下 现场便是一片寂静 那几个开始开口的人 立刻就把话重新吃了回去 随后便是脸色一片惨白 灰溜溜地迅速躲进了人群里 至于那个晕在了地上的矮胖家伙 则是没人再去管他 直接被一名警卫拖走了 所有人看向孙林的眼神都变了 竟然是孙传芳那传说中的妹妹 传闻得罪了孙传芳 其实都没什么 她还算比较好打交道的 但如果得罪了她妹妹 一时间 不少人都不由咽了口口水 而徐悦则是将目光看向了那带着醉意 刚刚出来的英俊青年身上 少帅张学良在以前的历史当中如何不好评价 但在当前这个时空里 他却算得上是北洋军团 甚至整个华夏最有天赋的轮回者之一 现在的名头上是完全压制了年长他不少的孙传芳一筹 北洋年轻一辈中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深得张作霖的真传 因为有着他父亲毫无保留的信息供给 以及资源支持 加上本人的天赋也相当出色 似乎是完全继承了张作霖那种神出鬼没的空间能力 除了能力之外 她的人脉在华夏也相当不错 不单单是四大美男子之一 还被称之为为人豪爽郊游满天下 甚至与其他各国的一些天才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这一点对于如今还是清廷当家的环境来说 反倒是一种本钱 很多时候清廷都愿意让他出面帮忙协调一些国际上的事务 这次飞艇能够畅通无阻地直奔欧洲接人 恐怕也是由他出面协调的 至于他身上的那些缺点什么的 在其他人眼里则只是看作了年少轻狂 很是暴容 毕竟现在来说 他还是一个尚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有能力的年轻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哟 孙林妹子 这次你哥可是亲自找上我让把你也捎带回来的 泽泽离开了那个妹控这么久 我看他这段时间都快神经衰弱了 天天给你寄东西过去 张学良满脸都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情 似乎什么事都无所谓一般 打着哈欠看上去很是懒散的样子 随后又带着一点坏坏的笑容说道 那个啥 上次的提议不考虑考虑吗 就算你哥哥找我麻烦 我都接下来了 闭嘴 你这个尹君子 孙林满脸 嫌弃地看着张学良 似乎是很讨厌这家伙 这让大厅里面的其他女性看向孙林的眼里都不由感到了许多古怪之色 少帅张学良 人又帅气 年少多金 能力也异常出色 就这样的完美形象竟然也会有女性讨厌 她不是假的吧 不过张学良似乎也就是单纯斗一斗孙林这笨丫头 也同样并不介意她那种相对比较单纯将讨厌直接挂在脸上的态度 乖乖闭嘴不同她说话了后便是又将头转到了徐悦身上 满脸饶有兴趣 小子 自求多福吧 平时林丫头的队友都没一起经历过太多场没触碰到那个魅控的神经 但你和她一起待太久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去说说正事吧 跟我来 先是提醒了徐悦一句后 张学良便是打着哈欠松开了身边的两个美人 喝醉酒了一般亮呛地栽向了前方 随后便是直接撞入了一道光圈当中消失不见 而与此同时 徐悦也感受到了一股空间拉扯之力 作用到了自己身上 似乎想要把自己带到一处次元夹缝当中 对此徐悦也并没有选择抗拒 顺应着进去了 随后留在原地的孙林 便是两眼茫然地看着离开的两人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两个大男人怎么跑一起说私密话了 其中有一个还是最熏熏的 一 好恶心 一处漆黑的空间当中 张学良完全转变了另外一种形象 外面那种懒散完全消失 虽然还带着那种玩世不恭的笑容 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好像完全出现了变化 似乎主宰着这整片空间 现在才能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少帅 不错 既然有着如此定力 没有丝毫的紧张情绪 的确不愧是御帅所看重的人 看到徐悦被挪移到了自己的空间当中 没有多少情绪变化 张学良脸上充满了赞赏的表情 少帅有事就直接说吧 我这个人听不懂拐弯抹角的话 徐悦随意地笑了笑 并没有因为张学良的话而有什么表情 我喜欢直接的人 这次把你接回来 我们当然有需要依重你的地方 但放心 事情没什么风险 只要你将我们的人带进去就行了 随后张学良便是亲自向徐悦讲解了一下这次的任务 由军团为徐悦进行补考 并且动用军团权限进行任务直接指定 而后徐悦稍微协助一下 帮忙搭上与制波悦的桥就够了 其他的事都会交给他们进行 这次便宜你了 你在忍村大战当中应该也有着自己的经营 进去的话能够得到的好处肯定比其他普通任务要多得多 这次可是利用军团权限直接指定进入这个任务 个人想要的话起码要达到少校军衔才行 还得支付功勋点 最后说完后这位少帅脸上都还是一副便宜你了的样子 让徐悦都感到了有些无语 这军团权限不给力啊 为何事后一样也会有惩罚任务 不过算了 多少也算是帮自己省掉了一张任务指定卡了 另外 而随后张学良双手交叉利用阴影挡住了脸部表情 空间使徒空间行者等等称号的 北洋军阀中缝隙的首脑 真正的大佬 绝对是仅次于袁世凯这一层次的最顶尖存在了 没想到这次竟然是由他亲自带队 看来他们是真的想要在这里来一次大手笔啊 自己还是晋级任务 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通过中忍考试获得中忍名额 而这个时间节点至上 也正巧是木业崩溃计划的时候 同时也是华夏区进度推到的最前沿了 张作霖 这是准备亲自参与开荒推进进度吗 还是带着进度 已经更加前面的日国轮回者想要合作做些什么 少帅放心 我自然是知道轻重的 对于日国那边会留一手的 心中念头急速闪过 徐悦脸上也很快浮现起了一丝笑容 说出了让张学良满意的答复 这种空间契约来一个也无所谓了 而张学良也不可能弄出太过苛刻的契约 多少都还得留给吴佩福一点面子 只要他所需要的最主要的要求 与保密等级能够达到就够了 一个还没通过资深轮回者考核的正式轮回者而已 也没必要限定的态思 掀不起什么波澜 第0420章 再入 张作霖将会亲自带队进入这一次的任务 不过这却是相当高的机密情报 徐悦签订的契约里也有着保密义务的这一条 如果不是他手握与重要NPC的联系渠道 很显然是不可能接触到这等层次的机密的 而且张作霖似乎不准备与他们一同进入 应该是利用了其他的绑定权限进行尾随 毫无疑问保密条件 这是又增加了一个级别 真知道他会加入这次任务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徐悦这一次明面上的主要任务 就是协助日国轮回者和幕府之门进入任务空间 找回他们当初的损失 沈阳北大营一排排机甲在阳光下映射出金属的光辉 虽然看上去隐约还有些参差不齐 无法统一型号 但整体的威势上却已经相当难得了 这一次直接在军营当中进行机甲列队 为的也就是迎接外军团以及外国的使者 同时也算得上是展现一下自身的武力 徐悦也站在了迎接的队伍当中 不过他并没有坐上他的桑德兰机甲 而是跟在了张学良身后 成为少有能够直接迎接的成员 张作霖并没有出现 甚至给人的感觉都不在军营 这次少帅张学良是全权负责相关接待事宜 而列队没过多久 几辆看上去老古董一般的老爷车 便是从外缓缓行驶进来 这完全符合当前时期的老爷车 与四周那些机甲当真是格格不入 随后车上便是陆续下来了 身穿两拨不同制服的人群 国内排名第十一的幕府之门 以及当初正面击败过北洋军团的日国幕府 啊哈 汉清军 贵军团的机甲还真是有特色啊 怎么看都和马戏团出来的一样 最前面车上下来的幕府之门大管家 卯月石兵卫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地说道 换作以前 他是不敢在北洋军团面前诈刺的 但这一次 自己背后的靠山可是也一起来了 当初北洋军团在那次战斗当中 可是惨败给了他们 完全撕破了清国外强中干的伪装 否则军团在华国的发展不可能这么顺利 可他刚刚嘲讽完 下一刻 啪 的一声响起 他脸上便是多出了一道手掌的红印 而张学良也在细条漫里地取下了手上那白色的手套 直接丢到了垃圾桶里 主人都还没开口 哪轮得这狗来废 利用独特的空间能力 除了少数外 没人能够看出张学良用了什么手段 从这一巴掌看来 他的脾气也是暴躁的可以 这一次 可是你们有求于我 虽然其他的好处也是给了我们不少 但帮不帮也是要看我们心情的 卯月君 怎么说话的 还不给少帅道歉 这时 一道温文尔雅的声音 则是从满脸赤红双目喷火的卯月石兵卫后面传来 却是一位看上去三四十岁左右 充满了中年男子 男性魅力身穿武士袍的美男子 而在他开口之后 卯月石兵卫的火器也似乎完全被浇灭了 不情不愿地挨完 打过后还低头鞠躬表示了歉意 对此 张学良却是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那种发自骨子里的傲慢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是傲慢的表情之下 看着那位中年武士 眼底却闪过了一缕忌惮 咬人的狗不叫 这种家伙才是最为难缠的 少帅阁下 没管教好他们 真是在下失礼了 等到卯月石兵卫道歉完了后 藤原也依然保持着那种温文尔雅的表情 同时发出了歉意之声 藤原剑胜严重了 别人都这样了 张学良当然也不能继续发挥下去 开口缓和了气氛 随后便开始对诸人互相介绍了起来 幕府之门的大管家 卯月石兵卫不用多说了 最近勉强算是通过了那一道门槛了 还带来了一票幕府之门的精锐 另外一边那个被称为藤原剑胜的家伙 也是日国当中名气相当大的一位轮回者大佬 这一次他们以两个军团的形式过来 每个军团出动的大佬名额也都已经确定下来了 除此之外幕府之门里面还有着那正拿美目瞪着徐悦的包机 而日国轮回者当中也还有着那位日国天交奈洛 奈洛现在还是精锐轮回者 但战力经过几次的沉淀之后也成功突破了门槛 特别在忍村大战这种会限定团队大佬树目的空间里 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更何况这次的任务剧情当中 它和包机两人的作用也都相当重要 在对方将桥搭起来后需要靠着他们两人来巩固的 则怎么会分到这么一个任务 听说中人考试要三人一队 没办法 又不能确定同胎一队 我们是资深轮回者好吧 而他考核都还没通过的 想办法同胎一队 那是我们的任务目标了 我们相对在那任务空间还是近乎于白板 可塑性强 两名北洋军团的资深轮回者 此时正在互相抱怨着什么 为了给予徐悦一些足够的好处 张学良可是还答应下来了 会全力帮助他完成这次中人考试 这不 两个在忍村大战当中还是流浪下人身份 但却拥有着资深轮回者实力的家伙 就是特地挑选出来安排给他的队友 只是从他们在忍村大战当中 只有这下人身份也能看出 他们在这个任务空间当中 几乎没有丝毫的经营 所以才会不情不愿 真是的 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种幸运的家伙 谁说不是 还要让我们拼从他的指挥 他可是晋级考核都失败的废物 别乱来引出了什么 无法收拾的场面才好 两人一边抱怨着 也一边在等待 不换管换不均 他们两人自认为 如果自己能得到这样的好处 肯定能混得比对方还好 结果现在要自己两个 已经通过了考核的 来帮助一个考核失败的家伙通过 当然是心里不平衡了 等看到一行人朝着这边走过来后 也是停止了嘴上的抱怨 这一次进入空间北洋军团的人 明面上就只有他们两人加上徐悦 主要就是为了辅助日国轮回者收回损失 他们两人的任务 也就是在徐悦搭桥完没事了后 帮助他成为中人 所以两人才会大肃苦水 满脸嫌弃 这一次因为大家的实力层次不同 还有着晋级任务的关系 所以进入之后的地点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次的聚集地就是木叶 大家按照约定的来会合就行了 徐悦单独一人 是资深轮回者的晋级任务 在其他人眼里看来 他的出场地点 应该是与其他进行资深者 晋级的轮回者一起的 嗯 卯月十兵位在木叶 拥有着不低的权力 到时候他会进行权力辅助的 就算是外村的提前到了 也不用太过担心 伴随着藤原的简单说明之后 众人也伴随着军团权限的启动 同时贯穿了虚空 开启了这一次的任务剧情 呃 至于孙林那边 好像是被他哥哥捉走了 特地为他选了个简单的晋级任务空间 并没有参与到这一次来 第三次忍界大战结束 忍界进入了久违的和平 第七卷 崩溃计划 第0421章 变化 一座小镇的酒馆里 徐悦吸收着空间因为羁绊继承灌入的一些信息 脸上也出现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自己当初在云影村干了一票大的 换来了偌大的威名 不过随后就一直都被空间安排着在人界闲逛 没怎么出手过了 只是同时保持着与小和木叶的联系 但又都算不上是属于哪一方的 木叶里依然还有这一个顾问的酱油身份 小李面则是因为一直不出勤 被安排到了一人一组了 飞断已经重新回到了角都的怀抱 据说角都对飞断异常的爱惜 经常嘘寒问暖的 每次飞断有什么要缝起来的 也是第一时间就会完成 鬼交同佑的搭档也很是娴熟了 还就是自己每天拿着角都辛苦赚来的钱 流浪在人界各地收集情报 是组织最边缘化最特殊的人 而那个人界商人的身份虽然还在 财富也在 但自己离开后就采取了稳妥行商方法 财富滚动得相当慢了 而且还要源源不断地投入到龙隐村当中 这种安排来说倒是中规中矩 以自己当初压浮云隐的能量不血藏的话 那现在人界早就大变样了 这本来就是自己原本就预判出来了的 不过 没在自己意料之内的事也同样有 因为自己的身份安排 是情报最为丰富的小 以及牧业的酱油顾问 所以对于人界的一些重要走向理论上 也是要清楚的才是 所以 牧业多出的一名长老团成员 水之国更换的暗部部长 土之国多出的一位称号强者 都是进入了许悦需要关注的事件当中 毫无疑问 这些多出来的意外因素 极大的可能就是其他轮回者所造成的影响出现的 甚至最大可能就是其他轮回者本人 张作霖这次亲自进来了 还有那个日国幕府的藤原建盛 也都不是省油的邓 如果还有其他军团派出了 在这里经营了很久的顶尖大佬的话 的确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有趣啊 得到了这些消息 徐悦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本来嘛 应该就是北洋军团 幕府之门 以及日国的幕府三个军团 互相之间的合作 但出现的动弹 却是比自己想象中要大不少 上次在法国区进入的时候 除了自己的影响之外 都几乎没多少变化的 果然 在东方对火影的攻略进度 还是要大许多 咔嚓 四周冻结的时空逐渐恢复 酒馆中的嘈杂之声 也进入了徐悦而理 这里是火之国 相对比较靠近 木叶的一处小镇 靠近木叶自然就意味着治安好 同样过往的商队 也喜欢在这里落脚 加上去木叶发布任务的人 整个小镇 却是显得相当的繁荣 随手按下了酒前到桌上 徐悦也是直接起身 向着酒馆之外走去 晋级任务 通过中人考试选拔 获得中人头衔 没有悬念 外界早就探明清楚的 晋级任务 倒也并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这一次的时机 却也是很有趣 其他轮回者 如果没有类似于 这样的推进 很可能中人考试 不一定会是这一场 相比于这一场的 中人考试来说 其他场次的毫无疑问 会相对简单一些 不过这对于自己来说 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需要头疼的地方 还是如何混一个合适的身份 进入参与考核 还有 进入木业考核的方式 还不太方便 直接与木业高层沟通来办了 因为莫名其妙的 木业长老团里 就多出了一人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徐悦见到 在活营里混得最好的一位了 就算只是普通的酱油长老 那也是代表着 木业高层的权威 真正意义上 已经进入了决策层 相对来说形式没这么方便了 就算作为酱油长老 都有可能察觉到一些 与制波异族灭族的原因 这种密而不发的消息 才可以说 真正代表着攻略的最前沿 有这家伙在 现在也不太好 直接利用与制波异的权限 来给本身身份 带来太多的便利了 当然 因为救命之恩的关系 一些少许便利 还是能够主动提出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真正知道自己相貌的人 却并不多 不然 多少有点麻烦的首尾 而就在徐悦走出了 酒吧门口的时候 神情微微移动 身上口袋里 不断地出现了震动 拿出来后 便是张学良 给自己的一枚 拥有独特科幻外形的 原型对讲机 按下通话按钮接通之后 里面也传来了一声 哪怕隔着对讲机 都能感受到的霸气声音 是我 现在你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虽然只有普通的通讯功能 但这种足够得到空间认可 在任何任务空间 都能远距离使用的道具 却也是太过实用和珍贵了 想一想当初 对于寻常小队来说 手摇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都算得上是宝贝的 飘夜阵 徐悦也对着里面随口说道 其实现在自己最完美的位置 应该是一同参与资深轮回者 晋级任务的诞生区 而且自己的那两个搭档 并不是参与晋级任务 肯定不会出现在那里拆穿自己 看上去解释 应该会天衣无缝 但既然这位大佬主动联系过来 开口问了 那有很大的可能 他其实已经抵达过 那诞生区观察 没看到自己 张作霖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他那神鬼莫测的空间能力 移动速度不要太快 如果换作其他人 可能还并不知道 参与晋级任务的轮回者 通常的诞生位置 这个位置也会是随机的 但如果张作霖 就是那位多出来的牧业长老呢 对于牧业当中 需要掌握的一些背景情报 直接有着了解 知道那群身份 有些格格不入的轮回者位置 那也是理所当然了 所以徐悦并没有太多地 隐瞒自己的位置 至于和宇智波悦出现在同一地点 那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不说自己的背景身份 更加强大而神秘 他不知道所在 哪怕真的知道了 也很容易当作 是因为双方的羁绊影响 好 距离不远 尽快到牧业 到了后再发信息给我 随后 对面便是挂掉了通讯 让徐悦也感到了 张作霖这家伙霸道的一面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见到过最有权势的一位呢 雪莉虽然地位不低 但手上的实权 肯定也不如张作霖 她身上的一些好东西 不要太多 就由自己来代替少帅 帮忙败点吧 想到这里 徐悦心底也泛起了一丝笑意 多少 你身上应该都会有一些足够价值的物品和情报 能拿来刷雨至波月的好感吗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等到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和自己的晋级任务后 有的是时间让自己去完成预定的计划 既然来到了这里一趟 还是眼前的时间点 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也差不多能够入手了的 第0422章 炙手可热 雨至波月在牧业倒是还有高层之道存在 之道属于牧业忍者 但徐悦在牧业却已经并没有官方身份了 不管是为了晋级考核 还是为了在张作霖面前露面 一个合适安排进来的身份都是有必要的 本来的话有着雨至波月这种大佬的照看 随便安插一个身份进来不是简简单单 但因为张作霖疑似是那一位多出来的牧业长老 所以现在临时安排就有点不太妥当了 是 徐悦对雨至波月拥有着救命之恩 但你前面可是进入过这个任务空间的 怎么会突然变成空白身份 还要浪费这么难得的好感度来安排 因此 在正式回到木业之前 徐悦便是先前利用飞雷神往了龙之国一趟 为自己先获得一个正牌官方的下人身份 整个龙忍村都算得上自己的子公司 虽然自己答应了不干涉其自行运行 但安排一个完全没有破绽的身份 那自然是手到擒来 雨至波月随着年龄的成长大变样后 见过的人也不多 一直戴着瞄脸面具就是了 嗯 当然了 其他人都还好说 但凯这家伙还是得注意一下 太直肠子了 看着自己这位龙忍村下人冲过来搞什么青春伙伴什么的 还真会有点头疼 滋滋 伴随着一阵电流音 徐月面前浮现出了一道虚无的暗影 犹如身在远方直接投影出现的一般 完全看不清相貌 甚至看不清身形 张大帅 徐月脸上是完美无缺的商用表情 温和之礼尊敬前辈 怎么变成龙忍村的人者了 那投影出现犹如虚无的人影 毫无疑问就是这次任务当中 徐月的最高指挥者 缝隙的大当家空间行者张作霖了 看着面前表情恭敬的徐月 语调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波动 伴随着些许沙哑之声 虽然语调平缓 但却给人一种必须要解释的感觉 我在法国也进入过一次本空间 与之波月叛逃了木叶 我想着这是我在空间的最强依靠 所以也准备一路跟随 不过虽然好感度提升了一些 但因为我实力低微 被他安排在了龙尹村 徐月本身在北洋的印象里 也就是木叶的炮灰忍者 加上还有着与之波月的关系 没留下判人的案底 也是情理之中 是上次任务当中完成的吗 又不是这次临时来的 张作霖文言也点了点头 很明智的选择 不过据我说知道的消息 与之波月其实并没有叛变 他依然还是忠于木叶 徐月继承羁绊 被空间灌输了一些信息 显然作为木叶长老的张作霖 也或多或少地知道了 一些关于与之波月的事迹 不过也仅限于有所耳闻的程度 这还是因为与徐月一同 进入的任务空间关系 在他看来 如果自己无法与与之波月建立足够继承的羁绊 下次进来还能不能有对方都不好说了 以日国那边的态度来看 羁绊的建立应该很难了 虽然距离中人考试还有一段时间 但你找某月十兵卫先为你安排一下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记住尽快联络到与之波 月让他先单独与我见一面 这是我的信物 他看到后会知道我是谁的 进行了一些叮嘱之后 这道投影也直接消散了 似乎连安排都没准备帮徐月安排 似乎准备一直隐藏在暗处 应该是有自信不让某月十兵卫 这个同样在木叶拥有着一定身份的家伙 怀疑到自己头上 脸上依然是满脸恭送表情的徐月 在这位张大帅提出了要求之后 也同时在迅速地考虑着 应该怎么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 这位大帅身上的潜力 什么 你说个人身上的油水可能有限 不急一急 怎么会知道呢 人家好歹混迹了这么久了 就算没宝贝 也多少会有些让自己感兴趣的隐秘吗 本来就要完成晋级任务的 顺带的是 自己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如今整个人界的总体趋势是和平 加上龙隐村还是小村 甚至是会参加木叶举办的中人考试的村子 所以安排一个小下人提前进来入住什么的 也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幕府之门的卯月石兵卫在进入前 就已经表示了可以进行身份安排的 也有着联络的方法 在徐月这边与上线进行过一次碰头后 进村的时候也掏出了一枚黑色的虫卵 捏碎后化作了黑色蝴蝶 直接飞向了远方 卯月石兵卫来得很快 而且还是亲自过来的 因为这次进村的人是徐月 虽然实力低微 地位也不高 但因为他的运气 这却是这次任务的核心人物 龙隐村这种会参加木叶举办中人考试的小隐村 就算提前的早了点过来 也是能够方便进行安排的 还好 你算是外村来得比较快的了 怎么跑到龙隐村去了 卯月石兵卫带着些许疑惑的表情说道 不过这看似是正常的询问 却也是一种顺手的试探 如果这和那个与制波月有关的话 就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作为木叶的上人 更加详细的事情 他不清楚 甚至都并不知道与制波月并没有真正叛逃 但那震撼人界的云影村事件 还是会让一位木叶上人知道的 让他感觉到了打开方式完全不对 完全来到的是各假的人村大战 与制波月完全超乎想象 重要程度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这件事就是我自己的私人事情了 和我们的合作无关 徐悦用一种不亢不卑的语气陈述着什么 但越是这样 却越是让卯月十兵卫心中出现了一丝了然 果然还是太年轻 你不知道你的这种态度就完全暴露了 与制波月现在很可能和龙影村有关 好 你的私事我们不管 但按照承诺 你应该快点联系到与制波月来与我们交流 怎么样 你们还有联络的方法吗 卯月十兵卫又是不动声色的 在话语中穿插了试探 等着对方中招 而徐悦也果然中招了 既然答应了你们 我自然就能够办到 你们安心等着就是 这种回答让卯月十兵卫也眼中一亮 很好 看来这小子的好感度还在想象中之上 竟然是能够直接将对方叫来 而不是带我们去找 这其中的差距可是很大的 很值得拉拢 就算从口气上看 对方可能对北洋的归属感很强 忠诚度很高 特地通过北洋内部内线了解到的一些侧面消息 这个家伙还是属于那种热血青年 甚至还有点圣母的性格 难怪明明起步还不错 现在却泯然众人意 这种性格是绝对不适合轮回空间的 理论上 这种热血青年是相当难以拉拢的 但只要手段得当 却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 这种小角色还没受到足够的重视 还是最容易挖的时候 特别是他现在掌握的资源还其货可居 只要适当地让他知道他手中资源的重要性 让他感觉自己现在变得平凡都是北洋的错 对北洋心生不满 然后再让自己的那一位有本事的一女出马 美色加上利益再挑起他对北洋的不满 这一切不还是手到擒来 心中快速地闪过了诸多念头 卯月石兵卫也快速地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好 只要你能完成承诺就行 在牧业有什么事都能够来找我 放心 我作为一名牧业上人还是有几分能耐的 卯月石兵卫虽然决定要拉拢徐悦 但表面上也没准备转变太快免得引起警觉 温水煮青蛙一步一步地引诱着堕落才是最高明的 只是适当地先承诺些不疼不痒的好处 切记根据规律 晋级任务寻找队友只能找轮回者 找土著会被坑死的 这一点你的军团已经为你特地安排我就不多说了 这片住宅区都是新开辟出来给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准备的 你们同一批次参加晋级任务的轮回者也很多会来到这里 稍微住一点就行了 将徐悦带到了安排的住处 对他在叮嘱了几句后 卯月石兵卫便是直接离开了 这事不急 慢慢来他逃不出自己的掌心 另外一边检查了一下住处 徐悦也发现了这里已经有人住进来了 很可能是直接被安排在木叶的晋级任务轮回者 说不定这里就是他们的出生地 只是自己进来的相对晚了点 可能都出去碰运气了 而后随意地躺在了床上的徐悦也是打了个哈欠 木叶上人 抱歉啊 你应该是那种被记录了名单的上人了 当初自己可是在钢手面前好好提起过你的 木叶现在可是把他当作了已经暴露的间谍来养的 估计作为长老的张作霖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个消息 所以才不会很在意你 这种身份对木叶来说可也是有着不错的价值 子子 被你亲自接进来 不要搞得我也被怀疑了 不过无所谓了 自己有解决的办法 其他人肯定更惨点 还有 他应该会根据自己的话做出一些应对 不知道龙忍村那边会不会派人去 自己可是特地留了一句 六道徐悦在那边准备谈生意的 别让我白等啊 对张作霖 自己下手还会温柔点 多少也得给点面子吗 但对你们 呵 面部阴影下些许余悦的笑容 在徐悦脸上浮现了出来 第0423章 剧情开始 这么多人想要见羽智播悦 徐悦当然也要满足他们一下 一个木分身替代自己的位置后 本村自然而然的 也准备从外面再次回木叶看看了 不过作戏做全套 好歹要从外面回来嘛 第一站徐悦并没有选择直接回木叶 而是先前往了田之国一趟 时间到现在 差不多可以同自己亲爱的老师收点租子了 阴忍村在田之国建立也没多久 但因为大蛇丸制作速成品的高效效率 拥有着诸多优秀的炮灰 再加上任务当中优胜劣汰的淘汰模式 在附近范围内也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名气 正在做着自己最喜欢人体研究的大蛇丸 忽然间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一条通灵小蛇迅速地爬过了他的脚背 阅君的出现方式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了呢 或许当初让你在龙地洞的卷轴上 签下名字是我的失误 沙哑而充满雌性的声音从大蛇丸嘴里发出 而后他整个脑袋便直接180度 好似没有骨头地旋转过来 看着出现在自己身后的人影 但不论如何 大蛇丸都似乎不愿意与对方对视 那蛇眼一般的树童 一直都是看着徐悦肩部以下 看不到面部表情 已经吃过与致波幼的亏 知道了隐藏在血轮眼底下的恐怖力量后 对于这一位自己亲自打造出来 拥有着仙人体和血轮眼的怪物 他当然也有着深深的忌惮 如果说老师最失误的地方 恐怕还是老师的不失转身完善的太迟了点吧 哪怕是现在 徐悦对于大蛇丸脸上挂着的表情 都依然还是充满了谦逊与恭敬 看上去就是一位完美无缺的弟子 但越是这样 却越是让大蛇丸感到了心头的压力 自己的这位好弟子 真的是愈发得深不可测了 这个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天才 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过超乎自己的预料了 真的是完全猝不及防 等到自己反应过来 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对方就已经拥有了同自己比肩的能力 在等到想要制定什么后 回头一看就愕然地发现 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 对于宇智波又他 现在都还有着一些想法 但对于自己的这位弟子 却是已经一丁点想法都没了 只希望他不要给自己坏事 而既然自己的好弟子 现在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那显然也是知道了什么 特地为了那个东西来的 月君 这是你想要的东西 张开嘴从嘴里吐出了一份卷轴之后 大蛇丸便是没有多少顾虑地甩给了徐月 徐月也没有多少怀疑地直接接到了手上 当初大蛇丸叛逃和自来野一战的时候 自己堵了他一次 得到了绘图转生的一些钳制能力 还学到了消血研制术之类的一些实用忍数 而这次也终于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术了 不过不管是空间还是大蛇丸 当然都不会毫无理由的让自己直接获得 肯定有自己估计的那个在等着自己 帮我一起实行我的计划 甚至你也能够登上火影的宝座 随后 大蛇丸便是带着那独特的阴冷沙哑声音 说出了后面的话 不过内容却是让徐月也感到了些许哑然 这是准备顺手坑团藏一波吗 大蛇丸老师的想法还真是有趣得紧 得到了您的东西 我现在可以答应的是不干扰您的行动 至于能不能成功 那就要看您自己的计划了 没有直接接下大蛇丸的话 徐月只是给出了一份既能够满足大蛇丸 也能够满足空间的承诺 多少 学习费用也给我便宜点吧 木叶 四代死后临危受命 再次带上了火影斗笠的三代木原飞 晚上依然还在办公楼当中处理着文件 吊着烟斗的嘴巴巴唧了两下后 也吐出了一口烟圈 整个人也显得有些疲惫 抬头看了看窗外天空的月色 嘴里也发出了一声叹息 本来多好的势头 多好的底子 结果九尾之乱 三人出走 与制波灭族连续的打击之下 如今的木叶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不是自己连夜批复文件 就能改得过来的 新生一代还没起来之前 自己这把老骨头 还得再称一称才行 嗯 伴随着灯光的一阵闪烁 下一刻火影办公室内 便是多出了一道人影 骤然的戒备下等到 看清了来着的相貌后 才是从紧绷中恢复了过来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 就这么不喜欢走门呢 巴基了两下烟感 三代似乎是有些叹息 不过似乎一下 心情也好了很多 将喵脸面具斜斜地挂在侧面 将本身面目露出来了的徐悦 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我可还是被通缉的S级判人 听到徐悦的话 巴基了一下烟感的三代 好似很随意地说道 那就取消你的通缉 老头子在村里 还是有点微信的 我来抗下与制播一族 灭族的罪过 将真相公布出来 重新接你回村 您说笑了 木叶承担不起这种真相 徐悦语调有点悠悠地说道 双方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随后便是默契地转移了这个话题 对了 这次这么久才回来 是有什么发现吗 不会马上又要走了吧 戴着你的面具 好好做你的顾问 也没人会为难你 三代跳开那个话题后 好似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看上去丝毫没有一点村长的威严 就像一个普通的糟老头子 昔日忍雄也已经垂垂老矣 是有一点 关于我老师的事 最近 他可能想要对木叶做些什么 徐悦的话说完 三代明显是表情凝结了一下 大蛇丸 可一直都是他的一块心病 当初放过对方离开 现在看来还是误实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三代的语气显得是有些惆怅 终究是我的老师 如果不是真正严重威胁到了木叶 我是不会出手的 徐悦相当直白地说道 那你应该是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终究 我是他的老师 重新将自己的斗笠戴上 那脸上老年般和皱纹密布的三代 刹那间似乎又回归了年轻的风采 但 那只是似乎 徐悦没有再多说什么 掉头直接离开了房间 站在火影檐上 看着下方村内的一切 静静地等到了阳光升起 等到了街道上行人出现 整个村子开始从沉睡中复苏 徐悦脸上也浮现了些许一色 算起来 现在的时间才能算得上是剧情开端吧 第0424章 两份情报 啊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蠢货 来抓我啊 一道充满了活力的声音 在街道上回荡着 一道金发身影不断地在屋顶上穿梭 同时还不断向着后面做着鬼脸 手上提着的油漆筒 还有脸上那狐狸一样的胡须 都代表着他的身份 漩涡名人 这次你摊上大事了 竟然敢用油漆涂鸦火影檐 你会受到报应的 不得不说 漩涡名人名义上 虽然是班上的吊车尾 但单轮活力与持久力来说 却绝对是属于超越了下人的范畴 最起码追着他的几名木叶忍者 愣是一时间都没办法抓到他 直到伊鲁卡的出现 才是把这个笨蛋重新抓回了班级上 坐在被油漆涂鸦着的火影檐上 看着下方那似曾相识的闹剧 看着名人身上那隐约的四代影子 徐悦那瞄脸面具底下也少有的 露出了一丝发自内心的笑容 随后一道扭曲的朦胧身影 便是逐渐在徐悦身后凝聚浮现 与制波悦 虽然以前我们交流得很少 但这次 沙哑朦胧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然而还没说完 透过瞄脸面具的星红鞋一双眼 便是横扫了过去 让对方的下半句话直接闭入了嘴里 没人告诉你 从我背后出现是很危险的吗 林长老 前面徐悦都还是侧头对着对方说的 但下一刻张作霖制造出投影的本体处 一道环绕着他肩膀的手臂 以及侧面的瞄脸面具下 才是说出了后半句话 这让张作霖这位缝隙大首领 也是感到了心绪震动 一直以来 自己的空间能力都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 自从得到了这一份能力开始开发钻研后 超优秀的逃脱能力一直都让自己立于了不败之地 无往不利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喜欢一个人行动的原因 因为自己一个人才是最强大的时候 没有顾虑 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但这次 自己一个投影过去 竟然直接被对方顺藤摸瓜地找了过来 还直接没有引起自己丝毫警觉地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是何等的可怕 不愧是能够一人压浮云影村 震慑整个人界的存在 是少有能够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存在了 一直都以为带着一些以讹传讹的夸大成分 但现在看来水分可能比想象中要低 月君不要误会了 是因为你的身份特殊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与你直接见面 但既然你想要的话 那我们面谈也无所谓了 终究是缝隙大佬 哪怕到了这种地步也并没有什么慌乱 而是细条漫里地说道 或者说他对于自身的能力也有着足够的自信 单论心态这一点来说 的确已经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了 而且张作霖给徐悦的感觉 应该是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强轮回者 自己能够这么轻易地带到他 那是因为自己身具空间宝石 先天上的绝对压制 在得到空间宝石之前 以对方拥有空间这种高权重的能力来说 或许自己都还逮不到他 随后张作霖也是展现出了自身的诚意 直接先对徐悦爆出了一记重量 这轻描淡写爆出的重量 甚至都有些完全超过了徐悦的意料 甚至某种程度上 与徐悦这次来到空间的一个主要目的相同 因为张作霖的独特空间能力 在他以前火影空间中浪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处充斥着空间陷阱与结界的秘境 里面还有一些相当优秀强大的傀儡 而根据对方的描述 徐悦大体上是能够确定了 他所说的那个地方 应该就是通向月球的那一处秘境了 因为受到了诸多强大的傀儡围攻 那一次张作霖也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试探 并没有过度的深入 这一次也就是以此为契机 想要同徐悦合作一把 从动机上分析 其实这位缝隙的大头目 并不知道那秘境内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最主要的 其实是想要利用这秘境的独家情报 来诱使与制播月同他来一次组队 随后再利用秘境探索的时间 将两人的羁绊关系刷出来 之前那个在徐悦看来属于重磅消息的内容 其实只是张作霖手上觉得最顺手拿出来的一道引子而已 只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幼儿下面到底能够掉到个什么 虽说从日向加入手 徐悦也有把握找到那个入口 但现在有个县城的在这儿 那还真省掉了不少麻烦的 还真得表示感谢 少坑你一点好了 再打发了这一位自己的上线 将时间约定在中人考试之后后 徐悦也再次顶着瞄脸面具 去同卯月十兵卫见了一次 藤原剑盛的出生地在水之国 似乎是现在还没来得及赶过来 而也不知道卯月十兵卫是啥想法 竟然是自己先偷偷地准备同宇智波月见上一面 除了隐约地表示说 想要成为对魔人者被徐悦一正言辞地拒绝了外 他这边竟然也掏出了不少干货 月大人 您或许也已经有所耳闻了 最近人界出现了一个极其神秘而又强大的组织 那个组织叫做小 见到宇智波月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卯月十兵卫也显得有些着急 自己偷偷地利用那个北洋轮回者的权限 把这位大人物叫来了 就是想要得到好处拉近关系 结果才几句话 这就要掏出自己 好不容易才得到分析出来的机密了吗 这可是自己回国一趟后 好不容易从另外的渠道得到的真正第一手资料 很有可能藤原剑盛都不太清楚的 小 我听过一个赏金猎人的组织而已 不足为虑 徐悦内心毫无波动 很是随意地说道 但那还不止 传闻与制播又也在那个组织里 甚至大蛇丸也在 其他的也都是S级的判人 卯月十兵卫有些着急的连忙说道 随后左右看了看又压低了声音 神秘兮兮地说道 而且根据情报那个小的幕后首领 那个叫做灵的家伙 很可能是四代目 哈 徐悦面具下满是猛逼地回头看了神秘兮兮的卯月十兵卫一眼 另外一边见到徐悦终于算是动了情绪后 卯月十兵卫对于自己的独家情报也感到了些许得意 这种强横的人物都会吃惊 这就是我的祖国攻略进度比当前时间节点还要更远的关系 相当于我就能直接得到未来的情报 利用信息上的不对称来完成我的计划和策略 说不定能够一举摆脱自己现在的尴尬地位 或许您听着有点不信 请听我细细解释 四代对战九尾是直接把九尾移走了 谁都没有见到具体的过程 换而言之 也没有人见到了四代战死 徐悦 随着卯月十兵卫有理有据地不断地举出各种例子和佐证 说的和亲眼所见的一样 徐悦都觉得他所说的事的确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如果没看过火影 如果没有亲自参与过这其中的过程 说不定自己就信了 好好干 对魔忍者不适合你 但有一份忍者杀手的职业 说不定能够与你相契合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第0425章 同级别轮回者 不管是卯月时兵卫还是张作霖 两人同与制波月的第一次见面 都是想要先尽可能地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方便后面的再次接触 张作霖已经得到了约定 中人考试之后会互相合作一次 已经算是比较满意了 明白 预速则不达 等到合作组队的时候 有的是时间慢慢地拉近关系 另外一边的卯月时兵卫 因为对自己爆料消息的自信 也自我感觉良好 等到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 了解到了自己所说的就是真相后 事后也肯定会愿意相信自己的 那时候再一次请那个北洋的新人帮忙约出来 自己应该就能够进行羁绊的建立了 不管是那个忍者杀手的职业还是其他什么的 只要能从这种人物手上掏出来 价值肯定都不低 不过还要先给对方一点点时间来消化 正好自己也要等到藤原他们过来 在土著面前 自己利用攻略进度先知先觉的优势已经占紧先机 在同伴面前自己利用地利优势率先接触过一次目标 同样已经抢到了先手 这一次自己必将算计一切成为最大赢家 另外一边 伴随着傍晚的降临 住宿区陆续也有轮回者们回来了 在发现了徐悦是龙隐村下人的时候 也都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虽然表面上都是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但作为龙隐村下人的徐悦 在这次的住宿区当中还是隐约有点点被孤立的样子 因为他是第一个进来这里的外来忍者 其他轮回者清一色的都是木叶下人 总数有15人 都是这次资深轮回者晋级任务的参与者 正因为在同一出生地 也因为是同一人村的人者 他们大多数还都已经答应了 进入了一个松散的攻守同盟 而且按照三人一组的话 慢慢还能正好分成五组来参加 刚刚好 又不是只能考核通过一位中人 大家在没有必要敌对的考核之时 互相照应一下 淘汰其他人就是啊 而徐悦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落单出来的 还是外村的身份 当然是很难融入其中 当然 徐悦也并不想要融入其中 如果不是晋级任务 都是准备丢个木分身 过来打发打发的 搞得现在大多数时间是用木分身顶着雨至波月的身份形式 也正因为徐悦外村的身份 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来到了这里休息 所以排斥归排斥 那是立场上的问题 小桥岛也都不敢小桥这家伙 应该也是有几把刷子的 就是不知道为何好好的五大村不加入 竟然加入了一个小忍村 都是轮回者 而且资深轮回者的考核 并没有第一次晋级那样的残酷血腥 相互之间也不会说轻易地得罪谁 不然万一考核的时候 被扯个后腿多少都是麻烦 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大家就先寻求合作嘛 先合力淘汰掉土著们 然后在大家之间互相比试 而且据说最后考核哪怕战斗失败了 只要能将能力都表现出来 也是能够通过的 都是参与重要的晋级任务 应该收集的资料倒是都有 但毕竟都是手头比较紧缺的正式轮回者 每个人也不可能都能清楚 互相交换情报也是有必要的 而且一起多进行交流 也能够方便内部进行组队分组 组队不单单要看实力 性格上也得合得来才好 起码队伍里不能闹内部矛盾 这种交换时候也并不会排挤徐悦 而是16人都聚在了一处 由其中一位明显刚刚剪掉鞭子没多久 额头上头发都还没长出来的宽额头 率先开口 你们可以叫我血馒头 以前干过柜子手 莫名其妙就被选中的 大家情报都先共享一下 我们反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情报 情报税都很便宜的 互相平摊一下便是 得到了所有人的点头认同后 他便是继续的 就先从我了解到的开始吧 今天去外面转了转发现 正巧今天就是木叶下人的毕业考试 按照以往的惯例 现在应该就开始准备这一届的中人考试事宜了 就是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我没有详细的天数情报啊 有共享一下的吗 一个看上去有点圆润 满脸富贵像一副和气生财样子的胖子 文言后回应道 应该是一个半月左右的准备时间 第一场是比试 第二场是生存演习 第三场就是个人淘汰赛了 前面两场都需要团队合作的 他的话说完 还引来了一部分惊叹 很显然在场的轮回者有不少都是散人或小军团出身 很可能这种情报都不一定能收集到 阁下难道是 血馒头一脸肃然起敬的表情 拱手露出了迟疑之色 别瞎想 我也不是什么大军团的人 我的军团是富甲天下 都是一些商人为了自保聚在一起的松散军团 这次也只有我一个人进行晋级任务 队友都没一个 那富泰胖子哀声叹气地说道 很显然 在军团可能也就是一般成员 能组队到一起就组 没有人熟也不会特地给你配 排名第二十三的富甲天下 已经相当难得了 我军团还没加入呢 更是没有队友 我们这倒是有两个 不过有点奇怪了 我们这一次好像真没有前十的军团出现 你这样说来也是 是正巧没有要做晋级任务的吗 就算是排名前十的军团 都无法保证 每一位团员进行晋级任务的时候 都能正巧找到搭档 只有综合能力还不错 一直互相磨练得来的小队 才可以一路向上 眼前这一些小军团加散人 大多都是独自来做任务的 之前互相之间只能算是点头之交 还没深入交流都没发现什么 现在开始互相交换情报后 才是真的发现 情况有点不对劲 前十军团因为人数优势与质量优势 晋级任务当中 碰到的概率是相当大的 现在这种情况概率真的有点低 难道都是在其他村 或者干脆都是在其他任务空间的晋级任务 空间应该很喜欢把参加晋级任务的轮回者 拉到一起才是 应该是各大军团想要在这个节点做些什么 其他层次的轮回者进来的太多了 所以空间没有再把晋级任务的匹配过来了 而就在他们互相讨论的时候 徐悦这边却是笑眯眯地同他们解释了起来 没想到还能意外从这一群菜鸡这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呢 前十军团的人除了自己这个从外面进来的外 木叶这边一个来参加晋级任务的都没有 再加上继承机办时几个需要关注的变化点 这是似乎想要来个大新闻啊 这个节点上值得你们这么重视的 也就是木叶崩溃计划了 那这些家伙应该还有点用处 第零四二六章 右耳 阁下难道是 血馒头再次露出了近乎与之前如出一辙的表情 满脸的郑重 北洋的一个小兵 边缘人物 不用担心 徐悦既然主动开口了 那自然也是有着他的理由 闲着也是闲着 随手撒点耳出去看看于肥不肥那也是可以的 北洋军团 这 这 难怪可以外村的身份进入这里 原来还是有前十军团的呀 还是排名第二 其他人也万万没想到 这个选择小忍村的家伙竟然会是北洋的人 一时间 对方选择小忍村的举动 在他们眼里也从脑残变成了有深意了起来 妈 我还有两位队友出发稍微晚了点 估计要踩着时间点才能到 不过我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情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 正巧就是现在这时间点的 军团分配给徐悦的两位搭档 自己也已经利用其中一位的始末远距离地将信息发过去了 虽然只是一次性的单项消息 但应该也已经收到了 到时候他们自然会以合适的身份过来 这可是自己回国前就提前帮自己选好的搭档 随机应变能力和适应力还是都相当强的 至于眼前这些 当然也会是给他们一点甜头咯 情报 来自北洋的内部情报吗 轮回空间就算是见习轮回者 在经历过一两次任务的熏陶后 也能够明白情报的重要性了 这几位正是轮回者当中的老鸟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却也一个个眼睛发亮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就像新手引导员一样 多讲一些情报也是要收费的 不过这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双赢局面 没错 而且我的目的也并不是收费 而是我没把我一个人完成 只要大家签订一份契约 最后不管谁得到了东西都要与我一起共享 另外还要加一条对外保密就行 徐悦随后的话 也是让他们都欢喜了起来 这是明显是先拿货再付钱啊 完全都不必要承受花钱买到无用情报的风险了 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 在牧业 有一本相当重要的卷轴名曰封印之书 坐在水墓旁边的名人 听到了有不考的机会 心智冲冲地对水墓询问道 到底是一次什么不考 在牧业 有一本相当重要的卷轴名为封印之书 水墓这边简直是复制一般的 开始唆使名人前往盗取封印之书 在水墓看来也只有名人这特殊的身份 才能有机会从三代那里得到封印之书 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有些冒险 但当初杀死队友的世墓业已经怀疑过来了 自己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而与此同时 拥有望远镜之书能够监控墓业内一切的三代 对于水墓的小动作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察觉 只是他也需要一个适当的机会帮名人开开小灶了 终究是四代的孩子 而且四代的那位好搭档这次也回来了的 这边完全就是预演一般的场面 但因为晚上还是闹出了动静 所以就这件事的情报来说 攻略进度达到了眼前位置的各顶尖军团 还是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的 知道今天晚上有人偷走了封印之书 虽然这些军团里也有名眼人 能够看得出这次的封印之书 失窃情况有点诡异 有点像是想要利用封印之书引出什么 但毕竟诱尔还是太香甜了 以轮回者们的冒险性格 终究还是会有人忍不住 晚上盯着木叶动静的人还真不少 其中卯月石兵卫 以及他几名在木叶任职的手下 就是其中之一 包机这次可不能再闹小脾气了 卯月石兵卫 看着自己这一位火辣妖娆的一女 眼底也出现了一丝火热 不过想到了奈洛后 他还是很快冷静了下来 苦口婆心地说道 只要不是去找那个北洋的新人 其他的任务当然无所谓了 这一次你牵制好自由之意的那一位就行了 我们当作负责追击的中人跟过去伺机而动 包机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则看到了那小子真是勾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虽然技术很不错 能够让人很舒服 欲罢不能 但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家伙完全是吃抹干净 让自己第一次栽根头的心魔 绝对不愿意再和他见面了 嗯 放心 这次虽然自由之意 有一位在木叶 但他顾家寡人一个 其他军团的暂时还没发现有需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情报虽然算不上绝密 但也不是阿猫阿狗能够得到的 切记如果真有机会得到卷轴弯弯 不可想着要带走 这卷轴本身有问题 我们的目的只是 用它来开启另外一个连环任务的开头 卯月时兵卫 最后还叮嘱着说道 抬头看了看 已经挂在天空的圆月后 下一刻 他便是带着一片梦幻泡影地离开了原地 而包机则是带着另外两位 在木叶混到了终忍地位的幕府之门成员 开始行动了起来 能够知道这个情报的 都会是大军团的人 你特末在逗我 站在树梢上 看着那一群在自己眼里很别角 但却都在努力隐蔽的家伙 包机感觉自己打开的方式有些不对 卯月时兵卫在木叶拥有着不错的地位 所以最开始自己等人 就先确认了一下木叶当中的其他军团情况 或许一些大人物没办法查出来 但能查出小角色差不多也就能确定 有哪些军团目标放过来了 但除了自由之意 一位实力不错的独行侠 有露出踪迹外 却是并没有其他大型军团的存在痕迹 就算他们也有相同的目标 估计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入住 没有自己等人这样的先天优势 但现在则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冒出了十几个不知所谓的家伙 因为他们实力相对较为低微 大多也就是精英下人的程度 所以他们行动的动静相比来说 也要有威势的多 动静明显要大很多 不单单自己等人 就连其他坠迹的木叶土著也都有所发现 而另外一边 十五位组在林间寻找的参加晋级任务的轮回者 在偶尔看到从后面赶超自己等人随后离开的搜寻中忍后 脸上也都泛起了庆幸与激动的神色 果然如同说的那样 因为我们是木叶忍者 一同参与搜寻的话 土著的确是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是啊 我们一定要抢在其他组之前把东西拿到 真是天赐机缘 不准碰伊鲁卡老师 不然我宰了你 躲在树后 被伊鲁卡的话感动 同时也因为情绪激动 有些许九尾查克拉泄漏的漩涡名人 此时眼中带着些许星红的盯着前方的水幕 就站在名人后方不到两米处 戴着瞄脸面具的徐悦 看着眼前名人 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蜕变的场景 脑海里却在想着其他的什么 除了自己所熟悉的木叶强者 除了张作霖 还有另外一边卯月石兵卫 以及和他对峙的轮回者外 附近还隐藏着三位实力很不错的轮回者气息 嗯 就是通常说的大佬了 这是自己利用那群动静比较大的家伙 出马搅合了一阵后 将他们引来所察觉到的气息 眼前这火影的进度 一个军团可是无法同时指定两位大佬级别的存在进来 如果不是那种提前拥有大佬战斗力的稀缺轮回者的话 这便是意味着 除了张作霖 除了幕府之门 以及和卯月石兵卫对峙的那一位外 还有这整整三个军团 单独就派出了一位大佬提前狗在了这里 这次的任务 的确比自己想象中要有意思啊 作为木叶顾问 我抓个靶子人 应该不过分吧 第0427章 弥补 一道朦胧的身影站在阴影当中 看着那些别角的低级轮回者在到处寻找着什么 眼中充满了狐疑之色 这些家伙是哪里来的 则有必要抓一个了解一下身份了 为了隐秘 自己是只身一人过来的 好处很明显 不会轻易被察觉到身份 但坏处也同样明显 做什么都要亲力亲为 不过 现在正是木叶的关键时期 而且还有着那密令 自己也的确是要低调点的好 就抓一个最不起眼的吧 血馒头 作为这群晋级轮回者当中最见过世面的人物之一 这一次在得知到了这一份情报后 心中就已经明白了 那个北洋军团的家伙 肯定是想要利用自己等人做些什么 不过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他也没办法抗拒 但在搜寻目标的时候 还是都留了个心眼 从小队分开来 单独行动后就开始将自己隐蔽了起来 行动矫健 却又悄无声息 就好像是一只黑猫一般 然而就在他察觉到了一处树梢上 相对成人较小一号的淡淡印记 准备就此跟过去的时候 一道冷酷的声音 便是从身侧传入了他的耳中 很好 就是你了 相对其他蠢货正好动静小点 没什么人关注 声音入耳 就让血馒头浑身都掀起了鸡皮疙瘩 寒毛全部树立了起来 强 太强了 完全没有引起自己的丝毫警觉 就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 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里是牧业吧 人界治安最好的地方 这里是新人村啊 自己只是过来做个晋级任务的 怎么可能招惹到这种级别的存在 然而 想法刚刚在脑海中闪过 下一刻他便是失去了意识 直接软倒在了身后 身穿黑色长袍的人迎手上 其他人实在是太垃圾了 因为动静太大 每个人身上都被关注了几道视线 不太好 直接将人掳走 也就是眼前这小子稍微有那么点能力了 就在俘虏到手准备离开之时 一道声音便是从暗帘身后传来 不错哟 就是你了 另外两个已经被三代的望远镜之术察觉到了 也就是眼前这个作为目标最好 声音入耳 就让暗帘浑身都掀起了鸡皮疙瘩 寒猫全部树立了起来 强 太强了 完全没有引起自己的丝毫警觉 就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 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里是木叶吧 人界治安最好的地方 这里是新人村啊 为了不被察觉 自己都是一个人进来的 连一个手下都没带 怎么莫名其妙就招惹到了这么一个存在 好 没有丝毫警觉就被摸到了背后 暗帘心中没有丝毫的侥幸 然而 想法刚刚在脑海中闪过 下一刻他便是失去了意识 直接软倒在了身后 戴着瞄脸面具的人迎手上 将目标抓在了手上 看着那昏迷过去的血馒头 许悦是丝毫兴趣都没有 随后提着手上的家伙就直接离开了 虽然气息并不代表着绝对实力 但气息弱的人强也强不到哪里去 手上这家伙也就是普通大佬的级别 比四代风影还要差不少的样子 这种家伙就算有重生权限 多少自己应该也能够问出点什么吧 金色的阳光投过了林间缝隙 灑落在了地面 正好照在了血馒头的眼睛上 眼皮一阵阵动后 整个人也是清醒了过来 刚刚睁开眼睛 就被那照射下来的眼光晃得有些迷糊 本能地抬起了手臂抵挡 摇晃着脑袋坐了起来 此时 他脑海里都还是一团江湖 自己这是怎么了 记得昨天晚上 想到了什么一个机灵后 这位自认为见过世面的轮回者 也是完全清醒了过来 眼底充满了惊恐 自己好像被什么人抓住了 但现在醒来是又被放过了 自己昏迷的时候 到底被做了些什么 怎么感觉屁股有些隐隐作痛 伸手向后抹去 从地下拿出了一枚有些灵脚的石头 而后丢到一边 他也是不断地检查着自己 只是怎么着都没发现什么不妥 可越是这样 却越是让他心底惊恐 因为对方是在自己身上 安放了什么自己所无法察觉的手段 这是想要控制自己吗 暗帘不断地摸索着全身 满脸都是惊恐之色 自己完全察觉不到对方 在自己身上做了些什么 但莫名的 对方竟然已经知道了 自己心中的一些隐秘情报 是自己昏迷的时候被拷问出来的吗 到底是什么人 暗帘看着面前 那戴着可笑瞄脸面具的人影 整个人也感到了一阵崩溃 连对方的手段都看不出来 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他明明已经通过未知手法 从自己手上得到了情报 那为何还没有解决自己 难道是想要控制支配自己 自己是不会让对方如意的 虽然心疼了点 但到了这种地步 人都被俘虏了 还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对手 用了也就用了吧 不过就在暗帘心中 做出了决定之后 那道传来的声音 却是让他稍微缓了缓神 虽然不知道你口中的轮回空间 和轮回者是什么 但这样明目张胆地 进入我木夜 你也是胆子很大吗 瞄脸面具下的话说出 暗帘便是心头微微一愣 等等 好像自己误会了什么了 对方不知道轮回空间和轮回者 是土著 呼唤查阅发现自己 昏迷时果然 出现了扣分事项之后 暗帘却是莫名地松了口气 是土著好啊 土著都有着他们自身喜好的行动规律 只要能够摸清 利用嘴炮 保全自身都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还需要试探一下才行 轮回空间 我有说过什么吗 装作满脸茫然的暗帘 看上去似乎完全不明白 徐悦在说什么 很快 他就得到了透露空间信息 给土著被扣分的通知 虽然是扣了些钱 但却反过来 让暗帘握紧了拳头 很好 再次确定了 既然是土著 还是出现在木叶 那很可能就是木叶的某位大人物 木叶这个忍村很有意思 相对其他忍村要人性化很多 现在既然自己还活着 那被捕刀的可能性就不高 还好只是对方利用了高强度的幻术 从自己嘴里知道了一些轮回空间的消息 导致了扣分 还好应该是空间保护机制 没有盯着问被糊弄过去了 不然莫名其妙沉浸在幻术里 被扣分扣死了就冤枉了 估计他也是听不懂那些外星语 才是将自己唤醒了过来 想要再度确认的 想要确认自己的身份 想要确认自己为何要来到木叶 心中念头急转 瞬间就拿出了十几套方案的暗帘 也再次恢复了自信 已经摸清了你的身份 已经知道了你的动机 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 现在就轮到自己的表演时间了 必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优势 将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有时候武力上有着差距没关系 自己可以用智商弥补回来 第0428章 承诺 戴着瞄脸 面具冷冷地将暗帘关进了监牢之后 徐悦也直接离开了原地 让牢笼内的暗帘 好不容易松了口气 靠着自己的应变能力和睿智的才华 终于还是将那一位掌握了强大幻术的木叶强者糊弄过去了 是山中家的隐藏强者吗 虽然还是把自己关押了起来 但性命肯定是保住了 而且自己达到了这种级别 还是主动来到木叶 也不是完全没有依靠 消耗一些好感度 想要从监牢里出去 应该是不难 另外一边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 顺便敲了点竹竿 得到了一把奇异苦无的徐悦 笔划着手上的苦无 眼中也出现了些许闪烁 应该是类似于附魔属性 加上了破魔 锋利 坚固 轻便 无视阻碍等多重属性的 虽然算起来 这一个玩意儿最多也就是个B级剧情点级别的兵器 但苦无很多时候可是当作消耗品来用的 在一些特定关头的效果还很不错 对方的底子很厚的吗 又或许这种苦无其实就是对方或对方军团研究出来 在人界大战里作为礼物很好使的东西 思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其他任务空间也应该可以搞点类似的物品 这个代号 暗联的家伙 本名同家尔齐 满人 隶属军团八旗骁勇 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木叶崩溃计划当中的好处 但同样的他也接到了上风的密令 必要的时候会有人持守欲来与他接洽 务必要全力配合 虽然计划已经算得上很保密了 以暗联这大佬的身份都无法提前知道具体任务是什么 可也正因为这种保密 排除掉一些不适应的选项 很容易就能够让徐悦锁定到了一个目标身上 张作霖 看来 他们还是通过了其他渠道 已经知道了张作霖的进入 这种事不需要讲究什么证据 违心而已 北洋愈发是大 蜻蜓似乎是有些坐不住了 哪怕现在明明还是处于内忧外患 外面豺狼虎视眈眈之下 也似乎依然是准备动手做些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 对于蜻蜓而言 华夏的强弱在他们眼里绝不是第一顺位 如何巩固自身统治 维护自身利益才是他们的首选 张作霖因为自己喜欢单独行动 似乎是被当作目标了 让徐悦稍微有点好奇的是 他们准备拿什么来针对张作霖的空间能力呢 如果没有空间宝石的话 自己都会有些头疼的 那家伙喜欢一个人浪渴并不是没有理由 就算真的能够针对空间能力 张作霖身上起码一次的保命道具 应该还是有的吧 就算成功了也最多只是 让他一段时间内比较虚弱而已 咦 一段时间内比较虚弱 这是准备趁着他虚弱的时候 再来个更大的大新闻吗 嗯 有点抱歉啊 自己还要他带着我找路的 所以 在这件事完成之前 你们最好悠着点 心中迅速地权衡了一下 徐悦也做出了新的打算 这么多军团大佬想要搞事 自己可千万不能浪费 那个俘虏自己都舍不得直接做掉的 或许你们是想要针对张作霖 但稍微引导一下 让你们直接插手到了木页崩溃计划的剧情里发生改变 空间肯定得求我帮忙发出触发任务的吧 嘖嘖 这么多大佬最起码都是S级打底呢 如果里面还有更狠的 复数的S 甚至SS都不是没机会 不要让我失望啊 谁叫不是阵营模式和杀戮模式 击杀没多少掉率加成呢 只能通过这种迂回战术了 再次与木分身完成交换 本体戴着瞄脸面具来到了上任议会的会场之后 这里早就已经站满了人 四周明显是传来了几道目光 嗯 有两个轮回者 一个卯月石兵卫 另外一个是之前与他对峙过的未知名上任 不过这只是身份 论实力 他们是要超过上任的 里面还有卡卡西和凯 这两个知道徐月身份的家伙 而此时三代木也正在用望远镜之术 查看着下人毕业班上的画面 画面里 正巧就是漩涡名人和宇智波 佐助两人的接吻镜头 真正看到了这实体的冲击性画面后 徐月倒是感觉相当和谐 并没有想象中的瞎眼 这就是宇智波一族的墨益吗 昔日红满脸冷静地说道 还有那九尾小鬼 嗯 这可是木叶未来的希望 刚刚成长的嫩芽 还需要各位的保护 这次代班任务已经分好了 月 这是你的任务 三代甩出了一张纸 明明是薄薄的一张纸 却是犹如手里剑一般的 飞向了徐月的方向 随后停到了她的面前 第七班 漩涡名人 宇智波佐助 春野英 指导老师 按部顾问月 这不太妥吧 按部不带班的 徐月因为 戴着瞄脸面具的关系 没人能够看清她的表情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而就在三代开口之前 徐月便是继续开口了起来 不过里面有着九尾人助力 有着与智波一族的后裔 我们按部的确也需要重视 任务我接了 听到了徐月那语气平淡的话语后 压了压斗力的原非 老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不过我是按部 事情很忙的 有些任务不适合带着他们 那种时候让卡卡西做代课老师吧 随后 徐月又是自己在那张纸条后加了一句 备胎 上任卡卡西 为什么我要和佐助一组啊 为什么我们的指导老师还没来啊 漩涡名人待在教室里 满脸都是纠结之色 只是时不时的会偷看春野鹰 白痴 现在的佐助 依然还是这样的中二少年 满脸的冷酷之色 你说什么 你是想要打架吗 就在漩涡名人乍毛 准备做些什么 而他旁边的春野鹰 已经撸起了袖子的时候 一道有点散漫的声音 便是从窗口传了过来 好了 留点精力吧 第七般的 跟我来 我是有野心的 我要振兴我的家族 然后杀了某个男人 再按照惯例地询问了 各自的兴趣爱好 前面两人都说完之后 轮到了佐助 也是发出了这阴冷的黑化声音 一真是色情 只是这边佐助才刚刚高冷的把名人 都暂时唬住了 下一刻 从那瞄脸面具里发出的声音 却是一下 让三个小鬼同时猛逼了起来 等等 好像哪里有点不对 怎么这么拉风的话 变得和色情挂钩了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想着将来要做种马 振兴家族你骑马 也得生个十几窝出来吧 徐悦摇头叹息了起来 十 十几 在佐助和名人都感到有点茫然 无法理解的时候 反应最大的反而是春野英 盯着自己的腹部 脸上全是纠结和惊恐之色 经过他的提醒之后 佐助和名人才是先后反应了过来 冷酷小哥形象的佐助 一下脸上也都涨红了起来 只是对比春野英是捂着脸的羞红 佐助明显就是气的 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话 莫名其妙的就变成这样了 就在他想要爆发之时 他脑袋便是被一只手按住了 同时耳边也传来了带着些许热气的戏血声 好了 开个玩笑 小孩子家家的别成天板这个棺材脸 想要振兴想要杀人 可不是靠嘴就行的 做好觉悟吧 我会好好操练你们的 明天开始接任务 八点火影楼集合 不要迟到 化解了之前略显凝重的气氛后 徐悦便也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抢铃铛 嗯 算了 懒得搞了 快点帮你们找到波之国老爷爷 刷上一波才好 既然做了老师 总得做出点成绩来提高任务评分嘛 是吧 天国的九心奈小姐姐 第0429章 狩猎 我怎么感觉我们的老师一点都不靠谱啊 等待着徐悦的第七班待在火影楼前面的广场上 名人便是开始忍不住嘴碎地抱怨了起来 不过随后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丝狐疑 不过奇怪了 我总觉得那面具哪里见过 名人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老师呢 还有 那种面具是暗部的面具啊 暗部 全称暗杀战术特殊部队 虽然不起眼 但一直都在村里行动的 春野英译正言辞地反驳了名人的话 也展露出了他学霸的一面 但内心当中也在疯狂地咆哮认同着 回家问了问父母 他们都完全没听说过这位老师的名头啊 就算是暗部 也不至于连代号都没听过吧 打杂的吗 我现在怀疑他并不是上人 一直酷酷地双手插在口袋里的佐柱 脸上也是一片冷色 作为与制播一族的遗孤 早熟的佐柱或多或少 也知道一些村子的规矩 如今已经是和平时期 不需要以前那样的炮灰培训了 训练时间更长 也都有着老师带 但并不是每一组正常毕业的下人 都能够拥有着上人指导老师的 只有被认为拥有潜力的下人小组才能获得 其他的也就是中人老师带队而已 难道自己堂堂与制播一族的后裔 竟然沦落到了让中人老师带队吗 或许自己现在的实力就能够击败中人 想到落在这种老师手上 可能会荒废几年青春 可能会得不到足够的指导 佐柱的拳头便是紧握了起来 这样下去 何时才能追赶上那个男人 想要追上右军的脚步 可不是你这种急躁的脾气能够绊到的呢 好了 进去吧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三人背后的徐悦 挂着他那滑稽的瞄脸面具 直接从三人身后穿过缝隙 走进了火影大楼 让他身后听到了又名字而发愣的佐柱 一下便是一个机灵 你认识他 你知道他 这个男人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佐柱脆弱的内心防线被击溃后 瞬间便失态了起来 哦 你的嘴巴倒是比他厉害多了 已经走进了火影大楼的徐悦 随后便是飘出了一道轻飘飘的声音 满脸茫然的名人和春野英两人 站在接取任务的办公室里 看着面前正在同三代的影分身随意聊着什么的岳老师 又看着那正用愤恨眼神盯着老师背影的佐柱 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你确定现在就要让他们接这种任务吗 还是先来点D级的习惯一下任务流程吧 三代的影分身看着面前的徐悦 又看了看守上的任务单随意地说道 对于刚刚毕业的下人来说 通常都会先安排一些非战斗任务 目的是培养他们的任务习惯 以及团队合作的默契 用来磨合团队用的 看上去势不起眼 但这种按部就班的来 才能将基础打好 中人考试时 其实就能看出不少 木叶小强们的团队配合 明显要比那些小忍村好的多 嗯,C级任务也能磨练团队配合 放心,我会看好他们的 徐悦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好吧,那就把这个交给你们了 随后三代木变士将一份卷轴甩给了徐悦 徐悦也接过到了手里 野兽退治 清理飘夜镇西部山区的狼群 以狼王的首级作为任务凭证 距离那卫造乔大师达兹娜的到来 还有一段时间的 原剧情当中也是第七班坐腻了低级任务 吵闹了一阵后才被卡卡西接到的 这一次直接接C级任务 也就是徐悦准备先从其他方面 让他们先习惯一下 除了任务流程和默契之外 适应血腥也是难以避免的 从动物开始 倒是刚刚好 木叶的C级任务通常来说 也会有几率碰到战斗 但都属于常规战斗 狼群退制算起来也算是C级任务中比较难的了 各方面都有着综合考虑 情报收集和战斗互相都要有着配合 让本来信心满满的名人和左柱 一下也吃了个亏 搞得灰头土脸的 单单寻找狼群 就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最后明明能够打赢 却因为甚少见血的关系 有点犹犹豫豫的 还是靠左柱超出常规的使用了好火球 烤糊了不少 把剩下的也吓退了 但任务却也并没有完成 怎么样 想要振兴家族的小朋友 你是想要振兴狼族吗 还有那位未来的火影 不知道你是想要成为第十几代 哦 可能也是二十几代 当然 你要活到那个时候 连续两击暴击 徐悦也成功地吸引到了两小的火力 那你这个不敢见人的家伙 又有什么本事 一点力都没出好吧 名人很是气愤地回头叫骂道 左柱虽然没有跳脚 但也还凶冷哼了一声 嗯 接下来 我就模拟一下 名人之前的表现能力 来给大家示范 嗯 有意思 看来可以拿其他的来示范了 徐悦本来是先给他们来点刺激的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而后再通过基础的爬树踩水套装 来进行第一期的练习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确实感应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动静 话音落下没多久 三小孩有点茫然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千本 便犹如雨点一般地落下 将所有人都覆盖了进去 这有点超纲了呀 徐悦似乎是带着些许无奈地说完 伴随着他手掌的伸出 下一刻那犹如雨点一般的千本 便全部都弹飞机设而开 甚至反弹进入密林的方向里 还传来了几声闷哼声 这可绝不是什么C级任务能够碰到的战斗 徐悦虽然是有意想要训练一下这三个小家伙 同时研究研究两份转世查克拉的特殊效果 但也不可能让他们超纲太多了 刚刚忍者学校毕业的萌新哎 这群家伙 这是盯上了名人还是盯上了左柱呢 这边徐悦挥手间将那漫天的千本弹开 三小都还是处于迟钝的茫然状态 开始突然冒出来的千本 他们都感觉自己已经死了 那种超乎他们想象的杀意 让他们连动弹一下都很难办到 好像空气都凝结了 将他们犹如琥珀当中的昆虫一般封锁了起来 呼吸都无法顺畅 可下一刻 那看上去平平无奇疑似中人的老师 便是瞬间将眼前的危机轻易化解 甚至连脚步都没移动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这次的老师不是卡卡西吗 该死 果然还是安排了一个棘手的角色 就知道是关九尾的秘密 不可能这么简单 没事 传说中的木叶技师 拷贝忍者卡卡西都杀过 眼前这种不出名的就更不足为虑了 杀卡卡西的代价太高了 还是这种不知名的家伙好点 千本反弹入林虽然伤到了几个 但只是单纯的反弹以及千本的攻击杀伤 却也并没有起到致命的攻击 几道人影先后窜出了树林 隐约将徐悦他们一行包围了起来 第0430章 忍者守则 自由之意 徐悦看到这群家伙身上都共有的一个团灰后 心中也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说实在的 自己的卡卡西血轮眼都是在他们手上买的 好像那一次击杀卡卡西导致了近乎于团灭的事件 所以这一次你们发现了 换成了不是卡卡西出马后 就又蹦出来了 木叶另外的一位上人 就是你们的人吗 所以才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情报 这一次空间受到轮回者的影响不小 九尾人助力和与智波一族的后裔 现在就出现了 必须要抓住机会 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很有实力 但我们可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几位自由之意的精锐轮回者 内部迅速地讨论了一下 他们一直都是在木叶外围游荡 免得进入木叶后被提前察觉到身份 结果今天就突然接到了上头的通知 已经探查明白的九尾人助力 竟然出村做任务了 而且守护的人者还不是卡卡西 当初团里的攻略组 不知道九尾人助力的可怕 直接就闷头上了 好不容易把卡卡西干掉后 结果就引来了九尾的释放 而后只逃出一人 事后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 卡卡西小队里 那个吊车尾的金毛 竟然就是九尾人助力 已经确认了 之所以会突然人助力失控 主要因素就是因为 他敬爱的卡卡西战死 出现的剧烈情绪波动 所以只要在他们关系 还没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出手 理论上是可以成功完成目标的 这一次不单单带队忍者 不是卡卡西 而且还是在他们刚刚下人 毕业第一个任务 就直接带出了村 根本就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 建立那么深厚的关系 现在才是真正的天赐良机 只要干掉了眼前的这个阻碍 再由队伍当中的精神催眠师 安抚好九尾人助力 那一次性就能得到巨大的收获 现在可是已经从日国买到了先进情报 九尾不单单是尾兽当中最强 而且超越了其他尾兽很多 比以前预估的要大得多 能够封印九尾的四代火影 其实理论上实力不在 能够压制一尾的四代封影之下 这种情况下 九尾人助力的价值就无限拔高了 恐怕就是这个任务空间当中最具有价值的奖励 九尾也是最强的存在 看好了 等下是实战教学 我会尽可能让你们看得清的 机会难得 不要眨眼睛哦 徐悦将三位学生护在身后 因为瞄脸面具的关系 根本就看不清表情 只是那面具下发出的话语 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狂妄 特别是目前三小中实力最为高强的佐助 之前他发现对方的千本语 自己是一点躲避的机会都没有的 实力超出自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种凝结的让人都无法动弹的杀意 根本就没有刻意地针对 就让自己失去了反抗能力 最起码都是精英中人 甚至上人的敌人 这种数目 这种质量的敌人 不想着如何突围逃跑 如何请求救援 还想着实战教学 你这也太过拖大了 就算是我们与制波异族的精英 恐怕都无法做到这种程度 记住篮下球就烟火 我们速战速决 自由之意 特战小组这边迅速地敲定了方向后 也没有再有丝毫犹豫 一点都没有因为对方之前 嘴巴上的心理战而动摇 瞬间同时从各个方向 都发出了致命攻击 哼 这家伙开始还企图以言语上的诱导 让自己等人产生他深不可测的印象 从而影响到判断 但这对于已经经历了诸多轮回空间的自己等人来说 却是毫无意义 除了你最开始使用的那种未知名防御技能 还有点无法理解外 你的一切都已经被我们看穿了 日向一族的回天 我们都应对过 更何况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暗部 所谓忍者 随手抬起抓住了最先骑袭过来的敌人手腕 咔嚓 直接翻转 让他手握的太刀砍向了自己肩膀 徐悦嘴上也没有停的一边解释了起来 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做到最大的效果 反手在空中摆动 接下了几枚手礼剑 随后脱手而出刹那间 不见了踪影 直接贯穿了一位敌人的身体 不过那是对普通忍者而言 咔嚓 折断了另一位的手臂 一膝撞在腹部将内脏都全部撞碎 对于我的学生 对于你们而言 抬手一掌直接击中了从上而下袭来的敌人下巴 整个脊椎都被连着打了出来 安心地做魔法战士就好 手中结印完成 一瞬间 四周的空气便是炙热了起来 不好 怎么回事 这家伙是怪物吗 之前对方瞬间就解决了几方多人 已经让幸存的其他人感到害人听闻了 就之前体数的表现 就已经比卡卡西高出太多了 结果才刚刚庆幸 对方只会体数 准备改变战术的时候 那突然升温的炙热空气 以及对方手中完成的结印 就让他们感到了一种相当不妙的感觉 随后似乎天空都出现了一阵暗红之色 四条巨大的火龙开始在空中凝结盘旋 火炖 龙岩放歌 从天而降的四条火龙 咆哮而来 空气都似乎被点燃 形成了一片扭曲的火海 瞬息间将剩下的所有敌人都吞噬殆尽 整片森林都被清空了一片焦黑的土地 散发着炙热的温度 一片扭曲 除了那吞噬的爆发后 并没有引起火灾 那只是因为 可燃物都已经全部被焚毁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场面 明人 左柱 小英他们三人完全不知道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 开始一手一脚地讲解着课本上的人者守则 打死了好几个 但后面话锋一转 你就直接清场了 魔法战士是什么鬼 平凡的人者才会一直想着狗起来 但你们三个却都不需要 清场完成后 徐悦也对之前拷问到的一点消息有了消化 嗯 龙岩放歌之前顺手一发阅读搞定了一个 在阅读空间里顺便就知道了一些对方的目的 这群家伙来找九伟人助力 只能算是临时起义 发现了天赐良机 他们本身其实一直都是在木叶附近待命 等待着什么的 估计是等着村里那位暗线的一些情报和消息 就是不知道他们本身的目标是 木叶崩溃计划还是张作霖就是 或者两者都有 自由之意是美国这边的附属军团 这是被蜻蜓说动了吗 老师 请教我刚刚那个人数 一直带着奥天属性的佐助 在被徐悦的人数震慑到了之后 立刻便是安抚了下来 之前的所有不满全部一扫而空 眼中全是火热之色 徐悦版的龙岩放歌对比起来 佐助感觉自己的好火球 就是个普通打火机而已 太厉害 太有威力了 这种场面 就算是那个人中了也应该会死吧 一定会 还有我 还有我 名人此时当然也不肯落后 在受到了佐助请求的提醒后 连忙地开口说道 教你们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们现在基础太差了 连最基本的释放要求都达不到的 徐悦本来是想要通过那些野狼 先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让他们主动地求学的 现在的话 试验品是换掉了 效果好像有点过头了 不过无所谓了 两位命运之子 六道仙人的儿子转世 操练得狠一点应该也能抗住吧 第0431章 摘桃子 很不错 你的查克拉控制技巧相当出色 虽然只是最基本的治疗忍数 但学会的下人也不多 准确地找准自己在队伍中的定位 才是最好的 自从野兽退制任务之后 徐悦在三小新中的微信 毫无疑问就提升上来了 知道这个戴着可笑滑稽面具的老师 好像真的很强 可能都不是一般的 上人能够形容的 而随后 徐悦当然让他们开始进行 最基本的查克拉控制训练 爬树踏水都是需要的课程 毫无疑问 春野英在这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是徐悦第一个 开始真正传授忍术的对象 学习了最基本的治愈术 虽然拥有这种优秀的 查克拉控制能力 换术也应该能够很好上手的 然而可惜的是 春野英并没有红眼病 也没有相关的血迹线界和秘书 就算练到了顶天 对名人和左柱的辅助能力也不够 既然如此 原柱当中的路线 当然就是一种优秀的选择了 而且提前自己现在就给你打好基础 你的成就也能比原柱更高一些 至于太子爷和二柱子 其实自己能够帮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让你们尽快成长起来 等你们控制力上来后螺旋丸 千鸟什么的提前交给你们 血轮眼的运用技巧和人助力的使用方式都行 还有点好奇 两人融入初代细胞是什么状态 不过至于提升你们最后的极限 恕我现在是无能为力 整体来说 徐悦带着第七班做任务 都是以C级任务为主 同时任务过程中也会加大他们的训练强度 把名人和左柱搞得苦不堪言 一次一次压榨着他们的极限 卡卡西太过懒散了 也太过注意保护好他们两个了 但徐悦知道这两个家伙的底子 当然手脚也更放得开点 而且 作为一名拥有杨顿 乃力比刚手还强的医疗忍者 只要你们还有一口气才 我就能把你们拉回来 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在治疗的过程中 徐悦也在不断地探查着那两股隐蔽的查克拉 深具阴阳遁数 有着轮回眼 原力感知 长生觉等等的辅助 徐悦还是真感受到了 他们两人体内的一种独特的波动 的确是查克拉 并不是灵魂 但查克拉本身就是一个人的精气神相结合 那两股特殊的查克拉 就是大部分都隐藏在了他们的灵魂当中 也正因为这样 他们被逼迫到极限后的潜力成长速度 却是相当之快的 每一次碰到绝境都能够开启小宇宙爆发 而就在这种高强度任务和高强度的训练之下 在三小不断哀求着要做做地级任务 休息两天的时候 徐悦也终于是得到了达兹娜的消息 现在算起来 徐悦在跟兜还是二把手 因为自无名声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影竞争能力 团葬对于徐悦的态度可是相当之好了 完全当做了根部的接班人培养 不断地承诺 只要他一有机会上位 根部就全部交给徐悦负责 这种情况下 木叶的风吹草动当然是瞒不过徐悦的 悦老师 什么时候来个地级任务休息一下呀 已经几天没合眼了 名人顶着满脸的黑眼圈 就算是作为九尾人助力的活力 似乎都被压榨干净了 看上去就好像一条咸鱼 做完下一个任务 我们就不再做C级任务了 徐悦带着几人踏入火影楼 瞄脸面具下的表情 完全都看不出是什么神色 但他的话说完 哪怕是有着仇恨值 作为动力的佐助 都算是不由松了口气 就算是那种自己实力 肉眼可见的提升 让他动力十足 但却也依然感到了那种 发自内心的疲惫感 哪怕现在只是不断地打基础 练习控制力 可即便如此这两个家伙 现在都是比原著提升了不少 不过徐悦还是要让他们心态上 也开始进行第二次蜕变 毫无疑问 波之国任务的经历 是他们成长过程中 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关白的回忆沙 可是贯穿了整个原著 当徐悦带着三小 来到三代的影分身面前 准备接取波之国任务的时候 却是意外地发现 这个任务竟然已经被人接下了 要知道 虽然徐悦不知道 具体是哪一天能够接到任务 但却一直让根部这边盯住了的 可以说达兹那刚刚抵达 他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开始集合队伍带人过来了 可就是集合队伍这么短暂的时间 竟然都能够被人趁虚而入 这唯一的可能 只可能是他们一直都在这里等待 而且是算好了时间节点的 对这个任务时间的掌控上 比自己还精确 自己需要根据根部的情报探查反馈 但对方很可能就直接精确到 知道哪一天会到了 所以 这只可能是轮回者插手干的 则 我特地留下来 给他们刷新镜的认为 你们就这样拿走不好吧 嗯 任务一般来说是要保密的啦 对内部都会保密 不过以我的权限 查一查是谁接的还是没问题的 大 大人 我们一定是会努力的 对 必将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 从今以后 小的就是大人门下走狗 木叶之外 已经带着达兹那离村的唐尼 对于旁边的阿谀奉承之声 却是没有丝毫的在意 真是奇了个怪了 自己将之前的信息传出去 让那群家伙动手后 便是直接渺无音讯 而那个第七班 却是平安无事地归来了 这是又碰到了 什么特殊情况吗 也不知道是其他轮回者插手了 还是木叶还安排了 其他的强者暗中保护 不然只是一名暗部成员 哪怕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顶得住自己 派出的人手攻击的 他们合力 就算是对上影集都能周旋一二 确保全身而退 这一下就让他发现了 事情不简单了 所以哪怕是对自己的实力自信 他也是准备避避风头 而正巧 根据情报近期 就有眼前这个成就任务可以获得 摸索出来 只要抢在了卡卡西河第七班 接到这任务前 将这任务提前抢到手的话 完成后 就能够触发一个 拥有不错奖励的成就任务 甚至有可能随机抽到 冰盾的血迹卷轴 正好要出去避风头的话 这个相对奖励 最高最安全的 当然就是最好的了 作为一名矜持的大佬 自己出马好歹也要这种级别的奖励才行啊 只是自己的人都失联了 想要接到这个C级任务 还需要几位下人的帮忙 正巧 当初封印之书事件里 自己也发现了一群下人 所以就随便挑选了三个牧业下人出来 掐准时间守株待兔把任务截胡了 对任务摸索了这么久 我们可是能够精确到秒的 区区土著拿什么和我们抢 在不到进度最前沿的任务时间段里 比起土著而言 我们就是能够提前知晓一切的上帝 满脸郁闷神色的徐悦牧 分身跟在前面的几人后面 算着与牧业的距离 也在琢磨着 应该怎么才能安心把他们劝回去 第0432章 新进大老 上人在任何忍村 都能算得上相当高端的力量 而且手中的权力也很大 上人安排带毕业下人的小鬼 那通常都是村里强行摊派的任务 许多上人都是不会愿意的 而如果有空闲的 上人想要自己带的话 在任务不是很繁忙的时候 村子也当然不会拒绝 由上人手把手亲自教导的学生 其能力的提升当然会更大 多少都是增加了牧业的潜力的 带队上人想要接自己 能力范围之内的任务的话 通常来说也是不会得到拒绝 最多提醒两句 唐尼也就是利用了自己的那个身份 先准备暂时离开牧业避避风头 而后有机会的话 最好顺便调查一下 那群突然失联的家伙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记住 这次任务看上去 虽然只是个牧业的C级任务 但实际上 确实会先后受到两名中人的袭击 和两名上人级别的对手袭击 走在路上 唐尼用达兹那所听不到的声音 简单地对那几位下人说道 这次任务自己的名义上 也是带他们出来见见世面的 不要一个不注意被宰了 这可是会破坏自己在牧业的形象 明明自己的实力就算比不过那些老牌影级强者 也算得上是相当优秀了的 但这也好不容易才在牧业刷到了一个上人的身份 自然要好好爱惜爱护 什么? 上人 几个跟着出来混 以为是抱到了大腿 参加了这次晋级任务的牧业下人轮回者 闻言后 脸上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对他们而言 上人级别的爵士高手 真的是见面都难 可现在竟然要成为敌人 他们的声音太大 都导致了达兹那听到疑惑地转头看了过来 不过因为带队老师也是上人 所以达兹那倒也没有乱想到其他事情上面 不过这一言也算是让三个家伙老实安静了下来 我也只是提醒你们要注意一下不要乱跑而已 放心 两名上人级别的对手 我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唐尼的表情满脸淡然的神色 让三位跟着他的牧业下忍不由激动的 有点打摆子 他们因为地位低微 而且还不是大型军团成员 完全就不知道唐尼的身份 唐尼最近在华夏区的空间可也是有着不小的名气 因为刚刚通过了精英轮回者晋级大佬的晋级任务 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大佬 各大军团都留下了号的 已经成功上位成为了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 而现在 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通过那随意的态度 也让这几位懂得察言观色的底层轮回者 明白了什么 天啦嚕 这竟然很可能会是一位大佬 只要抱好了大腿 路上将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那回头哪怕只是随便提点一句 让自己等人进入自由之意 混一个吃饭名额 那还是足够了的 哪怕出卖自己的肉体 如果能够取悦到对方 他们三人都丝毫不会犹豫了 什么自由之意是美国的走狗 这对于自己三人来说 完全就算不得什么 人最重要的首先是安稳地活下去 如果当狗可以做到的话 那也无所谓了 看见前面那个小水蛙吗 走在路上的唐泥 或许是离开了木叶 那个比较压抑的地方 很是随意地对三个家伙说道 刚刚成为大佬没多久 就被这群家伙这样的崇拜推崇 现在他的心情也算是恢复了不少的 大人 那个水蛙有问题吗 其中一位下忍轮回者 有点意外地说道 只是他还没说完 另外一名看上去比较机灵的下忍轮回者 就连忙说道 笨蛋 这几天都是晴天好不好 这种小睡蛙早就应该晒干了 被他这么一提醒 另外的下忍轮回者也都反应了过来 而后眼神变得犀利了起来 这就是拦路虎吗 还不错 等到回去后可以找我 可以将你吸收入团进入考核期 唐泥眼中也出现了一丝赞许的神色 刚刚成为大佬 也是时候开始从小培养出一些心腹了 早点开始着手培养 虽然时间可能久了点 但性价比却是最高的 也最容易获得忠诚 忠诚这东西 在轮回空间可是相当的难得 成本也很低 随便一句话而已 不过 其他两个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完全没有丝毫培养的意义 进入团里也是去炮灰团混的 那边成功发现了水蛙问题的下忍轮回者 听到了这种提携的话 脸上也全是激动和一丝丝的得意 另外 两人则全是羡慕极度恨 还有这一点的讨好 入了大佬的法眼 这小子以后恐怕就要飞黄腾达了 那不知道 这一波出来的会是谁 应该是您嘴里所说的忠忍吧 另外一位下忍轮回者 连忙也是说出了一点看法 不过显然 这种浅显意见的东西 无法引起丝毫的动容 不先用忠忍试探 难道等到上忍出马后 失败了再派出忠忍吗 等下出来的两个人叫做鬼兄弟 是水之国的叛逃忠忍 没什么大不了的 擅长的 也就是联手的独门兵器攻击 不知道是怎么混到忠忍的 可能是走了再不斩的后门吧 随意扫了那水蛙一眼 唐尼没有丝毫的在意 对于这种小情报来说 轮回者因为探查情报的方式不同 可能比徐悦还要清楚一点 就像他能够精确到秒的 直接抢下这次任务一样 在即将来到那水蛙的时候 唐尼也是准备露一手了 至于培养新人的什么的 这些家伙还是没有资格 让自己亲自等他们 不如就在后面喊666好了 一步踏入了水蛙两米范围之内 下一刻唐尼的手就自然而然地 抓住了自己腰间的刀柄 一瞬间天地都似乎黯淡了下来 只有以唐尼为原心两米半径之内 出现了光辉 正好将那水蛙都包裹了进去 这 就是我的领域 在我的领域之内 一切都将无所遁形 任何敌人 自己都只需要一击 这就是我达到了眼前级别后的最强一击 两个小小的中人能够死在这一击之下 那将会是你们的荣幸 领域 秘技 神闪机 四光连斩 刹那间 空气都似乎凝结了下来 世界之中只有四道刀光闪过 似乎能够撕裂前方的一切 连声音都被完全地抹去 一片死寂 明明是四刀 但却犹如同时发出的攻击一般 不可捉摸 不可抵挡 面对这一击 就算是影集强者一个不慎 都可能会死 丁 一道站在水洼之上的人影 伸出指尖捏着的刀刃 完全将眼前的画面定格 凝固了下来 差点就慢了点啊 还好赶上了 徐悦的木芬身站在那水洼之上 捏着刀尖 似乎是输了口气的样子 鬼兄弟还是给佐柱 用来激发名人的斗志来用吧 第0433章 放心 握着刀柄的手掌不断地颤抖 青筋都凸显得犹如要爆裂一般 明显是用出了最大的力道 但那刀刃却是卡在了面前身影的手指之上 纹丝不动 看得唐尼整个瞳孔都完全收缩 完全无法相信 难以置信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王国第一战士 葛杰夫 史托罗诺夫大人都无法做到 这不是真的 满脸无法接受的表情出现在了脸上 自己最强一招 被如此轻易地拦下 直接击溃了这一位新晋大佬的内心 自己最自信的一击 自己最强的一招 领域之内从未有人能够挡住自己的异己 但现在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我在做梦吗 一只手 不 是手指 就完全将自己的攻击轻而易举地拦了下来 这绝对不是真的 绝对不是 另外 一边的三名下人 是完全看不清徐悦的速度 以及唐尼的攻击速度 只知道眨了下眼睛后 就看到了这位自己几人认为 当中的大佬 被那个骑袭的中忍对手 夹住了刀刃 你自己都说了是不咋的中忍对手的 那个戴着黑纱斗笠的中忍敌人 仅仅就是伸出了手指 就轻易地捏住了带队队长的攻击 而且 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波动嘛 就连自己几人的战斗动静 恐怕都要更大一点吧 就这也叫做 能够不把上人放在眼里 喂喂 你在牧业 到底是用什么手段混到上人的 为什么要把我们骗出来 难道他有什么独特手段 能够在自己等人 被土著杀掉后 继承我们的点数 不说这边 这三位下人轮回者内心疯狂吐槽 那边额头上 已经被汗水布满了的唐尼 也算是终于接受了眼前的事实 这 绝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对手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可比性 这个任务为何会变成这样了 难道这也是之前轮回者 引起的变化效应吗 随后 徐悦便是松开了手指 而后用一种沙哑低沉的声音 轻笑了出来 如果我现在放过你 你会逃跑吗 徐悦的话刚刚落下 唐尼便是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请客间拔腿就跑 连达兹那这保护目标都不要了 开什么玩笑 有机会活命 谁还管这么多 这边 唐尼没有丝毫犹豫的 拔腿便跑 剩下的三名下人轮回者 也是充满了怨念 果然 他就是想要害我们 先激怒了这名中人 而后撤退借刀杀人 不过 我们可是这次就准备参加中人考试了 实力上 绝对不会惧怕寻常的终忍对手多少 更何况 我们还有三个人 开始他们的战斗 附近连一丝痕迹都没有 肯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拼一把 说不定 你们不回去吗 徐悦歪了歪脑袋 回去 达兹那先生 我们退 随后 三人便是满脸戒备的表情 带着达兹那一起缓缓地向后方木叶的方向退去 嗯 开始说拼命只是说说呀 如果有机会直接把保护目标安全带回去 那也就够了的 而对于他们的举动 站在那水蛙之上的徐悦 当然是没有丝毫反对的 直接挥了挥手告别 目送着他们离开 等到他们离开之后 才是低头看了一眼水蛙 星红的血轮眼 在黑沙之下一闪而逝 解除了对鬼兄弟两人的幻属 在之后 伴随着水蛙上的些许连衣 徐悦目分身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不见了踪影 S级 这绝对是S级甚至超S级的任务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太可怕了 这对手太可怕了 唐尼站在火影办公室当中 对着三代的影分身汇报道 脸上全是大难不死后后怕的惨白 那么轻描淡写地接下了自己的必杀秘迹 甚至就算S级的任务 自己都不干 自己的攻击虽然动静小 破坏力不大 但领域内的绝对杀伤力 对人杀伤却是达到了无解的程度 然而 这一次却是完全刷新了自己的三冠 唐尼在木夜 也是一位工作勤勤恳恳地扎实上人了 已经刷出了自己羁绊继承的 他的话说出之后 三代木地影分身脸上都充满了凝重之色 距离木夜这么近的地方 竟然出现了这种级别的强者 这绝对不算是小事情 只是连一位强大的上人 都出现了这种完全无法立敌的表情 那又到底派谁合适去呢 可这边三代都还在犹豫着 伴随着一位暗部出现的耳鱼 立刻老脸便是呆了呆 而后古怪地对唐尼说道 唐尼 你是说那一位敌人完全不可抗衡 根本不是上人能够对付的敌人对吗 千真万确 咚咚 伴随着敲门声响起 将人叫进来后 刚刚斩钉截铁说着千真万确的唐尼 便是满脸猛逼地看着 本来在他眼里已经是死人的几个家伙回来了 三名下人还有那个老头 一个不少 等等 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让我先缓一缓 你确定要接 这个任务应该的确没表面上那么简单的 三代看着面前戴着瞄脸面具的徐悦 巴搭了一下嘴里的烟感说道 无所谓了 到了我这种级别也不在乎任务等级了 唐尼的的确却是很老资格的上人强者 我也相信他不会随便乱说 我去也只是以防万一 徐悦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让三代也短暂地思索了一下 况且有什么不对劲 飞雷神带他们回来就是 徐悦后续又补了一句 哈哈 我相信没有什么况且 以你的实力就算带着他们 不能解决的事也太少了 三代思索了片刻后便是笑了起来 随后没有丝毫迟疑地就把这任务交给了徐悦 他其实也隐约知道徐悦似乎关注过这个任务 不过这很正常 很可能就是人界那个神秘组织盯上的事 这交给他来处理应该是再适合不过了 甚至 现在也只能交给他处理 三人不在 目前村里就是只有自己和团藏这种老骨头撑着 卡卡西他们这一辈还有点拿不出手啊 已经有点青黄不接了 唐尼算是上任中很扎实的了 他无法解决的话 卡卡西他们恐怕也无法解决 况且上次封印之书的是 自己还在村子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身影 需要关注一下 这绝对不适合自己离村 还是交给越来伴吧 他办事 值得让人放心 第0434章 气氛尴尬 你们木叶的人者靠不靠谱啊 上次就够呛了 这次还换来了个矮子 达兹娜一脸罪意的表情说道 看上去很是毒蛇 但徐悦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 作为一位普通人 他是不知道人者的强弱的 只认为之前的起习者是卡多的人 现在不单单是害怕保护自己的人不给力 还害怕突然增加任务经费 他是出不起前进行更高等级的任务登记了的 哈 你说什么 老头子 你说谁是矮子 名人本来就被操练得很凄惨了 结果这边又得到了老头子的嘲讽 当真是忍受不了 达兹娜先生 虽然他们还只是小鬼头 但也都是货真价实的人者了的 况且 不还有我这位老师吗 徐悦转头的话说完 再次路过的水洼处 便是已经跳出了两道人影 带着刀刃的锁链请客间将徐悦缠绕了起来 第一个 伴随着那牛逼哄哄的高闭格话语 下一刻徐悦便是被绞成了碎片 随后便是按照原剧情几乎差不多地走了一遍 左助大发神威 名人当起了安纯 小鹰也努力地挡在了保护目标的面前 最后被徐悦收尾 徐悦前面更多的都是训练他们的基础 螺旋丸和千鸟都还没有教诲 对付两名中人 当然也不可能直接以他们作为主力 名人甚至依然如同原著当中的差不多 被两名中人的杀意给吓到了 对于这两位命运之子 徐悦当然要激发出 他们自身互相攀比的尽才行 说实话的 童年人当中最终只有他们两人能够一路攀比而上 我对我疼痛地左手发誓 我就用这苦无来保护大叔 任务继续 被左助嘲讽 同时自己也认识到了自身的状况 名人用苦无捅入了手上的手背 将毒血放出 终于也算是再次地出现了心灵上的成长 对于这两个家伙 徐悦丝毫不担心他们的实力成长 但前提是需要有能驾驭这一份实力的心态 波之国的这一次任务 是这方面来说性价比很高的一次任务了 原本达兹那还担心徐悦他们因为任务难度而回去 但见到这位队长连提都没有提出 也不由松了口气 不过好在他也不算蠢到家 路上还是一点一滴地讲解着波之国的现状起来 用来博取同情的同时 也算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情报 免得完全都不知道对手是谁 第一次出手就是终忍出手 而他们两人失败后 下一次出马的可能就是上忍了 徐悦双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面走在前面 同时没有多少在意的对身后的几人说道 就算鬼兄弟是终忍支持 但那的确是货真价实的终忍了 在不斩手上除了白以外为二的喽啰 下一次自然而然的就是由那个没有眉毛的家伙出面了咯 其实按照原著剧情分两次来搞 进行双连的刺激应该是最恰当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莫不成完全模拟一下卡卡西的动作和遭遇 啊 有动静 名人对着一处草丛甩出了苦雾之后 过去一看 却发现只是一只受到了惊吓的兔子 正是用来作为替身术的血兔 不得不说笨蛋的直觉还真是很准的 以名人的实力应该还察觉不到才是 抬手 当 螺旋飞来直接被当作了暗器的斩首大刀 直接被徐悦抓在了刀刃上 停在了手里 哦 刚刚想事情去了 结果下意识地就抓住了 蚊子在耳边非本能的一巴掌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不过现在气氛有点尴尬 好像有点下不了台 我是不是应该还回去 握住斩首大刀刀刃的徐悦 默默地站在了原地 没有了刀柄落脚 直接落在了树梢之上的再不斩 看着那握住了自己斩首大刀的人影 眼中也充满了震惊的神色 以斩首大刀作为暗器甩出去 这种威力这种冲击竟然能直接抓在手上 这到底是什么怪力啊 精通体数的上人吗 我以前在雾引暗部时的小册子上 并没有登记过你的代号 本以为是各不起眼的暗部新人 现在发现你们木叶的暗部水 真的是深不可测 在不斩那沙哑的声音 从树梢上传来 即便到了这种地步 她也依然对自己拥有着信心 那种程度的攻击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自己也能接下 最多就能说明 对方的实力比之前的预计要高而已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 自己作为流浪忍者 还是雾引的判人 真的是不好混 天天要面对着追杀部队的 眼前这好不容易找到的落脚点 这好不容易出现的金主撸出来的任务 还是要完成的 那么 请你将那个老头交给我可以吗 他应该付不起 请你们的钱 考虑了一阵后 在不斩还是决定 先用语言上的试探来进行 不行 握着斩手大刀 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的徐悦 完全看不到他瞄脸面具下的表情 那能把刀还给我吗 这是我的 在不斩语气 依然是还没多少波动 只是就连名人 都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尴尬 行 给你吧 雾引的前忍刀七忍重 手持斩手大刀的鬼人 逃地在不斩 很随意地抓住刀刃 下一刻就要甩过去的徐悦 手上的动作却是忽然顿了顿 因为另外一道纤细的面具人影 已经停到了在不斩的面前 拦住了自己还刀的举动 确实本来应该隐藏起来的白 喂喂 这和原本剧本有点不太一样啊 我还琢磨着先把刀还给人家 然后演一场的 但你怎么就出来了 不是最后的时候捕刀好打两次的吗 在不斩大人之前多有得罪 还请大人见谅 放我们一马 白单膝跪地 手撑地面 很是恭敬地说道 只是言语中 依然还能听得出恐慌与紧张 这种态度 让在不斩都不由愣了下 白 这和约定的不一样 搞什么 只是 一向对在不斩言听计从的白 这次却并没有理他 依然还是保持了那种恭敬的姿态 只是小声地对在不斩解释了一下 在不斩大人 面前这位大人 我们是见过的 怎么会 这种强者 见过了我怎么可能会 没有印象 当年 我们离开物影村时遇到的那一位 体貌特征 还有声音 都与那位一幕一样 在不斩 徐悦 第0435章 木偶剧 捏着斩手大刀的徐悦 此时也有点犹豫 这刀到底是 还给对方呢 还是不还呢 看着摆好四母鸡 护崽子一般的挡在在不斩面前 这是怕自己把斩手大刀 丢出去 砍死它吗 其实我真的就是想要还个刀而已 你们这个样子 叫我怎么演下去 另外那边知道白天赋的在不斩 明白过来对方说的是什么之后 此时也是浑身被汗水浸泡 卧槽 怎么会碰到这么个东西 以前他可能还不知道 当初碰到的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只知道是木叶三人之一 冷军大蛇丸的弟子 但随着对方的一些威名 在人界流传之后 在不斩也完全明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了 结果现在你告诉我 我特末本来出来接了个小任务 回头你蹦出了这么个东西出来 简直是爆炸啊 甚至一时间 他连话都说不出 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好不容易靠着上人的心境 压下了慌张与紧张 斟酌着开口的时候 一道冷淡的声音也已经传入了耳里 认错人了 徐悦戴着瞄脸面具冷冰冰的样子 让在不斩有点茫然 这个是白认错人了吗 内心期盼虽然是这样的 但当他看到了对方瞄脸 面具眼部那一双斜翼的瞳孔花纹的时候 也是明白了自己似乎是想的 有点太美好了 妈爷 人家只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而已 木叶盼人 灭杀与智波一族的元凶之一 现在混在了木叶里当暗部 甚至还带了下人学生 这信息量不要太大呀 知道了这么多的自己 已经是死定了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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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死了 他会把斩首大刀丢过来 砍死自己吗 没想到自己最终要死在自己的兵器之下 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归宿了吧 一时间 在不斩心敌闪过了许多念头 出生血雾里 杀掉了同期的全部学生 成为上人 获得七忍刀 参与政变 而后流亡 这一辈子 也算是值了 不过为什么现在 我还活着 咦 还活着 已经逐渐反应过来了什么的在不展 发现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问题 等到低头看去 看到对方那眼神当中 出现的些许不耐之色后 也立刻明白过来了什么 是啊 以对方的能力 根本就不需要等待和考虑什么 真想要杀的话 兴许现在尸体都已经冷了 再加上他打断了自己否认了身份 那肯定是 有着其他什么诉求 我都说了你认错人了 而不再等到在不展有什么悟性 徐悦也已经不耐地直接开启了阅读 准备同对方好生交代一番 呼啸而至地斩首大刀 破开空气 再次回到了在不展手里 眨眼间的时间过后 在不展脸上 便是又浮现起了自信之色 嗨 害得我虚惊一场 原来是认错人了 既然如此 那就请你们去死吧 一边说完 他也一边完成了结印 物影之术 精英上人发动的忍术 还是在这种靠海的国度里 立刻就让四周伸手不见五指了起来 精英上人级别的杀意碰撞 也是让有些茫然的三小 再次回过了神来 现在可不是开小差的时候 随后在徐悦的精心引导与安排之下 正常战斗场面 也犹如牵线木偶话剧一般地完成了预言 自己大意被水牢抓住 而后名人和左柱超水平发挥地将自己解救了出来 最后自己发威将在不展和白击退 虽然因为白的提前出现 有了些许变化 但徐悦还是成功地让这木偶剧 按照自己的需求完成了自己的目的 真是棘手的敌人啊 还被他们跑了 肯定会再来找麻烦的 名人因为超场水平发挥秀了一波后 战后处于了相当兴奋的状态 喋喋不休 上任级别的对手啊 虽然只是打打辅助就出了老师 但依然还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名人我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这次表现得的确相当不错 小鹰也是处于获胜的喜悦与放松当中 破天荒地表扬了名人 把名人乐得直接找不到北了 只有左柱看着徐悦那边充满了狐疑 老师 那两个家伙是认识你吗 不认识 徐悦依然还是随口地回答道 果然左柱这小屁孩相对 还是早熟了点的 这次任务已经超过了我们 接受任务的范畴吧 上任的敌人都出现了 随后左柱就说出了 让达兹那相当惊慌的话 既然接取了任务 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这就是我的人道 徐悦瞎急巴扯淡起来 那是语调都不会变化一下 可算是把左柱压下去了 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徐悦还再次地开口道 另外 你和名人的查克拉控制力 也差不多了 可以教你们 每人一个数试试 这边的话一出 果然是完全转移了 他们的注意力 引起了一片欢呼 虽然左柱和名人都以为 徐悦准备教他们 差不多和小鹰那样的 基本人数 但也依然很开心了 因为老师的眼光很准 教的东西 总是能提高自己 只是显然 对于两位命运之子 徐悦的拔描速度 还是很快的 千鸟 螺旋丸 你们两人的招牌忍术啊 怎么能不学会 终究这两个忍术 对他们两人的 契合度是太高了 加上之前魔鬼训练的基础 就在波之国 保护达兹纳 修建搭桥 等待竣工的时间里 徐悦也已经完成了 初步的教导 两人全都是在十天之内 完成了这两个数的 初步上手 当然 名人还是要靠影 分身配合搓丸子 而左柱 也是查克拉 只能够释放两次千鸟 有着很大的浪费 控制力不行 暂时除了固定靶之外 实战当中 还没多大用处 需要时间熟练 但即便如此 两人使用初忍术后的威力 还是让他们三人同时 都处于了震惊状态 这 这是下忍能够掌握的术 这就是老师嘴里的魔法战士吗 记住 术的威力大小 只能当作是数字 无法打中敌人 就没有丝毫用处 如何融会贯通地 将这两个术 运用到战斗当中 就是你们接下来 所需要做的事了 完成了这简单的教学后 徐悦也准备再次 让他们来下实战训练了 白已经化作女装 大佬在自己教学的空荡期 勾引了名人一波 完成了这一次的刷分 下一次 就是需要动动 真格的了 现在 两人距离白 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正好能够 让名人感悟一次 体内九尾的力量 左柱这边 虽然很小就开启了血轮眼 但自己一直都没意识到 也需要借助这次契机 引发出来的 伴随着徐悦的一个响指 一条通灵小蛇 便已经钻入了地底 消失不见 第0436章 黄雀 一直紧张兮兮待在房间里 等待着什么的 再不展和白 两人都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 不早点完成那位大佬的安排 他们是睡觉都睡不踏实的 左右也就是演演戏而已 不过因为他们的一直等待 假装受伤隐忍不出 消极的态度 还是激怒了卡多 让这位大商人 亲自地找上了门来 你们这两个废物 还什么鬼人在不展 你倒是鬼给我看啊 连一个老头都解决不了 伴随着卡多的咆哮 本来就怨念 深重地在不展 完全是有些忍不住了 要不是这个傻逼安排的任务 自己怎么可能会碰到那个怪物 然后被抓壮丁地 直接当作了弟子的试验品 你坑爹的呢 想到自己生死未卜的未来 在不展的内心 一时间悲痛欲绝 随后这份悲痛 正在渐渐化作杀意 达到极致后 也顾不得装病了 直接握住了斩首大刀的刀柄 一刀砍了过去 好似下一刻 就要将卡多砍成了两片 然而一把武士刀 却是拦在了在不展的刀刃之前 与庞大的斩首大刀刀身发生碰撞后 竟然丝毫不退 火光四射 叮 双方同时后退了几步 这之后 卡多才是反应过来了 对方做了些什么 你 你 你竟敢如此 哼 看来你也请到了一点厉害人物吗 再不展毫不羞愧地说道 看着那之前 出手拦下自己的家伙 眼中也出现了些许名众之色 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方脸男子 完全看不出竟然拥有着如此实力 再不展 你的确很强 但这毫无意义 在我的面前 你休想伤害卡多先生分毫 他的话说完 另外一道卡多身后人群中的身影 也突然窜出 拦在了白的面前 还有你也不要妄动 两人的先后出马 也再次为卡多找回了自信 哈哈 没想到吧 我找到了两位爵士强者 比起你们这些盼人 可是要强大得多的 哼 任务我自然是会完成 但无需你指手画脚 感受到了那两个出面之人 隐约的强大实力 再不展也不愿意节外生至 现在自己最重要的是 完成那个小祖宗的安排 一旦稍有差池 就真的死定了 相比来说 眼前这点是算个毛啊 我们不会干涉你的任务 但还希望你能记住自己的承诺 之前出手拦下 再不展的那金发 闭眼方脸汉子 很是郑重地说道 似乎也不希望 引起什么变故 不要忘记了 你终究也还是一名忍者 完成任务 就是你的最大价值 另外一人也不忘记激将一下 免得因为自己 两人的介入 导致任务出现了变化 因为不知道 木叶那边过来的轮回者 具体是谁 也不知道实力如何 很有必要 让这两个优秀的土著炮灰 去试探一下 没错 他们两人就是轮回者 还是来自远东总督府 华夏排名第一的军团成员 精锐轮回者当中的佼佼者 这一次 他们为的就是这个难得的成就任务 而且已经得到了线报 木叶那边似乎自由之意 也盯上了这个任务 并且已经出发了 只是不知道带队的是谁 现在就是展现第一和第三军团之间的 底蕴差距的时候了 你们是知道精确到秒的 去木叶里抢先接下任务 但实际上还有着另外一种迂回的办法 那就是从波之国的大土豪卡多这里入手 因为无论你们怎么变 最终也是要来到这里的 这成就任务的最关键点 就是最后的大桥之战 只要我们在最好的时机里跳出来补刀 最后的奖励也就会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情报上的差距 你们的行动我们完全清楚 而你们却对我们一无所知 现在就是等到你们打起来就行了 通过暗中观察 也能够知道你们的具体实力是多少 徐悦预约的袭击还是如期而来 一次监工的时候 大桥上突然出现了浓郁的雾气 有过一次经历的三小 立刻就明白了是敌人再次来袭 而正在桥上研究着 被自己利用封印术盗取来的两份查克拉样品 徐悦也是准备放松一下松一松筋骨了 演戏也是个体力活儿 得控制住别不小心把人打死了 这边徐悦与再不斩战到了一块 白河三小战到了一团后 正在战场边沿观察的两位远东总督府成员 脸上也泛起了一丝胜券在握的笑容 那个见不得光的家伙肯定就是轮回者了 是啊 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能够代替卡卡西 带着人过来 很可能我们还能对九伟人助力动手 没错 实力和再不斩也就是伯仲之间 等到战斗到了极限后 我们完全有能力一网打尽 不单单送一个成就任务给我们 还把九伟人助力都送过来了 这可真真是个好人啊 哈哈哈哈 谁说不是呢 所以好人的最终去处 当然就是天堂了 两人随后对视了一眼 脸上也都浮现出了一丝嗜血的笑容 和区区再不斩五五开的对手而已 完全不足为虑 这种对手 自己两人完全能够独吞了 可以不叫外援了 只需要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刻出场收尾就好 用华夏的一句古话来说 这就叫做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边徐悦和再不斩打得难解难分 另外一边 得到了徐悦指点 哪怕时间不长 也得到了明显提升的三小 和白野打得有来有回了起来 再不斩说过他自己不是白的对手 但实际上 现在的白综合实力 还是拥有着超过寻常上人攻击手段的特别上人层次 虽然特长很明显 被成功带到了上人也会翻车 但短板也同样明显 因为年龄导致的查克拉储备 以及本身心软的性格都是制约他实力发挥的弱点 以至于现在明显有着压制三小的实力 却依然还是打得难解难分 甚至被逼用出了魔镜冰晶 等到佐助的血轮眼重新觉醒后 能够看清楚白的动作后 三小甚至一时间好似占据了上风 但最终还是被白无情的直接利用千本 全部封锁了身体穴位 导致了佐助和小英的假死 虽然名人也同样被千本覆盖 但在他看到了两位队友的死亡后 还是再度激发出了九尾之力 这种突然爆发出的力量 让白都感到了异常的惊讶 随后被完全压制 另外一边一直暗中观察的两人 也是发现了这最好的切入时机 这就是九尾人助力的力量吗 这种不祥的查克拉 实在是太美妙了 两人因侧侧地对视了一眼后 便是同时奔赴战场 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了 准备好感受恐惧了吗 第零四三七章 真对 我要宰了你 一向乐天派的名人 浑身充斥着一股不祥的红色查克拉 脸上表情也充满了力气 牙齿都变得有些尖锐 眼中的瞳孔都化作了一种红色的野兽树童 声音之中都充满了沙哑 一拳就直接轰碎了一面冰镜 一把将白的手腕抓住 完全没有意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弟弟 能突然爆发出如此实力 白也是感到了内心异常的震惊 但下一刻就被一拳打在了脸上面具 直接人都打飞了出去 将目标击飞了的名人 完全没有放过对方的意思 再次以野兽一般的姿态 直接扑杀了过去 只是就在他准备再次补刀的时候 看着那破碎面具之下露出的娇言 几乎快丧失理智的他 却是突然愣了下 而就在他发愣的刹那 一道白练一般的刀光 便是直逼他而来 出刀的时机可谓是恰到好处 正好选择了名人自己强行收力 导致力道出现失衡的刹那 那犹如羚羊挂脚一般的斩机 配合那无与伦比的速度 再加上眼前的最佳时机 骤一爆发就让人感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杀意 这实质化的杀意 犹如一把枷锁将敌人与刀芒联系一体 必无可避 然而下一刻 名人身上突然爆发出来的一条尾巴 却是直接将这刀芒挡住 虽然整个人也被击飞了出去 但总体来说并无大碍 以人助力的恢复能力 请刻间就复原了 这让发出了攻击的那位金发碧眼的轮回者 眼中也充满了意外之色 什么情况 这虽然是九尾人助力 但年纪上小 应该还无法掌控这股力量才是 就他刚刚的表现来说 被自己抓住了最佳的机会 那一击应该就能失去战斗力 然后任由自己炮制 可现在 竟然轻易地就挡住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攻击 这这时算不上什么好消息 看着那更加增添了几分受性的名人 这位轮回者脸上表情也凝重地起来 明明开始表现的能力都完全没这么强的 果然空间是不会允许这么强大的力量 被取巧地获得吗 如果无限度地提升下去 恐怕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好 现在的名人 显然还是完全无法掌握丝毫伟兽的力量 开始明明因为白唤醒了些许的理智 现在也再次被兽性所吞噬 伟兽狐一出现 直接就爆发出了异常强大的战力 叮叮 爪子与刀刃相互交集 却是碰撞出了金属碰撞的火花 看得旁边受伤的白也充满了意外与凝重 没想到卡多辛招募到的两名武士战斗力会这么强 还有那个刚刚认识没多久的小弟弟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不祥的查克拉 但随后 他看向那位武士的眼神 便是充满了怜悯之色 虽然你很强 但真真选错地方了 这边与再不斩打的难舍难分的徐悦 也感受到了战场之外进入的两只小耗子 一时间也不由感到了一阵无语 看来对于军团来说 这一次波之国任务还真是一次废差啊 你们这么干也算是干扰了剧情吧 空间不意思意思就说不过去了 丁触发任务不速之客 击杀窥是九尾人助力的武士 任务完成奖励A及剧情星号1 得到了奖励之后 徐悦不由撇了撇嘴 付匪空间的心黑 这两个家伙应该算得上精锐轮回者当中的顶尖了 虽然还无法媲美大佬 但持续下去再积累一段时间 自己完成晋级任务应该还是没问题才是 加起来的价格竟然也就是一个A级 另外也不知道是他们盯着未免之子的惩罚 还是其他什么的 这次触发任务竟然是以击杀为评价的 自己这人吧 一向心慈手软 如非必要是不喜欢杀生的 还很喜欢乐于助人 如果不是空间任务要求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杀不杀 之前那自由之意的大佬不就放回去了 绝不是什么说 等着到时候勾引他们所有大佬一起合力触发个大的 可可 不过现在两个精锐轮回者的话 也就没什么舍得舍不得了 空间要你三更死 我也不好留你们到五更 单手用苦无将在不斩的斩首大刀压下 徐悦空出的手反手一拳 便是将侧面一片空气都轰出了一道连衣 四周浓郁的雾气都被完全吹散 随后一道隐形的身影便是伴随着光线的一阵折射 逐渐出现在了徐悦那低血的拳头之上 连带盾牌与冰刃以及后面的人体一同击穿 直到被贯穿那位魁梧的轮回者都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低头看着自己被击穿的史诗级盾牌 以及那不断向外涌血的伤口 张嘴还没说出什么就涌出了大量的血磨 再抬头看着那被一把苦无轻易地压得半跪地面 双手扛着刀刃全身颤抖苦苦支持 连地面被压地点都出现了大量珠网般裂纹的再不斩 这名轮回者满脸也是不甘之色 你们骗我 甩手将这轮回者的尸体连带破碎盾牌 直接震碎后 徐悦也低头看向了那浑身骨架都发出了呻吟声 正在苦苦抵挡自己苦无压迫的再不斩 不由抱歉了一句 不好意思 没控制好力道 一边说完一边也收起了苦无 让浑身酸软的再不斩也终于是松了口气 生怕对方是准备直接用那苦无将自己连人带刀劈成两半啊 嗯 竟然尾兽狐一都出来了 你这边差不多已经完事了 等下按照约定的退场 我先去那边看看 感受着名人那边稍微有点点反常 徐悦也是很随意地对再不斩打了声招呼 而后任由他贪坐在地不断地喘息 整个人也消失在了原地 九尾人助力果然是名不虚传 金发碧眼的武士刀客 浑身伤痕累累 反观另外一边的名人因为被尾兽羽衣的抱过 确实没有丝毫伤痕 有的也直接愈合了 但此时 这位金发碧眼的轮回者眼中却充满了兴奋之色 终于还是自己赢了 两张贴在了名人背后 画着独特花纹的灵符 下一刻便是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这可是专门对付妖狐类怪物的灵符 一次还直接用上了两张 再加上你本身身上就有封印 你自己也无法掌握尾兽的力量 这一次实在劫难逃 哼哼 既然目标打在了波之国这任务的头上 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专门的准备 等到那边队友解决掉 再不展和那个和再不展五五开的轮回者之后 就是我们的收获之时 第零四三八章 危险的世界 吼 名人不断地发出了嘶哑的嚎叫声 身上散出的红色茶克拉 不断地被背后的灵符所吞噬 无论他体内如何地喷涌而出 他本身却也似乎是越来越虚弱了起来 看得旁边被名人打得重创的白脸上都充满了惊讶 这么强横的茶克拉 竟然被两张符纸给封印了 不过 九尾终究是九尾 茶克拉近乎于无穷无尽 伴随着散出的茶克拉越来越多 那两张灵符也开始颤抖了起来 嗡嗡 的发出了耀眼的红色光芒 好似下一刻就会被焚毁一般 看得本来胜券在握的那金发闭眼轮回者 不由脸色一变 怎么可能 说无法封印九尾 他能够接受 但眼前只是个少年人助力而已 本身身上也有着人助力的封印 就这透过封印散发出来的茶克拉 竟然也能够直接灌满两张 专门用来准备对付的灵符 不好 绝不能让灵符焚毁 必须要提前将目标解决掉 哪怕下手重一点 可能导致其死亡也在所不惜了 一边说完 他一边也再次缓缓抽出了自己的长刀 摆出了一招拉风的起手势 没想到终究要用出这一招了 不过目标是九尾人助力的话 倒也不辱没了他 只是自己目前还未曾完全掌握住 也不知道经过了战斗后的身体 吃不吃得消 密技 烟反 出刀无声 甚至无法用视线来捕捉 同级别强者 面对这种攻击都唯独只能利用惊人的战斗直觉来躲避 否则 等到看到刀芒之时 自己便已经伸手一触 嗯 当然 前提是同级别强者 咔嚓 扑斥 刀刃的断裂声与身体被撕裂的败蓄声近乎于同时传出 那以肉眼无法捕捉速度发出了惊人攻击的轮回者 好似一块从天而降的豆腐跌落在了不动的锋锐刀锋之上 一闪而过之后便是连人带刀地分成了两截 直接绕开了名人的方向 两半身躯出现在了名人的身后 甚至那分成两半的尸体 脸上都还挂着那还未消散的胜券在握与自信之色 似乎认为没有人能够躲过自己这一击一半 而名人身前便有着一道瞄脸面具的人影 正用手指旋转的这苦无将血迹甩干后 又将其插回了忍具包里 触发任务完成 A级剧情点多少也是点安慰吗 况且还会增加最后结算评分 不过华夏区这边的轮回者 倒的确都比较趋向于对人能力 不管是之前抢任务的唐尼 还是这次碰到的两个不知道名字的 最擅长的地方都是对人攻击 攻击于波并不大 但对单一人形敌人的杀伤 却完全要超过那些强大的范围攻击 和自己类似于数界 这样的攻击特点完全是反过来的 也不知道是凑巧 还是因为国内的环境 徐悦发呆的时候 背后便是突然涌现出了一股恐怖的查克拉波动 回头一看 却是发现名人身上的表皮都开始不断地剥落了 树木巨大的九尾查克拉涌现了出来 那两张灵符被查克拉称爆焚毁了之后 便再次将吸收的查克拉释放了出来 重新融入了名人身上 拖着两张灵符的符 内外夹击之下名人身上的八卦封印 竟然都有松动的趋势 本身名人就还身体又小 也不知道如何与九尾沟通 九尾也是被憋得快时乐质了 发现封印有松动 那还不是玩命地在里面搞事 查克拉不要钱一样地散了出来 虽然尾巴才出现第三条 但查克拉已经开始构建出一只狐狸的脑袋雏形了起来 犹如云层一般地漂浮在名人头顶之上 四周空气中 都莫名出现了犹如被粘稠红色液体浸泡的查克拉气泡 这恐怖的查克拉波动 让远处正在休息地再不斩都心中一阵震惊 这 是九尾 那个孩子就是九尾人助力吗 这边重伤无法动弹的白 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种非人类查克拉的可怕 它实力是不弱的 但本身查克拉却算不得浑厚 可现在 一个年龄比自己小的孩子 所具备的查克拉却是远远超过了自己 想到之前 对方才刚刚开始 就能纯粹靠着查克拉带来的蛮力提升 强行压制自己 现在这样的话 那实力的提升 我爱罗利用假媚之术都能暂时将守鹤的意志唤醒出来 而名人的封印虽然更加牢固 但由于那两张灵符所造成的松动 以及本体所失去的意识 竟然短时间内形成了相当类似的场面 封印虽然并没有被突破 但九尾的意志也顺着封印沟通到了外界 那开始漂浮在名人头顶 由红色查克拉组成的狐脸云层 原本空洞的眼神当中也骤然燃起了两朵火焰 天地都一片黑暗 犹如要迎来世界末日一般 尾兽的本身就是末日天灾 九尾更是其中之最 毁灭整个波之国都市翻手之间 嘎嘎嘎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我终于是能够 沙哑不似人类的尖锐咆哮声回荡在了天空 所有听到声音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不想与来自灵魂的恐惧感 尾兽的本身就代表着上天的惩罚 不是人力所能够抗衡的 嗯 然后那虎脸便是低头看到了下方正抬头和自己对视的瞄脸面具人影 总感觉这家伙哪里见过 缓缓将双目化作了那熟悉的永恒万花筒符文之后 天空的狐狸脸便是沉没了片刻 然后便是又一步一步地慢慢缩回了名人的体内 连带那名人身体快承受不住的查克拉都全部回笼了进去 其实我觉得这小子的身体里也很不错了 有个小家还很安全 能够一直安心打盹 外面世界 太危险了 虽然几经波折 但波之国任务还是完美地结束了 对于白河再不斩 徐悦也并没有食言 两人配合了自己那放一码又如何 呵呵 本来应该死去的两人 现在又活蹦乱跳了 这种程度在空间能够接受范围内的改变剧情 应该也能够换来点什么了吧 成就任务 波之国 奖励 冰盾血迹卷轴星号一 那群轮回者一直想要抢在第七班之前完成任务 只知道各种截狐形成剧情改变 从而获得奖励 但又有谁说了 只有抢第七班的任务才能改变剧情呢 既然在这里埋下了奖励 那通过迂回的方法自然也能够获得的 第0439章 军团差距 大桥一战已经结束了几天 大桥也顺利完工了 虽然卡多还骚扰了一波 但显然没什么卵用 在徐悦的引导下 名人利用他与生俱来的感染力 带动了波之国的人进行了反抗 还被徐悦找到了借口 用那大豪商的身份 直接吞掉了卡多的产业 是这样的吗 名人表情有点没精打采地说道 在布展和白是跑路了 但徐悦对名人他们的解释 还是说白 为了就在布展死在了自己的手上 将这次的心境 蜕变完成最后的升华 不管是佐助还是名人 对此的感触都相当大 这自然也是徐悦乐见其成的 估算着时间差不多后 他们也同波之国的众人 完成了告别 随后便是朝着牧业进发 众人考试的时间 差不多要到了的 原助理 这两个家伙 可算得上是万年下人了 这次不让你们通过众人考核的话 以后就没啥机会了的说 能不能摆脱下人的帽子 就看这次的操练效果了 与此同时 牧业 徐悦目分身处 之前这片住宿区 只有徐悦一名外村人者的情况 这几天内 便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大量的外村人者涌入了牧业 都落脚在了这里 而分配给徐悦的那两位 资深轮回者精英 也同样已经抵达了 他们本身的适应性很强 能力也很不错 再加上徐悦还留下了 一具六道分身 在龙尹村 自然能够轻松获得 龙尹村下人的称号 并且来到牧业与徐悦完成组队 我们知道你是御帅都看中的人 少帅也命令了 我们要全力辅助你 但我事先声明 明显送死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 刚刚见面 其中一位叫做张涛的男子 便是给徐悦提了个醒 算是点醒他 不要仗着几位大人物的看中 就准备胡作非为 另外一个有些油头粉面 有点奶油小声气质 叫做黄强的男子也是补充地说道 我们对于这次任务也算是很负责的 对军团给予的情报 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分析 虽然不想打击你 但我也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 这一次你的晋级任务很难 没错 以你第一次晋级任务 都会失败的实力来计算的话 就算我们一路互送 将你送入到第三场 你恐怕也很难在这一届 群英会萃的队伍中 脱颖而出成为中人 我们的任务就是将你送入第三场考核 所以如果你自己通不过的话 也不要怨我们 两人一唱一和的 已经将徐悦的话全部读死 并且也没有留下什么画饼 对此 徐悦当然没有什么反对 借你们也就是凑个数而已 你们既然这么识趣 那当然是最好了 除了这两位自己的队友到来以外 外村的轮回者也陆续出现了几组 不过同在木叶的下人一样 除了徐悦他们之外 根本就没有大型军团的成员 而作为最先在木叶的16人 徐悦以及另外15位木叶下人 开始发起了一个松散的攻守同盟 想要让大家都加入其中 都全部互相合作 共同抵达第三场考试 对于这种建议 当然都没有什么意见 除了那两个帮助徐悦的队友外 会来到这里的 可都是进行晋级任务的轮回者 我和你们说村里有一个叫做唐尼的上人 大家一定要小心 也不知道是他实力真的不行 还是专门为了坑人 这家伙呀 之前被唐尼选中 想要成为他门下走狗的三人 大概是因为爱之深则之切的关系 在执行任务当中 任务出现了巨大的反转之后 也直接粉转黑 这次趁着诸多外村轮回者也抵达的时候 也开始了他们的诉说行为 徐悦明显地感觉到了旁边的两位队友 都是浑身一震 似乎是对唐尼这个名字感到了震惊 你说什么 你说唐尼在村里 并且还带着你们去执行任务 他还窥视你们的点数 张涛感觉有些悔三观 一位先进大佬 为了几个还未完成资深轮回者 晋级的若姬身上的点数 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演一波 最后还失败了 你们仿佛在刻意逗我笑 没错 这位朋友 难道你认识他 一位参与过之前任务的轮回者 斩钉截铁地说道 但随后 似乎是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们既然是岳的同伴 漠不成两位也同样是北洋军团的成员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这位轮回者 满脸都是动容之色 其他人听到了后 除了那最开始就在木叶的十五位外 其他人也都同样露出了关注之色 这次的晋级任务当中 终究还是有前十军团的呀 没想到是这三个开始一直都很低调 没发表什么意见的家伙 哼 你们继续这么认为吧 关我屁事 张涛开始只是因为震惊才脱口而出 但随后便也没有解释的欲望 一群低级军团和散人里的杂鱼而已 论实力比旁边这个晋级一次失败的家伙 还要更加不如 如果不是这个攻守同盟 还有那么点用 完全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这种默认了自身身份的话 还是成功地将话题转移到了他们身上 而后便是各种轮回者讨好的围了过来 想要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情报支持 小军团的轮回者和散人 情报的来源和渠道实在是太少了 小型军团的成员和散人 也有着他们的生存技巧 讨好强者的能力 显然要比大型军团的高得多 而且姿态能放得很低 再加上愿意自己支付情报税 被舔得很舒心的两人 也或多或少地告知了一些注意事项 千万要记住 有个背着葫芦玩沙子的家伙 千万不能招惹 还有 这一届的新人都相当出色 不要贸贸然地以为新人好欺负 面孔越年轻越可怕 软柿子的话 可以去寻找那些长年都没办法通过考核的小组 我记得 木叶里面就有一个连续七次 都没有通过中人考试的小组 另外 第一场大家可以不要怎么在意 只要不作弊 被抓住 不主动放弃的话 是都能够通过的 这些直接有了细节的情报 对于这些小型军团和散人来说 可是如获至宝 一个个全部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第0440章 汇聚 龙隐村 天道徐悦戴着一块漩涡面具 坐在汇客室的上手 看着下面的几人 眼中也闪过了一缕异色 因为用的身体本身也是北洋军团的一员 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对自身有所改装的 面具配合消血研之术 加上前身旗械员 是不怎么出名的老鹰逼 多重保险下 也完全无需担心拆穿的问题 或者说眼前这幕府之门派 过来的代表 也压根不会朝着那方面去想 你们是如何知道这消息的 天道徐悦言语中透出着冷漠之色 让下面原本都还有些不确定的奈洛 也立刻明白事情已经稳了 果然如同卯月石兵卫所说的一样 与志波悦和这个村子有关系 这是与志波悦大人 去牧业考试的那位小友告诉我们的 也是他介绍我们过来的 奈洛没有丝毫犹豫的 就直接将徐悦给卖了 既可以以此来拉近双方的关系 提高起点 又可以降低那个幸运的新人 在与志波悦眼里的地位 哼哼 这种重要的人物羁绊 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的好 放在其他军团的人手上 完全就是抱舔天物 哦 是他呀 哼 都说了不要到处传播 真是不懂得规矩 天道徐悦连语调 都没出现多大的变化 但随后还是勉为其难地开口问道 不过他终究对大人有着救命之恩 既然是他开口介绍的话 你们有什么事就说吧 这边奈洛得到了答复之后 心中也很是激动 但同时也对那个北洋军团新人 在与志波悦心底占据的地位感到了心惊 没想到那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新人 竟然不声不响地 把好感度刷到了这种程度 看来也是个很有野心的家伙了 这种人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北洋军团 而且相对来说 受到的重视 比不过军团内部的一些关系户 应该也是很有意见的才是 的确是如同卯月时兵未说的那样 有机会挖过来的 而且呀 你的装扮还暴露出了你的另外一个身份 这黑底红云的袍子 是那个真正最终大boss小组织的装饰 也就是说与制波月很可能也是小的人 这样一切也都说得通了 小的首领可是想要利用九尾一同人介 计划失败后假死叛逃的四代木火影 对于木叶的感情肯定也很复杂 肯定和大蛇丸一样也是充满了怨恨 既然还是小的人 那我们这边也就会有着另外的情报 足够引起你们的重视 比人这次过来可是带来了满满的诚意 不知道阁下有没有听说过木叶崩溃计划 徐悦带着第七班回村之后 果然也接到了召开上忍医会的通知 随后便是直接将三小丢在了原地 三个扭扭捏捏的家伙没有了徐悦的镇压后 直接是爆发出了一些小矛盾 先是左柱去修行时一句 你还不如名人的暴击将小鹰打得体无完肤 随后便是跳出来的木叶丸误会 小鹰是名人的女朋友 结果名人刚刚乐呵呵地说完一句 你们小鬼的直觉还意外地准后 木叶丸便是被小鹰拿来记起了 随后一路奔逃的木叶丸便是撞到了一个矮胖子身上 小鬼很疼待 戴着煞隐护鹅身穿黑衣 背着一个被绷带包裹着包囊的看酒狼 已经一只手将木叶丸提了起来 惹得名人哇哇大叫 赶紧放开木叶丸 你这个死胖子 其实本来撞个人而已 虽然现在的看酒狼暴虐了点 但最多也就是对两句的事 但偏偏的名人却是直接踩到了他的禁忌 就连本来劝看酒狼收手的首居 都无奈地扶着额头随他去了 恨我最讨厌矮冬瓜了 就先杀了这个矮冬瓜 然后再杀了那边那个啰嗦的 看酒狼满脸桀骜与自信之色 忍者之间打打杀杀也正常 出个靶子人命案也无所谓了 反正是他们先招惹我的 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 在木叶杀三代木叠孙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带着些许细血 但依然显得很时温和阳光的声音 便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一下就让看酒狼浑身僵硬了起来 三 三代木叠孙子 这个小鬼 不是吧 你坑我的那 你是故意撞我来碰瓷的吧 气氛有点尴尬 下不了台 这看酒狼是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还好 此时几枚石头 飞来砸中了他的手臂 让他吃痛放开了木叶丸 也算是顺手丢掉了这烫手杨玉 心底松了口气的同时 还不忘记转头看向了 发起攻击的佐助方向 则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种张狂的家伙了 给我下来 一边说着 看酒狼 一边还解开了背上的绷带 准备转移视线和眼前那家伙打一架 让人淡忘掉他开始准备对木叶丸做些什么的事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爱罗也第一次在木叶登场 倒挂在了佐助背后的树上 因为受到了徐悦压榨式的训练 已经能够比较熟练掌握自身查克拉的佐助 这一次倒是提前了一些发现了我爱罗 并没有等到他说话就转头看了过去 眼中也充满了凝重之色 这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来到自己这么近才被自己发现 黄色的大葫芦还有那熊猫黑眼圈 应该很惹人注意才是的 给我住嘴不要给我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爱罗很平淡的一句话说出来 看酒狼便是直接熄火了 眼神中还带着些许恐惧之色 这边发生的变化 落在了不远处的张涛和黄墙眼里 却是吓得有点魂飞魄散 该死都叫他不要惹事的 还特地说过背着葫芦的这一组是最强最难缠的 他偏偏还直接招惹上了 你应该和他说清楚那一组里面所有人的体貌特征啊 哎 希望第二场不要碰到他们吧 这两位在资深轮回者当中都算得上精英的家伙 此时也感到了一阵头大和埋怨 那小子是想要任务想疯了吧 见到人就想要刷 但你也不看看代价是什么 另外一边我爱罗他们离开之后 徐悦木分身也算是以徐悦本身的面貌 同名人他们接触了起来 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 名人看着徐悦满脸的狐疑之色 真真是专属于笨蛋的野兽直觉 这么快就忘记当初我请你的拉面了吗 还真是让人伤心 徐悦的木分身脸上露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 几年了呀 也就请了你一碗拉面而已 这话让名人愣了愣 随后便是怪叫了起来 原来是大叔你呀 啊哈哈 我都一直想要表示感谢请你吃回来的 我现在可是忍者了 有钱了的 还有你送我的护目镜我也很喜欢 名人得意地扶了扶自己的护额 随后掏出了自己鼓鼓的蛤蟆形钱包 满脸的骄傲 那种没心没肺的笑容 看得徐悦眼底也闪过了一缕异色 而后摸了摸名人乱糟糟的头发 最后落在了他的护额之上 是啊 你也长大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人者了呢 好巧 我也是呢 一边说完 徐悦也一边指了指自己挂在手臂上的护额 嗯 是哦 大叔也是忍者来着 咦 你的护额怎么和我的不太一样 名人有点奇怪地说道 因为我是龙忍村的下人啊 要糊弄名人这种二愣子 那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名人果然侧重点放在了其他地方 哎呀呀 你现在还是下人吗 都这么多年了 名人 旁边的小鹰连忙从后面卡住了名人的脖子 内心也在疯狂吐槽 这个白痴 不知道不应该乱接人家伤疤吗 还有 其实这位小哥哥蛮帅气的 年龄也不大啊 你为啥要叫大叔 哈哈 无妨 这才是真正的名人 没必要特地去改变 那么 考场再见吧 徐悦一边说到这里 一边也转身 背对着他们 摆了摆手 朝着那边自己的两位队友走去 第0441章 超乎想象 名人老大 我似乎看到了你的未来 木叶丸本来还很伤心的 明明自己这么相信 名人老大 他却没能救下自己 但在看到了那一位被名人老大叫做大叔的老下人后 顿时心底就感到了一片悲凉 以后 名人大哥也会这样的吧 这毫无疑问 就是一记很辣的捕刀 捅入了名人的心窝窝里 另外一边 徐悦本体以三人带队老师的身份 在上任议会的时候 也选择了推荐他们参加中人考试 同时也拜托了卡卡西帮忙 却对三人中最没有信心的春野迎来一次独特的心理辅导 另外还要叮嘱一下卡卡西和凯 见到了自己混在下忍当中的分身后 不要大惊小怪 嗯 整个木叶真正知道自己本来相貌的 也就这么几个需要打下招呼了 团葬什么的说都可以不要说 但凯这家伙却是不得不提醒的直接一点 欧欧月军准备亲自进入体验青春的热血吗 真是让人感到振奋啊 我也想要参加 只是显然 凯这家伙的注意重点 根本就放在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让徐悦也不得不帮助他转移一下话题 对了 你好像收到了很不错的弟子 难怪这段时间见得少 是训练他们去了吧 要转移凯 这家伙的注意力当然是相当简单的事 果然一提到 他的弟子凯立刻就被分散了注意力 这是自然的 今年你也带班了吧 就让我们比一比谁的学生得分能够更高吧 当初毕业后 我可是还特地打磨了他们一阵 凯身上立刻又燃烧起了青春的火焰 哦 那就拭目以待了 戴着瞄脸面具的徐悦 面具之下也泛起了一丝笑容 等到同日国的那群轮回者见一次后 差不多就可以本体换回去了 多少都是晋级任务的呢 木叶 一处闹市区的忍具店当中的一间包厢里 完全有别于忍者世界的隔音结界 将这里与外界区分成了两个世界 此时 几道身披各种伪装长袍 看不清相貌的身影都汇聚在此 空气气氛很是凝重 果真如此 与智波月终究还是背叛了木叶吗 他其实是小的人 其中一道人引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没错 大体上应该是可以确认了 不过这等强者都是拥有着自己的立场 没有所谓背叛不背叛的 他本身就代表着一方势力 对 我们所需要的 也就是想办法从他身上获得好处 另外 既然这一次 他也准备参与木叶崩溃计划的话 那我们原先的打算也需要更改一二了 很明显 这里汇聚的人都是相当有身份有地位 互相之间的地位可能也在伯仲之间 而且分属于不同的势力 这一次仅仅就是一种暂时的联合 之前我们还觉得顺应历史齿轮 趁机对付大蛇丸获取巨大好处 不过既然日国的朋友 拥有着这一份进度更前的情报 那我们还是需要改变一些想法了 是啊 如果小真的如同你们所说的那样 那这一次再加上我们 木叶将在劫难逃 相比于原本对付大蛇丸 能够真的颠覆木叶的话 对整个人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获得的好处恐怕也会超乎想象 除了后面的那一次联手之外 眼前这个看来我们也得要重视了 前面的恩怨都暂时先放下 不要因为一些小支线的奖励放弃了这条大鱼 很显然 这群人都是因为某个原因而汇聚在一起的 因为本身分属于各个军团 立场与利益原本也有冲突 前面都还发生过几次小摩擦 比如封印之书的时候 有两个军团就对上了 还有一个军团的大佬 被木叶的人给抓了 另外两个也被登记上了黑名单 好不容易才是各式手段摆脱了麻烦 而这时 各个军团上层下达的密令都开始出现之后 也终于让一些还不清楚具体任务的人 明白了这一次的主要目的 既然有了那一次合作 那中间再借助这次契机合作 搞一次大的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真真是运气好啊 本来许多参会的大佬 在打开密令前都不知道任务目标的 现在在各自密令的引导下走在了一起 又恰巧发现了一个 可以共同合力执行的超级任务 这在忍村大战当中 实在是太过难得了 平时各个军团之间 可很难有互信可以展开合作 只靠一位大佬的话 在这里还是太过吃力了的 哪里像现在这样 犹如神柱一般的 就聚集在了一起 被日国在龙之国施展的手段串联了起来 虽然不想承认 但日国的那群轮回者手段 的确不简单 随后 他们便是又扯起了利益的分配问题起来 拿下木业后应该怎么分啊 这一股蛋糕的利益涉及太大了 必定寸步不让 大人 终于又见到您了 找得我们好辛苦啊 根据约定 徐悦再次将与智波悦约了出来 而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式行动 前面两次都算得上是张作霖和卯月石兵卫的私货 根据约定 徐悦也只会提供到此为止的帮助 剩下的就看日国轮回者的手段了 显然 他们是派出了与宇智波悦做过交易的包机和耐落两人 看上那媚眼如丝 脸上表情娇艳欲低的包机 还有旁边那强忍着醋意的耐落 徐悦心底也不由摇了摇头 已经被坑过一次了 这一次竟然还眼巴巴地送上门来 那还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不做点什么的话 不是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心意 随后 徐悦自然而然地 便是摆出了土著应有的高冷之色 完全不理会耐落 只因为一些露水情谊和包机 进行了简单的交谈 本来当初让你们等我 但你们招呼都不打一下就离开了 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是不是看不起我 直接率先一个帽子扣过去 当真就让两人感到了苦不堪言 不断地开始放低身段地进行着解释 最后与致波悦才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道歉 随后答应了下来 继续完成对魔忍者的转职 这份职业只能由女性来完成转职 还需要看天赋 你们其他人就不要想了 先堵死了奈洛 他们准备说出口的请求之后 徐悦随后还带些许严肃地说道 既然你们已经到了龙之国 见到了我的同伴 那想来也是明白了我的真正打算 一旦你们完成了那个目标之后 我这边也能给你们 超乎你们想象的奖励 第0442章 汇聚 配合自己掌握的技术 强行将包机灌成了无法升级的劣质版先人体后 徐悦也对他表示说 已经完成了初步对魔忍者的转职 哪怕只是无法升级的劣质版先人体 那种独特的属性 也是让包机大为激动 似乎认为 这其中应该还有潜力可以挖掘才是 终究这亏没白痴呀 而且总感觉对方的技术更棒了 这边做完了让日国轮回者安心的事 变相地转告了他们 尽管放手去做 出了事情我兜着的态度后 徐悦也以自己要进行接下来的计划为由 暂时地告别了他们 中人考试第一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呀 自己还得快点去换一下身份 万一结算的时候空间坑人 说目分身不能完成晋级任务不算数的话 那自己就真的搞笑了 一次晋级任务没通过还没啥 两次的话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前面等下会有中人的考官 特地用换数进行初步的考验 我们跟随着节奏走就行了 不要节外生枝 张涛和黄强两人走在前面 一边对徐悦传授着宝贵的经验 虽然两人态度都不怎么样 还有点看不起 徐悦晋级任务失败过的样子 但既然是接到了任务 他们还是履行得比较尽力的 责任感很强 否则也不会选择 他们两个进来配合 而且这一次任务完成后 得到的分红奖励比较特殊 很可能帮助两人跨过最后一道门槛 完成精锐轮回者的晋级 所以哪怕再不愿意 也必须要做好这次任务 而果然 也如同两人所说的这样 伴随着跨入考场大楼 眼前也发生了 小李和天天装耸的小插曲 盯着小李的粗眉毛 看了半天后 徐悦还是无法接受 小李是凯斯生子以外的可能 性格也是一样的逗逼 还都有着这样的粗眉毛 要说你们没有关系 我反正不信 不管这边徐悦的想法 伴随着佐助的出现 拆穿了现场后 小李也是因为 小鹰的关系 对佐助发起了挑战 不要小看那个粗眉毛的 他绝对是 拥有着中人的水准 算起来 他所在的那个小组 也算得上是这次小组中 相当棘手的 没错 别被表面现象所欺骗 他们就是专门示弱而已 两人满脸凝重地 看着小李 以及附近的日向凝刺 眼中都充满了凝重的神色 这两人名义上 虽然是下人 但绝对已经拥有了 中人的水准 自己两人也不见得说 能够稳胜 再加上他们 还有一个擅长暗器的 优秀辅助 而自己这边 却还多了个 送人头拖后腿的 如果第二场的小组赛碰到 还真可能不是对手 不过两个强队 也没必要第二场 就互相拼命 而就在这边 两人对徐悦科普 小李和日向宁次 有着一些什么能力 诉说着他们强大的时候 之前小李和左助理 去时消失的方向 便是传来了尖锐的鸟鸣之声 杂乱无比 让人头皮发麻 是千鸟的声音 什么 这个与制波异族的小鬼 怎么现在就掌握了这个数 这和情报有些出入 看来这个新生毕业第一的家伙 也要注意了 千鸟啊 我对这个任务空间 最想要学到的忍述之一 张涛最后还显得有些唏嘘地说道 为了这次任务收集到的情报分析里面 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穿透力 破坏力 还有速度都相当优秀的人数 很显然 两人能够一路顺风顺水地达到资深轮回者 而且还被少帅看中 也是有着他们的原因 凡是谋而厚定 哪怕以前没来过这个任务 也通过军团的资料好几次的分析 得到了许多相当实用有用的情报 既然能够只凭借声音 就能断定佐助用的是什么人数 哪怕千鸟的声音很特别 这也是相当难得了 不过 徐悦却是明白 现在的佐助在小李的速度面前使用千鸟 恐怕会使他输得比原著当中还要惨 人数打不到人 威力再大也没有意义 具体那边发生了什么 是否依然还是和原著差不多 徐悦并没有去管了 只知道 等到进入考场的时候 佐助脸上是贴了块胶布的 看上去有点狼狈 还是太心高气傲了呀 如果不使用千鸟 靠着这段时间 他打好的基础 在小李负重的情况下怎么看都不会输才是 而这边因为参赛小组都进场了的关系 张涛和黄强两位前辈也是抓紧时间 同徐悦开始了最细节方面的讲解 这是之前被那群轮回者舔得再舒服 都没有透露的真正细节 注意了 这些是我们对其他那些杂牌轮回者 没有说的真正详细情报 看到那三个人没有 他们是阴忍村的 实力也相当强大 不是合适的目标 那种音波忍术相当的棘手 另外那边那三个鱼忍村的大叔 虽然也是长年没有考过 但经验已经丰富到了极致 一个不小心也可能翻车 是需要注意的强者 听到这边两人满脸凝重的小心介绍 就连徐悦自己都感到有点猛逼 好多情报就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呀 你们可真牛逼 你们看那边好像也在介绍各位参赛选手的 为啥不去听听他们的 听到两人不断地叮嘱着哪个下人小组有多强 哪个要注意 徐悦也不得不开始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了 直接指向了都的那边 因为不少散人轮回者的小组都围在了那边进行围观 看着都在名人他们面前展现的人者卡片 只是徐悦的话 立刻就是引来了两人的一阵讥笑 呵呵 他手上虽然有点资料 但有很多都是错误的 正确与错误混搭 很难辨别真伪 去相信他的话就真的完了 忘记告诉你了 他这个小组相对就是最为简单对付的小组之一 比起于忍村的那三个资深老夏忍真是若太多了 七次都没办法通过中人考试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的人者才华不够 所以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目标 虽然这次任务当中与他们的对战资料没有 但前几次的中人考核 许多团员就是在他身上拿到分的 想来变化也不会太大 另外 我们之所以提醒你这么多 也是担心你自己第三场的时候遇到他们 第二场只要一直跟着我们的话 除了极少数外 其他人均可成为目标 两人刚刚说完没多久 都就因为为了收集情报 特地挑衅阴忍村的几位 导致了一个小摩擦出现 镜片都被打碎了 撑着地面干呕了起来 让张涛和黄强两人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他们的情报也都是军团那边得到的 再加上自身的分析 本身是没有亲自参与过的 见到实际情况与自己分析的一模一样后 两人也是摇头地发出了叹息声 看到没有 这就是考生当中强者与弱者的区别 只要一击他就废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第一场的考官们也全部登场了 主考官 三奶一笔喜 记住 不要做题都行的 千万不要做必被抓了 那些轮回者小组也要千恩万谢地感谢我们才是 否则 偏小的会被淘汰多少 完成了最后的叮嘱后 两人也按照自己的座位排数 开始入场了起来 中人考试第一场 开始 第零四四三章 手气 你不要把人看扁了 我是不会临阵退缩的 我要考 哪怕我这辈子都只是下人 我也要朝着火影而努力 出题吧 名人颤抖着举起手 重重地拍向了桌子之后 便是站起来 发出了这斩钉截铁的声音 作为阿修罗转世的名人 虽然是一副笨蛋的样子 但却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 坐在考场中的徐悦 看着那散发着异样气息的名人 眼中也不由一亮 对于阿修罗查克拉的理解 更加深入了一分 也正因为名人的这种特性 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下人 也都受到了共鸣 同时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心 看到眼前 加起来超过一百人的 教室森乃伊比喜 也感到了一阵无语 这个捣乱的小鬼还真是的 不过 既然是自己制定出来的考试规则 那自己自然也要来维护 那么我宣布接下来的第十题 恭喜各位 你们通过了第一场中人考试 伴随着这意外的话说出 以及随后的解释 在座的所有人 甚至包括了 提前从张涛他们这里 了解到了信息的轮回者们 都是感到了一阵兴奋 特别是那一群轮回者 更是坚定了前十军团 大人物情报的正确性 如此轻松的就度过了第一场的考核 一时间 所有人脸上都感到了中人之位 已经唾手可得 只要跟着直颠走就行了 这边第一场考试 刚刚宣布结束 紧随其后 玉手洗红豆 便是以他那独特的出场姿态 出现在了讲台之上 竟然留下了这么多人 40支队伍 这可真是让我感到失望啊 下一场就让我淘汰最少一半吧 看着眼前剩下的人数 玉手洗红豆也发出了他的惊人言论 但紧随其后 就有一名学生站了出来 满脸坚毅地说道 尽管放马过来吧 我是不会被这种话吓到的 嗯 说话的不是名人 而是一名轮回者 他这样的举动 让许多反应过来的轮回者们 都感到了一阵的懊恼 是啊 自己怎么没想到这样的方法呢 说不定能刷出个任务的 只有张涛和黄强这两名前辈 眼中泛出了冷笑 真是自作聪明的家伙 第一场考试 可已经结束了 他们这念头刚刚闪过 一把苦无便是擦着那位轮回者的脸颊 在他丝毫反应都没有的时候 带起了一丝血痕 直到逐渐放大的疼痛感袭来 才让他忽然浑身冒起了冷汗 这样有活力的家伙 在第二场可是死得最早的 另外一边有点想要同样站出来的名人 这时候也不由咽了口口水 还好有人比自己快一步呀 第二场考核 死亡森林 分好了天地卷轴后 所有小组也都已经分批从各个入口处 进入了考场之内 每个小组必须要全员都保留战斗力 并且收集其一套天地卷轴 才能通过第二场 徐悦随同张涛 黄墙三人在林间不断穿梭跳跃着 寻找着目标 有我们两人在 小组赛当中除了少数几只棘手的队伍外 我们也是处于食物链最顶层 所以尽管放开来寻找猎物即可 你所需要注意的 还是保留战斗力来应对接下来的第三场初选 所以等一下都交给我们 从一处树梢直接跳跃到另外一处的途中 张涛很是冷静地说道 在第二场考核里 强大的队伍可以放开来寻找猎物 而弱小的队伍便只能利用陷阱守株待兔 伴随着黄墙睁开了一直紧闭的眼睛后 很快他便是利用自己的搜寻技能发现了第一个目标 三人改变方向直扑而去 是三位于忍村的忍者 你看 这个队伍就是属于杂鱼队 张涛和黄强看着眼前的三人 脸上也露出了冷淡的神色 随后便是毫不留情地发动了攻击 完全不属于火影里的一些独特招式 根本就让这三个实力不算弱的愚忍必无可避 防不胜防 能够被挑选进入到这里的下人 实力也绝对当得上精英下人的程度 甚至不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中忍的实力 可对比于两位资深轮回者当中的精英来说 却是完全的不够看 整个战斗过程没超过半分钟 三人便是先后被击杀 随后便搜出了其中一位身上藏着的卷轴 则真是的 重复了 运气不太好 找下一个目标吧 脸上都还沾染着敌人的血字 张涛的表情很是冷淡 似乎对于杀戮已经感到了习以为常 不管是心态还是能力来说 其实两人都的确是当得起精英二字 有了第一次的轻松后 后面他们两人便是更加奔放了起来 只要不碰到杀隐的我爱罗小组 以及木叶当中那个上一届第一名的小组 其他小组哪怕是那一支强大的阴人小队 都能够当作是猎物 当然 能够碰到简单一点的敌人 也更加省时省力一点 像刚刚那样的杂鱼队 才是更加讲究效率的 发现新目标了 是曹人 不过只有两人 不知道黄墙具体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侦察能力 就实用性来说 却是相当不错的 在这偌大的死亡森林当中 没过多久便是 再次找到了合适的目标 只有两个也去吧 说不定另外一个取水去了 卷轴肯定是 放在人数多的这一边才是 张涛脸上也满是冷淡的表情 似乎对于目标的选取 丝毫不以为意 曹忍村 这可是这一届当中 第二场全军覆没的 一支队伍都没通过的杂鱼忍村 完全不足为虑 倒是徐悦听到了他的话后 稍微愣了下 曹人嘛 还只有两个 第三个取水去了 那很可能是相邻的 那个小组了 不过可惜啊 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自己已经都有了一份 你身上真没多少价值了 就这里淘汰掉 也就淘汰掉吧 说不定还能救你一次 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徐悦准备顺手 帮那可怜的小姑娘一把 送她退场的时候 当她和张涛 黄墙两人抵达目标地点 看到目标人物之时 却是有点古怪地发现事情 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嗯 没错了 是曹忍村 还是只有两人 但剧情当中 中人考试里会两人行动的曹忍 除了相邻他们这边的小组外 却也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小组的 哦 竟然有人找过来了 虽然不想节外生枝 但顺手还是料理了吧 两名草忍抬头看着上方 站在粗壮树枝之上 低头俯视自己的三人 丝毫紧张的情绪都没有 压根就没自己这边 少了一人的自觉 这是伪装进来大蛇丸的两位手下 大蛇丸已经不见了踪影 估计是跟踪尾随左柱去了 眼前这两人只是他的手下 但即便如此 这也算的是难得的上上签了 嘖嘖 你们两人可真会挑 换做其他强队 说不定试探一下 双方就会错过去找其他猎物了 但这一只可不一定 第零四四四章 天才 见到底下的两名猎物是 自己三人鱼无物 张涛和黄强两人也不由怒己返笑 狂妄 连第三场都没进入的杂鱼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下一刻 两人便是各自选中了一名目标 朝着对手执席而去 就用你们的生命 来祭奠你们的这一份狂妄吧 丁 苦无与长剑相交 碰撞出了刺目的火花 另外 黄强那一边也同样进入了差不多的僵持状态 在场交手的四人 都不由心底一阵惊骇 对方好强 这种实力还没通过下人考核 作为大蛇丸带进来的手下 虽然不是绝对的强者 但本身也已经拥有了精英中 忍到特别上忍之间的实力层次 放眼这死亡森林当中 绝对是属于碾压级别的 然而这一次 随便两个参加考试的下人 竟然就已经拥有了这等实力 而张涛和黄强两人则更是卧槽 这两个人资料上完全没有的呀 可论实力单单这试探的一击 自己两人占据从上而下的启动优势 竟然也就是平分秋色 紧紧一击的试探 他们就知道 对方的实力恐怕隐约还在自己两人之上 坑爹的呢 我们这是帮助别人进行资深轮回者的考核 而不是我们进行精锐轮回者的晋级呀 怎么会有这种强者作为拦路虎 一边想到这里 两人便是默契地一同后退 不准备硬碰了 可大蛇丸的这两位手下 却并不准备就这么算了 他们可不是真的以通过考核为目的的 根本就无所谓节约体力什么的 原本他们倒也是无所谓的 但在发现了对手的实力有问题后 断然也不会就这么算了 伪装城下忍的精英中忍来到了这里 这到底是有什么企图 你们难道想要破坏大蛇丸大人的计划 想要去通风报信 这绝不允许 随后 两人便是瞬间跟上 根本不给张涛和黄强两人挣脱的时间 刹那间便交锋了数十招 近期席卷落叶 空气中都弥漫出了金属兵器碰撞的摩擦臭味 看得上面的徐悦也感觉有点好笑 不过也是了 也就是这种一高人胆大的家伙更容易被找到 碰到他们的确概率会更大一些 自己这两个队友虽然不咋地 也没啥口德 不过其实算起来 他们两人也算得上是尽职尽责了 而且为了通过第二场考试 自己也不能让他们提前退场啊 下一刻 徐悦就伸手摸向了自己手腕上的手环 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 目屑飞溅 大量鸟泪从那冒起了尘埃的区域向外飞走 大地都发生了震动 就连正在和敌人苦苦对抗的张涛和黄强两人 也趁着这一次的动乱 暂时脱离了对手的纠缠 而大蛇丸的两位手下 也是带着凝重的表情 看着那从白色雾气当中 出现的怪异巨大傀儡 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有这等手段 坐在桑德兰驾驶舱中 活动了一下身体的徐悦 弹了蛋手指后 整台机甲便是直接启动 这个笨蛋 机甲对于灵活强大的个体可是有巨大局限性的 这片森林里就算是小型机甲也施展不开啊 在发现了徐悦的企图 看到他驾驶机甲冲向了敌人后 深深明白敌人强大的张涛和黄强两人也是很快反应了过来 不得不再硬着头皮跟上去 机甲很强大 对个人实力的提升极大 特别是威力来说 就算是一些精锐轮回者都不愿意应接最普通的基础机甲攻击 机甲形成集团规模后 完全能够横扫八荒 但同样的 机甲的短板也太过明显了 灵巧的对手躲开攻击 利用引爆类的道具打中关键部位 很容易就能将机甲瘫痪掉 不然少帅也不会选自己两人过来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趁着他目标太大 吸引住火力 趁他被解决之前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偷袭对手了 只是下一刻 看着那以刁钻角度 灵巧转身躲开了攻击 反身就一组近距离面部机炮扫射 同时手里的机在短兵横扫 展向了另外于回绕后的对手 近乎于同时将两位对手击飞的臃肿机甲 张涛和黄强便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看上去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没有什么生硬和不对的地方 但为什么机甲能够做到这种动作 开玩笑的吧你 虽然两人并不是擅长机甲 但缝隙本身可手握北洋骑士团 论对机甲的理解绝对超越的寻常轮回者 这根本就是一台假机甲 又有着机甲恐怖的战力加成 本身还能保持不逊色于人体的灵巧的话 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其他体系的活路 再次看到那桑德兰开始变成双持短刀 利用精湛技巧 扬长臂短完美掌握住了节奏的与两人刚起来 利用机甲的力大士臣 将两位棘手的对手逼得狼狈不堪之后 张涛和黄强两人已经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起来 这家伙的实力真的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他就是天生为机甲而生的 真正的天才机师吗 难怪会受到少帅如此的重视 但为何拥有着这等实力 上一次晋级考试竟然都失败了 这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情况 之前与两名对手有过交手 深深知道他们实力的可怕 现在却看到他们在这一台五六米的桑德兰面前 脆弱的好似两只猴子 不断地狼狈躲避着 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反差 利用武器长度横扫的攻击范围优势 一箭逼你躲避 另外早就准备好的另一击 便是封锁了你的全部退路 逼你应接 如果对方驾驶机甲和自己两人对上 自己两人的表现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本以为这一位擅长机甲驾驶的家伙 很难通过这一次的晋级 但现在看来 似乎是自己两人有点坐井观天了 正是轮回者竟然也能强大到如此地步 真真是不简单 前途无量啊 只要中途不夭折 他很可能会成为机师当中的王者 另外一边 取下眼镜擦了擦眼镜上血字的兜 看到那倒在地上的三具尸体 也不由再次皱了皱眉头 这一次考试好反常啊 平时的话 这些参赛选手都喜欢盯制年轻人的 像自己这种老油条经常能够直接避站的 但这都是第几组了 看到自己就和看到了宝藏一样 而且牛皮糖一样连着都甩不掉 逼自己用出实力后也只能灭口了 难道我真的看上去这么弱的吗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点 换做以前的几次考试 资料搜集得差不多后 顺势退场也无所谓的 但这一次 自己也想要亲自去见见大蛇丸大人所看重的人呢 第0445章 面子 相比人体来说 巨大的记载短剑向上聊起 让一道人影不得不狼狈地避开 但随后他便是发现 那聊起的巨剑竟然是直接飞了出去 对方竟然是脱手甩开的 为何会脱手 不好 然而心头念头都还未闪过 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机械手掌就已经握住了 因为躲避攻击 腾空在空中无处可以借力的人影身上 随后用力 大多数忍者攻高防低的特点 也完全地暴露了出来 顷刻间便被这只巨手捏成了血浆 该死 另外幸存的一位 见到惨死的队友脸上 也泛起了暴怒之色 只是他那明显出现了退役的行动 却也完全落入了徐悦的眼中 再一次地将另外一只手上的短剑甩出 这最后的对手便是直接闪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 白痴 一个计谋不可能成功两次 看着对方空空如也的双手 这剩下的一人脸上也泛起了一丝冷笑 见到了同伴的惨死 自己怎么可能还会 扑斥 然而 一道从背后穿透了胸腔的刀刃 却是终止了他随后的所有想法 因为这对手太过难缠 同时轻松地压制住了自己两人 全部精力都不得不放在应付他的攻击之上 竟然一时间忘记了另外两个同样不弱的敌人 刚刚甩出的那把巨剑是完全算准了自己的行动方向吗 扑 穿透身体的刀刃转动 让他整张脸都扭曲了起来 伤口不断地向外飙写 随后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将手中兵器抽出 甩了甩上面血字的张涛 看到已经死亡的两位对手 又看着那打开机甲舱从上面下来的人影 眼中也出现了深深的巨色 比起他机甲操控水平更加可怕的 还是那对战局的掌控啊 竟然先后用如此轻松的两连 就直接解决了如此级别的敌人 他真的还没通过资深者的考核吗 一位正式轮回者 击败了近乎于快要达到精锐轮回者门槛的敌人 就算是少帅在这个任务次数下 恐怕也就和他伯仲之间吧 此人的天赋 竟然不在少帅之下 卷轴 我不要了 求你放过我们吧 在那个突然出现的对手 直接空手抓住了自己使用千鸟后的手腕 将自己甩出来之后 佐助也深深地明白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到底是多大 随后 血轮眼逐渐收敛起来 他也缓缓掏出了自己的卷轴 实施物者为俊杰 自己还有着未报的大仇 绝不能死在这里 只是就在佐助将卷轴丢过去的时候 明人却是突然窜出又将卷轴抓了回来 明人 你别多事 佐助的话刚刚说完 下一刻就被明人一拳打在了脸上 我认识的佐助绝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是假的 我认识的那个佐助才不会你这么笨呢 胆小鬼 我不知道他有多强 但难道他得到了卷轴后就会放过我们吗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是你吧 作为拥有最强嘴顿的名人 请客间的三连便将佐助的内心又唤醒了起来 这场面让伪装成草忍的大蛇完颜底 不由闪过了一缕杀意 这个小鬼对佐助的影响太大了 有他的存在 可能会改变自己为佐助预设的轨道 随后伴随着他通灵之树的结印 一条大蛇便是吹散了四周的树林 直接冒了出来 佐助和名人都瞬间被弹飞了开来 吃了它 冷酷的命令之下 这条巨大的蟒蛇便是直接朝着空中的名人张口吞去 但早就情绪到达了临界值的名人 这时候也再次引动了体内九尾的力量 去死吧 你这条笨蛇 手中螺旋丸夹杂些许红紫之色 直接狠狠地印在了那条巨蛇的额头之上 犹如被戳爆的气球一般 直接爆裂出了一片血浆 整个头都被轰没了 让大蛇丸都不得不跳开换了个落脚的地方 同时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惊讶 这是四代的树 还有对方那眼镜 看着名人眼中野兽一般的瞳孔 大蛇丸脸上也泛起了笑容 有趣 原来是九尾小鬼 不过你太爱事了 下一刻 大蛇丸那长长的舌头 便是直接舔出 将名人缠绕了起来 拉扯到了自己的面前 手中还开始了结印 准备切断名人与九尾之间的联系 五行 嗡 四周空气一片凝结扭曲 好似碎时都即将飘浮而起 一股骇人的气息将结印的大蛇丸完全锁定 好像让人身处于粘稠的江湖当中一样 四周的景色都犹如要化作黑白之色 冥冥之中 好似有一种双冷漠的血色双瞳 正在注视着自己一般 尖色的转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那站在不远处树梢之上 正在冷冷盯着自己的好弟子 看到了对方那一双 不夹杂感情波动的血色瞳孔 四周的空间变好似凝固了下来 整个世界只有自己两人可以动弹一般 记得粤军答应过我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大蛇丸强行平复下了自己的心境 用那熟悉的沙哑语调说道 哪里 既然答应了老师 我自然就不会插手 您对木叶的举动 但 那终究是四代的孩子 多少也得给点面子吧 您说是吗 徐悦在这片精神世界当中 脚踏虚空 好似从天空一步一步地走了下来 走到了大蛇丸的面前 脸上依然还是泛起了那种 一如既往的温和表情 但这种阳光温和的表情 在配合那恭敬的话语 却依然是为大蛇丸心底 带来了一丝冰凉 看来 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了 这个面子 不想给都一定要给 不是给死去的四代目的 而是给眼前这位好弟子的 好 我并不会为难他 但佐助呢 你对于你们这个家族的 墨益的看法怎么样 虽然有着对眼前弟子 深深的忌惮 但大蛇丸 依然还是问出了这句话 对方表现得越强大 就越是勾起了他对于血轮眼的贪婪 对于与制波佐助的贪婪 墨益 喝随便你了 想要得到他的身体 对诱抱一件之仇的话也随你 甚至想要再来找我也无所谓 但不要阴沟你翻船了 徐悦洒脱地笑了笑 似乎对于大蛇丸的目的不以为意 不得不说 自己实力虽然足够强 但单纯论教导能力来说 还真是比不上这些老油条的 佐助跟着大蛇丸 才是成长最快的几年 而且三年后 还有大蛇丸附送的经验大礼包的 至于会不会因为自己 帮助大蛇丸 完善了许多数 导致佐助扑街 那也不管自己的事了 终究是因陀罗的转世 而且自己也同样提前 交给了你一些东西 这还扑街了的话 那就怪不得自己了 如果大蛇丸 真的能够得到佐助的身体 得到因陀罗的那一份查克拉的话 那你还真能对得起 自己当了这么久中 极大boss的身份了呢 第零四四六章 略知一二 小鹰看着倒在地上 晕过去的明人和佐助 脸上充满了无助之色 虽然因为某些原因 明人并没有被按上五行封印 但九尾查克拉的肆虐 导致对身体的负荷 还是让他昏迷了过去 至于佐助 则完全是因为 咒印的副作用了 绝大部分施加了咒印的对象 都可能死在第一关 大蛇丸虽然被徐悦劝退了 但既然徐悦答应了佐助这边 他不插手 那他当然也不会放过 这未来的容器 等到他离开之后没多久 被安排的阴忍炮灰三人组 也已经抵达了现场 手掌有着风洞 能够直接发出强大攻击的萨克凳 手臂上有着能够干扰对手 听力装置的托丝针 以及利用铃铛幻术的金土 三个人 每一个都可以说是 下忍当中的佼佼者 近乎于能够媲美中忍的实力 虽然因为人体上的改造 他们的潜力相当有限 可以说被开发出来的定义 就是当作炮灰用的 但速成能力 以及在当前级别的战力 绝对是首屈一指 而在发现了左柱 竟然被大蛇丸施加了咒印之后 三人也感到了莫名的嫉妒 甚至生出了一种 只要能干掉左柱 就能被大蛇丸看中 从而取而代之的想法 不得不说 大蛇丸的洗脑能力 的确算得上是一流的 轻易就能获得 这种少年人的盲目崇拜 而随后小李 猪鹿蝶小组 又先后上演了 葫芦娃旧爷爷的剧情 一个一个地送出了人头 被阴忍小组一一打败 直到日向宁次的到来 一群井底之蛙 不过打败了几个小喽啰 看把你们得意的 宁次盯着下方的几人 当看到了狼狈的小李后 也不由露出了一丝愤怒 直接把白眼开启 眼角青筋跳动 那边那个瓜皮头 是和我们一起的 你们竟然敢对他动手 不得不说 宁次那高傲的性格和话语 也直接让阴忍的三人 有点受不了 直接对了起来 不服气 你就自己来试试看啊 本来的话 宁次当然不介意 满足一下他们的需求 以日向宁次碾压下忍级别的实力 一条三对付这几个阴忍炮灰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日向日差没死 有着日差的亲自教导宁次的实力 可要比原住当中同时期还要更强 但当他的白眼看到了佐助身上 那冒出的邪恶查克拉后 却也明白无需自己出手了 同时也对佐助充满了兴趣 之前这个第一名连小李都打不过 但现在的话 真的有点让自己出手的欲望了 佐助 小鹰看着佐助身上那不满的皱印 脸上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不用担心 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好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子的 感受着体内喷涌而出的力量 佐助深深地迷醉了其中 皱印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就是劣质版的仙人模式 为自身带来的提升 绝对是超乎想象 有点眼色的长毛托斯针 已经隐约发现了不妥 但对自己手中风穴 很是自信的萨克等 却是毫不在意地说道 当然是我们了 随后便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吊打 援助当中 佐助都能轻易地利用皱印状态 击败他们三人 这一次明显实力 要比原本强伤不少的佐助 更是崔库拉朽一般地 直接将三人碾在了地上 甚至就连宁刺都感到了暗自心惊 而且和原本小鹰 能够抱住佐助让他醒过来的不同 如今佐助的底子更强了 皱印化之后不由变得了更强 小鹰根本就没能摸到佐助的边 便被甩开了 依然还是持续 单方面地对三名鹰人进行着蹂躏 皱印的腐蚀也越来越严重 而显然 旁边的其他观战人员 根本就不明白 此时皱印对佐助身体的腐蚀情况 命次倒是有点察觉 但却也只以为是与制波一族 某种奇怪的力量 更多的还是感触佐助的强大 并没有朝着其他方向去想 这让带着张涛和黄强过来 看了一会儿的徐悦 也不由叹了口气 最开始利用机甲 从专用的一次性机甲 便携装备当中拿出来的动静 自己也完成了一次木分身 并让分身驾驶机甲 本体过来查看了一下名人的情况 当时也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 将小问题解决了 怎么等到自己回去 再次与队友会合 用新的一次性用品 将机甲装起来 然后带他们一起过来的时候 就又发生变化了 原本佐助身上的提升 在皱印模式下 被放大太多了 导致了眼前的场面 完全超出了原本的范畴 这么下去的话 他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大 这个新毕业的一年级生的实力 我竟然没有丝毫把握对付 张涛和黄强此时也是暗自震惊 本来在他们眼里 正常人里面 也就是那个去年的第一名 算得上是不在自己两人之下 最新那个第一名毕业生 还是太嫩了点 可现在他的表现 却是完全颠覆了两人的认识 那个 我觉得再这么打下去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 能不能去阻止他一下 徐悦对旁边的两人说道 因为自己开机假手撕了两名强大敌人的关系 这两个家伙对自己的态度变化很大 从原本的只是完成任务 变成了心甘情愿了 所以他才会开口问一下 这让两人不由苦笑了起来 月老弟 我也知道 现在过去肯定能刷到好感度和任务 但还是有点太难办了 如果要杀了对方 和我们两人之力倒是能办到 但要留守的确保 阻止他 却是没办法的 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 我们能够留守的范围了 而且旁边就是那个去年第一名的 还是日向家族的 我们三人应该已经被发现了 只是没说而已 三个外人村的出手 说不定还会逼得他同样出手对付我们 换作之前的话 两人当然是不会解释得这么清楚 但在徐悦表现出了足够的实力和潜力后 还是获得了相应的地位 在轮回空间 只有实力才是最为直接的地位体现 好吧 那只有我试一试了 徐悦对此也只能耸耸肩 用机甲吗 虽然你机甲操控水平超绝 但恐怕力量控制比我们还难吧 张涛表情显得有些疑惑 这里可是我初始任务的空间 对于忍术 我也是略知一二 徐悦一边说完 也一边完成了手中的结印 幻术 涅槃精射之术 砰砰砰 除了拥有白眼 对幻术抗性很高的日向凝刺之外 眼前在场的所有下忍 全都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哪怕是徐悦相当控制住力量的幻术使用 也不是寻常忍折锁能够接下的 受到了单独照顾的佐助 当然也毫不例外 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突然安静下来 被清场的画面 张涛和黄强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略知一二 真是瞧啊 他状态不太对 可能对幻术没啥抗性 试一试还真成功了 徐悦松开了手上的结印后 脸上也泛起了一丝让两人莫名 感到有点头皮发麻的温和笑容 第零四四七章 九小强 出来 唯一还没晕过去的日向凝刺 扶着旁边软下来的天天 立刻瞪向了徐悦他们的方向 眼角的青筋跳动 直接将白眼开了起来 眼中全是震惊之色 刚刚那是幻术 利用幻术轻而易举的让在场除了自己外的所有人都失去了战斗力 这绝不是下人能够用出来的幻术水平 那三的家伙刚刚到的时候 宁慈就已经察觉到了 不过出于对自己实力的自信 既然他们没跳出来 那也就懒得理会 结果没想到 突然一次的出手 竟然就瞬间解决掉了 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 将天天扶着躺好了后 宁慈便是一个跳跃 直接落在了树下 死死盯着从另外一边走出来的三人 不要误会 我只是看他好像出了什么意外 再这么下去的话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徐悦依然还是满脸的笑容 而他背后的张涛和黄强两人 则是满脸茫然地思考着什么 好不容易才算是恢复了过来 好吧 现在唯一能够接受的解释 也就是下忍对幻术的抗性比较低了 加上那个发狂的宇智波一族小鬼 失去了理智 所以才能够一发全部搞定 还好 日向家的那个没事 不然真的是有些颠覆三观了 拜托 你是一名鸡师好不好 未来的王牌鸡师就麻烦你正经点啊 矜持点好不好 只是另外一边的日向宁刺 开启白眼死死地盯着徐悦片刻后 脸上却是逐渐泛起了一丝疑惑的表情 总觉得眼前这一位自己哪里见过的样子 宁刺 要记住这位大人物哦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可能就没办法再陪伴你了 模糊的记忆中 父亲摸着自己头发所说的话 让日向宁刺 渐渐又回想了起来 当初 云影村使者来到牧业 将厨田大小姐绑架了 而后发生了什么 自己并不知道 但自己的父亲 当初的话 却还回荡在了宁刺耳旁 那一次自己利用 白眼看到的那位 来家里做客的大人物面容 看着那边 日向宁刺盯着自己表情 逐渐变得狐疑和震惊之后 徐悦眼底也闪过了一丝了然之色 原来如此 当初云影之事爆发后 自己虽然也没有去见日向日差 但很可能是自己 由空间安排的这段时间里 日向日插带着宁刺 见过自己表示感谢了 白眼 的确是很方便的技能呢 我们龙影村只是小村 无意与木叶为敌 此次出手并无恶意 在日向宁刺 想要表达什么之前 徐悦便率先地开口提醒了起来 如果是小李知道自己的身份 徐悦当然二话不说 直接一发阅读解决问题 但既然是稳重的日向宁刺 那徐悦还是用普通的提醒就好 果然 在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日向宁刺也看向了徐悦的护额 反映了过来什么 这位大人 既然以龙影村下人的身份 进入了考场 那应该是 有着他自己的任务和打算 小时候 自己或许还不明白什么 但随着年龄的成长 明白了宗家和分家的使命之后 他也就明白了当初自己父亲的话了 如果不是这位大人出手的话 父亲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所以不管是这位大人的威名 还是感激 日向宁刺都是立刻选择了配合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你们也是一片好意 或许日向宁刺的表情算不上是完美 但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冷冰冰的性格 所以张涛和黄强两人也不会去怀疑什么 嗯 我和明人也有点交情 所以还是守在这里 让他们先恢复过来吧 反正我们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的 徐悦随后便是解除了幻术的影响 连带的江明人 因为九尾查克拉的身体负荷 也恢复了过来 不过左柱这边徐悦并没有直接治疗 因为必须要先让他明白咒印 带来负面影响的严重性 伴随着一声声声吟 朱鹿蝶 小李 天天还有第七班的成员 也都先后醒了过来 阴忍三人众 因为被左柱打惨了点 所以还是死死地倒在了地上 刚刚发生了什么 怎么睡着了 景也有些茫然地说道 其他人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只有陆婉左右看了看 随后撇了撇嘴 应该是幻术 好厉害啊 都中招了 不过应该不是敌人 不然我们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在别人还在慢慢回神的时候 陆婉便是轻易地对眼前做出了判断 随后打了个哈欠 真是麻烦啊 考试什么的最讨厌了 幻术 怎么可能 谁干的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是的 有着陆婉的提醒 其他人也或多或少 都反映过来了什么 脸色都出现了些许民众 用幻术将所有人都搞定了 这是何等的可怕 只有名人 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啊 是大叔 你怎么在这里 名人醒过来后 也后知后觉地发现了徐悦 直接惊喜地叫了出来 上次你走的时候都还没告诉我名字的 说到这里 名人似乎是有点生气 我叫徐悦 你也可以叫我悦大叔 徐悦对于名人并没有多少隐瞒 真正知道徐悦这个名字就是语之波悦的 也就只有大蛇丸而已 而这时 左柱也醒了过来 立刻也感觉到了浑身的一阵酸痛 但更多的还是沉浸于之前 自己拥有着那无所不能力量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真正的力量 无穷无尽的力量 既然你们都醒了 那我们也就走了 从你们身上抢到卷轴 会被人看不起的 日向宁次 虽然不知徐悦想要做什么 但还是决定不再打扰 当然 如果对方有什么需要自己配合的 只要开口了 自己也会找借口留下来 既然没有 那还是乖乖地离开 不要碍事的好 比起其他人来说 出生在日向分家的宁次 对于察言观色和审视视度 都是相当出色的 因为他父亲并没有死 所以性格上也没有原著那么偏激 还有着父亲的手把手教导 只是对于分家的命运 也依然还有着心底的不满和挣扎而已 小鹰 已经醒过来了被天天扶着的小李 此时也看向了小鹰 让小鹰也愣了下 木叶的莲华一定会再次绽放的 我向你保证 下次再见面时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更强大的我 小李说完也对小鹰摆出了自己的招牌大拇指 而因为小李之前的努力保护自己 小鹰对她的感官也好了很多 脸上也泛起了笑容的回应道 好的 一言为定 咔嚓 徐悦似乎是听到了面前 刚刚走过来完全实话了的 名人心碎的声音 哎 这熊孩子 伸手将名人的头发全部弄乱 让他回过神来之后 徐悦也丢出了一盒泡面给他 哎呀呀 你怎么还能带泡面进来 好厉害呀 接住了泡面的名人 似乎一下又将全部的烦恼 抛之脑后 然后喜滋滋地开始寻找木材烧起了水 第零四四八章 不足为虑 因为左柱的实力比原柱当中高 咒印模式之下 近乎将阴忍三人众打残了 所以虽然没有杀掉他们 但也已经让他们退场了 并且得到了他们身上的地之书 而宁次小组和朱鹿蝶小组 也先后表示了告辞 原地只留下了第七班和徐悦他们三人 卷轴我们已经收集齐了 接下来照顾你们一程吧 徐悦伸手拿出了自己的两份卷轴 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下 随后又收拢了起来 对于徐悦的举动 张涛和黄强虽然有点意外 却也没有提出异议 实力就代表着话语权 不过他们有点疑惑的就是 刷好感为何不选择刚刚那个日向一族的 毕竟日向一族比宇智波一族强太多了 特别是与智波灭族之后更是没得比 张涛和黄强毕竟还只是资深轮回者 对于华夏区顶层都才刚刚从日国方面买来的尖端情报 当然却也不太清楚 依然还是认为与智波一族一般般 哈哈 谢谢岳大叔了 哈哈 不过我感觉我已经恢复好了 名人并没有被五行封印压制住与九尾的沟通 加上本身漩涡一族的体质 恢复速度不要太快 但因为对徐悦的先天好感 他也并不排斥同徐悦一起行动 那么 能请你们把天之卷轴交出来吗 只是名人这边没什么话说 但刚刚尝试过了咒印力量 正处于膨胀期的佐助 此时却是站了出来 看向了徐悦 满脸都是冷酷之色 哦 你是想要求我们给你呢 徐悦看着佐助那中二的样子 并没有怎么在意 依然还是带着那柔和的笑容 还是准备抢过去呢 当然是靠实力了 佐助依然还是满脸的淡漠 佐助 人家是帮我们哎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名人听到佐助的话之后 不由直接跳脚了起来 我们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拖延 机会已经不多了 必须要抓住每一次机会 你难道想要考核失败吗 佐助冷淡地说道 我宁愿失败 显然 名人在某些方面的坚持上 的确是有着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 并不单单是阿修罗转世 所带来的亲和力 这种争吵 看在张涛和黄强眼里 也是满脸的冷色 他们承认之前 佐助那种战斗力很强 但也自认为和自己单独一人 博仲之间而已 自己两人就拥有着碾压 对面小组的实力 更别谈 还有已经用幻术 解决过对方一次的徐悦了 况且 看他的样子状态 还有点不对 看来 是时候给对方一点教训了 一想到这里 两人便是同时向徐悦看了过去 想要得到他的确认 其实目标还是有很多的了 也不用一直盯着我们 比如旁边的那一位朋友 你们就可以试试 他可是落单的哦 徐悦并没有直接回应他们两人 而是侧头看向了一个方向 换作以前 张涛和黄强当然是会怀疑 但在见识了这位大有潜力的天才能力后 在徐悦转头看过去的时候 两人就直接默契地发动了攻击 一边向左柱展示自身的强大 一边锁定了那躲藏在暗处涂抹不轨之人 贴地的一拳以及乱舞的剑芒 请客间就将那一处茂密的树枝 完全切割成了粉碎 并且完全吹散 一扫而空 一道黑影 也在他们的攻击下 异常狼狈地窜了出来 浑身都布满了血痕 气喘吁吁地落地之后 还连忙开口说道 误会 都是误会 张涛和黄强两人展现出的强大攻击 也是让左柱他们几人大吃一惊 完全没有想到这 来自于龙隐村的岳大叔队友会这么强 这么强都还没通过中人考试吗 难道那一直笑眯眯 挂着温暖人心笑容的帅气大叔 也是拥有着如此实力 难道之前的幻术 就是他们三人之中某一位释放的吗 而伴随着黑影的示弱话语 他们也全部醒过来 看着那浑身挂着狼狈血痕 举手投降的身影 是之前考场中看到的都前辈 也是一位很乐于助人的前辈 还是木叶的人 唯独张涛和黄强两人 看着都内心感到了一阵惊讶 这不是那个软柿子小组的人吗 刚刚自己两人可是并没有留守的 对方虽然狼狈了点 但却也成功逃离了那必杀一击 实力恐怕不在中忍之下 这完全颠覆了两人之前所收集的情报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自己攻击之下这么狼狈 虽然需要承认他实力了德 却也没多少威胁 在绝对的实力优势面前 不足为虑 就是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小组去找他麻烦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张涛和黄强脸上也浮现了一丝尴尬 而那边的都举手 表示没有恶意后 也开始解释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起来 理由是 现在许多人已经汇聚在中央高塔四周成为捕猎者 想要尽可能减少未来竞争对手 他想要寻找合适的队伍进行一定的合作 眼前就认为佐助他们的队伍比较靠得住 当然他的话没有这么直接而是讲解了一些情况进行引导 让佐助主动猜到说出来的完全加大了他话语的可信程度 不得不说 多这家伙也是一个相当擅长于伪装的天才 能够一起发动第四次人界大战的人 真的已经超出其他人太多了 要知道他可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血迹献戒 成功安抚好了几人 排除了他们的怀疑之后 都心底也算是松了口气 本来应付几个小鬼头是手到擒来的 但他没有想到会在佐助他们的队伍四周碰到这种级别的强者 通过之前那一次攻击 他就能够知道这两人起码是拥有着精英中人的实力 另外一人能够同他们组队 恐怕也不在他们之下 这种实力还没通过中人考试 必然是有着他们的企图 对于都来说 怀疑是不需要证据的 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多凑巧的事 不过好在也就是三个精英中人 虽然有些在一龙忍村到底想要干什么 但现在还是多了解了解佐助的情况才是最高优先度的 这边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有机会的话再顺便收集一下 虽然需要承认他们实力了得 却也没多少威胁 在绝对的实力优势面前 不足为虑 只是都没有发现的是 那一直都保持着温和笑容 满脸笑嘻嘻表情的另外一人 却是在自己松了口气之后 饶有兴趣地打量了自己一阵子 徐悦对于都还是比较欣赏的 第一次接触大蛇丸的时候 就是在模仿着都的作用 而他的能力也的确很强 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包括张涛和黄强两人在内的信任 要知道这两个家伙通过开始试探一击 可是大概窥探了都的部分实力 之前应该已经有了歇一心了才是 但在都手上却是轻描淡写的就完全化解开来了 可惜这家伙对大蛇丸算起来还是比较忠心的 而且也有着一些自己的想法 太过聪明的家伙并不是这么好控制 想要让他按照自己预设的轨迹走 还得稍微动点心思 而且终究还是被自身血脉的枷锁所限制 哪怕后面想尽办法获得了蛇仙人模式 相比于终极的力量还是差太多了 易心只想着跟随大蛇丸的脚步 但却没有超过他的框架 格局还是稍显不足 虽然需要承认他能力了得 却也没多少威胁 在绝对的实力优势面前 不足为虑 第0449章 预选赛 都的对外表现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前辈 名人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甚至连有点暴躁的佐助都被说服了 徐悦当然也没有表示反对 于是接下来的路程当中 便一直都是他们几人合在了一起前进 一路上不单单是对佐助 甚至对张涛和黄强几人都也完全靠着一些不显眼的旁敲侧厅摸了下底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关头了 不管是有没有得到卷轴 有没有收集旗的人 都可能在下面布置好陷阱 即将抵达中央高塔 到达了最内一圈的森林后 都的语调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嘴上说着提醒的时候 都心底也在对之前收集到的情报进行了分析 那两个实力超群的龙忍村下人 虽然只是不经意间的一些语言流露 但根据他们的情绪与性格分析 大体上是能够明白他们两人进入这一次终人考试 似乎单纯只是为了另外那一位 一边想到这里 在高速穿插赶路当中的都也是隐蔽地向后面扫了一眼 只是他回头朝着徐悦看去的时候 却是发现了对方那笑咪咪的眼神正在与自己对视着 明明脸上是那样的温和阳光 但那与自己对视的纯净眼神当中 却是莫名让都感到了一阵头皮发麻 这种让他感到很是不好的直觉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 这到底是什么人 压下了心头的这种感觉 都还是决定先按照计划试探一波佐助 前面几次在公开场合拿出了天地卷轴 应该也能引来一些猎物了 通过佐助与那些下人的对决 才能更好地进行判断 判断大蛇丸大人的咒印 到底对他影响到了什么程度 都军似乎很关注我和佐助啊 是有什么问题吗 然而就在他心中稍微分神了一下的时候 从耳边传来的声音 确实让都忽然一下寒毛都颤立了起来 自己竟然完全没能察觉到对方的接近 这怎么可能 哪怕是自己分神的时候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 他竟然比他的那两位队友还强 龙隐村什么时候随便派出来的下人小队 都强到这种地步了 心中念头是转换了极多 但兜脸上还是很快地挂起了笑容 这是当然的 因为你和佐助都很强 强得根本就不像是下人 兜的应变能力 的确是一等一的 大方的承认 不单单化解了被询问的尴尬 还能够顺手试探一波 其实我觉得都军也不像啊 不管是不是不足为虑 但怎么说都是开启第四次忍界大战的boss之一啊 多少也值得提前进行一点投资呢 徐悦的笑容 莫名的就让都感到了一阵压抑 在接下来的路途当中 也是碰到过好几次的拦截 有原著中本来就有的那一次 也有着并没有的拦截 但有着张涛和黄强的存在 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狼狈 直接靠着他们那精英中忍级别的实力 撵过去了 催哭拉朽 根本就没有一和之敌 看得名人和佐助他们大为震惊 这两位比之前预计的都还要强啊 真的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对手 而在徐悦的示意之下 横扫过去后得到了几份卷轴的张涛 也拿出了一份天之卷轴 给了佐助他们 换来了名人大大咧咧的感谢 以及佐助的一声冷哼 对于傲娇的佐助来说 他能接受自己从徐悦他们手上抢过来 但直接被这样施舍 却也有点放不下颜面 只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也没办法生出拒绝之心 因为在其中一次战斗当中 本来不甘落后的佐助 也想要参与战斗的 但在开启了血轮眼之后 却是发现脖子上的那个伤痕 发出了火辣辣的疼痛 好像浑身都在呻吟一般 自己这种状态下 的确不是逞强的时候了 所以还是由名人出面收下吧 而在即将抵达高塔的时候 兜的那两位酱油队友 也突然凑巧地出现了 将都叫了回去 啊我队友来了 就先过去了 下一场各位也要加油哦 都满脸笑容地 对其他人摆了摆手 以兜这种老好人的性格 也同样换来了相应的告别 就连佐助 张涛 黄强他们都算是点头示意了一下 甚至徐悦也在最后的时候 笑着开口道 兜军 下一次见面 希望你能笑得真实一点 每天都挂着笑容的感觉 有时候也会有点累的呢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都被过去的表情 也不由微微僵硬 随后服了服眼镜 呵呵 我也同样希望如此 徐悦同学 这家伙 和自己是同类人呢 这种味道 错步了的 因为轮回者的乱入 整体来说的第二场有变化 但差距也不算大 影响最大的 都还是阴忍三人组的提前退场 但通过第二场的人数 也要比原著当中多 多出来的都是轮回者 除了徐悦他们这一组之外 通过第二场的轮回者 竟然只剩下其他三组 两组是原本就在木叶的下人 一组是来自沙尹的下人 要知道 原本进入第二场的剧情人物小组 只有着26组 轮回者小组 有着整整14组之多 但却是有10组 未能通过第二场的考核 这种淘汰率 让存活下来的另外三组轮回者 都感到了难以置信 已经达到要开始晋级任务的程度 进入的轮回者 最低的也有着精英下人的实力了 这种实力稳定发挥的话 通过第二场应该不难才是 最起码他们三组 就根本没发现有多难 可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有着整整十组的人员检员 这也太夸张了吧 都能算得上半个老油条的 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战损 难以置信 只有张涛和黄强两人 此时满脸都是尴尬之色 卧槽 怎么少了这么多 嗯嗯 应该是有些其他意外的 对 那小子也就是个中忍程度而已 就算他们小组都是这种实力 也不至于干掉十组的 嗯嗯 还好也没人知道 都那个家伙 也因为被自己两人打伤 已经放弃了第三场了 还好还好 40支参赛队伍 已经只剩下10支 再加上一位弃拳 还剩下29人 因为人数太多 所以需要先进行一次预选赛 在三代将讲话讲完了之后 预选赛的裁判月光疾风 也已经来到了现场 并且说明了预选赛的规则 第零四五零章 变化 我轮空了 我轮空了 一名轮回者满脸兴奋之色 低声嘶吼道 随即选择的屏幕上 第一位显示的 便是29人当中单出来的那一位 直接让他轮空了 本来的话 他其实都有点信心的 但莫名其妙的第二场 简缘十组轮回者 差点没把他吓尿了 幸存下来的 都是一些怪物吧 能够少对上一场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而趁着这空隙期 一道银色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左柱的身后 哟 你就是左柱君吧 卡卡西一脸死于眼的表情 刮了刮自己的脸颊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卡卡西 是你们第七班的副队长 在你们老师不在的时候 我负责教导你们 小鹰应该和我见过了 卡卡西先是一脸怨念地 看了看旁边 笑咪咪的徐悦 随后便是开口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如果下一场当中 左柱的骤印爆发了 那他将会直接终止比赛 宣布左柱失败 如果成功了的话 他将会将左柱带走 将骤印封印 对此 左柱倒也并没有反对 满脸的沉默 而结果轮空过后 接下来的第一场 便是左柱队上兜的那位同伴 能够吸收敌人查克拉的赤同凯 在原剧当中 左柱都咬着牙 把对方干倒了 如今 实力更胜一筹的左柱 虽然有着骤印的束缚 但却依然还是最后站在了场地上 随后被卡卡西带走 接下来总体来说 也与原剧情差距不算太大 只是阴忍的戏份都被轮回者替代了 区别的地方也有点 小鹰因为徐悦的培养 这一次是直接战胜了井野 获得了出现资格 没有被封印影响自身 查克拉运用的名人 一击螺旋丸 打散了全种牙的半成品牙通牙 赢得干脆利落 并且刷新了许多人对他的看法 完全没想到名人会这么强 日向宁次对战日向橱田也只能算试点到为止 赢下了比赛 但没有伤到橱田 对于宗家 宁次依然还有着不满 但因为父亲健在 所以他倒也没有太极端 陆丸对上了丁次 以影子模仿术获胜 另外轮回者这边 张涛打败了原本应该死在 看九郎手上的健美成晋级 而看九郎掉死了另外一位参赛的轮回者 黄强也击败了一名轮回者晋级 他们两人原本的任务是将徐悦护送到这里 就已经完成了的 此时本来弃权也无所谓 但一来刷到这里多少 也能继续刷点空间任务奖励 二来因为徐悦表现出来的天赋 他们两人也都觉得值得提前投资 所以两人全都选择了继续站下去 如果后面能够幸运地与徐悦对上 也能自己主动放弃送他一路 卖个面子 记住了 灵活地运用你的幻术 你的机甲能力伪装成傀儡术 最好在最重要的关头才使用 没错 尽可能地保留底牌 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这是两人下场前先后对徐悦强调的话 也算是一种忠告和提示 至于剩下的六名其他轮回者当中 也都是轮回者之间的碰撞 选出了血馒头等三人 获得了第三场的参赛资格 见到其他轮回者都已经得到了相应的结局之后 徐悦也是呼了口气 看样子 自己应该是要对上剧情人物了呀 还剩下我艾罗 小李以及有女志乃 随着滚动屏幕的显示 出现了自己和有女志乃的名字后 徐悦也明白了 大概这应该是唯一一位原本能够进入第三场 而进不去的家伙了 记住 有女家族最强大的地方是虫子 她们的虫子防不胜防 一定要想办法迅速地解决 对手很棘手 你可以先这样 那样 曹 曹 曹曹 比赛对战出来之后 张涛和黄强两人也迅速地来到了徐悦身边 然后对他出谋划策 迅速制定了多套计划 不得不说 两人的确是有点能力的 计划都很美好 甚至徐悦都准备拿来试一试 听完了计划后不再等什么 徐悦也直接落在了比赛场上 看着那满脸并色的月光 急风静静地等待着对手的到来 我 我弃拳 只是到场后的徐悦 却压根就没见到有女智乃的影子 只听到了她在看台上发出的弃拳话语 一时间也不由有些意外地看了过去 只见有女智乃 此时浑身上下都已经爬满了虫子 连脸上都是 她自己似乎根本动都动不了了 咦 怎么回事 智乃在第二场当中受伤了吗 不知道啊 看她的状态的确不太对 一 虫子真是恶心呢 那个家伙运气真好 是啊 仅次于轮空的那个了 之前都是在比赛前宣布弃拳的 而有女智乃是参加比赛对手下场之后 唯一一个选择弃拳的 一时间也受到了诸多的关注 旁边不管是援助人物 还是轮回者都小声地讨论了起来 只有徐悦稍微愣了一下后 便是随意地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的 直接回到了看台之上 真是有趣啊 这家伙的虫子好像很敏感呢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表示的呀 收敛起来就算影集强者 也察觉不到什么才是 大概是先人体的查克拉关系吧 只是站在徐悦旁边的张涛和黄强两人 此时却是满脸的残念 早知道那家伙虫子出现了状况 自己两人紧张个什么劲啊 说了那么多 看起来和傻逼一样 另外一边 输掉了的牙脸上还打着绷带 满脸惊讶的表情 看了有女志乃一眼说道 怎么了志乃 如果是你的话 想要赢下来应该很轻松吧 就算是我也没把握对付你的 牙虽然输给了名人 但依然还是对自己很有自信 没有受到挫折 他也没想到就连自己都不是对手的志乃 竟然会直接弃拳 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吗 这样自己搬连一个晋级的都没有呀 而身上的虫子正缓缓收拢 进入体内的有女志乃 则是脸色有些苍白地看了牙一眼 牙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碰到了这家伙 只管跑 不是 算了 不用跑了 很平静 很冷淡的话语 但再多的他也没有多说了 自己仅仅只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准备入场 刚刚对对方升起战役 下一刻 自己体内的寄坏虫就全部罢工 甚至有反噬的趋势 那种宁愿吃掉自己 都不愿意面对的敌人 那种完全只剩下生物 本能躲避的惧怕 连挣扎一下 反抗一下的心都没有 就算面对杀瘾的那个怪物 也没有出现这种暴动 这种感觉 完全是从未经历过 啊 他很强吗 牙也是感到了有些意外 不由狐疑地看了看不远处 看台上的徐月一眼 怎么看都是一副若鸡的样子 人畜无害 这 这个 我觉得 质感是正确的 月叔叔他很强的 牙 不能不讲礼貌 而一向内向懦弱的厨田 此时 也鼓起了勇气开口了 命次都认识徐月 作为和徐月关系不错的 日向日族的嫡女 厨田当然也知道这位大人物 虽然 父亲并没有向自己详细说明对方的身份 但父亲当时的那种表情是自己从未见过的 就算是面见火影大人 父亲都从未出现过当时的表情 好 接下来最后一场 我艾罗对战李洛克 伴随着最后一场到来 月光疾风也宣布了剩下的最后两名参赛选手的名字 压轴出场 太棒了 小李怪叫着直接跃到了赛场上 而伴随着一阵黄沙消散 我艾罗也同样地出现在了那里 木叶的莲华一定会再次绽放的 这是我的承诺 今天的我将会变得更强 前面连续的战斗酝酿下 作为压轴的小李已经战意满满 随后便是与看台上的凯对视了一眼 得到了老师大拇指的允许之后 便是松开了身上的负重 哄 尘埃弥漫 就算是通过资料知道 小李很强的张涛和黄强两人 都受到了相当直观的视觉冲击 这 这种负重戴在身上 会死人的吧 喂 你的弟子的确不错啊 已经出现在了凯身侧的徐悦 看着下方的对质 脸色也浮现了一丝莫名的神色 当初那一位肆意绽放着青春 那燃烧成为灰烬化作养料 滋养着心牙的父亲背影 也再次浮现在了眼前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这么久了 真是让人有些怀念啊 第零四五一章 分组 表莲华 伴随着小李用绷带缠住我艾罗 高速螺旋坠落地面后 那恐怖的破坏力 让所有人都感到了相当震撼 不可能 他怎么会这么强 完全没有这一招的资料 张涛重重地锤打在了扶手之上 看着那现场之内 脸上充满了震撼 就算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能够接下这一击的 但为何自己收集的情报上没有 明明连那个与之波异族墨翼掌握的千鸟都有的 或许是因为这属于不是我们能够接触的情报吧 黄强同样也是满脸震惊 随后有些苦涩地说道 终究 只是资深轮回者而已 哪怕有着军团便利 也不可能掌握所有 明明千鸟 那级别的情报 我们都能掌握的 看下去吧 我估计不会这么简单 刚刚那一击 对方逃脱了 张涛和黄强两人的实力和眼力 还是都有的 都发现了在小李 将人踢上天空 自己因为疼痛稍缓的那一下后 我艾罗已经用杀枝铠甲 代替了自己承受攻击 但既然是军团连我们都隐瞒的情报 那绝对就不会这么简单 要来了 卯月石兵卫静静地看着场内 满脸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 八门盾甲 也就是这一次的表现 才让透露出了这一份强大的禁术 一下也将原本在上忍中 关注度垫底的凯 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 本来以为是个粗眉毛逗逼 现在看来应该还是有点潜力可挖 虽然还在不断试探应该如何获得 但也已经有了点头绪了 真真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啊 除了卯月石兵卫之外 自由之意的唐尼也在观看台上看着现场 眼中一阵闪烁之色 就要出现了吗 应该才刚刚开始吧 木叶的莲华将会再次绽放 八门盾甲 开门 八门盾甲 修门 开 瞬间开启了两门的小李 立刻从开始表莲华带来的负荷中恢复了过来 甚至变得更快 我不想只有我在这里被淘汰 眼前就是我贯彻自己忍到的时刻到了 小李两次试探 没能起到想要的效果之后 也不再犹豫 浑身肌肉紧绷 甚至连表皮都有些撕裂了起来 大帝直接被踩出了一道道裂纹 生门 伤门 开 以吓人之身 强行开启了四门的小李 也向张涛和黄强两人展示了 为何这一份情报并没有告诉他们的原因 旁边看酒廊才刚刚说完 好久没看到我艾罗这种表情了 那小子完了 的话后 我艾罗就单方面遭受了一顿暴打 沙子已经完全跟不上小李的速度了 不断地遭受着连击 根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第五门 渡门 开 李莲华 连击近乎于完全将我艾罗的杀枝铠甲打碎之后 小李也发出了必杀一击 那种恐怖的速度和力道 那种纯粹的肉体力量就打出的空气暴鸣声 让所有下人甚至中人都感到了头皮发炸 张涛和黄强两人都已经感觉到了 对方这种状态下的话 自己两人恐怕合力都被会垂死 因为速度上的差距跑都跑不掉 一名下人 突然爆发出了这种级别的力量 这就是军团提高了情报权限的理由吗 不可思议 但 就结局来说 他应该还是输了 我艾罗全部杀甲脱罗 但他背上的葫芦 却是化作了最后的保护 勉强吃下了小李最后的必杀一击 随后双双都近乎于失去战斗力 贪软地倒在了地上 比起躺在地上 近乎于不能移动的我艾罗 还能够勉强移动的小李理论上 应该是赢了一筹 但 我艾罗却是拥有着小李所不具备的远程攻击 还有着体内能加速恢复的尾兽 大量的沙子都朝着小李覆盖而去 哦 倒是懂得挑准时机吗 徐悦挑了挑眉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但原本手指的敲打动作便是松了开来 好像停下了什么 一股刚刚汇聚的引力震荡 也在指尖化作了涟漪消失不见 就在他这边刚刚停下的时候 三道人影变已经迅速地出现在了场内 直接将我艾罗的沙子打散 将小李救了下来 阿凯 唐尼以及卯月石兵卫 因为唐尼和卯月石兵卫的提前出手 沙子并没有补到小李原本手上的 小李的伤势比原著当中要稍微轻一点 但即便如此 当他挣扎着站起来 摆出了继续战斗的姿态之时 也已经站着失去了意识 伤痕累累 手脚都出现了不规则的扭曲与血痕 肌肉撕裂 已经直接露出了暗红色的肌腱 浑身伤痕累累 但却依然站立不到 完全失去了意识的样子 莫名地 让名人他们几人都感到了眼睛的酸涩 这种感染力让全场都一片沉默 胜负已分 已经够了 没必要赶尽杀绝 唐尼和卯月石兵卫两人先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还有一个月时间 木叶崩溃计划之前 看能不能先试探出得到八门顿甲的门路吧 眼前这毫无疑问是最佳的切入点 而月光疾风也宣布了我爱罗的获胜 中人考试第三场预选赛结束 有15人成功地加入到了第三场考试 轮回者加上徐悦有7人 原剧情人物8人 少了阴忍的一位和智奶 多出了小鹰 而紧随其后伴随着月光疾风的宣布 所有知道情报的轮回者也都明白了 分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了 因为第三场观战的许多人 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所以时间不会放太久 援助当中只有21人达到现场 都通过预选赛进行了筛选留下了9人 这一次筛选完了后都还剩下了15人 总不好再进行一次筛选了 于是采取的是分组赛 15人分成4、4、4、3、4个小组 直接先进行一次混战 每小组挑选出最为优秀的艺人进入半决赛 咦?有人说有一组只有三人啊 运气好不公平啊 所以三人组当中的成员 直接是由我艾罗和宇智波 佐助两个王牌加入 所以算起来这一组才是真正的死亡之组 随着规则说明出来之后 所有人一瞬间都对那个 好像能够钻空子的小组没有了兴趣 就连张涛和黄强两人都心里惶惶的 之前小李那么强都被我艾罗打败了 他们两人实在是不想去试试 随后 小组也算是有根据前面的比赛表现来进行 张涛 黄强 日向宁次三人都分别分开来当做了前面三组的种子选手 随后 其他人依次加入进取 并且尽可能地不出现同小队成员在一组的情况 张涛和黄强两人的小组除了他们外 都分别带上了两名轮回者 并且分别配置了小鹰和准备气烤的勘酒狼 作为酱油成员 日向宁次小组则是名人 陆丸以及首居 嗯 上上千的徐悦被塞进了死亡小组当中 引来了一阵同情之色 等到分组名单出来后 张涛便是拍了拍徐悦的肩膀 哎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上次晋级任务没通过了 放心 以你的实力就算是连续两次没通过 军团也不会放弃你的 第零四五二章 毫无底线 因为有些意外的出现 所以还是马上将他带过来吧 大蛇丸看着面前的兜 满脸都是那毫不在意的表情 您是说漩涡名人吗 九尾小鬼和他在一起影响太大了 本来佐柱作为一名复仇者 没报仇之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死的 但 大蛇丸对于名人的存在 也是感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那为何不直接将九尾小鬼解决掉 以他现在 住嘴 一直很稳重的大蛇丸 莫名其妙地就变得狂暴了起来 失去了原本的冷静 让兜兜感到了异常的意外 大蛇丸大人的这种表情 真的是相当少见啊 不 甚至是从未见过 感觉到自己失态的大蛇丸 还是很快又平复了下来 终究是资深的影迹心境 对控制情绪还是很强的 可漩涡名人终究是四代的孩子 多少也得给他一点面子 这话说出来 让兜兜感觉画风好像有点不对劲 什么时候 大蛇丸大人和四代目的关系这么好了吗 大蛇丸大人 有时候是会转身到女体身上啊 难道 一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秘密的兜 立刻就转移了话题 不再纠结在这上面 另外一边的大蛇丸也同样默契地转移着说道 既然左柱深受影响 那就尽快地让它们分开 以便尽早地接受我的影响 这边说完了 兜也是选择了告退 但在离去的时候 大蛇丸还在背后最后中告道 兜 如果你想要阻止我的话 那就唯有趁现在杀了左柱 听到大蛇丸的话 兜也只是笑了笑 随后消失在了原地 另外一边 左柱的病房处 被卡卡西用封鞋法封印了咒印的左柱 此时正带着呼吸机倒在床上失去了意识 有三名暗部成员守护在房门口负责保护 只是此时 这负责保护的三人 却已经都倒在了地上不知死活 扶了扶眼镜的都推开门走了进来 看着面前的左柱 眼底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 你不是简单的普通下人吧 而就在此时 卡卡西的声音便是从侧面传来 一副死于眼的表情 看着面前的兜 过奖了 我哪有这么厉害 都对于卡卡西的出现 丝毫不以为意 侧头笑了笑 你找左柱有什么事吗 我会根据你的回答 决定是否带你回去审问 卡卡西看着兜 卡卡西看着兜 手已经插入了忍具包当中 就凭你 这个半吊子 兜回头看着卡卡西 极为少有地露出了她本身自信的一面 这个年纪就已经达到了卡卡西差不多的水平 她的确有着自傲的本钱 嗯 好吧 我这个半吊子就不多事了 卡卡西的死于眼一点翻动都没有 而后身在忍具包当中的手便是抽出了一本亲热天堂 你摊上大事了 我又不是左柱的正牌老师 无聊的低头看着手上的书本 卡卡西一副碎碎面的样子 让兜兜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 虽然她嘴上是说着卡卡西半吊子 但她还是深深明白这位的实力的 如果不是后面自甘堕落了 她的成就远不止如此 摊上大事了 正牌老师 清风吹拂着衣摆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骤然警觉回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那不知道 何时坐在窗台上的暗部身影 有点滑稽的瞄脸面具 很普通的暗部装扮 除了更加滑稽一点外 跟门口的三个暗部杂鱼 并没有多少区别 但除了那对方并没有掩饰的衣服吹动之声外 自己竟然丝毫没能察觉到 她是什么时候到的 是第七班的导师 那个代号越的神秘暗部 自己作为一名合格的间谍 对于木业的许多强者都收集着消息 但这个家伙在自己收集的资料上显示 只是一名普通的木业暗部文职成员 一般都是整理档案和处理文件的 突然成为代班老师后自己还调查了一番 只是资料和时间都太短了 加上对方又是暗部这种地方出来的很难收集资料 所以还并不清楚 只知道应该最少拥有着上人水准才是 而这一次 她成功地来到了自己的背后后 还是让都发现自己对她是太过低估了 就连精英上人的卡卡西都不可能这么近地来到自己的身边 一对二嘛 有点意思 虽然心中已经警觉 但嘴上都还是放出了麻痹的话语 一副接受挑战的样子 一对二 徐悦靠在窗台上回头看了这家伙一眼 眼中有着莫名的神色 只是就在此时 都却是迅速地用手术刀朝着病床上的左柱切去 但没等到她的动作做到一半 下一刻便是被一枚苦无所完全贯穿了额头 尸体倒在了地上 能活捉的吧 还说问点消息出来的 看着亲热天堂的卡卡西对于徐悦的绝杀也不由撇了撇嘴 将尸体带走多少也有点有用信息 你处理一下吧 我检查下左柱的情况 徐悦并没有多说什么 好吧好吧 知道了 真是会使唤人 卡卡西回头便是收起了自己的宝贝书本 而后带着兜的尸体 嗖的一声离开了原地 而徐悦则是依然靠在窗台上没有离去 片刻后才是开口道 想要装到什么时候 徐悦的声音说完 趴在地上的一名被解决的暗部守卫 才是缓缓地爬了起来 真是厉害 竟然看破了我的伪装 戴着面具的都将脸上的面具取了下来 满脸的感慨之色 我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 让那尸体恢复了心跳 消除了气味 甚至还患上了和我一模一样的面孔 就算卡卡西都没能看出来丝毫不妥 甚至就算她打开了血轮眼 都发现不了一句真正肉体上的问题 不知道有什么想法的都 拍着手满脸都是欣赏的表情 似乎徐悦能够看穿她的伪装 很了不起一般 嗯 能够短暂麻痹神经系统 混合了蛇毒的花粉吗 大蛇丸那里搞到的 嗅了嗅鼻子的徐悦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直接让都浑身僵硬了起来 卧槽 酝酿了这么久 说这么多准备的东西 你就这样说出来了 而且这种无色无味的气味 你是怎么发现的 狗鼻子吧这是 还有 为什么吸入了这么多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管是医疗忍术 还是大蛇丸老师的秘书 你似乎都没有在我面前显摆的资格呀 都是地 嗯 姑且是能够这么称呼你的吧 徐悦瞄脸面具的眼部 一双星红鞋翼的瞳孔 便是直接盯上了痘 如果说前面 还是被识破了身份的短暂僵硬的话 那现在 就是真的不敢动了 都 都是地 大蛇丸老 老师 月 血轮眼 没有记错的话 全部满足这些的 唯独只可能是一个人 喂喂 这是判人啊 木叶你已经没脸没皮到了这种地步吗 第零四五三章 种子 雨 雨至波乐师 师兄 强行用自己的意志力制服颤抖的冲动 兜脸上的表情 笑得比哭还难看 自己几乎就是听着这一位的传奇长大的呀 这一位可是自己一直当作目标和偶像的师兄 先依托于大蛇丸大人 随后已让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吸收到养分随后甩开的可怕存在 到了云隐村一役后 他更是已经隐约成为了人界传奇 单论实力来说已经公认位于了五大人村的影之上了 可现在这位原本叛逃了的师兄 却是出现在了木叶 还是木叶暗部一个不起眼的文职 还带了学生 学生里还有着九伟人助力 以及雨至波一族的墨意 你要说木叶高层 不知道这个文职暗部的身份 我就把大蛇丸大人吃了 丧心病狂 毫无底线 果然当初雨至波一族的事其实就是木叶策划的吧 这样的话一切的疑点也就说得通了 这一位便宜师兄到底是图的啥 牺牲这么大 还背负了这种恶名 最后不得不隐性埋名地成为一个低调的暗部文职 自己却什么好处都没有获得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无私的人吗 这和自己最开始对师兄的判断有着相当大的出入啊 嗯 雨至波佐助是我的弟子 大蛇丸老师想要执行他的计划无所谓 但不应该就这么对他下手的吧 你说对吗 徐悦看着面前的兜 让兜浑身都是处于了僵硬的状态 只能机械地点头 对 其实我过来也就是想要看一看佐助的 并不是想真的动手 哦 这样吗 徐悦随意地应了一句 一副不可置否的样子 兜如果真的想要杀佐助的话 第二场考核的时候 的确是有着大把的机会的 不过他心中到底具体在想什么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兜师弟 你是聪明人 很有潜力 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最后能够得到多大的成就 依然还是坐在窗台之上 徐悦的语调也带出了一种唏嘘感 让已经冷静下来的兜心底 也出现了一丝了然 这是 在拉拢自己吗 从团藏 歇 大蛇丸大人 这边连续的经历 自己已经见过许多次类似的场面了 说来 这也是一种悲哀啊 一种拥有天赋的普通人的悲哀 无论自己天赋再高 哪怕现在已经成长到了卡卡西 他们那种水平 也依然还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已 仅仅是徐悦一句话 就直接勾起了兜内心深处的一丝叹息 那么 想要跳出棋盘成为棋手吗 那犹如完全看穿了自己的内心 完全读懂了自己的心思 犹如恶魔低语一般 回荡在自己耳边的声音 突然就让兜笑容凝固了起来 这是他故意先勾起了自己的心思 而后说出的话 自己的一切想法 都在对方的引导与掌控之下 这家伙 可偏偏自己明明已经反映过来了 对方的意图 但却依然还是不自觉地 朝着他所规划的蓝图 顺应着向下想去 什么意思 在你们手上成为棋手 呵呵 其实你也是想要把我当作棋子 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吧 兜君 既然现在有时间 那不如稍微听下我说的故事吧 一个关于与制播一族 与牵手一族的故事 看着面前的兜 瞄脸面具下的徐悦脸上 露出了一丝丝危险的笑容 最后 兜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 我也就是提前一点告诉你而已 现在开始培养的话 等到最终之战的时候 不知道你能够为我省掉多少点数呢 不要让我失望啊 兜君 还有 大蛇丸老师 瞄脸面具之下 那星红的眼瞳 看着前方的兜也出现了一阵闪烁 种子埋下去 就等着发芽了呢 和兜的交流很愉悦 徐悦也并没有对这位师弟 做出太为难的事 交流过后 便是将满脸三观崩坏 怀疑人生的都给 直接放了 有时候为了奖励 为了任务 为了应付空间 没有难度 自己也得制作难度啊 加上空间对剧情进度的影响与掌控力 有时候还有点小头痛的 将都打发走后 徐悦也检查了一下左柱的情况 大体上发现 恢复得还不错 风血法虽然不是对付咒印最佳的风印术 但却是眼前最适合的 又不是要剥夺左柱的咒印 只是让其暂时减少对左柱的侵蚀而已 算起来 这多少也是左柱的一个外挂了 劣质版的仙人模式呢 其实有机会的化学到手 培养一些棋子出来也是不错的 绘图转生也已经到手了 接下来 大蛇丸还想要进行木叶崩坏计划 自己有的是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搞定了左柱之后 稍微处理了一下 现场搞干净了后 徐悦便是离开了左柱的病房 前往了不远处的一处房间 将门推了开来 包着绷带的小李 正板着脸坐在床上 已经醒了过来 而且可能已经得到了医生 不要再做人者的建议了 而徐悦的进门 也让小李抬头看了一眼 悦老师好 虽然已经得到了医生带来的噩耗 但小李依然还是 中气十足地问候道 这是阿凯老师的朋友 虽然阿凯老师没说他是谁 但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 所以小李看上去完全没什么戒心 看着床上的小李 伸手捏住了他包裹的石膏上 仔细感知了一番后 徐悦还是得出了自己的诊断结论 以下人的身份开了五门 连续打击了硬邦邦的我艾罗 加上最后的李莲华 小李的身体已经处于了崩坏的边缘 就算是刚守回来都没有绝对地把握救治 不过 既然这么有礼貌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叫不是 徐悦的瞄脸面具看上去还是那么的滑稽 小李 你的伤 我有办法 但需要你自己做出选择 本来得到了医生的建议 虽然并没有动摇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但小李心里还是很苦的 只是做出了决定 哪怕失去了一只手一只脚 自己也依然也要成为一名忍者 哪怕一辈子都是下人 自己也要一路走下去 但现在突然一下 听到了徐悦有办法之后 小李还是瞪大了那滚圆的眼睛 将粗眉毛更加地凸显了出来 不管是什么选择 我都能够接受 不不 我是说 我有两种治疗方法 需要你自己选择 徐悦看着面前的理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细条慢理地说出了后面的话 第一种 我直接帮你治疗 让你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这并没有什么风险 对于拥有杨顿的自己来说 就算刚手解决不了 自己也依然能够解决 不承担风险就能治疗完成 让小李也是愣了愣 既然如此 那还要什么选择吗 第二种 你有着一半的几率会死 但如果熬过来后 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强 甚至能够一定程度上 适应八门盾甲的激烈程度 减少下次使用所受到的伤害 徐悦的声音 听起来犹如来自深渊的诱惑 我选第一种 我认为 只有靠努力获得的实力 才是自己的 小李接下来斩钉截铁 没有犹豫的话 也是让徐悦心底 泛起了一丝笑意 阿凯 你的确是收了一个好弟子啊 虽然是有点笨 第零四五四章 变数 阿凯 相信我吧 这绝对可以治好小李的伤势的 难道你想要看到 他的忍者之路断绝吗 卯月石兵未满脸都是痛心疾首的神色 对犹豫不决的凯说道 小李这孩子的努力感动到了我 所以我才拿出了这一份 一直舍不得用的失传药膏 缓缓地伸出了一个小木盒 将木盒打开之后 也露出了里面 犹如玉面一般光滑的黑色药膏 黑玉断续膏是专门针对这种伤势的 效果极为出色 而且制作手法已经失传 材料也已经灭绝 这些算得上是孤品了 卯月石兵未 为了拿出能够打动凯的东西 也算得是煞费苦心了 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是第三场考试 也是木叶崩溃计划的开始 在那位与制波月大人的串联之下 在幕府从龙之国得到的消息影响下 到时候 自身必定要站在木叶的对立面的 所以 想要将八门盾甲搞到手 也就是这一个月的机会 如果失败了的话 也只能算作是为后面的攻略进行试探和铺垫了 也不会亏得很惨 果然 虽然凯与卯月石兵未没什么交情 但因为涉及到了小李的关系 以及之前卯月石兵未选择了出手救下小李的好感 还是准备拿来尝试一下 算我 咦 凯 还愣着干嘛 小李我已经治好了 你进去安慰他一下吧 输了比赛应该心情有点不好 正是刚刚和都完成了亲切交流放了对方一码后 戴着瞄脸面具从医院出来的与制波月 似乎是看到了他们在医院面前不远的广场上谈话 过来善意地提醒了一下 直接让卯月石兵未浑身都僵硬了起来 卧槽 这和原本的历史不一样 怎么就好了呢 你玩我的吧 亏我好不容易从军团掏出了这一份药膏 这份药膏虽然价格上来说并不算贵 但几乎都可以说是绝版了的好吧 但人家是直接制好了小李自己还能再说什么 难道又去把小李的腿打断了 又涂抹上告诉你真的有效果吗 哦 这份药好奇特呀 给我研究一下怎么样 与制波月似乎是又看到了卯月石兵未手上的药膏 发出了惊奇的声音 这声音也让卯月石兵未回神了过来 随后便是惊喜地递给了面前戴着瞄脸面具的徐月 因为已经见过面了 他倒是知道面前这位是谁 哈哈 比起刷凯的好感度 很显然眼前这一位才更加重要啊 空间都是公平的 送出的东西代价越大 好处就越大 哪怕因为对方的实力可能比较难刷一点 但好歹也能朝着建立羁绊更进一步 必须要在这次任务空间成功建立羁绊啊 这样下一次进入的时候才能进入有语制波月的空间 而凯任何时候都能够想办法刷呀 自己没刷到也能让军团其他人去 但眼前这位的机会可是相当渺茫啊 配合这次礼物 再加上木叶崩溃计划后的奖励 怎么都能成功建立的吧 没有丝毫犹豫 恭恭敬敬的就直接把自己所有的黑玉段序膏都递给了徐月 看到对方接过去随便一句谢了就离开后也没有丝毫不满 还不断地在背后点头哈腰地恭送徐月离开 至于凯 早在徐月说小李治好了后就直接跑进了病房里 连谢都没来得及谢 不过徐月这好感度的提升提示却是出现了就是 嗯 咒虎 西巷 叶凯什么的不知道透支了好感度后能给我消耗少多少费用 接下的几天还算是平静 佐助醒过来了之后 徐月让卡卡西出面训练一下佐助的血轮眼运用 以及对千鸟的进一步熟悉 本来佐助还有些抗拒地想要同乐老师学的 但看到了卡卡西那露出来的血轮眼后 还是明白了现在的确和这位卡卡西副班长学好一点 另外一边 自来也应该也要差不多回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张作霖便是再次联系到了徐月 要约见与致波月 这突如其来的约见 倒并没有让徐月感觉有什么意外 其他军团这么大的动作 算起来虽然还是比较隐秘 但张作霖作为精通空间系的顶级大佬 肯定是会有所察觉的 月先生 之后我可能会遇到一点问题 所以不如我们先趁着第三场的一个月 等待时间里去把之前的约定完成吧 相比于几次都是空间投影的出现 这一次 张作霖便是穿着一身长老风衣 直接出现在了火影岩之上 我并没有什么意见 无论什么时候出发都可以 徐月戴着面具 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第三场比赛还没开始 放着木芬伸在村子里浪就够了 本体和张作霖一起先去把那边的事做了也行 张作霖之所以突然提前约自己 甚至都准备打乱他原本想要参加木叶崩溃的准备计划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位大佬对接下来的情况也没把握了 应该是想要在自己身上刷高一点好感 想要到时候利用羁绊和好感解释 看能不能邀请自己出手帮忙 思想成熟 战法犀利 形势果决 能够获得如今的地位 的确并不是侥幸啊 隐约察觉到了敌对军团的企图后 第一反应并不是稳一波或者撤退 而是直接想着反打 也不知道他的空间能力 具体是来自哪里的 又或者是好几个任务空间获得相似能力融会贯通的 在徐悦本体以语之波悦的身份 随同张作霖赶路前往了他所说的秘境之后 留在木叶的徐悦木分身也并没有多清闲 这段时间已经接到了好几次其他轮回者的同情与祝福了 丢进了死亡族你怕不怕 也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 徐悦自暴自弃的满村刷任务弥补损损失什么的 在他们眼里也就合情合理了 而在村里乱逛的时候 徐悦也已经察觉到了木叶气氛的异样 预选赛才刚刚结束 距离第三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村里拥有轮回者气息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几大军团的其他成员 也开始陆续以其他身份慢慢混入到了木叶当中 又因为中人考试的关系 木叶也根本没办法杜绝这种情况 就像原著当中明明知道 大蛇丸在暗处涂抹不轨一样 为了维护木叶的尊严 向外展示自身的底气和强大 木叶却也并没有太多 有效防止入侵的手段 只能冰来降挡水来涂演 而这一天 被宇智波越离开前 随手丢给了惠比兽的名人 也开始了他不情不愿的训练 第零四五五章 月球 林长老的时空忍数造诣 真是让人惊叹 差点就赶不上你的速度了 利用飞雷神闪现 出现在了一处倒标苦屋之上 看着旁边从空间裂缝当中 跨出的中年男子 徐悦透过瞄脸面具 都满是赞叹地说道 很不起眼的低调中年男子 配合那防杀缩衣 从外表上看去 就好像是个普通的农民一样 如果不是那从空间出来的动态 整个人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强者气息 月先生才是真的深不可测 我的这些手段 在你面前并没有什么用处 张作霖看着旁边的语制波越 眼底也出现了一缕无奈之色 赶路的过程中 自己已经相当尽力地拉好关系了 但现在连最基本的羁绊 都还没有提示出现 这是对方一直在防备着自己吗 这家伙的羁绊也太难刷了点 只能看接下来的战斗了 不过 只有一些傀儡而已 大概可能是 某个灭绝的傀儡师家族遗留的产物吧 傀儡在忍村大战当中 终究是小道 完全没办法和鸡甲比 这次探索的真正收获 其实并不抱什么期望 这里就是我所说的秘境了 不过里面有大量的战斗傀儡 还算是有点实力的 就是不知道深入到最后 能够得到什么 张作霖带着徐悦 从一处类似于洞穴的入口进入 随后在洞窟内的湖底 穿过了一片梦境气泡 来到了一处异样的空间当中 天空依然还挂着太阳 犹如另外一处荒芜的世界 有着许多破损的房屋 一副废弃衰败样 而伴随着两人的进入 或许是因为触动了什么预警装置 原本平平无奇的世界当中 却是突然涌现出了大量的傀儡 直接朝着两人包裹而来 比起这傀儡群 百机操演什么的 真的是弱爆了 铺天盖地犹如蝗虫一般 而且每一具傀儡 都拥有着独特的能量攻击方式 比寻常傀儡要强大许多 就算是之前误入过一次的张作霖 此时都依然还是脸色变了变 上一次一进来 看到是傀儡就没什么想法了 没有深究 但没想到树木有这么多 不过 蝼蚁再多 也终究是蝼蚁而已 张手 一柄漆黑的长剑 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黑色长剑的四周空间 都完全扭曲 甚至破碎 好似灰剑之间 就能带起一阵空间撕裂一般 空间系的兵器 这还是一场少见 从神威的威力 就可以看出来 空间系攻击的权重了 理论上 绝大多数的轮回者 都无法抗下张作霖的一剑 再加上他那神出鬼没的瞬间移动 速度和攻击可都有了 比当初 徐悦自身 飞雷神家神威的组合 都要强大得多 甚至徐悦 自己没取得空间宝石之前 都有些缺乏 对空间攻击的防御能力 的确是名不虚传啊 不过挡在路口的杂鱼傀儡 还是一起先迅速地清理掉吧 另外一边 水之国 一副苦行僧装扮 满脸慈悲之色 拄着膝杖的人间到徐悦 也拦住了 眼前一位独眼人影 这位大师跟了我一路了 不知道拦下在下 到底是有何打算 轻满脸凝重地 看着眼前的身影 那被眼罩罩着的白眼当中 看向对方之时 却只感觉到一片灿烂 这在自己获得了这一份战利品后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 这位施主 你的右眼并不属于你 还是交由我来保管吧 满脸慈悲一副神棍模样的人间到徐悦 用一种悲天敏人的语调 说出了这话 简单翻译过来也就是 你眼睛与我有缘 借来一用 这种话自然是让清大为恼火 然而就在他刚刚摆起了出手的姿势 伴随着右眼一腾 下一刻便是发现自己的战利品 已经不翼而飞 落在了对方的手上 并且丢进了一个泡满了溶液的瓶子里 终究是日向宗家的东西 还是不要落入他国之人手上 既然东西已经拿到了 那在下也就告辞了 好四脚步都没动过 就成功地拿到了这一枚白眼后 人间到徐悦下一刻 也消失在了只剩下一只眼睛的青眼里 捂着失去的右眼眼眶 青剩下的左眼里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算是白眼 都没看清对方的动作 眨眼间便已经不翼而飞了 对方是暮夜日向宗家的人 专门请来回收白眼的吗 这等实力也未免太过可怕了 这 这里是 张作霖看着眼前的宫殿 满脸都是猛逼的神色 本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遗迹 大概是某个傀儡师家族的 但随着不断的深入后 最后却是来到了一处完全无法理解的地方 这里是月球 当年六道仙人封印十尾之地 成功抵达了月宫之后 徐月雨调之中也露出了一缕异色 感觉到了 那厚重的封印之力 以及封印当中那隐约透出的恐怖力量 这里就是目的地了 不过 大统木雨村的后人 现在也不知道还剩多少 根据剧场版出现的时候 是只有摄人一人 他也说过小时候 亲人就都离开了的 不过毕竟现在还是剧场版出现的五六年前 现在有可能摄人 还有着亲人健在的可能 毕竟论年龄来说 他似乎是和名人他们差不多大 现在的摄人也就是个熊孩子而已 月球 这怎么可能 还有十尾又是什么 张作霖此时感到了完全的无法理解 不是九大尾兽吗 什么时候又冒出个十尾了 总感觉画风有点不对劲了 还有 为什么明明是我带你过来的 但你却先知道了 这里是哪里 什么人 胆敢闯入封印重地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伴随着一声咆哮 一道巍峨的身影 便已经出现在了两人身前 那浑身澎湃而出的查克拉 还有那青金爆出的白眼 都让还没缓过来的张作霖 感到了再次的惊讶 这个遗迹当中竟然还有人 封印之地 难道还真如与智波月所说的一样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还有 这个一看就很棘手的家伙 是有着白眼吧 日像一族的人 但装扮又有些不像啊 雨村一脉 就只剩下你一个了吗 徐悦看着面前 那浑身气息浑厚异常 远远超越了日像一族 所有人的强大身影 瞄脸面具之下 也露出了自身那邪意的 永恒万花筒 因陀螺的后裔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们 这位不知道是摄人的父亲 还是爷爷的大统墓老者 只是愣了下后 就下达了逐客令 算起来 月球上这一只的大统墓一族 虽然宗家和分家 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但对本身的职责 还是有认可的 守护封印之地 就是自身的职责 不管是谁 都不能来到这里 就算是因陀螺的后裔都不行 第零四五六章 谈判 这老头稍微有点棘手啊 张作霖 当然不会管什么 与村不与村的后裔 或许与制波 月本身也是个什么后裔 和这里有些关系吧 他只知道 眼前肯定是一个天大的任务 奖励肯定也异常丰厚 单凭这个老头绽放出的气势 以及这种隐秘程度来说 完成后 起码都是S级的剧情点奖励保底 甚至还可能直接得到 忍村大战当中的某种强大能力 有着这样的利益摆在面前 张作霖当然也不会放弃 就目前来说 自己这边 可是还有着一位强大的助力的 只是还必须要试探一下援军的态度 所以才有着他这两可的试探话语 的确是很强 不过最关键的 还是这里属于一处开辟的独立空间 是月球的内部 恐怕你的空间能力会受到些许压制 徐悦拥有着空间宝石 直接完全无视了 这月球宫殿上的空间压制 但张作霖的话 估计会感到有点头疼 果然 得到了徐悦的提示后 张作霖简单地做了些许尝试 脸色辨识一变 虽然能力还能使用 但粘稠度太高了 消耗比正常使用要高出数倍 而且因为这该死的空间影响 反应速度也会稍微慢一点 毫无疑问 这也就是空间能力强大的同时 带来的些许弊端了 无妨 整体来说还没什么 如果敌人只有这一个的话 即便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张作霖依然还是充满了自信 看来 你们是不准备自己离开了 那 唯独也只有我亲自请你们离开 这位大统木一族的老者 显然是对徐悦他们两人有些忌惮的 开始也没有过分逼迫 但在听到了张作霖的话后 也明白事情 恐怕没办法这么简单解决 或许你们解决前面的小喽喽太过顺手 给你们带来了一些膨胀的错觉 既然做出了决定 这位老者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直接抬起手掌一掌遍 朝着徐悦两人这边压迫而来 那 现在 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强者 恐怖的风压 近乎于将四周的空间都凝固封死一般 隐约之间 竟有几分西向的威势 将张作霖犹如琥珀一般地封在了空中片刻 停顿了刹那后 才被他勉励地利用空间能力挪移了开来 下一刻出现的位置 便直接是那老头的身后 手中那空间长剑也直接发动了一闪过的斩机 凋零犹如雪花渐落的漆黑空间碎片 伴随着长剑的斩机带出了一条梦幻的轨迹 碰 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辉闪过 两人便是同时向后移出了一阵距离 狼狈地靠着几次空间挪移才稳定好了身体的张作霖 此时也出现了剧烈的喘息 这该死的空间劣势让自己这么狼狈 本来的话很可能刚刚一击就能分胜负的 另外一边的那位老者退出之后看着胸前长袍平滑的切口 眼底也出现了一丝忌惮 也就是白眼的洞察力 发现了对方出现时的异常扭曲 提前做出了防备率先发起了攻击 否则一旦真的结实 自己恐怕挡不住 大地上又出现了这级别的强者吗 果然 当年石尾外壳被通灵走并不是偶然 空间能力 哼 果然是有点实力 一次试探发现了对手的特点后 这名老者也迅速地做出了应对 一时间徐悦他们附近又出现了大量的傀儡 而且这宫殿当中的傀儡质量明显不是外面那些可以比拟的 空间能力权重极高 一旦被命中很容易就打出GG 但只要不被打中 那就没有问题 利用傀儡混淆试听 很显然是相当正确的一种应对方式 小心点 不要贸然攻击 他将傀儡带出来只是误导 其实是在引诱你攻击他的本体 看到他手上的微微光芒没有 是封印术的气息 在张作霖再一次准备试探一下的时候 徐悦便是阻止了他的开口道 对于忍戒的最尖端能力 张作霖还是有些认识不足啊 封印术 显然 得到了徐悦的提醒后 虽然谨慎地选择了观望 但张作霖并不认为 封印术能够针对自己的空间能力 能够镇守月球看守封印的守护一族 被拿出来用的封印术 当然也不会简单 神威 完全没有延迟 完全无视了 眼前这片空间压制力的神威瞬间出现 那瞬息而动的发动速度 让察觉到了空间波动的张作霖都暗自心境 太快了 而且 以自己的空间亲和力 竟然是在攻击成功发动之后才感觉到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然而更加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那个老头竟然抬起发光的双手 直接强行将那一处裂痕抹平了 犹如拉拉链一般 正面堂堂正正地接下了这一击 这怎么可能 空间攻击的权限之高 张作霖可是相当清楚 自己就是靠这一直无往不利的 可现在 区区封印术竟然能够将那裂痕都抹平下去 一时间 原本在张作霖眼里不怎么起眼的封印术 瞬间被他重视了起来 并且拔高到了相当的高度 以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能够真正威胁到自己的因素真不多了 但每一种都必须要注意 空间能力带来方便的同时 同样也有着自身弊端 自己为了空间亲和力 为了可以以最快速度发动空间能力 将空间作用力发挥到最大 可是舍弃掉了近乎于所有其他类别的攻击能力的 一旦空间的高权重攻击被针对了 那对自己的影响将会是致命的 见到张作霖明白过来了什么后 面具下的徐悦也是轻笑了一声 只能提醒你到这里了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那也怨不得我了 其实 我是很想要和你先讲讲道理的 徐悦看到那满脸忌惮 但神色盯着自己的大桶木老者 似乎担心自己再突然来一发一般 也是不以为意地发出了温和的声音 但明明前面 这句话都还在原地 下一句声音便已经出现在了老者的侧面 但我发现 还是先制服 你再慢慢讲道理更快点 恐怖的气浪 从侧面袭来 老者自己的白眼 竟然都未能完全捕捉到对方的动作 刚刚根本不是什么空间能力 而是对方用纯粹的速度来到了这里 八门遁甲 但即便如此 速度也太快了 只能勉强用出半个回天挡住前方 下一刻老者便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防御架子被打散 随后便是一套八卦六十四掌 封印了身上的穴道 直接被徐悦拎在了手上 现在 我们应该能好好谈谈了吧 被拎在手上 抬头看着那滑稽的瞄脸面具 老者心底不由闪过了深深的寒意 果然 这样的谈判速度是更快 还有 为何因陀罗的后裔 竟然能够掌握到柔权的体数 不管是第一季将 自己架子打散的空掌 还是后面的八卦六十四掌 都应该要配合白眼 才能发挥出最佳的功效才是 搞不懂 搞不懂啊 现在 不谈也得谈了 第零四五七章 风雨欲来 月球上开始了友好磋商的同时 木叶当中的气氛也愈发地凝重了起来 张涛和黄强两人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甚至都已经不对徐悦进行开解和安慰了 打招呼时脸上的笑容也有点勉强 作为两名资深轮回者 他们的心境应该是要有着足够强大的 让他们直接出现了这样比较轻易就能够看出来的心事 只能说这件事应该是远远超过了他们正常能够接受的范畴 北洋难道进入这次任务空间的就只剩几个吗 还是说其他的已经被解决掉了呢 见到了两人的反应 徐悦留下的木分身很容易就能够知道 他们是得到了什么消息的通知才会变成这样 在只剩下这两个的情况下 张作霖恐怕也得冒险用一用他们的 可能走之前留下了什么布置 虽然他是木叶长老 能够调动不少木叶的资源 只是接下来木叶本身都有点自身难保 能够调集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恐怕能够利用上的都得利用上 连两个资深轮回者都没放过 不单单是北洋这边 木府之门这边也暗地里派出了包机前来拉拢徐悦 因为当初的露水情缘 还有着当初把徐悦从炮灰营当中救出来的救命之恩 包机觉得自己的出马还是很稳的 而且这次进来 真正听到了与智波悦的一些战绩传闻后 他也明白这的确也是值得提前投资的 只是因为上次的教训让他出现了警觉 这一次连撩拨的话都不敢说了 而是单刀直入地进行着对未来的展望和拉拢 不过可惜 他没撩拨 但徐悦的木分身又不是真的木头 当手成功搭上了包机小姐姐的身体后 便是直接将接下来需要交谈的话换了个交谈的位置 包机既然展现出了诚意 徐悦当然也同样展现出了诚意 直接答应了成为幕府之门在北洋军团当中的间谍 并且还隐晦地提醒到 自己身上有着一份极高惩罚的保密协议 叫包机小心一点 听到徐悦将这么重要的情报都冒险点到了极限 包机心底也出现了一丝自得与微乎其微的一点感动 果然老娘的魅力还是能够让任何人拜扶的 虽然吃了点亏 但这个纯情小家伙便是将那种情报都说出来了 肯定也是死心塌地地准备跟着自己走了 虽然因为合约的关系 那个纯情的小家伙没办法将具体内容说出来 但早就知道了张作霖来到了这处任务空间的包机 还是清楚地知道徐悦是准备说什么的 他透露出来的提示没什么用处 但却能完全证实他的忠诚度 这是一位可以值得信任的棋子 你们要相信我的手段 我可以为他担保 面见了卯月石兵卫和奈洛后 包机拍着自己挺拔的胸脯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们自然是相信你的 倒是委屈你了 没吃亏吧 卯月石兵卫满脸和矮之色 虽然包机心底感到了一丝尴尬 但还是没有露出丝毫表情一色 带着些许傲慢和不以为意地说道 自然没有 手都没让他碰到的 奈洛应该知道的 我是个矜持的好女孩 被包机风情万种地扫了一眼后 奈洛感觉自己骨头都酥麻了 他当然知道这位美人的接触难度 就算是自己到现在也很难摸到他的手的 但越是这样才越是有味道啊 让人欲罢不能 不然以自己的能力和地位 怎么可能会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哈哈 我自然知道宝贝的能力 有你出马 那自然而然是没有丝毫问题了 不过即便如此 和你单独相处了这么久 和你说了这么多话 还肯定用那肮脏的眼神看过你 用思想玷污过你 所以 等到他没有利用价值后 我会亲手杀了他 前面奈洛都还在称赞包机 但说到后面的时候 还是不自觉地伸出了手掌 做出了一种粉碎手中一切的威胁手势 体现出了他的战友欲和小心眼 你高兴就好 包机莫名感到了些许尴尬 使几个顶尖军团进行合作 汇聚起来的恐怖力量真的爆发的话 恐怕木叶都可能无法正面接下 更别说还是准备利用 最虚弱时期的木叶崩溃计划 想到有机会能够完成这种颠覆性的任务 所有参与到这个简单联盟当中的成员 都感到了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现在就只等着第三场考试的开始 和木叶崩溃计划的执行了 这边军团都在紧锣密鼓的布置着什么的时候 徐悦留在木叶的木分身也不再去理会他们 而是来到了一处露天温泉 外面是露天温泉 而里面还被圈起来了一个澡堂 此时一位满头白发 背着一个大圈轴的猥琐身影 便是站在了那澡堂外 透过缝隙地看着什么 笑容异常地迎荡 不管你是谁 我都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在我面前的 正在附近训练名人的会比兽 服了服自己的墨镜 脸上也露出了一种正义使者一般的笑容 竟然做了自己一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真是让人陷 可恶啊 随后直接出手扑向了偷窥的自来也 直到自来也回头 看清了他的面容和装扮后 才隐约想起了这位大佬是谁 太久没回村了 之前看到背影 竟然一时间没有联想起来 可还没等到他再有什么反应 下一刻便被自来也召出的蛤蟆 一舌头舔晕在了地上 失去了意识 看得旁边的名人都一阵甘瞪眼 虽然他很看不起这个被自己后宫之术打败的眼镜色狼 可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的教学水平的确是很不错的 这一段时间自己也受益匪浅 能够明显地察觉到自身的不足 结果这就被舔晕了 在名人发出质疑的时候 自来也来对名人做出了那蛤蟆仙人的自我介绍 当然 依然还是被名人自动翻译成了好色仙人 并且理直气壮地教自来也陪自己的训练老师 我可是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要开始第三场考核了 要是没通过怎么办 你把我的临时老师打晕了 那么就用你来补偿吧 双手环胸的名人 站在自来也面前的水面之上 满脸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这家伙倒也有点小聪明 知道能够一击 打败这个眼睛色狼的好色仙人 肯定是要比晕掉的那个强的了 既然学习 那自然是要找更强的 自来也前辈 许久未见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的目分身也出现在了现场 从远处的水面慢慢地走了过来 第零四五八章 难度 啊 是悦大叔 徐悦那温和的声音识别度还是很高的 名人听到了后也很快转了过去 满脸都是意外和开心的表情 因为当初小时候生日的礼物 以及第二场考试当中的经历 他对于徐悦的好感度可是相当高的 名人绝对算得上相当好刷好感度的未来大人物了 不过可惜 如果是其他轮回者的话貌貌然地接近九尾人助力 八成就要被暗部 请喝茶了 甚至就连张作林恐怕也不敢贸贸然地拉关系 你一个长老去给九尾人助力刷好感是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吗 哟 名人训练得怎么样了 你的小组里可是有着日向宁次这一位去年第一名啊 徐悦踏水来到了名人面前 又笑眯眯将他的头发完全弄乱了 所以我才在特训啊 结果这个好色仙人把我的临时老师打晕了 好气哦 名人满脸抱怨的表情 随后又想到了什么的说道 说到分组 岳大叔可是和那只小熊猫还有笨蛋佐助一组的 名人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上表情也显得有些担心 之前我艾罗打败小李的画面都还在他的脑海里 我艾罗那种气势让他都有点害怕的 而后又是愣了下 对了 岳大叔 你刚刚叫好色仙人前辈 你以前认识他的吗 名人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神也不断在自来也还有徐悦身上移动 一个偷窥女澡堂的色狼和大好人岳大叔 怎么看都是反差太大了呀 算起来因为自来也收集情报的关系 由空间安排的空白期间 自己也多少与自来也接触过几次 提供了一些消息的 哟 你也来了 是因为那件事吗 自来也对于徐悦的出现 倒也并没有太在意 满脸依然还是那一种猥琐的表情 很随便的盘膝坐在蛤蟆之上 木叶崩溃计划的消息 自来也也多少知道了一点了 这一次因为轮回者的加入 动静可比圆柱还要更大 想要真的让木叶崩溃 可不单单杀掉火影就行了的 中间的战斗力量也必须要清除 所需要调集的力量与数目绝对不少 是啊 不过我答应了老师不插手的 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徐悦捏着名人的小胡须 语气有点感慨 哎呀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显然 名人是不可能听懂徐悦他们的哑迷 没什么就是说自来也前辈应该教你一些东西 要转移直肠子的名人注意力 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一听到要学新东西 名人也感到了相当的兴奋 啊 学什么学什么 有螺旋丸强吗 名人兴致冲冲地盯着自来也 让自来也闻言后也愣了下 螺旋丸 嗯 回村倒是从老头子那知道 与制播 月这家伙 化明了一个身份进入下人中观察 另外一个身份是名人的老师 看来是把四代的树交给他了 我可还没答应你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但自来也还是准备稍微对名人做一下测试 想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走到什么程度 名人 后宫之术就可以解决他 然后 徐月便是低头在名人耳边笑着提醒道 让正在纠结 怎么说服自来也的名人不由眼前一亮 接招吧 后宫之术 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色 以及比血狂喷的自来也 徐月也感受到了一丝丝的温馨 但 更多的还是一片冰冷 可惜啊 这样的清闲时间可不多了 为什么不让岳大叔也写个名字啊 名人在妙木山的卷轴上签字画压之后 嘀嘀咕咕地为徐月抱不平了 已经拥有了龙地洞的通灵 并且已经掌握了仙人模式的徐月 当然也并没有再签下妙木山的意思 虽然自己想要当然也能签啊 但以空间的妙性来说 这会中和自己的一些奖励的 我有通灵兽的 在自来也开口之前 徐月就率先解释了一下 这样的吗 哈哈 来来来 来比比我们的到底谁的厉害 已经签完字 并且已经被自来也告知了结印顺序的名人 下一刻也咬破了手指 随后兴奋地结印了起来 嗨 虚 有 身 未 通灵之术 之前自来也骑着的大蛤蟆 他可是眼馋很久了 现在也在幻想着能够来一只 就算稍微小点也无所谓啊 不过 好吧 徐月以前和名人补课过 还没有大蛇丸的封印 对查克拉的控制也还凑合 但终究还是刚刚接手这个数呢 比圆柱要好 不是蝌蚪 而是直接跳跃到了蛤蟆籍 也就是说 插手这件事的不单单是封之国吗 将名人丢下了悬崖 伴随着他哇哇大叫的声音 逐渐远去之后 自来也靠在石头上 也满脸凝重的 同旁边的徐月说道 是的 而且不要小看那些流浪忍者 其中有一些神秘的影集强者 必须要重视的 徐月有自己的打算 当然也没准备让牧业损失太大 所以除了串联那一群轮回者 让他们合力对牧业外 自己还得同样让自来也他们做好接敌的准备 真要死了几个关键人物 对自己来说可也是麻烦 每个军团都能出动一名影集的情况下 只要反应慢一点 出现这种的可能性还真不低 而且最好要用最自然的方式让他明白 不要贸贸然地让他乱想 自来也虽然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但他本身的能力绝对不弱的 露出了破绽就可能受到怀疑 是小的人吗 并不是 不过虽然我答应了老师不乱插手 但如果真的到了木业最危急的时刻 我还是会帮上一把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边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互相交流着 并且交换着情报 下面的名人也已经成功将蛤蟆文泰召唤了出来 月球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太冻了 还是12岁的大桶木射人 睁开了自己的右眼 露出了那犹如星河一般灿烂的转生眼 他旁边的父亲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果然是纯血的白眼啊 转生眼 这就是转生眼 唯独只有先天就没有眼睛的 射人才有机会融合 纯血白眼诞生 那么 接下来的计划也就能够实行了 另外 一边跟在许悦旁边的张作霖 满脸也都是兴奋之色 这种消息实在是太劲爆了 没想到还能意外得到这样的超重磅情报 眼前这个眼睛 一看就是要比白眼要高级一些 算起来 白眼本身就是相当难获得的血迹线界了 那这个不是要更强 已经隐约从日国那边知道了 三勾玉血轮眼之上还有着四勾玉血轮眼 而且威力巨大 比白眼还要强 现在看来 眼前这个白眼的进化版应该也是属于和四勾玉同级别的 甚至比四勾玉还要强 真是要感谢与制波玉的慷慨啊 让自己得到了这种重量级的情报 虽然这一次可能得不到了 但既然知道了方法 那下次进来 林长老 给你看到这些算是回报了 但最好还是不要诞生一些不好的想法哦 旁边的徐悦似乎是完全看穿了张作霖的想法 在关键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道 让张作霖也不由愣了下 因为等一下你就能知道这只眼睛的真正力量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都只带来一致的 徐悦的话刚刚说完 那边开始还在表示感谢的大统木老者 便是再次发难 而获得了转生眼的射人 也直接爆发出了一股完全超乎张作霖想象的气势 哎 没有难度也得制作难度啊 拖着张作霖的衣领 直接飞雷神躲开了攻击后 徐悦也是发出了一声叹息 第零四五九章 转生眼 不管是因为何种原因引起的 月球上的雨村后裔综合能力 要比地球上的日向一族强太多了 而转生眼本身也属于Bug一级别的力量 配合被锁在月光核心那由无数白眼融合的巨大转生眼共鸣之下 刚刚获得了转生眼完成了态动变化的射人 却已经能够爆发出令人窒息的实力 张作霖刚刚被徐悦拉开 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敢发作 嘴里便是直接叫骂了起来 完全撕破了自己原本伪装出的长老形象 回归了本色 麻辣了个八字 这小鬼难道认为他能够拥有颠覆现状的力量 只是他的骂骂咧咧都还没说完 那边已经浑身冒出了青绿色查克拉雨衣的大桶木射人 便已经将自己四周的球道玉化做了一个圈 随后 一股巨大的螺旋之力爆发了出来 引力与斥力的混合 甚至直接让四周的空间都出现了扭曲 引力的本身就是因为空间的扭曲所造成的 反过来也依然如此 银轮转声爆 那犹如飓风的螺旋将张作霖吞噬了进去后 扭曲空间也完全阻止了他空间移动的企图 犹如洗衣机一般地搅拌着 直接将他撞破了天空 轰破了眼前的构造空间 直接打出到了月球表面之上 也就是作为顶级大佬 身上保命的东西多 虽然被打成了乞丐装 看上去狼狈不堪 但张作霖好歹还是强行抗下来了 麻辣个八字 真有这么强 满脸猛逼地看着月球表面这坑坑洼洼的大地 张作霖一片茫然之色 本来他认为 之前那个老头已经够强了 有能力封印空间裂缝 对自己某种程度上有克制作用 虽然不能说怕 但张作霖也明白 最起码在眼前的环境下 自己会感到相当的棘手 可这边那老头都还没出手 就冒出了一个更狠的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 自己连在哪里 怎么出现在这里的都不知道 滋滋 徐悦下一刻也出现在了张作霖身边 对于火影当中的月球环境也感到了一些惊讶 表面上看的话 与正常世界的差距不大 但或许是因为大统木一族 在这里繁衍改造的缘故 月球的表面被吸附了一层淡淡的空气 也可能是那巨大转生眼的原因 以至于能够呼吸以及说话交流 现在应该是明白我之前的意思了吧 看着犹如叫花子一样的张大帅 徐悦的声音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你知道还把那眼睛给他 张作霖翻了个白眼 不过好在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 骂人的话是没说了 眼睛只有在他身上才能够发声进化 当然要给他 徐悦说到这里的时候 大统木设人和他父亲两人也同时冲出了洞口 落在了月球表面 看着张作霖在银轮转声报下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只是狼狈了一点 两人的表情也有着些许惊讶 我们要感谢你们万里迢迢将如此纯净的白眼送来 但你们的目的却也休想瞒过我们 老者看着前面的徐悦和张作霖 满脸都是冷漠之色 他是没有证据对面 两人是打转生眼的注意 但有些事并不需要证据 况且就算是冤枉了又怎么样 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 与其期待他们的反应 那不如先下手为强占据主动权 卫卫你既然敢把眼睛给他们 应该是有准备什么应对计划和后手吧 张作霖看着那浑身都散发出了青绿色光辉 有着几颗青绿色的球体 环绕的大统木设人 也不由咽了口口水 那家伙的能力 竟然能够某种程度 对自己的空间能力进行封锁 今天可真是运气备啊 平时难得一遇的对手 一次就碰到两个 没有计划和后手 徐悦很是光棍的爽快回应道 随后便是双手合十了起来 大地碎裂 哼 一股更加恐怖的气息 从徐悦身上爆发而出 漆黑的膝杖 落入手中发出了铃铛之声 身上的衣服也被查克拉 幻化了六道雨衣 唯独只有面部的滑稽面具还留着 那原本的双眸当中 又演化作了犹如蚊香漩涡 一般能够将人吞噬进去的瞳孔 六眉漆黑的玉球 飞在了背后 与对方的青绿色玉球相呼应 整体上看 完全就是一种另类的范板 球道玉对球道玉 轮回眼对转生眼 石伟查克拉对巨型转生眼提供的能量 轮回眼 怎么回事 大统木一族的老人 看着徐悦的眼睛 眼中也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握着的膝杖 轻放地面 让成片的大地碎石都缓缓漂浮 飞舞到了空中后 面具下的徐悦脸上也泛起了一丝愉悦的笑容 我的实力就是后续计划 话音落下 伴随着膝杖上叮当声的结束 腾空的碎石不管大小 都是同时朝着对方积射而去 狂妄 轮回眼能够操控赤力 转生眼也同样如此 近乎于与徐悦一模一样的招式出现 直接中和起那巨石弹幕 随后一轻一摆两道身影 便是迅速地在空中交错了起来 所过之处 大地都会出现大片的坑洼 甚至是直接崩坏泯灭 另外一边看着那神仙打架的张作霖 躲开了大统木老者的一击后 也差不多同样恢复过来了 好吧 那边神仙打架归神仙打架 插手不上 这里还是先对付这老头吧 麻辣个八子 这次任务完成一个S级绝对不够打发我 西杖被射人用手挡住 下一刻一股恐怖的立场 便是直接贯穿了他体表青色的查克拉雨衣 带出了一捧鲜血 整个人都打得倒飞了出去 怎么会这样 对方也只有一枚轮回眼的 在自己的主场上 自己还拥有着巨型转生眼的借力 竟然落入了下风 轮回眼什么时候拥有着这样的能力了吗 另外一边找准机会 一发压缩的AT立场直接命中了对手 也仅仅只是撕裂了外部的查克拉雨衣后 徐悦对于转生眼的力量 也不由感到了一丝惊叹 大概是因为主场的关系吧 如果单纯是靠着轮回眼的六道模式 可能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不过无所谓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 如果两下就解决了那也太无趣了 想到这里的徐悦 眼神中的异样愉悦感 莫名地让大统木舍人 感到了一阵阵的压抑与心悸 这家伙 八门顿甲 第七门开 绿色的蒸汽 与六道模式的查克拉相互混合 瞬息间以徐悦为中心 便是向外清扫出了大片的虚无区域 范围内的一切岩石 大地 陨石 全都一扫而空归为虚无 整个天地间好似就只有那道刺目的身影 第0460章 月盈则亏 麻辣个八字 差点被对方绽放出的气息吞噬 张作霖连忙闪现 出现在了远处后 也终于忍不住抱粗口了 看着那直接将大地都吭出了一片空洞的人影 浑身也被冷汗所尽失 这次进入空间 自己是得到了那家伙在人界的威名了 单刷云影村的成就啊 不过 哪怕得到了那条消息 张作霖也并没有认为 自己会比他差太多 靠着自己的能力便利 直接打穿云影自己是办不到 但与他们整个村子周旋起来 逼得他们提前进行妥协 似乎也是能办到的 反正只要小心 你们的结界和封印术就行了不适 你们一个村子 总不能和我一个人好事吧 在他看来 与智波月获得的胜利 大概也就是类似的 有非雷神吗 难道不是吗 但直到现在 直到看到了对方 仅仅就是爆发出的气息 就轰出了这样的大场面 张作霖也明白了 云吟 恐怕是直接被蛮力正面撵过去的 卧槽 忍村大战的顶尖战斗力 竟然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三观崩坏好不好 难怪莫名其妙 进入到这个世界的 富庶大佬会失联 如果是前往了眼前 这种级别的战斗力战场 战斗余波都能搞死他们吧 一时间 张作霖和那大统木一族的老者 两人便是默契地停了下来 嗯 我们打生打死没用啊 还是专心躲避吧 别不小心直接被榴弹给交代了 反正最后他们两人谁赢哪边就赢了 随后 他们就看到了原本看上去都还是势均力敌的战场 突然一面倒的 变成了那白绿色的光影 围着青色光影一阵吊打 开始还是有来有回的战斗 变成了青色光影无限地挨揍了起来 还有那光影转动的随意一拳波及 整个月表便少了一大块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要把月球给拆了吧 有没有搞错啊 欺人太甚 不断被徐月锤打着 大统木射人也完全怒气爆发 身上青色羽衣不断闪动 借助着球盗玉底下的一击后立刻拉开了距离 随后抬手 青色的球盗玉完全汇聚到了他举起的手里 随后一柄冲天而起 不知尽头的剑芒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犹如切豆腐一般地朝着前方斩下 好像整颗月球都要化作两半 金轮转声爆 劲爆的画面看得张作霖瞪大了眼睛 我 我刚刚就是说说而已啊 你们真要拆啊 我还在上面啊 我们不拆好不好 站在月球上空 看着那还未抵达 便已经让月球地表出现了巨大深邃裂口的攻击 徐月面具下方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还好 一枚也能用出来的 而且威力的确相当可怕 看着那落下的剑芒 看着那AT立场的一阵闪烁 随后犹如黄油一般被切开来的残留影像 徐月也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后握拳 六枚球到玉一阵螺旋全都汇聚在了拳头之上 第八门 死门 开 八门顿甲之阵 赤红色的蒸汽与六道模式相互混合 在夹杂刚手的怪力发动技巧与八卦空掌一起 面对那直接切来的金轮转声爆 徐月也发出了至高的一拳 远处看着与制波 月竟然用拳头去对抗那看不到边际 好似能将月球切成两半的剑芒 张作霖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绝望 发出了一声叹息 哎 就知道空间没这么多空子钻 自己起到的作用太小了 这次真完了 没想到自己也有被打回家的一天啊 不知道要虚弱多久 旁边那大统木老者则是反过来露出了笑容 金轮转声爆 转声眼的绝强功绩 拥有着核心那巨型转声眼的隔空传输 就算只有一眉眼睛射人这孩子也能用出来 他果然是真正的天才 未来一族的希望 重担也要交给 死寂一片 连声音都完全中和消失 月球表面那聚集的一层淡淡大气完全消散 一切都重回真空 只有那平淡无奇的一拳轰触 开天辟地的剑芒没有丝毫停顿的直接断裂 随后顺应着出拳的方向完全四散而开 原本是应该直接被金轮转声爆切成两半的月球 摆脱了本来悲惨的命运 但那被吹散机飞的乱芒 便犹如倒V一般配合 那让四周都呈现出了一片扭曲的拳头 直接将月球大概六分之一的区域 直接打成了宇宙尘埃 整个月球都好似被什么咬掉了一口似的 缺口之处还附满了一种冰霜痕迹 则打快了点啊 因为速度甚至都有些超过了自己的控制 许悦刚刚也没办法完全控制 本来还想要全部从上面打飞的 结果打出的乱芒 还是波及到了月球啊 还好还好 只是粉碎了大概六分之一 整体结构还在 月赢则亏啊 这样其实蛮喜庆的 看着那死狗一样倒在地上 身上青色火焰都在逐渐消散的射人 徐悦也在犹豫是不是要奶他一口 住手 我们投降 我们认输 在徐悦犹豫的刹那 那位老者也终于是找到了机会开口 连忙不顾危险地跑向了徐悦他们的方向 看到了这不顾生死过来的老头后 徐悦最终还是觉得算了 巴门顿甲之阵 自己也不能开启太久的 刚刚那一击 有着十尾查克拉的提供消耗 有着完美仙人体的承受能力与恢复 甚至体内的寒冰国度都被抽掉了许多 那V字裂口之上的冰封都还在完全覆盖的 巴门顿甲是解除一切限定的遗迹 近乎于能够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调集起来 不过 等下还有重要任务 还得确保自己的状态才行 一边想到这里 他也一边强行将那股暴躁的查克拉收拢了回来 同时也在总结自己的缺点 开七门的时候和六道模式还有着配合 但巴门之后两种极端的力量就有些不好统筹了 只能是平A了 速度太快除了直接依附到手上外 正常情况下球到狱都跟不上 还不如自己的拳头方便 引力和斥力的掌控也就是抓人用的 果然西向和叶凯还是要学到手的方便点 不过做了这么多 现在也差不多能到收获的时候了吧 强忍着体内的一丝虚弱感 看着面前正在检查摄人身体的老者 绕视徐悦的心境 对接下来之后的行动也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情绪 木叶 嗯 今天不是满月吗 怎么感觉不太对 你可真无聊 任务空间里还会进满月的日子啊 说不定记错了呢 说的也是 还是想想后面的任务怎么办吧 张涛和黄强两人一脸愁眉苦脸的表情 你说 我们要不要把徐悦也拉进来 他有着不错的换术实力 而且如果在机甲上的话 物理战力也不在我们之下 应该是一个强大助力 就是不知道足不足够可靠啊 牵扯太大了 大帅 哎 第0461章 收获 好吧 你不就是想要转生眼吗 给你就是 大统木一族的那位老者 看着面前的面具身影 眼底全是无奈之色 太可怕了 摄人获得了转生眼 加上巨型转生眼的共鸣 竟然都完全奈何不了对方分毫 现在不妥协也得妥协了 其实 以对方的能力 甚至只要不停手 强行抢过去就行了 留下了自己两人的性命 没让一族就此灭却已经是仁慈了 我要的可不单单是这一枚转生眼 看着已经醒过来 但还保持着虚弱的摄人 徐悦也并没有多客气地直接连带她的部分 查克拉与转生眼一起封印取了下来 直接取下来的话会还原成白眼 但连带部分大桶木一族的查克拉一起取下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 以空间的特点 没有稳定的大桶木 查克拉来源肯定会出乱子的 徐悦也没准备移植血脉什么的 但她本身就并不是准备直接更换 所以只需要能够保持轮回眼的特性即可 得而复失的摄人虽然很是失落 但还是强行保持了镇定 根据剧场版当中 失去了双眼的她都被名人嘴顿 说服自己继续镇守月球 现在也就是个缺乏教育的熊孩子而已 本性上来说其实不能算多坏的 你难道 大桶木一族的老者 看着徐悦露出了些许震惊之色 随后满脸的阴晴不定 我知道不是宇村的后裔 接近他会被抽走查克拉 所以你不用再考虑应对了 徐悦后面的话 毫无疑问是让老者又出现了些许尴尬 本来他还心头砰砰跳 感觉还有机会的 但现在看来似乎还是想多了 拳头大就是硬道理 就算自己不带对方过去 只要对方肯花时间还是能够找到的 所以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 带着徐悦与张作霖来到了月球核心的巨型转生眼处 看着前方散发着灿烂光辉 似乎蕴含着无穷无尽力量的巨大转生眼 徐悦眼底也闪过了一缕满意 随后背部虚空骤然出现了大片的锁链 配合AT立场将四周完全地封锁 将其他三人都挡在了外面 战略上要藐视对手 但战术上也得重视对手 小心无大错 接下来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高权重的物品了 神威 一道巨大的裂口出现在了转生眼四周 与最开始徐悦试探的那一发神威 完全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这是直接利用了空间宝石力量的神威 强行将那巨型转生眼 带入了拥有空间宝石融合的神威空间当中 随后不管其本身的震荡 直接完成了镇压 正常来说 以空间的尿性不付出足够的代价或价格 是会有着各种方式来阻碍你获得高价值物品的 徐悦强行和射人打上一架 连月球都啃了一口 为的也就是这个而已 而且非但如此 徐悦利用的还是拥有着足够压制 巨型转生眼的空间宝石的力量 强行先上车再补票 就连空间也似乎只能干瞪眼 盯奖力透支 知道了 完全不理会空间的提示 徐悦安心地将那巨型转生眼的同力 缓慢地融入到自己的神威空间当中 论等级来说 神威血轮眼是永恒万花筒的层次 比其转生眼和轮回眼都还要低上级别 但 拥有着空间宝石的坐镇 直接融入到了神威空间当中 就隐性的级别来说 此时徐悦身上的神威血轮眼潜力才是最高的 随后 手握那一枚来自射人身上被封印的转生眼 魂厚的铜力便是被直接吸收 融入了血轮眼之上 渐渐地 原本血液星红的万花筒符纹之上 便是带出了一种转生眼 犹如星河灿烂一般的多彩符纹 根据自己从神王奥丁那里学会的基础 卢恩符纹 还有权重神器的运用方式 在拥有足够镇压一切的空间宝石之下 借助吸收冰霜之霞的经验 自己犹如吸收冰霜之霞之石一样 完美地将转生眼融入 内部拥有着巨型转生眼融入神威空间的共鸣 虽然血轮眼与转生眼属于不同的体系 却也并没有出现多少的排斥 成功将神威血轮眼镜化成了转生眼 而且还是拥有神威血轮眼特性的转生眼 双眼逐步退出轮回眼与转生眼 从万花筒符纹退到三沟玉 随后再回复到平常后 许悦好似又恢复到了常态一般 而这也意味着 转生眼的力量已经被完美地融合了进去 就连求道玉都变成了十二枚 虽然因为时间关系 轮回眼和转生眼的力量还未能充分协调 但自由切换还是没问题的 等下次回到空间利用冥想式的权限 完全能够再融会贯通一次 以本身轮回眼和转生眼 这两个同级别的极端能力来说 想要融会贯通相当的难 不过许悦本身却拥有着还在两者 权重之上的空间宝石作为平衡点 而不管是神威空间还是吸收了C世界的阅读空间 本身也都能够被空间宝石所制衡 许悦的寒冰国度本身其实就已经同时利用到了 阅读空间与神威空间的特性配合虚界 打造而成的 如今再次入住了一个生力军 让轮回眼与转生眼达成了平衡后 反倒是能够解放空间宝石 让它的能力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之前空间宝石融入到神威空间当中 也算是半个不得已了 因为右眼的轮回眼加上吸收了C世界的关系 已经超出了神威空间太多 需要用空间宝石平衡一下 只是空间宝石又反过来超过了轮回眼加C世界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协调上的不平衡 现在左右近乎于平衡后 便能够单独将空间宝石居中条合与身合一 徐悦那边完全掌控了转生眼的力量 而后解除了四周的封锁后 旁观的三人便都好似看神仙一般 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知道那么大一个大眼珠子 就直接被吃掉了 好了 这里最有价值的都已经被你带走了 你们应该可以离开了吧 虽然知道不是对方的对手 只能让对方为所欲为 但看到至高宝物都被带走了后 老者也依然还是带着些许情绪硬邦邦的说道 那可还不行 还有点是需要确认一下的 面对那满脸嫌弃的宋客语 徐悦丝毫没有成为恶客的自觉 反倒是带出了一丝丝一样的笑意 确认什么 确认一下灰叶机的封印情况了 你 下一刻 伴随着四周世界的一片扭曲 伴随着一道从徐悦身上扩散出来的奇异立场 被扫过的范围之内 全化作了一片寒冰国度 整颗月球都好似进入了冰河时期 被完全冰封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月亮有点白啊 看上去冷冷的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任务空间的月亮 快说怎么办吧 到底要不要把徐悦也拉进来护驾 挨叫吧叫吧 到了这种程度 哪里还能想这么多 反正敌对军团的人也都已经知道情报了 张涛和黄强两人看着天空的月色 满脸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 不过 其实 我们三人全都拼尽全力 恐怕也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就算把徐悦也当作是资深轮回者 我们三人的力量也太弱了 是啊 没想到偷偷进来的几只精锐组的前辈 竟然都被无声无息地干掉了 我们之所以还活着 充其量只能说明了我们的弱小 他们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看着天空夜色下白茫茫一片的月亮 两人似乎是对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 第0462章 赛前 一片死记的漆黑空间当中 五条锁链分别连向了世界的尽头 而中间 还有着一名长发锤的被锁链锁住四肢和脖子的女人 似乎在这里度过了永恒的时间 并且准备继续这样下去 一道空间连衣的出现 为这死记空间当中带来了些许生机 那好似雕塑一般没有丝毫表情和动弹的女人 此时才是抬起了头看向了那连衣的方向 没有感情波动的纯净白眼当中也同样的出现了一丝神色 随后漆黑死记的空间逐渐化作了一片白茫茫的雪白 直到此时 那女人脸上才是出现了一缕异色和惊讶 竟然覆盖了他们两人的封印空间 倒是小看你了 小鬼 伴随着灰叶鸡的话音落下 一片连衣当中 徐悦的身影也浮现了出来 初次见面 查克拉之祖 大桶木灰叶殿下 取下了自己脸上的瞄脸面具 看着那依然还被锁链锁住的灰叶鸡 徐悦并没有丝毫的放松和大意 自己现在没有对付这位的把握 现在也就是趁着他被封印的时候 借助自己空间宝石的超高权重 将自己的寒冰国度 完全地把这封印空间覆盖了进去而已 借助主场的优势和他被封印的情况 双方才算是拥有着谈判的契机 我感觉到了你体内的十尾查克拉 但为何会没有我的烙印 灰叶鸡看着面前的徐悦 脸上一片淡漠之色 被封印前 自己将第三个孩子放出去为的就是解救自己 在对方刚刚出现 感应到那一丝熟悉波动的时候 他一时间还以为是计划成功了 然而 那完全没有自己烙印的查克拉 还有四周强行覆盖了封印空间的诡异空间 却是告诉了大桶木灰叶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 听到灰叶的话 徐悦没有丝毫的在意 而是一如既往地挂着那温和的笑容说道 抱歉 让您失望了 想来您的第三位孩子依然还在为制造出十尾人助力而奔波 算起来 他已经成功制造出轮回眼并且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了 再过几年或许您就有机会出来了 听到这里 就算是以灰叶机的心态脸上也出现了些许动容 他明白对方的意思绝不是简单的解释 还带着深深的威胁 自己的孩子将自己就出来的计划全在对方的掌控之下 只要他愿意 他便能进行破坏 能够来到这里 能够覆盖眼前的空间 体内能够拥有十尾的气息 无论是各方面来说 他都的确有破坏计划的能力 你想怎么样 闭幕了片刻之后 灰叶机才是缓缓地呼了口气 他相信对方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 绝不是简单的示威而已 怎么说呢 对于查克拉之组的一些能力 我还是有些想法的 比如共杀灰骨 八十神空鸡之类的 当然 我最感兴趣的 还有关于神术的一些种植方法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还拿出了一枚奇异的花苞 正是在漫威宇宙当中 得到的那足够吞噬星球的种子 虽然和神术完全不一样 但多少也有着一些参照作用才是 就拿这个举例子了 蛤蟆文太是被名人召唤出来了 但显然 想要得到认同 还是要花费不少的精力 本来召唤 就透支了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查克拉损失 名人在蛤蟆文太头上待了一天后 也完全累地趴了下来 随后便被丢到了牧业医院 整整睡了三天的时间 醒过来后 就看到了给自己送来了果兰的鹿丸 嗯 鹿丸是来看吃烤肉吃坏肚子的丁刺的 不过丁刺不能再吃东西了 所以果兰便是给了名人 两人也就此开始闲聊了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发现了造访小李病房的我艾罗 小李的确是被徐悦治疗好了 但显然身体的亏空以及消耗 还是要慢慢休养的 我艾罗到来的时候 小李正处于熟睡当中 你这家伙 到底想要对粗眉毛的干什么 录完用影子控制住了 想要掐住小李的我艾罗 随后 名人一拳便是打在了他脸上 完全阻止了我艾罗的举动 我只是想要他的命而已 我艾罗对于自己的行动 被别人发现 没有一丝一毫的在意 依然还是满脸的平淡 真是没礼貌 少自以为是了 录完和名人 显然对于我艾罗的这种反应 感到了很是气愤 如果你们阻挡我 我就连你们一起杀掉 只是显然 对于现在的我艾罗来说 却是完全不会在意这些 你们说的没错 我的确没有什么家教 因为从出生起 我便是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父亲为了让我成为最强的人者 从那时起 就将煞枝化身附在了我身上 我从出生起 就是一个怪物 一个人太强大了 久而久之 就会成为一种威胁 从六岁起 我就屡屡遭受我父亲的暗杀 我艾罗满脸深沉地说出了自己童年辉煌的历史 扑斥 然而 这原本严肃的场面 便是被一声笑声给完全破坏 三人 转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 蹲在窗台上的一道熟悉身影 龙尹下人 徐悦 抱歉抱歉 没忍住 你继续 蹲在窗台上的徐悦挥了挥手 满脸都是笑嘻嘻的表情 又来了一个碍事的吗 反正两个和三个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艾罗对于徐悦的笑容没有丝毫反应 而整个房间之内也已经浮起了些许的沙子 说起来 我们的比赛就在明天的 没有必要 现在就提前开始吧 对于那逐渐浮现起来的沙子 徐悦的目分身没有丝毫的在意 依然还是笑嘻嘻的样子 另外 说起怪物 名人身体里的这个 可比你的那个强多了 要不要让他们打一声招呼啊 徐悦这时说出的话 让我艾罗 名人和陆丸三人都不由愣了下 名人已经见过九尾了 倒是已经清除了自己体内的怪物 之前 其实他也准备说的 只是没来得及说出口 现在直接被点出来了 想想也是哦 自己干嘛要怕这小熊猫啊 说怪物自己也有啊 一边想到这里 一边他也瞪向了我艾罗 至于徐悦 双眼当中的鸿芒一闪而逝后 眼前便是出现了两道巨大的牢笼 一处牢笼之上贴着一个疯字 里面隐约有着一只大狐狸的轮廓 另外一处则好似一个砂锅 半透明的能够看到里面的肥胖狸猫 哟 两位 你们的主子对上了 难道不要互相打声招呼吗 站在分割线中间的徐悦脸上的笑容 也显得有些邪性 让那只锅子里的狸猫和笼子里的酒尾 都显得有些压抑 艾马 怎么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劲啊 这家伙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 这边准备让两只尾兽搞点大新闻的徐悦目 分身自己也感到了些许无奈啊 和计划当中的有点不一样 咄们本体今天了都还没回来 明天就要考试了的 万一木分身参加考试空间不认可 那可就搞笑了 所以 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考试延迟一点吧 也不要两个玩意儿本体出来啊 都互相借点力量 把破坏场面稍微搞大点就行了 比如照个蛤蟆文泰什么的 把竞技场给砸了呀 只是这边 徐悦刚刚开始准备 说服两只宠物宝宝出来娇娇心的时候 阿凯却是已经来到了房间内 制止了一触即发的冲突 这一定是空间的阴谋 不要逼我去找其他六道杂科石头过来 第0463章 风影 时间稍微推浅 风之国边境的一处峡谷当中 即将离开风之国境内 四周的黄沙都已经少了许多 开始慢慢浮现了山川 四代风影带着他的影卫队也在不紧不慢地按照自身的规划赶路 因为包括徐悦在内的各种轮回者影响 四代风影的性命似乎是续了一波活到了现在 但 这就是四代目吗 看上去完全不怎么样 不知道有三代目的几分颜色 峡谷之上 一道深披黑底红云的矮状身影 低头看着下方通过的小队 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怎么 能够击杀三代风影 就让你如此满足而陶醉吗 那为何不把三代风影的尸体 制作成标本收藏起来呢 旁边一道带有磁性的沙哑声音 也说出了讥讽的话 说起来 你不是擅长傀儡吗 制作个标本也不难吧 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素材 其实 本来大蛇丸也就是随口毒蛇一句 但莫名的他 就感到了些对自己的剧烈杀意 突然的杀意让他愣了下后 却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小的时候 两人就相当不对头的 没杀意才怪了 而是继续地挖苦道 难不成 你并没有直接将活体 制作成傀儡的能力 那接下来 就让你回味一下三代风影的英姿了 伴随着大蛇丸的结印 一道棺木 便是从眼前树立了起来 本来的话 远距情中大蛇丸 离开小时 和蝎 还有迪达拉打过一架 就是利用 绘土三代风影 与蝎的傀儡三代风影 对了一次 而这一次因为某种原因 蝎失去了自己心爱的玩偶大蛇丸 便是以这种方式 在他面前第一次将三代风影召唤了出来 惠途转生的动静 不单单让原本感到揪心和愤怒的邪 感到了一阵惊讶 以至于都收敛了不少杀意 另外还较远处的四代风影和他的影卫队 也立刻感受到了动静警觉了起来 什么人 一名影卫队的成员 丝毫不惧地直接指身上前试探 这本身就是他的职责 用自己的生命来为影探索前方强敌 真遇到有威胁的情况 也能够确保让影平安撤退 不然以大蛇丸的能力 也不会拉下脸来找些来帮忙解决四代风影了 面对一位影集强者 想要击败对方 只要靠实力更强或者克制就行了 但想要击杀的话 难度却是会立刻翻倍地提升上去 要你命的人 大蛇丸舔了舔自己的舌头 并没有发起攻击 而是一道白色的身影迅速地从他身后冲出 直逼对手而去 能够被选为影卫队 其本身也是拥有着相当的实力 虽然那白色身影出现的速度很快 但还是迅速地反应了过来 手中苦无直接抵挡而去 但当苦无与对方冰刃相交后 他便是立刻神色一变 松开了握着手柄的右手 左手搓指直接汇聚了一柄杀刃向前斩去 那被松开的苦无 竟然直接被对方的白色冰刃一击而断 如果不是提前发现的早松开了手 刚刚那一下可能就会吃大亏 而哪怕是现在 他仓促凝聚的杀刃也依然还是被那白色刀忙一击而穿 但因为杀刃的无形姿态 在自己被划伤的同时 也一样地命中了对手 随后也趁机拉开了距离 这名影卫丝毫没有理会胸前的血痕 满脸诧异地看着那冒出了一层骨质铠甲挡住了自己杀刃的身影 原本以为应该是以伤换伤 但现在才发现这初步的接触自己就落入了下风 尸骨血脉 不是灭族了吗 落地后的这位这名影卫 脸色也很是凝重 敌人竟然有着尸骨血脉 看来是有被而来比较棘手啊 不过就凭你们 就想要对四代风影大人不利 那还真是不自量力 初步试探了一下这一名对手的实力之后 这位影卫一只手也迅速地先后面打着信号 将敌人的情报信息以暗语传递出去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自己的身后突然传来了剧烈打斗之声 侧头看去却是发现 自己的同僚以及四代风影大人 竟然已经同意到身份不明的人影纠缠了起来 那道人影很怪异 眼白和眼瞳的颜色正好对调了 而且身上看上去也有着许多缝隙一样的裂纹 但最为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敌人竟然是在使用三代风影成名的磁盾 而且隐约间 感觉敌人真的很像失踪多年的三代风影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交手的时候分心可是忍者的大忌 听到耳边突然传来的声音后 他也是骤然回神 随后下意识地朝着声音那边抵挡而去 只是随后却发现攻击完全落空了 不好 心头刚刚浮现起这个念头后 一道骨刃便已经从后刺穿了他的胸腔 带起了一捧鲜血 本来以他的实力是并没有逊色军马履多少的 甚至持久站下去的话 迎面还更大 如果是其他什么事也不足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但涉及到自己需要保护的四代风影 还突然发现了疑似三代风影的身影 受到的心灵冲击太大 才是被抓到了机会 连表现的时机都没有就被干掉了 另外一边 正在同三代风影交锋的四代风影罗莎 此时心头也是感到了异常的沉重 这绝对是三代风影本人没错了 使用的也是他的招牌人数 但为何会这样 只是可惜 此时容不得罗莎多想 抬手便是一片由金沙汇聚的手里剑 没有丝毫延迟 犹如炮弹一般的朝着对手冲击而去 但随后被更加霸道的铁炮完全轰碎了 带着影卫队的情况下 都没能在对方身上讨到多少好 不愧是号称最强风影的三代目 看来必须要想点后路了 几次试探攻击 四代风影也发现了对手根本就不惧怕受伤 查克拉好似无穷无尽 虽然表现的实力不如全胜时期 但显然是更加难缠了 这种情况下 他也必须要履行自己影的职责 那就是要保留自己的有用之身 俗称战术性撤退 心中退役刚刚泛起 下一刻四代风影就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威胁 金沙铁壁 大片的金色沙朔浮现凝聚 形成了一道盾牌 挡住了突然窜出来的一道尾钩 而哪怕他应对得当 金沙的防御力也要远超如金的我艾罗 但那尾钩却是轻而易举地冲破了他的防御 坚固的金沙铁壁仅仅只是为了他争取了些许躲避的时间 甚至即便如此 躲开这次攻击的时候都还被擦伤了手臂 落地后感觉到伤口扩散的麻痹感 连看都没有看罗沙就知道自己中毒了 还是很烈性的毒药 就连自己的影机体魄都瞬间感到了如此明显的侵袭 然而根本不让他有处理伤口和喘息的时间 刚刚落地后 沙地上便是幻化出了数条毒蛇 犹如利剑一般朝着他击射而来 这种接二连三的危机感 莫名地就让他回想起了当初三战时 被木叶双闪所支配的恐惧 珍珍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 杀金大藏 面对这种绝境 罗沙也相当果断了 用出了大范围的无差别攻击 一边将那几条蛇碾碎 一边也想要利用自己狂暴的攻击 为自己争取时间 然而 这次的对手却并不是杀金大藏 所能够拖延时间的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攻高血低的对手 伴随着大蛇挽留的软体替身术 会图转身的重新组合 以及些靠着傀儡之身的强硬突破 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硬扛着攻击就上来了 压根就没有给罗沙丝毫喘息的机会 完全杜绝了他的一切逃脱生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伴随着空气的尖笑声 一阵带着尾焰的密集弹幕 却是朝着三人即将会合一击的方向密集的袭来 看上去并不大的弹头 随着爆炸之后 却是发出了剧烈的爆破动静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从峡谷之中蔓延扩充而去 整个峡谷都未知一阵 哄 大量的落石朝着峡谷掩埋了起来 简直是好似想要将三者一网打尽一般 随后一道类似于傀儡的身影 便是落在了一处比较完好的石柱之上 哟 能不能给个面子 几位停手一下 第零四六四章 修罗道 初步的见面里 就直接让原本汇聚起来的几道人影 异常狼狈地散了开来 也算是为原本走的 并不安详的四代风影罗杀续了一波 我就知道 在座的几位都是忍者中 少有防御力 也相当出色的 刚刚那种打招呼 肯定不会死人的 身上有着异常明显傀儡痕迹的身影 站在高处 那犹如虫子口气一般的傀儡嘴巴 也嘎啦嘎啦地组合 挂起了一种 让人感到圣人的上翘笑容 这是你兄弟吗 歇 大蛇丸身上 也就是沾染了一些沙字 看上去并没有受伤 只是侧头看向了满脸凝重的血 虽然不想承认 但对方的傀儡术比我要高明 我竟然在一具 傀儡之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 对些来说 他的至高理想 就是将自己完全化作拥有生命的傀儡 但无论如何 都必须要留下自己的心脏 作为查克拉的源泉 然而 以他的傀儡术造诣 竟然没有从对方身上察觉到丝毫的义务 这就是一具完完全全的傀儡 一具能够自我诞生查克拉的傀儡 这是自己一直所追逐的梦想 可现在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而做到这一切的人却并不是自己 一时间 些好久都没有拨动过的心绪 也再次出现了涟漪 好了 我过来不是来谈这件事的 只是想要请大家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 到时候该干嘛继续干嘛去 修罗道徐悦带着咔嚓声蹲在石柱上 依然还是挂着那种机械的圣人笑容 随后抬手 直接以一种正常人体不可思议的角度 将贴身而来的军马驴打飞了出去 另外你们想要冒充四代封银窝管不着 但留下他的性命应该是没问题吧 修罗道徐悦看着那正在趁机处理伤势 服用着各种解毒剂 以及割开伤口放血的罗沙 也算是顺手捞了一把 开口就到破了他们的目的 也是让大蛇丸脸色直接阴沉了下来 但因为徐悦那出场时候的攻击 他却也没有贸然动手 而是阴冷地开口道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人界中并没有听说过你这样的存在 啊 你没发现人界 你没听说过的强者有很多吗 木叶最近不就冒出了一群 修罗道徐悦机械的 耸肩一副无奈的样子 轮回者们想要参与木叶崩溃计划 当然也是准备将利益最大化 联络了大蛇丸 准备顺便刷刷好处 所以对于木叶的情况 大蛇丸还是很清楚的 闻言后也是完全沉默了下去 想要我们罢手 那你就必须要拿出足够的实力 很不巧 我很想要和你打上一次看看 大蛇丸沉默了下去之后 已经做出了什么决定的鞋 便是率先动手了起来 伴随着一片卷轴抛出 下一刻便是涌现出了上百具傀儡 百姬操演 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 想要让自己也达到这一步 就必须要通过战斗来理解了 就让我看一看 你准备如何对付我的傀儡群吧 蝎没有了三代风影的傀儡分散精力 完全最新于傀儡之道 但论百姬操演来说 他比原著当中还要更强大 而大蛇丸看到了蝎的动手 也没有二话 会吐三代风影 直接在他的掌控下朝着徐月扑去 不怕死的会吐转生 你怕不怕 而且除此之外 他还感到了不保险 对会吐转生的理解 比原著当中 这个时期要强上一些的大蛇丸 接下来也再次开始结印了起来 第二道 第三道棺木也先后浮起 分别写着一和二 感觉不保险 大蛇丸还继续召唤着 第四道写着四的棺木上浮 然而最后那棺材才上浮到一半的时候 一股恐怖的冲击骤然爆发 刺木的光速直接贯穿了百姬操演 贯穿了会吐风影 以不可阻挡之势 直接将最后的棺木就此抹去 原地都还留下了一道 被贯穿深不见底的深邃洞库 让大蛇丸冷汗刷的一下就出来了 如果刚刚那攻击是针对的自己 恐怕自己也得脱层皮 如此强劲的攻击 怎么可能 因为生死危机带来的思维速度加快 导致放慢的视线当中 那被贯穿的百姬操演空旷弹道残留之上 此时才是由旁边一些背弃流波 击到的残破傀儡 跌落出了一些零件填充 直接被命中到的便犹如背弃化了一般 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顺着那沿途一路的空旷直接看去 才能看到那正在收回到肩膀后背肩扛炮的傀儡身影 现在你的会途转生还有点弱啊 不能完全将他们的实力发挥出来就召唤 有点抹黑吧 一击瞬间逆转了攻防的修罗道徐悦 对于自己的攻击好像没感到什么大不了的 听着那机械的话音 看着眼前依然还留下来了的初代火影和二代火影的棺材 唯独消失了四代 大蛇丸也是终于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情报 不由暗自咽了口口水 你应该答应过我不会插手的 初代和二代同时走了出来的时候 大蛇丸也发出了这句有点咬牙的话 哦 没有准备插手啊 都说了你们可以继续伪装成四代风影出发的 只是要稍微等一下 修罗道徐悦看着大蛇丸 那圣人的机械滑稽笑容依然还是一成不变 随后目光便是落在了出来的初代火影和二代火影身上 则 现在的这两位 大概连影分身都不如吧 哦 这是我的那个树吗 被完善到了这种地步吗 牵手飞肩抬起手来看了看 也似乎是明白了是什么情况 飞肩 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后面这个孩子把我们召唤出来的 有点逗逼的大柱子满脸的茫然之色 看来是的了 好了 两位续就到此为止 现在还是先试探试探眼前的对手吧 大蛇丸虽然发现了是徐悦过来了 但还是觉得自己手握几张王牌 可以先尝试一下 虽然他承认自己那位弟子强的过分 但派出区区一道傀儡过来就想要阻止自己 你这也太不把自己的老师放在眼里了吧 木盾 树界降临 伴随着大蛇丸开始控制双影进行攻击 大柱子也起手就放出了自己的招牌技能 虽然与全盛时期的影分身差距都相当大 但还是有模有样的 然而当树界才刚刚诞生破土而出的时候 伴随着修罗道徐悦的形态变化 身上便是冒出了诸多的炮口 无数激光犹如酒吧灯光一般的乱闪后 不管是百姬操眼剩下来的 还是刚刚出现的树界 却是顷刻间都被切割成了碎片 连带旁边的峡谷壁杖 都是出现了极为凌乱的线性切割痕迹 片刻延迟后便爆裂成了无数眼块 都说了 别给他们丢人呐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修罗道徐悦那机械的笑容 伴随着口气的模块组合收敛了起来 从向上翘变成了向下弯 听 听懂了 我们就在这坐坐 你说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 大蛇丸和歇两人 此时也默默地一边收拾着自己照出来的东西 一边正经微作地坐在了一起 旁边还没把读解掉打酱油的四代风影 看着眼前的画面也是满脸猛逼 喂 本来是要暗杀我的事吧 怎么感觉我在这里可有可无的样子 我好歹也是五大国之一的影类 气氛有点尴尬 不过我也不想找台阶下了 就这样吧 对于眼前皆大欢喜的局面 修罗道徐悦当然也很是满意 掺杂了一些毁灭者残骸进行修补的修罗道 论实力比起天道也不会差多少了 这次顺手的测试很不错 第0465章 传讯 终于还是开场了呀 站在一处屋檐顶上 看着那些进入木叶大门的队伍 徐悦的木分身也是叹了口气 随后对边上武藤先生说道 真的不用砸个石头吗 这次还没通过就说不过去了 利用当初日国的剑客武藤 作为制作载体的地狱道徐悦 则是满脸的冷淡之色 封影那边过来已经延迟几天了 现在左柱能够拖延好就行了 足够赶得上了 与无法同本体实时 共享记忆只能通过解除木分身 才能记忆融会贯通的木分身不同 六道徐悦本身是可以进行实时共享的 所以也明白本体那边的情况 之前是因为和大统木灰叶的学习 与交易导致了时间的延迟 现在既然已经从月球出来了 那以本体和张作霖的速度 要今天内抵达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然也不会放大舍弯他们过来了 只要稍微运作一下 按照原住那样 等待左柱把比赛放在最后就行了 嗯 那两个北洋的小家伙来找我了 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暴露时机 不要提前被发现了 简单的交流互换了一下情报后 徐悦的木分身也直接离开了屋顶 来到了不远处 正在朝着这边过来的张涛与黄墙面前 走吧 比赛应该快开始了 来到两人面前后 徐悦也把他们当作是过来 叫自己准备参赛的 不过在看到了两人比较严肃的表情后 还是愣了下 这是这两个家伙 想要把自己拉下水了 准备同自己分享机密情报 徐悦 你可以值得我们信任吗 张涛满脸严肃的表情看着徐悦 说出了这句话语 他们自觉自己两人的实力 没办法对徐悦形成碾压 所以没有办法逼迫其提前签订太过苛刻的保密条例 不能提前签订的话 就必须要冒着先把秘密说出来的风险了 万一对方心思不纯的话 当然可以 徐悦美等张涛还有什么想法便是爽快地回应道 好 姑且相信你一次 我们合作了这么久了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眼光的 对 既然少帅也对你另眼相看 那我们也值得将这众人一起共享了 一直没说话 在暗中观察徐悦的黄强 也同样开口了起来 听得徐悦心底都莫名为两人感到了一丝悲哀 他们对于缝隙 对于北洋的忠诚度是有的 可惜地位太低了 算起来 可能是现在入场选手中最晚才知道消息的 但就算这样 他们两人竟然都还宝贝的和什么样 这种如临大敌的样子 莫名感到了有些凄凉 跟我们来一趟 根据资料你还会治疗忍述是吧 接下来有一位伤员需要你的帮助 张涛左右望了望后 便是又压低了声音对徐悦说道 说完两人便是带着徐悦朝着一处小巷走去 看得徐悦都稍微感到了一丝意外 竟然没有说张作林的事 而是出现了伤员 想想最近几天是木业全面开放 迎接各地观摩中人考试贵客的日子 莫不是有人利用了这个机会前进来了 嗯 某位北洋军团富商的成员 也很可能是原本张作林安排进入的精锐成员 跟着两人七弯八拐地走着 随后便是来到了一处民房 感受到注视着民房的暗部视线 徐悦也不由有点无语 好吧 你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地方已经尽力了 但果然是没能摆脱如今外松内景的木业侦查呀 双手隐秘地迅速结印 一只漆黑的蝙蝠便是从徐悦衣袖当中飞了出去 冲入了阴影当中 带着暗部顾问的密令 智慧一声附近观察的成员 而后 徐悦便是在张涛和黄强这两个满脸警觉 不断观察四周的家伙带领下 进入到了民房之内 团长 我们把人带来了 刚刚进入到门内 徐悦就闻到了一股肉泪烂掉的腐败臭味 只是房间被一层隐秘的结界包裹了 所以味道并没有泄露出去 而进入后 徐悦也看到了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正挣扎着想要起来的一名年轻身影 论年龄来说 看上去竟然还不到20岁 别说比张涛和黄强 就算比徐悦的年龄看上去都还要稍微小点 因为明显受伤太过严重 就算是徐悦也没办法具体判断出对方的实力 不过 能够引起两人的重视 起码都是精锐轮回者没得跑了 能够逃出来来到这里 甚至是类似于孙传芳那样 精锐轮回者级别 就拥有着大佬实力的存在都说不定 火影空间前期是没办法双大佬进入的 只能打这种擦边球 哦 他就是徐悦吗 那道年轻的人影 带着些许喘息地看着徐悦 随后便是剧烈地咳嗽了一阵 吐出了一口发臭的淤血 能够用上的治疗手段我已经用过了 高级治愈卷轴也就只能够吊着我的命而已 年轻人咳出淤血后似乎轻快了些许 虽然脸色愈发的惨白 但语速变快了一些 副团长 让他试一试吧 他还是值得信任的 张涛满脸担忧的表情 似乎对于眼前这位很关心一般 和我当然知道他值得信任 算起来他可是比你们两个还早知道那消息的 只是签订了最苛刻的保密协议 没能告诉你们而已 很显然 这一位还很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精锐轮回者 他的情报知情权就连徐悦之前签订的保密协议都知道 真是抱歉 这种狼狈的时候才见面 初次见面 在下冯庸 天为北洋骑士团空战军团团长一职 也是这次应急特勤小队的队长 冯庸带着一丝虚弱的笑容 对徐悦自我介绍了一下 随后也似乎是明白了时间的紧迫 不再理会这些虚的直接开口道 一同进入空间的特勤小队里出现了叛徒 不单单将我们的消息暴露出去 引来了几个军团精英的雷霆异计 还直接暴露了大帅的信息 以那家伙的权限 很可能在进入任务空间 之前他们就已经得知到了大帅的消息 这一次完全就是针对大帅而来的 虽然脸色愈发的惨白 但冯庸还是抓紧了时间解释了起来 叛徒我已经解决掉了 不过现在整个特勤小队 也就只有我一个人狗活了下来 被围剿的开始 就封印了我们的全部通讯手段 这个任务空间内我都无法使用 所以我必须要过来 确保将一份情报告知大帅 而我们里面 现在只有徐悦你拥有着 直接联系大帅的专属通讯道具 切记要告诉大帅 无论发生了任何事 都千万不要使用重生权限 可可 这样没头没脑的消息 再加上他的突然出现 原本的话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 甚至可能会怀疑到他就是那个叛徒 想要通过这来束缚张作霖的手脚 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总体来说 拥有着超强幻术与精神能力的徐悦 还是并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什么 值得怀疑的气息 能够忙过自己的人会有 但真的的确受到了致命伤的情况下 还能稳定精神状态 不被自己捕捉到的人 应该不多的 第0466章 换班 姓正的那家伙怎么敢 可恶 他对得起少帅的信任吗 似乎是为了打消徐悦他们的怀疑 冯庸还将叛徒的名字说了出来 是他们特勤小队的副队长兼联洛员 本身还是张学良的副官 深受张学良的信任 所以才会被安排进入这一次特勤小队担任副队长 而通过张涛与黄强两人交流时 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总结 冯庸除了是特勤小队队长的同时 果然也是一位在精锐轮回者层次 就拥有了大佬级别战力的低调强者 在不使用机甲的情况下 都能够拥有摸到大佬门槛的实力 在使用了自身的机体后 更是能够达到大佬当中不错的水平 只是他自身为人低调 加上隐藏在了他父亲冯德林 与好友张学良的光环之下 一直以来的名气都比不上他的实力 只有缝隙的嫡系 才或多或少知道这一位 也正是他的这一份实力 同时还不占据大佬的名额 才会被安排进入负责 对张作霖进行支援的 只是没想到这边支援还说不上呢 就因为内部的叛徒关系 被搞成了眼前这样子 的确也只有这种实力 才有可能逃脱得出的 而且实力达到了他这种程度 加上他所具备的潜力 还有本身的身份 获得一次保命的权限问题 应该是不大的 但为了将这消息传递出来 他还是一路上不断靠着 高级治愈卷轴续命 最后勉强来到了木叶 好 我将消息传给大帅 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徐悦点头答应了下来 并且掏出了自己的联络仪 将平庸的话一股脑地输入了进去 至于张作霖会不会看 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 呼消息传递到位了 我也就放心了 可可 我的伤我自己清楚 这次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放心 虽然会死上一次 但我还是会回来的 我家老头子 好歹也有点积蓄 冯庸再次剧烈地咳嗽了一阵 脸上都泛起了一丝烟红 犹如回光返照一般 这就是即将死亡的味道吗 终于也能够体验一次了 日国的藤原剑圣 的确是名不虚传 到后面 他似乎也想要在死之前 赞叹一下自己的对手 也算是变相提醒一下 徐悦他们需要注意的事 嗯 我认识一位很厉害的土著 治疗能力蛮强的 不让他来试一下 看到冯庸一脸撒家 这辈子能死在藤原剑圣手上 也值了的表情 徐悦还是稍微破坏了一下气氛 是 是与智波悦吗 真是遗憾 他应该是和大帅一起离开 完成什么任务去了 冯庸站站微微地说道 是吗 那我这几天见到的人是谁 他的分身吗 徐悦随后 也露出了恍然和惊讶的表情 分 分身 冯庸表情有些猛逼 不知道 反正样子和能力都差不多 和我也有着好感度提示 对了 既然连大帅重生回去都有风险 我觉得你 徐悦碎碎叨叨地念完了后 还回头又瞥了冯庸一眼 我 我觉得我还能够抢救一下 终人考试 第三场开始 连会场都完全改变了 变成了一处犹如决斗场一般的大型露天场地 而参赛成员除了佐助之外 也已经全部到齐地站在了场地之上 只是主考官已经从月光疾风 换成了不知火玄间 那位身体不太好的月光疾风依然还是领了便当 注意形象 大人物都在看着你们的 嘴里叼着千本的不知火玄间 用表情都没扯动的声音 对眼前的参赛选手们提醒到 随后 便是开始宣布了第一场的比赛 比赛是张涛 血馒头 小英 还有着另外一名轮回者组成的小组 因为有徐悦干涉的关系 利用他的权限改变一下出场顺序还是没问题的 直接以佐助为借口 提前就把自己和佐助的那一场压到了最后来比 倒也不需要等到根据观众需求什么的再来临时进行调解 不单单如此 不管是张涛还是黄强都得到了徐悦的提醒和叮嘱 尽可能地把比赛时间拖长一点 大帅可还没回话的 也不知道他看到了消息没有 得为他多争取一些布置和消化的时间 对此 两人当然也是大为认同 随后 张涛堂堂一名资深轮回者的精英 便是和一群菜鸡们打得难舍难分了起来 最后以其他三人都耗光了查克拉而取胜 这个战斗画面嘛 从看台上丢下来的垃圾 其实也能够看出来欢迎程度了 但对此张涛却是丝毫不以为意 就算最后没通过评审成为中人也无所谓哦 只要自己的任务完成就行 而接下来第二场 由黄强 勘九郎以及另外两位轮回者组成的队伍 几乎也是上一场的翻版 勘九郎实力其实还是不错的 起码拥有着中人级别才是 不过他想着接下来的问题 所以选择了保存实力和查克拉 就是在战场上滑水打酱油 等到两个轮回者龙套气喘吁吁的 将自己的能力都表现完成泪摊下来后 他也同时宣布了认输 就这样 张涛和黄强比赛结束后 却是得到了几名参赛轮回者的一致感激 真是太感谢两位大人肯花时间陪我们了 是啊 中人考核之看我们表现的 并不在乎输赢 刚刚我们的表现 应该已经能够完成中人的认定评价了 没想到两位大人是面冷心热之人 看着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一群狗腿子 张涛和黄强两人也只能干笑一阵 随后便是回到了看台上准备着 虽然两人实力有限 但等下肯定也要完全站在大帅这一边的战场 协助木叶抗击入侵者 而随后 鹿丸 名人 首居 名次的小组也登场了 只是场面一度显得有些尴尬 你们一起上吧 日向宁次当仁不让地站在了最中央 随后抬手对其他三人招手道 只是紧随其后 名人便是跳了出来 双手环胸满脸的不服 对付你 我一个人就够了 录完 你和那个女人去旁边玩 不要打扰我们 那大言不惭的样子 引来了现场了一片虚声 名次是日向家的名门 而且还是去年第一 夺冠声望很高的 显然名人 哪怕让大家得到了一些改观 也依然还是差远了 吊车尾命中注定就是吊车尾 为何不愿意接受现实 虽然父亲还健在 但额头上的龙中鸟 以及多年来的一些感受 甚至还有父亲的一些教导 都是让宁次感受到了 作为分家的深深无奈 虽然没有原著当中那么极端了 但本身的那种性格 现在却还并没有改变 很显然 这种满口命运 满口吊车尾的家伙 也是名人最为讨厌的对象了 战斗一触即发 另外一边 选手后尝试 徐悦的木分身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也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还好是赶上了呀 那么换班吧 木分身的消散与徐悦本体的出现替换 就是刹那之间 就连附近的我爱罗 都没感到丝毫的变化和波动 依然还是那一副深沉的样子 嗯 张作霖那家伙 还真是心态很稳哈 得到了木分身的记忆后 徐悦想到 中途张作霖查看了一下 讯息消息 却没有丝毫情绪变化的样子 也对这一位大佬的心境 感到了佩服 连重生之地的设置 都被对方摸清楚了 还能这么淡定 能够获得这种成就 的确不是侥幸 第零四六七章 开端 哼 觉得特别不甘心吧 败在无法改变的力量面前 深感绝望 只要努力就能够实现梦想 那不过白日做梦 名人已经很努力了 比原著当中也要强上许多 但在没开九尾挂的情况下 距离日向宁刺还是差距相当大 哪怕螺旋丸都用出来了 也被轻易地击败 并且封印了全身的查克拉 不过即便如此 名人还是靠着他那蛮牛 一样的体质爬了起来 让宁刺都大为惊讶 随后作为奖赏 对名人说出了日向分家和宗家的命运 算起来 日向日差没死 他对宗家的仇恨远远要小于援助 不过一直以来的遭遇 以及小时候亲眼见到父亲被龙中鸟折磨 他言语中还是充满了怨念的 而名人在突然听到了日向宁刺说的话后 也同样感到了相当的震惊 但对于名人而言 显然还是无法赞同 命刺那充满悲观情绪的命中注定 你命中注定会输给我 注定 你为什么就这么想要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呢 命刺也已经发泄够了 直接拿起了自己的护额 重新又吊了起来 准备对名人发动最后一击 因为你说我是吊车尾 名人做出了最为直接的回应 让靠在出入口处 看着战场的徐悦 发出了一声轻笑 啊 正常走的话 这个画面再过几年 就是宁刺倒在血泊里 对你说因为你说 我是天才了 不过也只有你的感染力 能够将宁刺这家伙重新掰弯吧 随着九尾查克拉的出现 作为白眼拥有者的日向 宁刺才是真正深深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无法改变的力量 如果说有命中注定 那输给名人 便是宁刺的命中注定 因为比原著更强 还有着螺旋丸的存在 在九尾之力爆发之后 名人直接强行把宁刺的回天撕裂 完成了最终一击 正面将他打得失去了反抗能力 旁边刚刚用影子控制住手鞠 就弃拳围观地录完 此时也感受到了智商 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自己拼死拼活算计一切 最终也就是抓到了对手而已 而你这家伙怎么感觉一顿乱拳 就把对手打败了 手鞠那边本来准备躲在旁边 似机而动于翁得利的 但看到了名人身上那肉眼 都能见到的查克拉 还是咽了口口水 这个还是算了吧 自己还有任务的 对 还有任务 要保存实力 弃拳 第三组获胜者 漩涡名人 这突然反转的惊爆画面 也让现场掀起了一阵欢呼 本来这些大人物们 只将前面的比赛当作是调剂品的 但没想到前菜的味道竟然也不错 如此一来 接下来真正的正餐 看来会更加的迷人了 第四代风影的儿子 对战雨制波一族的遗孤 真正的名门之战 至于那个龙隐村的酱油 就自然而然地被忽视掉了 接下来 小组赛第四场 我爱罗与制波佐助 徐悦三人进场 徐悦和我爱罗缓缓地走入了场内 而佐助也掐准了时间 在最后的关头 伴随着卡卡西一起抵达了现场 随后整个会场便传来了震天的喝彩声 哪怕刚刚已经经历了一场优秀的比赛 哪怕现在比赛都还没开始 观众们也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喝彩 你就在边上看戏吧 看在第二场比赛的交情上等 我解决了对面后会配合 你演一场让你通过的 和卡卡西学习了一个月的血轮眼运用和千鸟的熟悉 还专门制定出来了对策 佐助感觉自己 这一个月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算又在自己面前 自己都能抗衡一二 甚至如果被自己的千鸟打中 他可能会死 双手插入口袋路过徐悦的时候 佐助还满脸冷酷地说出了施舍的话 那似乎还要感谢你了 徐悦笑着回应道 不用谢 而佐助还真的就硬邦邦地强斥了徐悦的感谢 另外一边还处于神经质状态的我艾罗 看到面前优秀的猎物也又开始捂投了起来 似乎相当地兴奋 而后在场的两人便是近乎于和原柱当中差不多的交手 利用雷属性查克拉刺激细胞 佐助用出了类似于小李正常状态下的速度 连攻击手段都相当地近似 因为比原柱当中现在的实力要更强许多 佐助场面上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让刚刚出院过来观战的小李看到后 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无奈 自己多年来的练习 对方竟然只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 而且 他还拥有着自己所不具备的忍术能力 鸡鸡鸡 鸡鸟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声音出现 佐助的手上也带起了好似能够切割一切的雷光 随后高速地朝着被沙子所覆盖的我埃罗击舍而去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个时刻 轮回者们经过到现在的探索 也大体上能够捕捉到木叶崩溃计划的开启契机了 就是我埃罗被千鸟击伤的那个时刻 准备 抓好有利时机 这次木叶崩溃计划就让他真的崩溃 切记我们的优先顺序 只要张作霖一露面就全力以赴 如果他不露面 我们就毁了他辛苦经营的木叶 羁绊关联之下 他肯定会出手的 对于他的性格 我们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 仗着空间能力肯定会先冒险一事 在佐助千鸟发动之后 暗地里的轮回者联盟也进行了最后的确认 就连张涛和黄强 他们两人也将警戒提高到了最高 根据之前传递给大帅的消息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帅舍弃木叶的经营 留下有用之身不要冒险 以大帅神鬼莫测的能力 一心想要躲避逃跑的话 没人能将他找出来 而自己两人 就来这里为大帅做出最后的贡献吧 不管大帅不会不回来 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嗯 只是就在相差悬殊的两边轮回者 都做好了准备和觉悟 就等着佐助把对手打伤 而后风影发难的时候 冲刺到半路上的佐助 便是突然扑接倒在了地上 手中的千鸟也将大地轰出了一道大坑 而同样的 另外一边 我爱罗原本包裹的沙球 也在迅速地崩溃 里面的我爱罗 也直接摇晃着倒在了地上 被沙子所覆盖了起来 同样失去了意识 这突然出现的变故 让所有准备好的轮回者 让所有观众都是满脸猛逼 卧槽 这节奏不太对啊 这是怎么了 是幻术 已经站在了看台上的卡卡西 对附近的学生们做出了解释 而这种解释也被流传了出去 随后所有人又都开始不自觉地注意到了 在场内被忽视的那道人影之上 此时 徐悦才是松开了手中的结印 那个 抱歉啊 我想要通过晋级任务地说 等小熊猫被打伤后中人考试就要中断了 到时候 自己找谁晋级去 第零四六八章 崩溃计划 懂得避开锋芒伺机而动 利用最小的代价完成最好的结果 同时还具备催眠两人的实力 各方面来说 这个孩子都能够成为中人呢 大蛇丸尾装成的四代风影 看着场地内的徐悦 眼中也充满了无奈之色 麻蛋 这是他拦下自己提出的要求 要自己作为老师帮他体验一把 堂堂正正成为中人的感觉 难道自己能说不吗 自己的弟子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应该心里有数的 三代木服了服自己的斗力 也发出了一声叹息 随后也不等再有什么变化 便是率先对大蛇丸伪装的四代风影 发难了起来 起手一套 组合忍术 直接将四代风影完全吞噬 紧随其后 四道无形的结界避障 便是将两人的战斗范围 全部包裹了进去 那边 活影与风影突然爆发出来的战斗 也是让在场的其他人 有些措手不及 怎么和说好的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管不了这么多了 木叶崩溃计划 开始 伴随着多的幻术 将观众们全部催眠之后 隐藏起来的杀人 阴人以及轮回者们 也同时爆发了出来 至于现场昏迷的佐助与我艾罗 也各自被卡卡西和马基保护了起来 看着完全失去了意识的我艾罗 马基也是暗自心惊 怎么回事 我艾罗如果完全失去意识的话 那个怪物应该就会出来才是 怎么感觉连那只肥狸猫 都一起失去意识了 不是吧 不对 应该只是有些失控了 要不就是那狸猫正在睡觉 你们两个将我艾罗带走 这里交给我们 因为我艾罗出现的状况 马基也吩咐看酒郎和守居将人带走 另外 一边卡卡西也把佐助交给了赶来的名人和小鹰 机会 九尾人助力竟然和一尾人助力分开来了 我们各自行动 卯越石兵卫甩掉手上刀具的血字 无视了旁边地上的木叶暗部尸体 看到场地内的变化 眼前也不由一亮 这次任务他们进行过几次试探 但一尾和九尾在一起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碰到过九尾正脱封印跑出来大杀四方的 而现在双方分开来了 还是一尾保护最弱的时候 却是天赐的好时机 九尾他们不去想了 难度太大了 但一尾的话却完全可以抢救一下的 目标是要完成 一起对付张作霖的目的也没变 但在眼前能够到手的利益面前 却也同样要争取 然而就在卯越石兵卫准备动身追赶一尾的时候 一道冷淡的声音便是出现在了他的耳边 一尾那里交给我 你们继续在这里击杀木叶忍者 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平定下来 不要让那些忍足反应过来 随后藤原剑盛的身影便是从他面前一闪而逝 让刚刚准备动身的卯越石兵卫 握着自己兵器的手都青筋暴露了出来 这个混蛋 他无非就是想要自己独吞一尾的好处而已 以他的能力的确是很可能直接制服一尾 说不定还有准备一些封印类高权重道具 一旦他击败了一尾 然后全部封印完成送入体内 他也很可能成为一尾人助力 从而获得天大的好处 平摊掉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等人的所得 不过虽然内心愤怒 但卯越石兵卫却也不敢说什么 自己的地位有些尴尬 对于来自于国内的藤原剑盛 不管是身份地位还是实力都相差太大了 自己本来就受到了他的节制 但随着他想要先对付牧业忍者疯狂刷分的时候 锦鸣配合一场默契 行动迅速的牧业暗部便已经是将他包围了起来 本来的话 在卯越石兵卫看来 以自己的实力对付区区几名没名气的暗部是无所谓的 可交手起来时才发现 虽然他们的实力都不如自己 但那种古怪的默契配合 以及汉不畏死的麻木不人下 自己一时间竟然也完全奈何不了他们 甚至隐约还处于了下风 根部 怎么可能 试探出了他们的作战风格后 一击削断了一名围攻者的手臂 但却被荼毒的苦无划伤后 感受着伤口的麻痹 卯越石兵卫也判断出了他们的身份 是木叶那神秘莫测的根部成员 完全乱套了 完全乱套了 本来的话 根部的成员是一丁点行动都没有的 就连那些忍足的反应也很慢 本来是能打个措手不及的 可为何现在才刚刚开始 自己就碰到了根部的人 而且 对方还是主动找上自己的 甚至能力上 对自己都有着些许的克制 所以 才能够以六人的两支小队 轻松地拖住自己 甚至击上自己 既然跟不出手了 那 勉强抽出一丝空隙环绕 卯越石兵卫的心绪 也沉入了谷底 忍足也都全部提前出手出动了吗 很好 一定是你张作霖回来了 一定是你利用的你的长老权限 做出的布置 没关系 无非就是攻略的难度更大一点而已 但面对着我们这么多军团的合作 面对着绝对的力量 你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 我们不怕你做出布置 我们只怕你不出现而已 看来你终究无法舍弃你在牧业的经营 无法舍弃这瓶瓶罐罐 但这也将为你敲响丧钟 张作霖很可能即将出现 大家做好准备 能够做出判断的人 并不只是卯越石兵卫艺人 其他军团也都有着各自的反应 而另外一边 避开了马基和卡卡西他们的精英上人们交手 徐悦却是在战场当中一直都没有丝毫的动弹意思 谁都没有进行攻击 似乎是真的履行着大舍弯的约定不插手一般 直接跳到了屋顶上 来到了四子岩镇面前 什么人 声音未止 树莓无声无息的手里剑便已经率先抵达 开口的询问与其说是询问 倒不如说是为了干扰掩饰手里剑的攻击 直到徐悦一只手全部将手里剑抓在了手里后 才是真的算是暂时消停了下来 几道戴着面具的人影来到了徐悦附近 隐约将它包围了起来 是三代目的影卫队 因为四子岩镇的关系 他们只能留守在这里 但对靠近的人还是都有着相当的警觉 甚至面对徐悦这种不是本村的人者 还直接率先发起了攻击 这种时候 他们并不会管什么龙隐村是否加入了敌队 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 没什么 过来见三代最后一面而已 随手丢掉了手上之前攻击自己的手里剑 徐悦也完全没有在意这几人的意思 自顾自地走到了结界面前 而那几位影卫队的成员 却依然还是保持着开始的动作完全一动都没动 只能隐约感受着那颤抖的身影 犹如中了定身术一般 竟然仅仅一个眼神 就让自己等人完全无法动弹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0469章 卖个好价格 当初四代用尸鬼封禁封印九尾的时候 徐悦自身的封印术还比较一般 对于那古怪的死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解 这一次 三代依然还是会用出来的吧 徐悦来到四次炎镇面前 看着里面已经用出了数界的环境 依然只是静静地观察着 这可是在轮回者们当中 确认了三代火影作为历届最强影的称号之战 一人单撸初代和二代的合力 还顺手废掉了大boss大蛇丸的手臂 如果只到这里的话 你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道也不能怪你们 就是这里 这个结界叫做四子炎镇 拥有着绝强的保护能力 不过为了这个特地带来破戒服过来 只要能够成功进去 不管是帮助大蛇丸击杀三代火影 还是等到他们两败俱伤一锅端 都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就在此时 三道人影先后出现在了这屋顶上 看着眼前的四次炎镇眼中 也充满了狂热之色 互相之间利用了某种精神类别的传讯 简单地交流着 落地之后 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攻击举动 只是三人每人都爆发出了一股强横的气息 展现着自身的实力 似乎是在向世人宣告自身的强大 随后看向了旁边 还在定身状态的影卫队 哼 感受到我们的强大 连动都不敢动了吗 笨蛋 只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而已 我们先在外面观察一下 等到最关键的时候再破戒进入 依然还是相对隐蔽的精神交流 迅速完成了交流之后 他们还主动地对着那几名按部开口道 各位 我们来自于铁之国 对于你们忍者之间的战斗 一向都是中立的 所以两不相帮 现在也就是看看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三道人影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团会 而且 他们的身份 竟然是观看第三场中人考试的铁之国贵宾 应该是为了现在特地刷出来的 有着这样的身份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 浑水摸鱼 的确是相当不错的 只要他们没发动攻击之前 一直保持着老老实实 木叶的人也不会主动拿他们如何 本来他们过来的目的就是看比赛的 现在有真人PK还是三代火影的 我们好奇过来看看不行 作为铁之国的武士 我们自己也有着强大的实力不行 没展现力量的话 可能就被宁可错杀三千的顺手解决掉了 但既然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还是中立立场的铁之国贵宾 那就算这几位暗不能动弹 也不会将他们逼到底对面去 而他们的团会 也分别代表着日尔曼之英 土耳其烤肉店和意大利面馆 这三个华夏前十军团 算起来 虽然意大利最后是站在了战胜国的协约阵营 但最初的时候 也能算得上是一战同盟阵营的元老了 不管国际上是怎么样 但在国内这三个军团的关系 却还是不错的 这一次竟然准备一起抱团来一次大的 不过从派出的大佬实力来说 徐悦道也能看得出来 这三个军团也就是一丝一丝而已 比起来自于日国本土的藤原舰 甚要差上许多 大概都是卯月十兵卫这种层次的 可即便如此 三位汇聚在一起的力量 趁着里面两败俱伤的时候冲入进去 还真的有可能让他们成事 木叶这边因为自己的介入 反应速度比元柱快太多了 现在正处于最激烈的混战当中 而这三个家伙就趁机滑水来到了这里 算起来他们可能在那个松散联盟当中 也并没有多用心的 扫了他们一眼后 徐悦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依然还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好不容易将他们串联了起来 搞了个大新闻 空间里不发布一个有足够好处的触发任务 我是不会出手的 木叶毁了也就毁了 与我何干 你求啥 只是这边徐悦还不准备动手 安静地做一名看客的时候 另外一边三人中 一个异常高大的魁梧汉子 却是主动挑适了起来 因为徐悦之前看的那一眼 恶狠狠地直接瞪了过来 最开始的话 看到这里有木叶暗部和围观群众 他们也并没有先动手的意思 只要不干扰到自己一行 就准备安心地等待时机 不然一旦被里面正在对战的两人 发现了外面还有自己三名强者虎视眈眈 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他们全都已经算好了的 前面只是展现气势 有着结界的抵挡里面 也不会有所察觉 可一旦三下五除二地 把这些实力不弱的暗部立刻解决了 那当然就会引起里面的警惕 以前一些抱着同样想法的先驱 就是栽在了这里 最悲剧的一个小团体 好不容易联系了好几个军团 汇聚了一股不弱的力量 却是在这里同时受到了初代 二代 三代以及大蛇丸的围殴 等到解决了杂鱼之后 他们才又开始对殴 所以必须要沉住气 安静地先做看客 但看客归看客 外面这些杂鱼迟早也是要收拾掉的 必须要现在慢慢地开始埋下一些 合适的引子和借口 随手找查什么的 那还不是信手拈来 反正我们占据着实力的绝对优势 口头上说两句的话 他们也不敢做什么 而且他率先选择的对象 还是最好欺负的那个龙隐下人 只是展露自己的脾气 埋下伏笔 也不会引起那几个木叶暗部的警惕 这个下人也是很机智 知道这种混乱场面下 躲在这里附近 其实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你躲在这里的最大价值 就让我帮你开发出来吧 丁触发任务 回归平衡 让木叶重回平衡 干掉那群惹事的轮回者 任务奖励 开启军团驻地任务 序 空间任务的提示时机 那还是相当的微妙 而且自己这么辛苦地 将这些家伙凝成一团 还缩使他们进入破坏历史进程的任务 最后触发 确实换来了一个权限开启任务 当初的冥想是徐悦是相当满意的 但这一次显然并不是个人权限 而是军团驻地 还特地表明了 只是获得开启任务的资格 这就是有点意思了 仔细阅读询问了一下后 徐悦还相当一样地发现 这个军团驻地任务 和自己所了解的一些 其他军团的所属空间 似乎是有些不一样 并不是之前自己夹铁城 那个私人空间那样的 嗯 在付出代价的情况下 自己能够将一些人物带出来 第0470章 公平 要下一次进入是吗 是想要我把剧情重新扭回轨迹吗 看到那奖励的模式后 徐悦心中便是出现了 数种可能性的推断 最后便是倾向于了 这个任务的后续 应该是准备让自己 将剧情调回四战轨迹 完成后可以送个驻扎空间 而且还是权限比其他军团驻地 好得多的权限 或许 这和自己多次进入火影 有了巨大的羁绊和影响有关 算起来 如果火影能够成为军团驻守空间 那好处比起甲铁城 什么的自然是要高得太多了 以空间的尿性 可能会进行一些输出道具的限制 有可能提供人数什么的 都需要收取自己的费用 但即便如此 一条稳定的渠道对比于些许费用 却也要好上太多了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自己有机会可以将空间的NPC带出来 或许条件会比较苛刻难度比较大 但把兜 大蛇丸 带土这些家伙带出来后 明显可以填补自己手上 没合适可用之人的短板 就是不知道绘土模式下的存在 能不能一起带出来 总体来说 对于空间丢出的尔徐悦还是很满意的 大家满意才好吗 这不就是双赢吗 自己帮你处理掉这些扰乱剧情进度的轮回者 你给我想要的奖励 徐悦想到这里的时候 也解除了那几位影卫队的定身术 一瞬间就让他们瘫软到了地上 而那位意大利面馆的魁梧汉子 看到自己一句你秋啥 竟然把几个实力高强的暗部吓得软倒在了地上 也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不过随后便是一丝丝对自己实力的自得 在军团里自己也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但看到军团里那些对自己毕恭毕竟拍马屁的团员 哪里有着眼前这样直接下软几位土著强者来的有成就感 是啊 不知不觉 自己也走到了现在这种高度呢 一时间血手也回忆起了自己的往昔 自己出生在一家普通的农户家庭 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为地主种田 一边承受着高昂的租费 还要缴纳各种科捐杂税 日子过得相当凄苦 直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进入到了这个空间之后 才是彻底的改变 有着生活经历带来的韧性 以及自己的野心 自己相当适用于轮回空间这种环境 相比来说 空间的公平性比起现实来说 要好上太多了 付出了努力就会有回报 刚刚进入空间就糊里糊涂地加入到了意大利面馆 一直到现在 自己也终于是爬到了如今的高度 至于一些轮回者散人背后议论的汉奸和叛徒什么的话 血手一直都是不屑一顾 那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加入到所谓的汉奸军团新生极度而已 特别是经过千辛万苦 用尽各种手段 花费心思地成功地踏上了眼前这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女人 数之不尽的财富 极致奢华的享受 都开始一一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啊 这辈子真是太棒了 不过有点奇怪了 自己今天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想了这么多 心中的念头才刚刚结束 血手就看到了前方一具有点熟悉的无头身体 血将好似不要钱一样从脖子向上喷出 而自己的视角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在不断地下落甚至翻转 一阵天旋地转 天空 地面 无头身体的画面不断地变化之后 最后重重地落地 只能看着眼前的军血 咦 这不是自己最近才莫得的加持了隐秘行动的鞋子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 叹你了 不秋了行吧 收回了伸出的手指 徐悦也稍微摆动了一下脖子 啊 既然空间这么有诚意 多少也得意思意思一下吧 另外那边 原本站在血手旁边热尔曼之鹰和土耳其烤肉店的两人 却是完全被冷汗所禁湿 卧槽 刚刚发生了什么 血手就是按照计划开始说了一句 你秋啥 回头就被对方手指隔空淡了一下 连一丝一毫的抵抗 一丝一毫的反应都没有 这脑袋就这么掉下来了 撕了 然而伴随着延迟而来的声音 那看似绝对最强防御的四子炎阵表面 顺应着血手和徐悦两人两点一线的位置 也被直接撕裂开一条细长的裂口 一直蔓延而去直至结界的尽头 破 破戒服都省了 但 不敢进去了呀 我 我们铁之国和木叶世代交好 我是龙之国的 抄背话术 秋道丁座巨大的身影突然抱起 直接贴身到了眼前一台华丽机甲身侧 随后怒吼一声便直接扯住了机甲的手臂 一个翻转将其撕裂了下来 三下五除二就将这原本火力猛烈的傀儡给拆成了碎片 嗯 刚刚解决完这个对手 秋道丁座便是感受到了一阵危机感 多年上人带来的直觉与经验 庞大的身躯根本没有选择无用地躲避 而是反手一拳直接轰向了威胁来源之地 但抄背话术下暴增了力量的拳头 却是被完全不成比例的一把镰刀所挡住 虽然将人打得后退了一段距离 但却也仅此而已 这让秋道丁座莫名感到了一阵巨大的压力 自己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利破敌 自己的超倍话术虽然无法持续太长时间 但在这个时间段当中 自己的绝对力量已经完全超越了精英上人的范畴 对方竟然是一名影集强者 暗帘向后滑动了一段距离后 抬头看着前方的高大身影 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脸上露出了嗜血的表情 我说过木叶抓住我拷问的那些恩赐 我一定会回报的 当初自己来到木叶观察情况 竟然直接莫名其妙被抓到了暗部 然后各种拷问手段 差点就没坚持到其他人动用关系将自己捞出来 现在就是自己回报你们的时候到了 秋道丁座 木叶知名的忍族组长 精英上人当中的佼佼者 就请你死在我的手上吧 手腕转动 手中的镰刀下一刻就化作拖地状 随后整个人便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便已经到了秋道丁座的肩膀附近 镰刀也已经呈现了攻击之姿 刀刃已经贴到了秋道丁座的脖子 我的奖励 我来了 然而就在他下一刻就能完成自己击杀的时候 熟悉的疼痛感便是突然从腹部传来 失去最后一时前那熟悉的瞄脸面具 让他心中不由想要问出为什么 为什么你又是选到了我 不过还好 上次他就放了自己一马只是抓活的 这一次 咔嚓 一拳解除了对方的战斗力后 徐悦的木分身顺手便扭断了他的脖子 上次杀了没好处啊 为什么要杀 但既然已经成功把你们汇聚起来激发了空间的任务 那就不要怪我了 哎 以前好几次空间发布任务让你们来对我 这次终于是换到我来接任务了 这样才公平吗 不是吗 第零四七一章 献祭 看九郎背着我爱罗高速的在树林当中穿梭者 手居跟在旁边脸上全是警惕之色 不过就在他们已经离开了木叶一段距离之后 伴随着一道一闪而逝的光影 看九郎背部的我爱罗便是不翼而飞 不好 发现不对劲的两人立刻朝着不远处停下的身影看了过去 只见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俊美人影正夹着我爱罗站在了树梢之上 对于下方的看九郎和手居都是似乎丝毫不在意一般 什么人 快放开我爱罗 看九郎和手居两人虽然知道来者实力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 但依然还是毫无惧色地站了出来 哦 等我做完了自然会放开他 藤原面对这种指责并没有动弄 还很平静地给出了回复 随后便是掏出了一枚奇异的水晶 似乎就准备从我爱罗额头上按下去一半 然而就在此时 大片的沙子出现 直接朝着藤原包裹而去 果然 想要获得就必然会有着相应的考验 伟兽吗 就让我试一试你的金量吧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 藤原似乎丝毫都没有意外 直接搓纸成剑形成了一道剑气领域 将四周的全部沙朔都化作了虚无 沙朔的细小颗粒都再次被拆分成了粉尘 但即便如此 争取下来的片刻时间 便是成功让我爱罗被沙子给包裹了起来 出现了一种隐约的兽形形态 对此 藤原也并没有再出手阻止了 而是向后一跳 满脸平静地等待着眼前的变化 给我爱罗充分地准备时间 现在 我爱罗被沙子覆盖而上 整个人似乎都依然还失去了意识 但 我爱罗体内 那个原本同样沉睡下去的东西 却是醒了过来 终于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那个怪物不在 哈哈 尖锐的叫声出现 听上去有点神经之一般 明明自己就是一个怪物 完全让旁人听不懂它的逻辑 成片的森林和大地 都被下方涌出的沙子所挤压 随后快速地汇聚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沙狸猫 暴虐不祥的灾祸气息出现 更远处都有大片的飞鸟被惊飞 一尾首鹤 眼睛睁开 露出了那充满了兽性和暴虐的瞳孔 发现需要杀掉的目标了 瞳孔向下一动 便是直接锁定在了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藤原身上 在藤原拿出那枚封印水晶的时候 首鹤便是清醒了过来 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男人身上的威胁和恶意 所以刚刚醒来 便是直接锁定了目标 而面对来自于这庞然大物的恶意 面对于犹如天灾的敌人 藤原脸上却依然还是满脸平静 甚至出现了一丝欣赏和赞叹的表情 不愧是伟瘦 哪怕是最弱的一位 也拥有着远超同级的能量储备 单论能量的总量来说 我也远远不如 风盾 练空弹 面对着藤原的赞叹 首鹤很礼貌地给予了回应 剧烈压缩的查克拉风球 直接吞噬了藤原所占之地 让看酒狼和首居 两人稍微松了口气 虽然意外地 把首鹤放出来了 但只要解决了这个敌人 等到我艾罗自己醒过来后 还是能够接受这种结果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两人能不能在首鹤发泄脾气的时候 成功逃离保住小命 但即便自己两人死了 我艾罗好歹也能安全 然而就在他们两人的想法刚刚出现的时候 随着那沙尘散开 原地玩好无损的藤原让两人不由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正面接下了尾兽的一击 就算是父亲大人镇压首鹤 都不可能这么轻松 看着藤原脚底下那V字裂口 除了他所占之地 连大地都被削掉一层的情况 两人心底也泛起了深深的寒意 难道 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 竟然比父亲大人还要强大 首鹤也发现了目标吃下了一斤梅士 但随后便是连续拍打着肥胖的肚子 不断地吐出了练空弹 树莓一起朝着藤原冲击而去 连续的挤发练空弹之后 完全没有等待结果 首鹤还继续张开了嘴巴 一团漆黑的能量球体 但随着刺耳的声音便开始汇聚了起来 尾兽玉 这一次面对那密集的攻击 藤原也没有继续原地等待 而是直接化作了一道幻影 正面对着那连续的攻击迎击而去 如此强大的力量 但却只懂得这样粗糙的使用 实在是暴殿天物 一边轻叹着 他并没有直接避开那连续而来的练空弹 而是抽出了自己腰间的太刀 连续在空中闪现出了串联的轨迹 每闪一次便是直接正面击碎了一枚练空弹 汇聚了巨大查克拉的练空弹 好似在藤原面前就是几团棉花一般 聚而无力 分不松散 脆弱不堪 与其浪费在你手上 不如把这份力量交给我来打理 连续地击碎了练空弹之后 守鹤的伟兽玉也汇聚完成 直接朝着空中的藤原直击而去 这一击还稍微有点意思 面对正面袭来的伟兽玉 藤原才是带起了一丝笑容的正式了一眼 但也就是有点意思而已 随后 伟兽玉化做了两半 直接正面迎击切割而过 顺带地就已经来到了守鹤面前 这种变化 让下面的看酒廊和守居 两人眼离满时难以置信 正面压制伟兽 如果稍微迂回一点的话 伟兽将会被单方面 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地吊打 太恐怖了 乖乖进入我给你准备的笼子吧 藤原手中的水晶 下一刻就朝着守鹤的额头按了下去 额头被贴上那水晶 守鹤也立刻僵硬了下来 似乎是无法动弹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藤原便是神色微微移动 犹如魏仆先知一般 直接在空中扭动着身体 躲开了突然凭空而至的一剑 成片的空间破碎 面对着无解的攻击手段 藤原也成功地避开飘然落地 呵呵 与帅的攻击太过单调了 如果能够随我学习一点剑术 刚刚一击 我恐怕就得陨落当场 藤原脸上依然还是挂起了笑容 但眼底却是闪过了 深深的忌惮之色 如果不是自己剑术大成 进入了无空之境 危机未至便已经察觉 刚刚那一击不死 也得被切掉点什么 缓缓从裂痕中走出来的张作霖 低头看着下方的藤原 脸上面无表情 难怪赶一个人离开出击 原来你也跨出了这一步 不过 还是太嫩了 前半句都还在空中 下一刻 藤原剑胜四周 便是出现了八道张作霖的身影 各个方向都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没错 为了确保空间清和力尽 可能的减少冷却 自己是不会什么高深的剑术 但 只要有足够快的启动速度 技巧什么的 全都可以弥补 八道撕碎空间的一击 完全堵死了藤原的全部退路 不管他剑术在高超 身法再强也没有丝毫躲避的可能 只能应接 再配合空间攻击那种超高的权重 这就是张作霖本身无往不利的绝杀之计 只要成功锁定 就绝无幸免可能 喝终于还是上钩了 然而被直接贯穿窃碎的藤原 最后的脸上却还是泛起了一道诡异而疯狂的笑容 如墨的血字和恶心的尸体碎块并没有被空间缝隙全部吸收 爆裂开来有不少都落在了张作霖的剑上和身上 感受到手上的切割触感 感受着敌人的死亡 张作霖绝对可以肯定被自己窃碎的 就是藤原本人 对方竟然以自身生命为代价 强行献祭出了这种攻击 拖自己下水 感受着那种复古之居一般的污染血肉 感受着那巨大的腐蚀力与依附性 张作霖的心情也不由沉入了谷底 身上光辉各种破碎 各种治疗与防护道具被启用 但依然无法完全压制那种 以性命为代价诅咒仇人的强大能力 只能适当地减少延缓 锁定完成 可以开始了 强如藤原剑圣 竟然为了最大可能束缚住张作霖 主动地选择了以生命为代价的献祭手法 刷 另外一道阴柔的身影 从天而降地落入了现场 随后抬起了手掌 满脸冷漠地看向了张作霖的身影 在她被那种粘稠的血肉纠缠的时候 平静地吐出了两个字 风诀 随后 以她为中心 迅速向外扩散出了一道巨大的涟漪 完全将张作霖也包裹了进去 第零四七二章 完全针对 嗯 与其说张作霖成功对藤原发出了致命一击 倒不如藤原本身就有放纵张作霖的功绩 否则也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就被张作霖直接锁定 结果现在一下 以生命为代价献祭出来的污染源 当真让张作霖感到了大为头疼 以她缝隙扛把子的口袋深度 竟然完全没什么好的应对手段 从肉体到灵魂甚至都在遭受着污染和腐蚀 单单那刺骨的疼痛感就让她已经有些无法集中精神了 结果这边正在想办法摆脱身上 以藤原生命为代价献祭而来的束缚 下一刻张作霖便又感受到了四周的空间变化 犹如突然出现在了一处绝对禁止的空间一般 四周的花草树木 飞鸟兽虫全都瞬间禁止了下来 守鹤是因为额头上的封印水晶无法动弹 但那两名年轻的杀人也同样僵硬不动了 就算是张作霖自己在这片空间移动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束缚 空间能力也出现了些许影响 最为关键的是 她发现自己无法利用空间移动 直接脱离这片古怪的空间 就算还能在这片空间运用 也出现了类似于在月球之上的那种现象 这种能力 是火雾战士大战红室使徒里的那种特殊能力吗 没想到有人竟然得到了这一份力量 低头看向那充满了中性之美 男女通杀的俊美人影 张作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自嘲和正色 原来是张大总管 没想到平时甚少出手的张大总管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为了对付彼人准备的还真是充分 那阴柔俊美人影面对张作霖的话 脸上露出了一丝勾魂动魄的柔美笑容 大帅过奖了 咱家也是最近才意外地得到这一份能力而已 所以就唆使着他们一起来合力对付我吗 张作霖站在空中哈哈大笑道 怎么会 当今圣上对于大帅可是仰慕已久 特地命咱家过来邀大帅出任东三省总督 被叫做张大总管的俊美人影不紧不慢地回复道 如今张作霖的地盘本来就是东三省 但它是受北洋节制 并没有直接受命于清廷 毫无疑问 这次张总管的任命 就是让张作霖重新回归清廷的直接约束 将东北三省再次完全纳入清廷的掌控 呵呵 如果我说不能 张作霖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张大帅不要自悟啊 张总管说到这里的时候 俊美的脸上表情也变得阴冷了起来 那我还真想自悟看看 伴随着话音结束 张作霖也暂时成功地将身上那些纠缠的污染源压制了下去 虽然依然还在遭受着侵袭与腐蚀 但却也做到了他能处理的极致 在拖时间也没有意义 只会愈发地恶化 身影直接一阵闪烁 便浮现在了张总管的四周 对比起之前 攻击藤原的八道身影 这一次似乎是因为风厥 以及自身状态的影响 变成了四道 但即便如此 也依然拥有着莫大的威能 近乎于封死了周边的一切 可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 张总管却是无嘴轻笑 整个身影犹如花瓣一般地 在那凌乱的空间乱流当中穿梭着 每一次都刚刚好能够找出适合的路线 随风飘荡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 完全地脱离了那被封锁的空间 抬手而起 从他背后的虚空之中 便是密密麻麻击射出了无数道细小的钢针 将前方的空间反过来全部封锁 面对着没有丝毫延迟的迅捷攻击 张作霖并没有选择直接顺移离开躲避 而是灰剑将眼前撕裂了一道充斥着巨大犀利的裂口 护在了自己的前方 那密密麻麻的钢针便是全被这裂口吸收而入 叮叮叮 只是隐藏在那密集攻击当中的几枚 拥有着特殊纹路的钢针 却是直接钉在了那空间裂缝的边缘裂口之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封印树 看着那散发出怪异符文的钢针 在月球上见识过一次的张作霖立刻就判断出了这是什么东西 果然要针对自己的能力 最方便的就是这种结界和封印树的配合 再加上藤原那家伙大手笔的礼物 还真是难为你们了 好在自己已经经历过一次有了准备 不然突然面对这种针对还真可能措手不及 在那封印树刚刚绽放出光辉的时候 张作霖便是自行先将前方的裂口封闭 哪怕为此身上强吃了几枚攻击也在所不惜 这种果决让张总管也感到了一阵意外 不愧张作霖 不过这一次你再劫难逃 伸手准备将那几枚特殊的钢针召回 但下一刻就被张作霖抓住了机会 直接削断了两枚 只是因为身上受到的攻击让他没办法再扩大战果了 感受着那钉在自己身上想要钻入体内的普通针头 还有那依然还在侵蚀自己的污染源 张作霖手起刀落 直接连带部分血肉与针头一起切割了下来 落地失去了压制的血肉便是立刻发出了腐蚀之声 将大地都腐蚀出了一个凹口 可看着张作霖明明还在切除身上的腐肉 结果在他切除腐肉的同时 空中张总管的背后 却是无声无息地从虚空当中窜出了阴冷的一件 就算是这位大内总管 也是在攻击抵达时才反应过来的 虽然再次利用那诡异的身法进行了规避 却也被一件刺中了肩膀 伤口没有流血 但连带着他的整条右臂 都变成了一种黑白相片当中的颜色 犹如完全被放逐到了另外的空间 不受控制了一半 看上去就好似是完全异化的装饰品了 初步地连续交锋下来 张总管以腾元利用生命代价创造的封锁契机 利用专门针对的风诀 却也并没有在张作霖身上讨到好处 不过相比来说 只是暂时压制了腾元那献祭出的污染源 再加上中了那死太监的几针 张作霖也同样不好受 如果仅仅就是这样的话 他还没什么好担心的 但关键是 敌人可并不只有一人 之前两人对话拖延时间 自己固然是争取到了 将污染源暂时压制下去的契机 可对方何尝不是在争取等待援军的时间 不过自己过来的时候 木叶那边正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想要快速挣脱出来对付自己 他们可没有自己这样的速度 应该还有机会 只要在那之前 把眼前这死太监打回老家 可张作霖的想法还没完 伴随着一阵蓝色的光辉出现 一名戴着眼镜 犹如学者一般的人影 便是从那光辉之门当中走了出来 除了他之外 后面还陆陆续续地出来了七八人 张大帅 有段日子没见面了 那戴着眼镜的学者 看着眼前的张作霖 脸上露出了一丝绅士般的笑容 司徒拔总督 看着那位学者一般的绅士 张作霖也因沉着脸 吐出了对方的身份 没想到 这个上任至今只知道修路的总督 自身竟然身具如此重要的战略技能 为了对付自己 他们这也是真的没有保留了呀 第零四七三章 各师手段 司徒拔和张德兰 两位勉强算得上 和自己差不多同层次的超级强者 还有着另外七八个 其他顶尖军团的高层成员 加上四周那风厥的影响 藤原利用死亡献祭 而来复古之居一般的污染源 还有他们手上准备的相应封印术 麻辣个八字 这比自己预计中最糟糕的情况 还要更加糟糕啊 张德兰和司徒拔这两个家伙 怎么还能藏着这样一手能力 张作霖既然已经发现了 对方在针对自己 当然也不会太自大 有自己的布置准备 以及对敌人的推算 特别是经过月球一行字认为 是看穿了他们的准备和打算后 更是如此 可没想到 他们准备之充分 依然还是超过了自己的预计 这一下 还真有点麻烦了 张大帅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在空间见证下 接受朝廷的分封 继续做你人上人的大人物 要么 我们就送你回去一趟 张德兰最后还发出了一次邀请 麻辣个八字 张作霖给出了一个很直接的回答 既然这样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右手虽然被放逐到了一空间 但张德兰大总管 还是直接率先发动了攻击 面对张作霖那神出鬼没的空间攻击能力 唯独自己的身法可以周旋一二 而司徒把身手握住了长长的法杖 整个人则是退居在了后方 伴随招法杖落地 一道时钟的图像便出现在了他的脚下 做好了防备工作后 他才是开始吟唱了起来 一道又一道的魔法符纹出现在了他的身侧环绕 四周原本就在张德兰风角之下的空间 变得更加粘稠和凝固了起来 最明显的是张作霖的反应速度明显地变慢了 空间闪现之间的间隔时间明显地变长 直到这些束缚都成功施加之后 其他那七八位观望了许久的家伙 才是一个个都露出了名笑的表情包围而去 面对现在这种速度的张作霖 他们已经有反应的时间了 而一旦张作霖冒险想要了断一位的话 那必然就会遭受到其他人的攻击 已经被逼迫到了绝境 张作霖也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侵蚀自己的污染源 肯定会压制不住完全爆发的 时间并不在自己这一边 因果老去死吧 很明显张作霖也明白了现在的最关键问题所在 忍着一次使用空间移动的机会 强行吃下一次张德兰的攻击 背上被撕裂出了一道 可以看见内脏与肋骨的可不伤口之后 靠着准备好的蓄力 在这粘稠的环境下 也直接突破了所有的包围 无视了一切阻拦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司徒拔的前方 人影冲冲地出现之后 伴随着一阵死寂 司徒拔附近的大片空间便重归虚无 化作了漫天的碎片 刷 满脸惨白的司徒拔直接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区域 竟然完全避开了张作霖的蓄力一击 抱歉啊 在之前我就 声音还未落下 两条彩带便已经轻飘飘地垂中了司徒拔的胸口 明明看到了彩带飘过来 明明想要躲避 但却完全陷入了一种粘稠的立场当中 失去了平衡 本来就是危急关头 避开了张作霖 那恐怖的一击还未恢复好 现在却是被另外一人抓住了这机会直接命中 扑 一股诡异的力量突入了体内冷热交替左右乱窜 打断了司徒拔的所有吟唱准备 脑袋昏昏沉沉的 竟然一时间完全无法施展法术 让他满脸都露出了骇然之色 随后便是只能依靠身上的各种魔法防御装备 强行吃下了眼前那道绝美人影打出的漫天连击 咔嚓 伴随着最后防御装备的破败 司徒拔当场便被击杀在地 法师一旦无法使用魔法 还被禁身了 其脆皮特性也完全展露了出来 再多防御道具都没有用处 忽真是惊险啊 这种程度的敌人还真难产理 那道绝美的人影从长飘飘的衣袖当中 伸出白号的手腕擦了擦光节的额头 输了口气一般发出了银铃的俏皮声音 那吐了吐舌头的样子 就像是一位调皮的邻家女孩 但配合倒在他脚边司徒拔凹凸不平的尸体 却有一种另类的反差感 哈哈 好样的 回去老子就给你们开个学校 突然得到如此奥援 直接解决了自己最头疼的一名敌人 张作霖也是大喜 对方一直都不出手 自己还以为是 他看到敌人太棘手 想要放弃了 果然是足够的隐忍才能抓到最有力时机 既然你们请了帮手 我怎么可能会没一点准备 妖女 坏我好事 张德兰似乎也知道来者是谁 连续躲开了突然大发神威的张作霖几几几后 俊美的脸上也充满了煞气 真真是气煞我也 司徒拔的实力远不止如此 但却被对方抓住了最为有力的时机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藤原靠着自己的死 直接献祭出了无法根除的血肉污染 让张作霖必须要奋出相当多的精力进行压制 而且还在持续腐蚀着张作霖的力量 算是死得起锁了 但司徒拔除了带几个人过来 还没发力呢 你就给我领便当了 没有了司徒拔的皱纹束缚 哪怕在这风绝空间之内 哪怕身上还有着污染血肉 张作霖也逐渐变得游刃有余了起来 一朝先吃遍天 靠着绝对的灵巧与速度优势 张作霖并不惧怕群战 除了张德兰以外 其他人虽然人数众多 但也无法构成直接的威胁了 只是因为他们实力都不弱 张作霖自己状态也不太好 所以他也没能拿下哪位 先对付那个妖女 张德兰果断地让其他几人 愤出了四个改变了目标 而自己则是在一边虎视眈眈 准备张作霖出手救援的话 就趁机发难 这妖女当初被打出过一次保命底牌 现在应该都还没完全恢复 对付司徒拔也是完全靠着 最佳的时机和最佳的偷袭 本身实力应该还没达到 自己这种程度 面对四位普通乱入者的围攻 肯定也会吃不消的 张德兰想法是很好的 可过去围攻炯炯的四人 刚刚靠近就好像是喝醉酒了一般 亮枪了起来 在那边东倒西歪的 难看至极 绝美的身影在那四人当中 不断地穿梭着 竟是经常能够让他们自己的攻击 进行互相的碰撞抵消 还能够直接借力而计 虽然缺乏大范围的破坏性能力 但面对人形敌人的围攻 他却好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完全看不出吃力情况 好像对付一个人也是这样 对付四个人也同样如此 废物 一群废物啊 看着那边喝了假酒一样的四人 张德兰脸色也变得相当的难看 这一次主动发起方式自己这边 受到了日国和英国的积极响应 其他的那些虽然也给了朝廷面子 但却并没有派出最顶尖的成员 对于这一点 他倒也不强求 本来各大军团之间就是互相防备着的 能够得到眼前这样的支持 已经是异常难得了 在这个国家也唯独只有朝廷 有着这样的手笔 而且还不可能多用 可到了现在才发现 面对张作霖这滑头 还有那突然出来的妖女 寻常的乱入者 根本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真是该死啊 既然没用 那我就让你们变得有用好了 一边吼到这里 张德兰便是应抓一般地 直接抓向了附近 还在配合自己应对张作霖的 两名轮回者 仅剩下的一只手掌上 骤然爆发出了一股巨大犀利 同时将两人吸附了过来 完全没料到张德兰 会攻击自己的两名轮回者 瞬间就被制服 随后便是肉眼可见地 看着他们的身影 变得虚弱透明了起来 等到完全消散之后 张德兰便是满脸肉疼的表情 吐出了两颗牙齿 融入到了手上吸收的光球之上 随后甩向了藤原以及司徒拔死亡的地方 虽然张作霖发现了 不对出手进行了拦截 但那两团光球本身就好似 不属于这个次元一般 直接穿了过去 准确无误地命中了目标 而后 藤原以及司徒拔的两道虚影 便是再次浮现了出来 这是 到了这种地步吗 这应该也是一种后续手段 两人的虚影出现之后 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这是张德兰以巨大代价 利用存在之力 短暂地将自己两人在风觉中 重新恢复了过来 风觉消失后 自己两人还会再次死亡 但在死亡之前 还能发挥出自身的战力 形势再次逆转 第零四七四章 绝境 该死 这次的报酬绝对不够 司徒拔看着自己 那有些半透明的虚化身体 脸上全是阴郁之色 藤原能够毫无顾虑地 牺牲自己进行献祭 那是因为会从军团方面 对他进行补偿 一次重生的代价 他们也是很难承受的 实力越高 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唯独以军团的层次 进行出面补偿 才能迅速恢复 可按照计划 自己并不会在这里死伤一次的 最后却换来了这么个结果 好了 先把问题解决掉 补偿什么的回去慢慢说 张德兰死死盯着那边 如临大敌的张作霖 防止他狗急跳墙 顺便地安抚了一句 另外 一边的炯炯 也是迅速地摆脱了那四人的纠缠 飘然落在了张作霖的不远处 那四个围攻的家伙 也暂时收手了 退回到了另外一边 开始在张德兰旁边 剩下最后的一人 也同样跑到了那一边 隐约之间 好像分成了三份势力 很显然 张德兰对自己人下毒手的行为 让其他那几位普通参与者 感到了相当的不安和不满 从他们派出的人手实力也能看出 他们只是过来打顺风战的 更多的 还是给个面子摇旗呐喊 可没有想要死出力 有几个开始说好的家伙 现在都闷头在木叶刷分 过都没过来的 结果现在倒好 他们好心过来帮衬一把 结果那边 张德兰确实用出了这种下作手段 可以理解他的行为 但不能原谅 各位朋友 你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手段 现在如果我们合作一把的话 之前你们的行为 我们既往不救 呵呵撕破脸了后 最后这片大地上 谁说了算 还真说不准的 张作霖本身状态就异常糟糕 先是腾元纳献计的污染不断侵蚀 张德兰的针头也让他轻伤了一次 特别是最后为了给炯炯创造机会 强行蓄力突破逼了司徒拔那一下 更是让自己身受重创 各方面都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一旦突破了这极限 配合那侵蚀的污染 将会泰山崩塌一般不可收拾 所以他也相当果断地迅速 对另外几人开口挖墙搅起来 反正只是动动嘴 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或许他们之前签订过什么契约 但张德兰出手袭击了自己人后 这种契约肯定也会出问题的 那些相对较为独立的军团 可不会留下自己遭受攻击 还不能反击的契约漏洞 所以自己这开口其实真的有机会策反 张大帅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我们其实开始就不该参合这种事 现在你们自己解决 我们只求自保中立 那五人虽然人数最多 但毫无疑问是里面最为弱小的一方 都是最平常的大佬 他们也是真的不想再参合进来了 说到这种地步 张作霖当然也不可能逼他们 好不容易减少了一点敌人 难道又重新逼回去 另外一边的张德兰他们三人 也同样如此 不碍事就行了 其他的等到出去慢慢算 雨帅 就算是你全盛时期 面对我们三人也绝对讨不到好 现在这种状态了 难道就真的不考虑一下 张德兰在这最后的时候 都不忘记再次开口 呵呵 然后就让老子来帮你们背卖国的黑锅 钉死在耻辱柱上 麻辣个八字 很直白地回复 也杜绝了最后一丝谈妥的可能 之前为了送给大帅的礼物 结果结束得比较仓促 那么 现在我们再重新打一次招呼吧 可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 藤原纳虚影脸上 泛起了一丝儒雅的笑容 随后便是手握剑柄 当手放上剑柄的刹那 天地之间都充斥着一股灵力的剑意 就连看向他都感受到了一阵刺目感 与帅的空间能力很让人惊叹 但不知道在旁边两位的封锁下 还能不能躲过我这一击 手指推动着剑柄缓缓抽出 一道拥有多条手臂 手持各种兵器的巨大虚影 缓缓从他背后浮现了出来 距离加罗不动名王相 身负重伤的张作霖 也明显地感觉到了 自己被一股剑意所笼罩 配合那粘稠的空间与风角的特性 恐怕真的很难避过这一季了 没想到配合了龙之魄的人 都依然还是到了这种地步吗 真是可惜啊 雨智波月的羁绊太难刷了 不然真能请到他出手的话 哪里会落入这种田地 哎 不过现在木叶这种关键时刻 恐怕就算刷出了羁绊 也很难请他这时期出手吧 他们会选择眼前的时间 很大程度也是想要杜绝自己利用关系 请木叶的强者帮忙 不然平时豁出去了 请来三代甚至团藏都是有机会的 一时间 张作霖内心也想了很多 自从自己获得空间能力以来 这真的是第一次被逼入到了如此地步 不冤啊 常见出窍 藤原也展现了他那剑圣的名号 后方的距离加罗不动冥王像配合他的动作 同时也向前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镇压封锁了四周的一切 好似空间都凝固了起来 最后 距离加罗不动冥王像的全部攻击 与藤原的一剑会为一体 形成了一道巨大剑影一展而下 好似能够展出世间的一切 夹杂开天辟地之威 拼尽最后的权力的话 张作霖依然还有机会撕裂空间逃离这一击 但那会消耗完自己最后的底蕴道具 事后依然没办法在这三人面前逃过 既然如此 那自己就准备留着那一招 回去和你们玩一把了 想要老子的命 老子也得脱你们一层皮 心中迅速地做出了决断之后 张作霖也已经想好了重生回去 需要立刻做些什么 很可能自己的重生之地 也被摸清楚了 甚至被埋伏了 自己刚刚过去 的确是最虚弱的 甚至本空间的记忆也会失去 不会记得 有人准备埋伏自己的事 必须要先用省下来的这个道具 提醒自己要提高警觉 这是自己早就计划好了的 逼到了绝境重生回来发现 还有这一次优秀的道具没用 哪怕没有记忆 自己也肯定是会进行怀疑 随后要想办法挣脱 然后最大可能地对敌人进行杀伤 手段可以采取 可就在张作霖都开始考虑身后事 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 那掏天剑芒 却好似急刹车一般地突然停在了半路 戛然而止 一道金红色的套盒 多边形半透明立场 出现在了那剑芒之前 看似稀薄无比的无形立场 却好似是无法逾越的避障一般 让剑芒丝毫都寸进不得 睁开眼睛的张作霖也看到了面前的一道熟悉身影 对方稍微侧头的时候也看到了那熟悉的瞄脸面具 本来只是过来看看胖橘猫的 结果你们倒是演了一出好戏啊 咔嚓 掏天剑芒从中而断 随后化作了点点星光 第零四七五章 吻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藤原一直都对自己的剑道相当的自信 之前对付张作霖 起手利用生命献祭 为的是最大程度束缚住这滑头而已 可现在却是自己主动发出了最强一击 距离加罗不动冥王相的攻击 怎么可能会被挡住 还是这样的轻描淡写 这不可能 是宇智波悦 等到反应过来了对方是谁之后 藤原 张德兰 还有司徒把心中便是都闪过了这个念头 宇智波悦先生 不知道你这次是什么意思 藤原抢行 压下心中的震惊 脸上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如果是这个名动天下的强者的话 那倒也勉强能够接受 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 不过还好 我们都是一边的 我们之所以会参合到木叶崩溃计划 可是很大程度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 宇智波悦 另外一边的炯炯盯着徐悦的背影 则是不自觉地伸手点了点下巴 似乎在回忆什么 长长的衣袖摆动 更添了几分灵动 我反悔了 我觉得木叶还是保留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的 徐悦没有丝毫负担地说出了 让藤原他们三人 以及另外那边五人满脸猛逼的话 卧槽 到了这个地步 你说你反悔了 有没有搞错啊 不能这么坑的吧 好 你既然反悔了 那我们作为最忠实的盟友 当然也会紧跟你的脚步 藤原近乎于心头低血地 说出了这苦涩的话 但前面那个家伙和我们有很重的私人恩怨 只要我们能够解决它 回头我们就帮忙将杀人和阴人赶尽杀绝 有这么尊大佛镇压在这里 木叶崩溃计划已经板上钉钉的胎死腹中 所有选错边的军团都是损失惨重 但既然到了这种地步 最初的原定计划却也要完成的 张作霖必须死 失去了这次机会 再想要抓住他就更加困难了 啊 私人恩怨吗 给我个面子就这么算了吧 徐悦没有丝毫顾虑地说道 冤家一解不一解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另外一边的张作霖 听到这里也显得很是激动 本来都准备琢磨着怎么才能咬下他们一块肉的 没想到事情竟然还出现了转机 虽然没诞生羁绊 但与制播越还真是意外的可靠啊 这绝无可能 藤原这是真的怒了 那虚幻的身体都在剧烈地拨动着 唯独旁边的张德兰脸上 莫名出现了些许忐忑与惊恐 迅速地扯了扯旁边的藤原 似乎想要让他冷静一下 干嘛 他 他是怎么进来的 这里可是有我和司徒拔的双重封锁 他实力这么强 进来很正常吧 不 我是说他进来 我们两人连一点提前反应都没用 又不是暴力破解 一时间 他们三人都变得有点沉默了起来 风诀本身就是张德兰制造出来的 结果对方在不打破的情况下 没有引起主人的丝毫注意就来到了这里 这 连我的攻击都正面接下来了 能做到这一点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谈的了 准备一场恶战吧 直接避开了那个话题后 藤原也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 反正自己现在是被存在之力赋予能够临时存在 之后也得死亡的 那自己无所畏惧 我们可也不是好惹的 一边想到这里 已经做出了决定的藤原 便是满脸严肃了起来 那不动名王像再次地从背后浮现而出 而这一次 他与那不动名王像本身也开始合二为一 又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强大力量 只是本身就已经死过一次了 之后也是必死的局面 这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似乎是受到了藤原的感染 那一直都是进行空间干扰的司徒拔 也好像放下了什么担子 我也有个能力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啊 现在也是能测试一下了呢 随后 司徒拔身上便开始燃烧起了幽蓝色的火焰 整个人都开始元素化了 犹如化作了元素精灵一般 举手投足之间 都带出了一股自然之力的波动 恐怖的自然之力 开始涌入了他的体内 身形拔地而长 这一份能力 每使用一次都会让身体出现元素污染 需要花费不低的代价做后续处理 得到之后 他都没怎么用过 但现在 既然自己本来就已经死亡了 那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反正最后也是以死亡进行回归 伴随着元素的汇聚 司徒拔的身形也迅速膨胀了起来 最后不管是那与藤原合一的不动名王像 还是那元素化的火焰巨人 都差不多抵达了和旁边被封印无法动弹的手鹤 差不多的大小 胸威滔天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所具备的强大力量 就算根据传闻你镇压过云影村 但换作我们两人用出这种手笔合力的话 也同样可以办到 我们的实力可并不弱于你 是时候给你一个教训看看了 那两人用出的压箱底能力 看得张作霖都感受到了一阵压抑 果然之前没有想要利用那道具 进行最后一次躲避是正确的 躲开之后也没有多少意义 先生可以先对付那个死太监 那两个人都是依托他的能力 才能继续战斗的 虽然相信徐悦的实力 但张作霖还是依然给出了最佳的提醒 不过更多的还是佩服那两人的勇气 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啊 而徐悦根本也没等张作霖开口说完 伴随着一阵紫色的火焰闪过 一道远超伪瘦体型的紫色巨人 便拔地而起 直冲云霄 那不动名王相和那火焰巨人 在这完全体的虚左能乎面前 犹如成人眼前的顽童一般 随后不等他们再有什么反应 背部三剑之一自动弹出落入手中 一剑落下 剑芒掠过长空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巨人的火焰还有不动名王相 便是瞬间被全部驱散一空 只留下了虚无快要透明了的两人身影 漂浮在空中不断地向大地坠落 坠落过程中 两人脑海里都依然还是一片茫然 刚刚 发生了什么 别说他们两人 就算是张作霖 此时看着不远处的巨大紫色脚掌 脸上也露出了亥然之色 在月球上他都没动用这一份力量的 不过算了 其实什么事发生在这位身上都很正常的 月球都被啃掉一块 区区一个巨人算什么 月球上随便一座环形山体机都碾压一切 哎 这就是情报不对称的优势啊 大概 你们眼里还是那镇压云影村的落后情报吧 反正自从知道了 他是出手帮自己这边的时候 自己就知道一切已经稳了 第零四七六章 满意 这 这是 藤原颤抖着看着自己开始虚无淡化 好似存在之力就要消失的手掌 嘴唇一片惨白和颤抖哆嗦了起来 自己的志强异计 正常情况下都不敢使用会威胁生命的异计 与不动冥王合体 绽放出无尽伟力的异计 既然连一秒钟都没坚持 就完全破碎 而且是完全将自己从不动冥王的状态中直接打了出来 而自己这暂时的躯壳却并没有受到损失 以至于没有马上消失 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着旁边的司徒吧 他化身火焰巨人出现在自己身旁的刹那 就算是友军都让自己感受到了一阵威胁和压抑 没想到这老绅士竟然有着如此的能力 可结果 已经完全停下来 颤抖着看着眼前那同样开始消散 露出了本体的身影 三人的心绪都已经降到了谷底 差距 太大了 所有人都已经不敢妄动 静静地等待着审判 越先越大人 他们图摸不轨 我觉得还是要斩草除根 张作霖胡子出身 自然也有着他的果爵和狠辣 当即便是想要劝说徐悦将在场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听得张德兰和藤元他们满脸的愤恨 这家伙就因为抱到了一个粗大腿 竟然就如此放肆 真真是该死啊 只是一击解决了问题 似乎正在考虑怎么处置的徐悦 此时却是突然转头看向了正戚戚爱爱摸索着什么的炯炯 看着那绝美俏脸上精灵古怪的表情 瞄脸面具上的滑稽笑容却是显得愈发的刺眼 的确是有点大意了 没想到你竟然会在这里 徐悦的话说出来 让在场的其他人 包括张作霖在内都感到了一阵惊讶 没想到龙之魄的那个女人竟然和雨智波月刷出了羁绊 这倒真的是完全没想到啊 龙之魄还真是看不懂的 我就知道 这个古古怪怪的分身就肯定是你的 不点魄的话多好 真是过分哎 炯炯一副真伤脑筋的样子 转动着灵动的眼睛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点魄的话你就不会怀疑了是吗 是因为没有证据 你会因为这些事来讲证据吗 徐悦哑然笑道 怀疑并不需要证据 与其让他留下一个疑惑 那倒不如就此点破 摊开来说 这边两人的雅迷 让其他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感觉两人认识的关系 可能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样 好像是有点复杂的样子 不过现在藤原他们也来不及想这么多 必须要想办法把眼前的问题解决掉才行 既然武力没办法达成目的了 那就必须要用上一切可以用到的手段 语之波悦大人 您在龙之国的那位小友 已经答应加入到我们这一边了 那个叫做徐悦的小友 所以还请看在他的面子上 帮我们报仇雪恨 藤原高声开口道 说到后面的时候 语调还变得有些沉重了起来 只要解决掉了林长老 我们所有人都以死泄罪 用来弥补冒犯您的罪孽 这话说出来张德兰都一惊 现在算起来自己还是活着的 藤原他们已经不会有更大损失了 但只要能够解决掉张作霖的话 自己也是能够付出这代价的 不说他们 就连张作霖都突然赶到了心底一尘 徐悦叛变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是一个麻烦啊 真是该死 明明感觉到他有培养的潜力 准备大力扶持的 结果回头你就说叛变了 到了这种时候 他相信藤原不会说出那种轻易会被拆穿的谎话 肯定是事出有因 扑斥 炯炯忍不住捂着小腹 突然笑了起来 花枝乱颤 肆意地宣泄着自身的魅力 在知道了足够多的真实信息进行推导的情况下 以他的精灵古怪 自然而然是看出了他们嘴里那个 徐悦与面前的与之波悦的关系了 没有证据 但却也不需要证据 只是他这莫名其妙的反应 让其他人也同样感觉到了一阵莫名其妙 这个女人莫不是疯了不成 而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的与之波悦也是轻笑了一声 倒是了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说服徐悦的话 按照你们的要求做也没什么 这话一出 让藤原他们不有一阵大喜 竟然真的有喜 没想到那小子在与之波悦心目中的地位竟然这么高 我们马上就把他叫过来 有着司徒拔的开门能力 将传送门打开 然后安排个信息过去 让人把人带来 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们就在这里说服吧 与之波悦一边说到了这里 一边也缓缓取下了脸上的喵脸面具 将面具斜挂在了侧面 将本身容貌完全从面具的阴影中露了出来 看着那逐渐从面具阴影下展现 挂着温和笑容的俊俏脸颊 一时间藤原他们所有人都一阵手脚冰冷 怎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幻术 对 是变身术 是大蛇丸的那种高级变身术 一定是这样的 站在徐悦背后的张作霖 看到对方脸上那惊恐而绝望的表情 也感到了一阵奇怪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与之波悦的面容难道这么可怕吗 剩下的张德兰以及另外那五个知道一点情报的家伙心中完全清楚 对方肆无忌惮无所顾虑地直接将本身容貌展露了出来 那自己等人的唯一下场近乎于已经确定 等等 我们签订契约最高层面的保密契约 一直都是围观看戏的五人 立刻没有丝毫犹豫地弹出了一张契约落在了徐悦身前漂浮了起来 直到此时在背后的张作霖才是突然浑身一阵冰冷 这是空间契约 能够接受空间契约的 唯独也只有轮回者 那眼前这一位 抱歉啊 已经稍微迟了点呢 徐悦满脸歉意地说出了这句话 看着面前的契约似乎是真的不好意思一样 我取下面照的时候 你们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 徐悦眼中那邪义的万花筒纹路缓缓地转动 话音刚刚落下 包括被存在之力赋予临时生命的藤原和司徒拔 包括张德兰 包括另外那五人在内 那之前盯着徐悦面具 看得所有人 全都骇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由内而外地崩坏 从脚底开始直接粉尘化 随后迅速地化作了飞灰全部消散 连灵魂带肉体同时崩坏 四周的风觉也同时腐朽了下来 这时 徐悦才是回头看向了满脸震惊的张作霖 脸上的笑容温和而谦逊 大帅 这样的处置满意吗 第零四七七章 处置 咕噜 张作霖咽口水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环境中很是刺耳 看着面前的徐悦 这位大帅也露出了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与徐悦同志 身份的保密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你难得得到了如此重要而隐秘的身份 怎么能够这么不爱惜呢 我觉得 大帅可以成为能够信任的人呢 徐悦对于张作霖的话不置可否 那怎么行 这样吧 我来签一份空间保密契约 对 就这样 你的事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刷刷刷的 张作霖便是没有丝毫顾虑地完成了契约的起草 然后满脸大肚的表情递给了徐悦 看着起草的契约内容 徐悦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了起来 还有点不行呢 不如我们稍微改一下 一边说到这里 徐悦便是将契约更改后的内容 推到了张作霖面前 让张作霖脸色一下就垮了下来 徐悦同志 没必要这样吧 大帅是不能重生回去的哦 你要先考虑清楚了的 徐悦的笑容依然还是没有丝毫变化 让张作霖有句麻辣的八字要讲 但讲不出来 徐悦的条例并不算太过分 第一 勇士不得与其为敌 这一点算起来限制不算小 但还可以接受 但第二 在不违背自身道义与利益的情况下 必须要无条件服从其命令 这一点 虽然有着不违背自身道义与利益 这两条的限制 但其他条件为 无条件服从的情况下 还是太可怕了 完全可以当作是一个 拥有自身坚持和性格 但却忠心耿耿的手下了 堂堂东北霸主 几次耍得日国和蜻蜓团团转 逼得他们合力联手起来 欲除之而后快 别说这种大佬当中的顶级战斗机了 就算是寻常的大佬 恐怕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条款 哪怕利用死亡复活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嗯 不过 想到之前也是徐悦发过来的那信息 张作霖霖撞强的心都有了 冯庸啊冯庸 我宁愿你不把这消息传出来啊 我和你老爹可是拜靶子兄弟 你为何要害我 真的是白疼你了 张作霖一时间不由痛心疾首 就算是袁世凯对自己许多时候 都是会尊重自己的意见 哪里会有这么苛刻的条件 一时间 张作霖不由万念俱灰 大帅 时间不等人呀 木叶还需要去处理的 徐悦满脸笑咪咪的样子 最终还是让张作霖咬了咬牙 好吧 既然有不违背自身道义 与利益作为约束 那答应 也就答应下来吧 只要以后 把自己的道义修高一点就行 无非是反悔而已 嗯 而且 这家伙的实力也摆在这里 真的听命于他 也不算辱眉了自己 见到张作霖牵了下来 徐悦脸上也是泛起了笑容 张作霖的性格如此 在他退路被堵死的情况下 自己这一份契约他最终肯定是会签下来的 八成现在想着怎么样才能钻空子吧 不过无所谓了 空子 本来就是留下来让你钻的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签约 自己所需的 也不过是外部的奥远而已 也并不会和你保持着太过紧密的关联 免得起疑 最关键的是 迄今为止 张作霖都是自己接触过最高层次的轮回者了 对于轮回空间一些真正的隐秘 他要了解的比自己清楚得多 正好 可以好好探知一二 既然张作霖这边处理完了 徐悦回头 便是又笑着看向了炯炯 炯炯小姐姐 我们又见面了 我可真不想见到你 炯炯环胸看着徐悦 鼓了鼓脸颊 翘脸上都是一副阴郁的样子 随后便是直接甩了一份契约给徐悦 甩完后还同时娇声说道 我可不像张大帅那样被堵了退路 不可能签多苛刻的契约 只能为你保密 面对这一份契约 徐悦也没有类似于对张作霖那样 而是大手一挥直接牵了下来 真是没有想到的 你这家伙的成长速度太可怕了 看着签订了契约后 炯炯皱了皱穷鼻 也算是露出了一丝惊叹的表情 一击直接解决了藤原和司徒 把两人的压箱底能力 这一份实力当真是可怖 比起张作霖 他们这一级别都要强大不少 那还真是过奖了 徐悦脸上露出了谦虚的表情 随后又带着些许古怪的对炯炯说道 炯炯小姐姐 你知道吗 其实本来这一次 我就对张大帅有点想法的 麻辣个八字 要不是冯庸那小子 我是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的 张作霖脾气还是那么的暴躁 听命归听命 抱怨两句总是无所谓的吧 对于这种态度 徐悦是丝毫都不在意 的确 当时可没有冯庸的那一份情报 那你猜我是想要怎么做 徐悦脸上泛起了笑容 让炯炯按到不好 可刚刚准备偷偷开溜线 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弹了 随后不由美好气地白了 徐悦一眼 真是的 讨厌了 想要追人家 就拿出点诚意来吗 不要用这种粗暴的手段力 定身术将炯炯定住后 随后另外一道人影 伴随着几次顺身术 也直接来到了几人面前 来者只有这一只毒眼 与制波止水 别天神的冷却时间很长 徐悦自己的这一枚 因为是塞在的幻树乌鸦上 有着初代溶液细胞浸泡 也需要四个任务空间的CD 还差一个 但与制波止水 靠着初代溶液的细胞滋润的话 几年的时间 足够它恢复过来了 炯炯小姐姐 虽然你们龙之魄可能会拥有着高权重的道具 能够解除这种控制 但在被发现前 也就只能让我为所欲为了 在炯炯翘脸上满是气愤的修脑表情下 与制波止水也是对徐悦点了点头 随后便是直接对炯炯发动了别天神 看着那表情 从气愤变得有点娇羞的炯炯 张作霖在一边也不由满脸猛逼 他不知道别天神是什么 但大概也能猜出其功效了 卧槽 这本来是想要用来对付自己的 麻辣个八字 你竟然从开始就算计老子 识人不明 痛心疾首 看着眼前炯炯的那绝世之姿 徐悦也发出了一声轻叹 别天神本身只是血轮眼级别 虽然相当的霸道 但也就是S级别权限 如果是对其他人的话 那还真能够放心 但龙之魄的人 却是没啥法子了 因为在欧洲的时候都还好 还能一直遥控着汪兆明 可过了一段时间 让他回国浪荡了后 他的别天神 便是被解除了 能搞多久搞多久吧 反正有个契约保底 多出的时间都是送的 第零四七八章 崩溃 好想死 炯炯满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别天神最为可怕的地方就是 其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身思想 不会影响到其潜力 现在炯炯就是这样 明明自己知道自己是中了幻树 但却压根没有一点办法 看到前面那家伙 就不由自主地想要生出福 从对方命令的感觉 这种怪异的反差感 当真让他生无可恋 安心 我不会让你去死的 徐悦似乎是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一样 一脸的和善 旁边的张作霖看到两人那种古怪的态度之后 以他顶尖大佬的见识 眼中也充满了惊诧之色 本以为是某一种控制人心的高权重的能力 这种能力他倒是也知道好几个的 但通常来说这种能力都有相当的破绽 被控制的人机械僵硬的变化 很容易引起军团同伴的察觉 然后利用一些道具进行试探 可眼前这个能力 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个妖女好像并没有受到丝毫思想上的改变 太可怕了 如果是自己中了这个幻术 想一想后 张作霖还觉得自己签下的这份契约 好像还不错嘛 区别只是在于 幻术有可能被更高权重物品解除掉 但自己签订的契约 除非对方主动放弃 却是终身制的了 只要有树叶飞舞的地方 火就会燃烧 火的影子会照耀着村子 并且让新的树叶发芽 当想要保护自己最珍惜的人之时 忍者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袁飞看着眼前的大蛇丸 嘴角也泛起了最后的弥流笑容 身后的死神狠狠地举起了手中的刀柄 将大蛇丸被抽出了体内的手臂灵魂 一展而断 一片死亡之色浮现在了大蛇丸的手臂之上 失去了手臂灵魂 影响的可不单单是她的手臂 整个身体都有崩溃的征兆 开什么玩笑 你这个死老头子 大蛇丸满脸都是癫狂地咆哮了起来 对于励志追求树枝极致的她 失去了双手还如何进行研究 而三代火影员飞日展 也已经失去了听到她话语的能力 脸上带着一丝安详的笑容 开始向后道去 那已经得到了大蛇丸手臂的死神 也开始准备最后将会聚在一起的几道灵魂全部吞入腹中 然而 丁 一闪而过的一道十字架光辉 便是直接撕裂了四子炎阵 瞬间命中了那死神的虚影 将其扯烂成了碎片 还没吞下腹的几道灵魂直接回归原处 初代和二代的灵魂回归消散 三代的灵魂再次进入了她重伤的体内 大蛇丸的手臂也开始回到了她的体内 只是 她双手因为之前的攻击已经完全坏死 回归之后也并没有起到丝毫好转 大蛇丸老师 您的木叶崩溃计划已经失败了 想来 您也不愿意拿出所有的树来与三代木进行交换吧 徐悦缓步走入了四子炎阵当中 笑着对大蛇丸说道 现在您的手臂只要选择转身还是能够恢复的 但如果灵魂没回来的话 转身都没有丝毫用处 看到徐悦的出现 虽然算起来她也算是帮了自己一把 但大蛇丸依然还是明白了 自己在木叶的计划已经到此为止 人家给你的面子你不接受的话 那等一下就真的没机会走了 大蛇丸大人 阴忍四人众看到有人撕裂了结界进来 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立刻都收队来到了大蛇丸面前摆出了保护状 行动结束 我们回去 最后看了徐悦一眼 大蛇丸也对自己四个打手说出了这话 随后便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直接撤离 看着大蛇丸的离开 徐悦也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大蛇丸老师留下了你的双手 到时候从都军那里得知到消息后 希望不要让我感到失望啊 一边想到这里 徐悦一边也走到了三代的面前 胸腔被草制剑命中 三代本身就是受到了致命伤 哪怕死神最后将灵魂吐了出来 也最多只能拖延片刻 捡起大蛇丸捡都不敢捡回去的草制剑 随手丢入了神威空间里 徐悦看着地上的三代 徐悦并没有露出多少情绪波动 但也就是一个纯粹灵魂上的封印手段而已 死神的灵魂力量很强大 但却也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数了 拥有轮回眼和转生眼 还有着AT立场这种心灵与现实的隔阂 徐悦丝毫都不虚这古古怪怪的死神 将你就回来也当作是报酬吧 看着地上的三代 徐悦并没有露出多少情绪波动 怎么回事 木叶怎么可能这么强 一名参与到木叶崩溃计划当中的精锐轮回者 同时遭受着一名精英上人和几名精英中人的辅助围攻后 脸上也全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完全不对啊 根据之前的作战总动员 木叶能够调集起来的力量应该是远远不如我们的 可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掌握了最先进情报的大佬们都是这么说的 哎呀 放心 现在木叶的影集强者并不多 而且那些忍足反应速度很慢 他们好像是先考虑了自己的利益 暗部都是一群打酱油的 没多大威胁 我们还有杀人和阴忍呢 雨智波月也站在我们这边 然后结果是 那个召唤蛤蟆的白发痴汉 带着两个肩膀上的小蛤蟆 直接从村里溪边杀到了东边 还有个浑身包着绷带 只剩下一只眼睛的残废 天知道什么时候就从角落里钻出来了 然后背后补几刀 还专门只盯着精锐轮回者 完全都不理会那些大佬们 但被他盯上的精锐轮回者 没一个是走得安详的 还有据说反应迟钝的忍族 却好似提前就知道动手的计划一般 开始就跳了出来 那些家族秘书和血迹献戒荡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简直是一路平推啊 杀忍和阴忍加一块都不够他们锤的 而所谓很弱的暗部 更是杀伤最大的一个群体 连卯月士兵卫这样的大佬 都轻松地被六个暗部缠住了 追在屁股后面杀 本来的话 因为有着可观的大佬数目 场面上倒也并不吃亏 但随着司徒把大人 带走了所有能够抽空出来的大佬后 场面便是有点扛不住了 走之前 他还很是淡定地说我们去去就回 可现在 完全没他们的人影啊 去去是多久啊 自己这些都快连同杀忍和阴忍推沟里去了 为啥你们还不回来 为啥传说中的宇智波月也没有出来帮忙 第零四七九章 眷恋 好 好像现在场面上对我们有利啊 张涛成功解决了一名杀忍中忍后 气喘吁吁地对旁边的黄墙说道 自己脸上都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训道的准备了 只是近人视听天意 但没想到 确实越打越顺畅 场面上 木叶这边慢慢开始占据了上风 卧槽 同时硬抗杀忍 阴忍还有轮回者 木叶村真的是怪物吗 杀忍不也同样是五大忍村之一吗 为啥差距这么大 不过之前 司徒把带人离开的画面 他们两人也是看到了眼里 大佬们集中的动静还是很大的 这么多大佬聚集在一起离开 肯定是很重要的事 想到这里 两人心底又不由出现了一丝担忧的神色 大帅 不知道能不能抗住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连串的导弹出现 将他们四周隐约包围过来的几名杀忍炸成了碎块 近距离租用的小队频道中 也传来了逢庸的声音 发什么带 这里可是战场 先对付敌人 随后 他们便是看到了空中那华丽的机甲 带着一条绿色粒子组成的喷咽 又一头扎进了最密集的区域 对于机甲来说 和别人一对一单挑 对付同级什么的 都是太吃亏了 但进行等级压制的对付密集的敌人 却是比其他能力体系要强得多 走到哪里 都是一片势横遍野 被与制波月留下的分身就回来的冯团长 似乎也是憋了口气 在这次战场中完全发泄了出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道高速的人影 便是从冯庸最开始过来的方向 跟着冲了过来 正好在两人面前的时候 停了一下 似乎是带着一阵剧烈的喘息 停下来休息片刻 一边喘息 还一边高声对天空叫骂 逢庸你对得起你父亲的名号吗 敢不敢堂堂正正和我打伤一场 唐尼算是现场当中少有还留下来的大佬了 作为排名第三的自由之意 他们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惯第一的远东总督府 这次既然远东总督府响应得这么积极 他们自然也是一贯的放水方针 见到去了那么多人后 他去都懒得去了 自己和司徒拔地位差太多 过去了不是平白被他们压一头找不自在吗 可现在他确实发现 留下来也并没有好处啊 木叶的反扑力量太强了 看到那个蛤蟆 怪人手撕了一个同级别的家伙后 他就老老实实地绕着走了 然后他选择了麦特凯这个目标 以前麦特凯在情报当中是上忍垫底 但发现了八门盾甲之后 他的实力评价还是得到了认可和提升的 但就拿那个叫做小李的下忍实力提升来对比的话 这个麦特凯就算使用了那个尽数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自己对人形敌人可是有着巨大加成的 嗯 然后怀着这种心情 就被冒着氯气的那个怪物按在地上死命地垂了一顿 还好他脑子比较冷 自己使用道具装死片过去了 有了这样的遭遇之后 唐妮痛定思痛 终于还是准备盯上轮回者了 自然而然地就选上了不会辱没自己身份的冯庸 那家伙使用的是机甲 而自己的灵巧与机甲进行单挑的话 还是有着一定的优势和克制的 可偏偏那家伙完全不和自己放对 就是一路高来高去的找密集场所 真真是气死人了 自己的绝技必须要自己不能动弹 面对那家伙不接战 真的是好无奈啊 敢不敢停下来吃我一发 喘息了片刻后 唐妮便是注意到了边上对自己充满了敌意 满脸警觉正在后退的两人 嗯 龙忍村的 哦 有点印象是参加了中人考试的 没在参赛人员情报里面 应该是轮回者吧 回头一看 四周全是杀忍和阴忍的尸体 一时间也让唐妮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两个龙忍村的杂鱼 不好好的归缩在一边 竟然还赶来蹚浑水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换作平时的话 以唐妮的矜持 没好处的话 还真不一定会对付这种小角色 不过这一次 却是一路上憋火憋得太久了 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吧 长长地呼了口气后 唐妮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区区两名参加中人考试的轮回者 区区两名龙忍下人 自己一只手不使用任何强化技能 就能轻易将它们切成碎片 你们应该是三人一小组的 不要怪我不给你们机会 把人叫过来让我顺手点一起解决吧 唐妮带着自身强大的大佬气场 霸气十足地说道 对付不了那些家伙 也追不上冯庸 但对付你们这种杂鱼 翻手可灭 另外 一边保持着满脸警觉的张涛和黄强两人 也是感到了心情沉到了谷底 他们并没有选择呼唤冯庸的援助 因为他们清楚 冯庸团长此时才是最能发挥出优势 一旦真的将他叫过来了结果 被眼前之人拖住了 反倒是更大的不利 甚至可能因为克制而树 没想到 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 竟然会盯上自己两人 这就是命吗 不过能够死在一位大佬手上 这却也是自己两人的荣幸了吧 想通了之后 一时间两人也放松了许多 不过就算是大佬 我们也是准备挣扎一下的 完全放开了担子后 张涛和黄强两人都摆出了 自己最拿手能力的棋手姿态 做出了万全的防备 哪怕知道这点能力 在大佬面前完全无用 犹如躺臂当车 但却也准备尝试一下 自己这不自量力的滋味的 嗯 你们还在这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点熟悉的声音 便是从身后转了过来 回头一看 却是看到了那从开战开始 就消失不见的队友徐悦 从木叶崩溃计划开始 他就狡猾地开溜了 完全没看到踪影 不过张涛和黄强盗也并没有怪他 从他请了个人过来 治好了本来应该必死的 逢庸团长后 他们两人就知道了 这一位能够得到少帅的看重 的确是有着其必须的原因的 他和那个大人物之间的羁绊 恐怕比他自身的天赋和实力 还要更加重要 这种重要人物 的确是要保全自身为上 可你躲起来就躲起来啊 为啥选择了 眼前这最为不好的时机出来 对方可是高高在上的大佬 多你一人不多 白白送死而已 哦 还真的叫过来了 哈哈 有点意思 唐尼见到了三人到齐后 虽然莫名其妙 感觉最后那个家伙 好像哪里见过 但依然还是露出了笑容 就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吧 你不该过来的 张涛带着些许苦涩地说道 旁边的黄强也点了点头 没事 我不是一个人过来的 许悦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麻辣个八子 这次任务真是晦气 你还晦气 那咱过来 只是帮下你忙的 不更是晦气 安静 先后三道声音出现 伴随着最后的安静二字 场面也的确瞬间安静了下来 随后 一个看上去 有点狡猾的农民大叔 一个千娇百妹 让人看一眼 就热血上涌的爵士仙子 还有一个戴着瞄脸面具的木叶暗布 便是出现在了现场之内 随后同时看向了 那正在摆出拔刀架式的唐妮 手握刀柄 还没有出招的唐妮 看到了现场出现的三人后 脑海中莫名浮现了诸多回忆 最后定格的画面 便是定格在了 自己还未成长起来之时 利用自己的处男之身 好不容易换来的一次 与金刚级冒险小队 牵线搭桥的机会 靠着这次机会 才是搭上了王国 最强战士 以及自己师父的车 随后才是一帆风顺 甚至清出于蓝 那倒一直想要遗忘的面孔 再次浮现在了自己眼前 哎 终究还是没办法忘记你啊 格格兰 唐妮 醋 第0480章 漏网之鱼 怎么会这样 藤原剑圣呢 张总管呢 司徒巴总督呢 还有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 奈洛看着出现在战场 开始以那神出鬼没的 鬼魅空间能力 到处救活补刀的张作霖 眼中也充满了 难以置信的神色 对于终极计划 他是清楚的 三位大人 加上司徒巴总督带走的那一群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干掉张作霖 这完全无法接受 另外 既然张作霖逃回来了 那为何藤原剑圣 他们还没回来 一时间 一种隐约不妙的念头 便是从心头浮现了上来 让他不由暗自咽了口口水 旁边一身将妖绕身段 完全凸现出来紧身装扮的包机 翘脸上也出现了凝重的表情 我觉得我们暂时不要先转变身份 继续静观其变 听到包机的话 奈洛沉重地点了点头 奈洛和包机两人 此时依然还是一副木叶忍者的装束 虽然出工不出力 但好歹还是表现出对抗入侵者的态度 之所以会这样 其实也就是为了更清楚地摸清木叶的防御布置 方便传递情报 而且真到了必要的时候 以奈洛具备大佬级别实力的精锐轮回者身份进行偷袭 说不定还能解决一名木叶的顶尖强者 他其实也一直都在寻找机会 想要接近那个蛤蟆怪人 只是找不到有利时机 可现在突然张作林冒出来了 他们两人也决定要缓上一派了 不好了 与智波悦大人反悔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伴随着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 就看到了一名龙隐村下人 正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正是已经暗地里答应 成为北洋军团内影收集情报的徐悦 听着他急忙赶过来 带着焦急的声音说出的情报 奈洛和包机两人都不由心头一沉 与智波悦反悔了 这可真的是再糟糕不过的消息了 不过也还好 还好我们有仙剑之名 仙策反了这位最关键的人物 不然的话 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失去仙机 既然已经知道了 那应该就能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那藤原大人 他们怎么样了 以大人们的睿智 应该会找出合理的处置方案 才是 你旁敲侧厅 直接去问一下 语制波悦 奈洛很是急切地说道 语调都用上了命令的口吻 你谁啊 只是徐悦对于奈洛这家伙 表现出一脸不满的样子 不断用狐疑的眼神 一边看了看 奈洛又一边看了看包机 哎呀 乱吃什么飞醋吗 这是我家表哥奈洛 还是懂得察言观色的包机立刻反应过来了什么 无嘴轻笑地说道 说不出的娇媚 奈洛虽然充满了酸味 但也知道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一个刚刚要跨入资深轮回者的杂鱼而已 回去后可以有的是机会收拾 所以也不得不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刚才是急了点语气不好 是想要请小兄弟问问 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要看在表妹的面子上吧 听到这里 徐悦的脸色似乎是缓和了下来 随后便回答道 我其实已经问过了 当真 那现在是 都死了 徐悦略带遗憾的口吻 无疑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在两人还在发呆消化的时候 便是继续说道 他们开始不太愿意放弃 准备试一试与制波月的金粮 然后好像没收住手 嗯 一个都没剩下 徐悦的表情似乎是有些叹息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就算是与制波月也不可能 是几位大人联手的对手 奈洛满脸的难以置信 虽然他知道对方不可能说出 这么容易被拆穿的谎言 但依然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你们看 张作霖在那边好好的 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所以两位还是要想办法自保 万万不可丢了木叶的身份 切记 切记 徐悦说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真情流露 好吧 其实他是真的希望 这两个家伙 能够老实下去安安心心等待退场 这次的战斗 多少也得传递 一点点情报回去才好嘛 都死了让外面的人瞎猜 反倒是不太好 他们两个既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有着话语权 但又无关紧要的家伙 毫无疑问是最为适合这种角色的了 而且 自己提供这种情报 也能侧面证实自己的忠心 获得更多的信任 横竖就是动动嘴皮的事 完全不需要成本投入吗 张作霖回来了 宇智波月回来了 加上打秋风的炯炯 虽然止水因为身份的问题 并没有参与过来 但单凭上面回来的三个 就足够平推一切敌人 本来就已经占据上风的木叶 一时间更是威势无二 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 富商的四代风影还出现在了现场 命令杀人无条件退出缴械 这时 杀人们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蛇丸的阴谋 四代风影甚至都受到了埋伏差点陨落 而与此同时 虚弱无力的三代火影原非日展 也站了出来呼吁不要攻击杀人 已经确保了盛世的情况下 原非已经开始考虑 战后村子应该如何恢复和获取利益了 沙隐村已经被打残 对木叶构不成威胁了 而木叶也不可能远征锋之国 进行有效占领 所以这种情况下 签订城下之盟 再次重新获得这个盟友 还是有必要的 既可以卖他们一点面子 方便提出更加有利于木叶的苛刻条件 又可以更多地保留一些他们的实力 方便维持人界平衡 作为最主要中间力量的杀人挺守 甚至倒戈 对方还出现了异常强大的几个援军 本来就苦苦支撑的阴忍和轮回者们 毫无疑问已经失去了最后蹦跋的机会 除了一直被根部纠缠住的 卯月石兵卫运气好成功 利用到了逃脱道具省下了重生权限外 其他所有参与了进攻的轮回者都是一个不留 包括拥有重生权限的大佬们损失 包括那集中了数量的精锐轮回者 一时间参与其中的这些大型军团 都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甚至付出最多的远东总督府和日国的幕府 用元气大商来形容都不为过 大佬们就算有重生权限 大多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底蕴差一点的需要 从头再来 而精锐轮回者们可没有大佬们的底蕴 绝大多数死了就是死了 这些人可是每个军团的中间 因为能够派出的大佬数目有限 他们可都是尽可能地塞了精锐轮回者进来 甚至连晋级任务里都看不到大型军团的成员参与了 可想而知派出的数目 结果却是全都陨落在此 而在这种情况的收尾下 因为得到了徐悦提醒 一直都站在木叶这一边的奈落和包机两人 也开始在考虑着退路了 只剩下自己两人 面对在木叶手握大权的张作霖 完全没有丝毫抗衡能力 唯独寻找与智波月帮忙才有可能自保 没错 我们并没有撕破脸皮 而在利益的推动下 哪怕与智波越是造成这一切损失的重要人物 也必须要求上头去了 奈落心中更有着许多其他想法 算起来自己这一次并没有什么个人损失 而与智波月的实力竟然能够同时对付那些大人 恐怕实力比传闻中还要高 肯定要努把力留下羁绊啊 这等重要羁绊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上 才能让人安心 退一步来说 就算留不下羁绊 也要利用他做点什么 充分地将这情报的优势转化为实质 第零四八一章 善后 木叶崩溃计划已经终结 杀人与阴忍全面退败 而煞隐村也无条件投降 被逼签订了城下之盟 不过好在木叶现在也需要修身养息 而且同样也需要盟友的帮衬 所以并没有狮子大开口的立刻要多少赔偿 而是眼光放得很远 签订了一些长远利益的条例 四代风营也没有提出丝毫反驳意见全部签订了下来 他之所以签得如此爽快 近乎于卖国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木叶救了自己 也不是木叶放过了剩下的杀人 而仅仅是因为木叶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眼前对煞隐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他还有什么不满的 在村内直接爆发出的大规模战斗 论破坏力比当初九尾袭击还要更大 九尾那一次在徐悦的帮助下 木叶的损失并不算大 而这一次同样在徐悦的影响下 木叶提前爆发出的全面战斗与轮回者们的对拼 比原住当中对村子的影响还要大 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和断壁残炎 和平已久的木叶居民们 在战后也有些无所适从 只知道忙碌地跟随着调度重建家园 而木叶的高层 也在这种时候召开了紧急的临时会议 三代火影员飞日展 水户门延 转秦小春 至村团藏 自来也 张作霖 徐悦以及日向日族之类的忍族族长 汇聚一堂 满脸虚弱和苍老之色的原飞日 展捂着胸口干咳了一阵后 才是缓过了近来说道 虽然越顾问 把老头子 我拉了回来 但老头子 我这把年纪受到了这样的伤以后 恐怕都无法再剧烈运动了 原飞说到这里之后 都再次重重地呼吸了两次 似乎是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年龄已经摆在这里了 战斗当中还严重透支 甚至被贯穿了胸腔 能够被救回来 已经是羊顿逆天了 自然而然地留下了后遗症 听到原飞这么说后 在场大多数人 都感到了一丝沉重与悲哀 不管如何 三代火影在位将整个村子 打理得井井有条 都是被看在眼里的 这一次 也是为了木叶才负伤这么重 唯独至村团藏露出的 独眼里出现了些许激动之色 他大概是猜出来了 原飞准备说什么了 这即将是自己最期盼的时刻 想到这里 他还不忘记 对戴着面具的徐悦方向 点了点头 而徐悦也同样是 戴着面具点头回应了 得到了回应之后 至村团藏便感觉更稳了 自己的眼罩不好取下 所以最好还是 要用年轻时没受伤的照片 来当作雕像的残照 听说火之国大明的小儿子手上 有一位优秀的雕塑师 找机会讨腰过来 应该是会给自己这个面子的 果然 接下来原飞便说出了最让他心动的话 鉴于这种情况 火影的位置恐怕已经不再适合我了 现在将大家集中在一起 就讨论一下五大火影的候选人吧 到时候承报给大明完成交替 我觉得月顾问不错 不管是实力还是年龄 都是不二人选 自来也率先就发表了自身的意见 但怎么看 怎么都有点想要甩锅的意思 对于徐悦的身份 甚至在场不少忍族组长都不太清楚 与智波一族的事实观重大 也就是日向日族 因为日向家的特殊性方面 是完全了解的 但发起推荐的人 是三忍之一的自来也 肯定也有着他的原因 这一点我也赞成 至于月顾问身份上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老头子 我还能发挥点余热 一人承担下来 原非对于自来也的提议 显然也是相当赞成的 直接站出来背书 之前的话 他还有顾虑 怕影响到木业 但这一次木业 遭受到如此重大的创伤 干脆就借此机会 浴火重生 三代的表态就更让一些不明真相的忍族族长感到诧异了 我反对 那件事实观重大 绝不可如此草率 至村团葬丝毫无法忍受的 直接自己跳了出来反对 而他说的那件事 肯定也不是指的火影之位 而是与智波灭族的事 我也赞同团葬长老的话 另外 我推荐团葬长老成为火影 他不但有资历 有实力 而且经验丰富 肯定能成为一位好火影 徐悦自己也稀条漫里的紧随其后说道 本来的话 顺手将火影的位置拿过来 也不无不可 不过 既然空间留下了个坑的任务 给自己 那自己还可以再等等 相比于火影的位置来说 毫无疑问是想办法先完成这个空间的任务才行 只是可惜要下一次进来 才能完成后续的激活 自己不急在一时 听到了徐悦果然站出来支持自己了 团葬激动得有点打摆子 只要这最大的敌人解决掉了 我反对 反对 团葬长老年事已高 团葬长老也受过旧伤 五代还是要从年轻一辈选取 只是徐悦的提议刚刚提出 就立刻遭到了一片反驳 没有一位忍族组长同意团葬就任 不得不说 团葬长管着根部的时候 的确是完全牺牲掉了自己的名声 专门干件不得光的事 很容易惹人忌惮与忌恨 甚至就连团藏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会突然遭受到这么多的反对 老夫为了木叶偶心沥血 勤勤恳恳 数十年如一日 你们就这么对待老夫 还有天理吗 还有法律吗 一个两个家族的话 自己还能够想办法报复报复 可现在近乎于清一色全部反对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至于老 我有着初代细胞 战力并没有太大损失啊 至于旧伤 我私下绷带那一串眼珠子 能吓死你们 我变得更强了呀 只是可惜 这一些反驳他只能在内心咆哮 不管是初代细胞 还是血轮眼 都是见不得光的 特别是对这些忍族来说 更是如此 偷盗他族的秘书 和血迹这可是忍族最无法忍受的 吃着这种没办法吐出来的闷气 团葬机遇抓狂 可怜宇智波月都已经开口 支持自己被驳回了 自己已经找不到其他 能在这会上发生的了 本来他都算计好了的 如果没有那些忍族反对的话 另外几个老家伙 还可能顺势就认同了自己 可忍族反对这么激烈 那些老花头们 肯定是不会再开口了 真是该死啊 这是最好的机会啊 为什么要把忍族组长都叫来 水户门延 转请小春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也点了点头 前面的提议都被否决了 那就只有由他们两人来定锤的好 还能增加威望 我推荐自来也 我也是 只是两人刚刚提议出来 自来也就立刻摇头否决了 我不行 我的性格不适合成为火影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肯定没问题的 等到自来也说出来之后 其他人也都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是啊 牵手一足的名望 完全能够压下反对声 也的确最适合 现在成为精神领袖了 但他人呢 我可以把他找出来 感觉自己再不说话 就得被赶鸭子上岸了 自来也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觉悟 好 只要你能将刚手带回来 成功说服他 成为火影 我是没问题 但如果办不到 你就要乖乖成为火影 负义 同意 负义 没意见 各方面妥协之下 依然还是走上了意料之中的轨迹 麻辣个八字 其实我也可以当火影啊 张作霖闷闷的坐在一边心中赋斐着 只是可惜 头顶上那位婆婆发话了 自己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也很绝望啊 第零四八二章 先机 非常时期 非常办法 对于火影继承人的敲定速度 那是异常之快 一次会议就完全解决了 除了团葬抗议持保留意见外 近乎于已经全部得到了同意通过 邀请牵手刚手回村担任火影 如果失败 则换备胎字来也担任火影 三人的名号 加上火影的嫡系 以及本身的实力与名望 这也算得上是众望所归了 在这其中 团葬甚至是起到正面作用 正因为团葬垂涎火影的位置 而且丝毫没有掩饰自身目的 哪怕不太喜欢刚手和自来也的忍族组长 做出了对比后 都毫无疑问地将票投给了他们俩 那就这样吧 我去把刚手找回来 顺便带名人过去路上修行一下 作为他的老师 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自来也考虑了一阵后 最后还是对徐悦说出了自身的请求 毕竟现在名人算得上是徐悦带出来的弟子 既然自来也大人愿意指导他 我当然也是放心的 挂着瞄脸面具的徐悦 对于自来也的提议 没有丝毫拒绝的意思 啊 我不要跟着这好色老头子 我要跟着岳老师 在得知到老师 把自己卖给了好色仙人后 显然 名人并不是很卖自来也的账 一脸气哼哼的样子 螺旋丸都被提前学会了 自来也能够勾引他的东西 毫无疑问少了一个 现在 木叶刚刚进入重建时期 你老师的事情比较多 也就是我这种闲散人员 能够带你去的 自来也直接拿 徐悦是多 堵死了名人的话 让名人满脸都气鼓鼓了起来 不过 虽然名人调皮了点 但见到村子这样的情况 他也不会无理取闹 况且这好色仙人也不算差 所以还是勉为其难地 答应了下来 同意跟着自来也出村旅游 自来也还没离开村子 似乎带着名人 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 不过这段时间 徐悦也同样是 准备着一些扫尾的工作 这次需要拿到的东西 差不多都拿到了 剩下的 也就是墨水墨的功夫 从凯这里 把他最后的压箱底掏出来了 另外顺便在木叶 继续填补一些寻常忍数的空白 自己阻止了这么多轮回者的 合力破坏剧情 完成了一次相当不错的触发任务 回头又就回了三代完成了成就任务 再加上月球上的动静等等 这次的结算奖励应该是较为可观的 所以凯这里想办法 把西向和叶凯的卷轴掏出来 回去用剧情点学就行了 转生演示先上车再补票补来的 灰叶机那里又榨干了身上剩余的点数 剩下的也只能利用好感度和任务什么的来换点卷轴了 徐悦极为少有的暂时进入了贫困期 结算前身上没啥点数可用了 所以连延长时间都没准备延长 把后续的一些剧情之线榨干差不多就准备离开的 下一次能够顺手的应该也就是又来到木叶的事了 他应该还是会过来露个面 展现存在感用来保护佐助吧 只是徐悦一边在骚扰着凯 一边和凯一起静静等待即将到来的与致波佑之时 又是意想不到的两人却是主动找上了自己 让徐悦面具下的眼神都莫名出现了些许诡异 与致波佑大人 还请一定要帮帮我们 奈洛满脸沉重的表情 用悲痛万分的语调说道 之前他们和徐悦见过面准备刷任务的 所以知道月顾问就是与致波月 不过对于奈洛 徐悦是选择了直接无视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旁边的包机 与致波大人 林长老想要杀我们 包机一副渲然欲气的表情 可怜巴巴地同样发出了请求 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 这种时候 为的只是找一个接近与致波月的借口而已 以此发出请求 再度接近与致波月 然后以报酬的形式尽可能地给予好处 这样 你来我往几次下来 应该是有机会在最后的关头将羁绊刷出来的 这次任务已经完全泡汤了 各方面都损失惨重 唯独只有刷到了这位大佬的羁绊 才能弥补些许回来 之前你可是忽悠着 我们要对付木叶 是你自己反悔了呀 其他人因为抵抗被打死了 我们这么顺从多少也会有点内疚和补偿吧 现在的耐落就像是一只书红了眼的赌徒一般 上一次没达到目的 是自己还有些犹豫 没有抓住最好的有利时机 这次我就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林长老吗 林长老一向脾气不太好 我也不太好贸贸然地开口啊 现在本来就穷得叮当响 突然有人主动上门来送礼 徐悦当然也不会有丝毫又坑 他们一次的心理负担 而是很快地便进入了状态 甚至真的把张作霖叫来演上了一波 好 好 好 麻辣个八字 没想到你们竟然能和他拉上关系 算你们走运 张作霖满脸杀鸡地看着耐落和包机两人 最终还是放开了紧握的拳头 月顾问 这次我就给你这个面子了 一边说完 张作霖一边便是气哼哼地转身离开 只是刚刚转身 脸上就莫名浮现出了一丝悲哀和同情 哎 虽然属于敌对势力 但看着你们这样也真是于心不忍呐 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跳坑呢 但 更多的还是有着一种酸爽感 原来自己不是最惨的 果然 当看到有人比自己更惨后 现在也发现那种契约也没有什么不好接受的嘛 最起码自己不会再被他这样坑了 成功帮忙解决了问题 徐悦收理起来也没有多少手软了 而且适当的还会给他们一点甜头 嗯 不错 我觉得你有能力成为一名暗部小队长啊 好好努力展现出你的能力 得到了我的认可的话 我可以考虑将你们收作直系布下 这里有个小任务交给你们 徐悦有着自身在木业的权限 还是眼前这种非常时期 给他们安排一些任务什么的 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而且还是有着空间认可的任务 同时也顺带地给了一点他们的身份提升加成 同样是具备效应的 让这两人愈发的死心塌地了起来 不过稍微有些可惜的是 这一次他们给的零碎物品质量倒是的确很好 平均比上次都要出色的多 但却并没有类似于上次那种血迹卷轴一样级别的物品了 也是了 虽然这个耐落实力还可以 但一般情况下 除了本次空间刚刚获得还没有足够点数学习的卷轴外 那种对它有作用的卷轴肯定也不会留着 化作自身的实力才是最关键的 而迟迟没有再度得到徐悦回应的耐落和包机两人 这一次倒并没有上次那样的紧张感了 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了难度 还有着后续的补救 哪怕退一步来说没有刷出羁绊 只要能满足后面那个条件 自己两人也是赚的 月大人 我们还知道了一条相当隐秘的消息 现在就准备告诉你 宇志波佑他马上就要回村了 耐落脸上此时也泛起了一丝胜券在握的笑容 开始因为在龙影村看到了小的人 还以为你应该是站在木叶敌对面的 但既然最后你选择了反悔 那毫无疑问就是站在了小的敌对面了 同样的亏 我们可不会吃两次 没能刷出羁绊没关系 有着前面送给你的东西 拉近关系打底 再加上我们提供这个重要情报 邀请你一起对付宇志波佑就行了 只要能够得到宇志波佑的四沟玉血轮眼 这次就同样是赚的 攻略进度比现在的时间节点要更靠前 我们就犹如预言家一般掌握了无尽的仙计 现在正是将这仙计转化成好处的时刻到了 第零四八三章 控制场面 他会去对付宇吗 他们可是一族的 在徐悦答应下来了后 包机在租用的小队通讯当中 对奈洛有些担忧地问道 一定会的 根据我们的细节组 早就已经探查出了宇志波一族的灭门惨案 其实是木叶高层搞的鬼 宇志波佑就是一个背黑锅的 所以他才会这么仇视木叶甚至加入小 奈洛满脸都是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情 那宇志波月 我们之所以相信宇志波月准备对付木叶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根据这一份情报 认为他终究是对木叶不满了 但他最后的选择却是保护木叶 所以 所以说 宇志波月也是当初事件的知情者 而且是站在木叶这一边的 在这个空间中宇志波月可也同样是S级通缉犯 区别是在于 宇志波又对木叶充满了仇恨 而宇志波月恐怕是亲手屠戮宇志波一族的元凶 这 这 他竟然为了村子对付自己的家族 难以置信 他连那种事都做了 现在还默默地在木叶奉献自己的余热 甚至不惜隐姓埋名 如此热爱着村子 所以你说 如果他知道了宇志波又的消息会如何 宇志波又可也是知道那件秘密的 一旦抖露出来 会对木叶名望造成巨大伤害 奈洛将自己的分析讲得头头是道 抽丝剥茧一般的 完全将宇志波月的心态分析了出来 这让包机也不由感到了一阵赞同 虽然有时候纯了点情伤很低 但他能够获得如此成就 能力的确是有的 而如果宇志波月会主动对付宇志波又 有着我们前面放下的铺垫 给予的物品 到时候完成补刀 抢个四勾玉血轮眼 似乎也不在话下 一想到如此高等级的物品 包机也感到了一阵激动 是啊 军团损失惨重 但那与自己又有何干 人 还是要靠自己 哟 这就是你的村子吗 虽然受到了破坏 但依然还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啊 鬼娇看着那破败中重建的村子 抖笠之下的鲨鱼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赞叹 腐朽的村子而已 又用一种很冷淡的语调说道 也是了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 鬼娇并没有说完 只是黑黑一笑 不过 算起来 与制播月好久 都没回组织开会了 换作以前的话 都会宣布 他叛逃组织了 这次不知道灵是什么意思 他和大蛇丸不同 又只是简单地回应了一句 黑底红云的两个外来人 在木叶战后重建的街道上晃 当然也是会引起足够的注意 阿司马和红两人 便是率先发现了他们 并且暗号开始联络其他上人起来 很显然 以这两位的实力 在发现了小二人组的踪迹 并且跟踪后 也很快引起了 鬼娇和幼的察觉 双方都相当默契 不约而同的选择 远离了人群 来到了一处湖边 真是好久不见了 红还有阿司马 又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两人 也掀开了头上的斗笠 露出了下面冷峻的面孔 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红和阿司马 两人都不由心头大惊 是与智波幼 虽然阿司马是三代的儿子 但以他们两人的身份 依然还是不可能知道 与智波一族灭族的真相 此时看到真凶出现后 都露出了戒备的表情 两位都认识幼吗 那我也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了 我叫甘氏鬼娇 佑的搭档 还请多多指教了 很显然 阿司马和红还是很讲礼貌的 既然鬼娇请多多指教了 那他们就真的准备指教一下 战斗瞬间便爆发了出来 只是很可惜 阿司马对上甘氏鬼娇 都还能有来有回 但红和佑的差距却太大了 擅长换术的红被佑玩客 况且红本来也就是 普通的上人而已 如果不是佑手下留情 胜负只是瞬间的事 因为有着绝无孔不入的关系 佑也不可能放水太厉害 下一刻便是一脚将红踢到了水面之上 到此为止了 不过就在佑准备再度上前追击的时候 一道冷漠的声音出现 而后几道恶心的触须 便是从水下迅速窜出 朝着它抽动而来 破空的声音展示着触须的力量 让并不以体力著称的佑第一时间选择了避让 或许他本身也需要找个台阶下 不然把红直接打死了也不太好 随后他就看到了一道 戴着古怪眼镜的英俊青年出现在了红的面前 正是日国天骄 精锐轮回者就拥有着大佬级别实力的耐落 为了对付又他特地准备了一副特殊眼镜 这眼镜的特效并不是抵抗幻术 而是被赋予了永不和他人对视的积累效果 在其他地方这眼镜完全没什么用 但这却是专门找出来 用来对付与智波佑的独特道具 当初雪大人将进度推到这里的时候 被与智波佑的四沟玉血轮眼瞬间秒杀昏迷 侥幸才是捡到了一条小命 从此才发现了四沟玉血轮眼的秘密 经过后续的试探后也明白了 与智波佑的那个恐怖幻术 需要通过眼睛对视才能完成 虽然与智波佑本身也很强 但废掉了他最强的一点后 勉强也算得上是影级的自己 也不会弱他多少 有点意思 没想到这些年 木叶还是出了点像样的强者 与智波佑看向了奈洛后 并没有丝毫的表情波动 而后 奈洛就真正体验了一下什么叫做结印速度 忍术的释放 衔接以及时机 配合血轮眼的洞察力都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 就算不使用万花筒 又也是拥有着相当强劲的实力 几次忍术衔接 配合影分身爆炸 直接就让奈洛显得狼狈不堪 不过好歹也是顶住炕下来了 比起当初他们那个被秒杀的雪大人要好得多 这就是情报优势所转换来的直接实力 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要顶不住了 怎么还不来 奈洛心底一阵欲哭无泪 本来感觉只要废掉了对方最强的能力 自己应该是能够完全抗衡的 但没想到排除那个可怕的幻术对方竟然都有这么强 自己真的快撑不住了 还好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援军驾到 虽然不是奈洛所期盼的那一位 但却也是拥有着血轮眼的男人 奇目卡卡西 刚刚出场就一个水胶龙蛋和鬼胶的树完全抵消 并且同时拦在了右的面前 看上去好像一个人就控制住了场面 最起码奈洛这边是松了口气 感觉自己成功续了一波 第零四八四章 听我解释 卡卡西看着右 面罩之下也满是复杂之色 因为当初灭族之夜 跟着凯一起出去找月了 所以也从月的嘴里得知到了那天晚上的真相 面对愿意一己之力 背负那份罪孽的与之波右 卡卡西心中也充满了惋惜和敬佩 但 现在自己必须要以敌人的姿态 拼尽全力地阻止对方 才能够不枉费他的那一番心血 看着卡卡西眼中的复杂神色 右的眼中则满是冷漠和无情 当初他们两人追着月前辈过来了 所以大概是明白真相的吧 但 自己不需要同情 真是让人惊讶 难怪会和我一样的数 没想到还有人拥有这种眼睛 鬼娇这时候看着卡卡西也发出了一声惊叹 卡卡西那边也同样地进行商业 互吹了起来 点名了鬼娇忍刀欺人中的身份和娇姬大刀 呵呵 听说前一段时间你们木叶有个家伙 把再不斩那家伙解决了 那我还以颜色解决一名木叶的上人也差不多吧 鬼娇看来还是比较爱惜自己忍刀欺人中的身份 伸手已经将娇姬取了下来 够了 你们打起来动静太大了 会把其他忍者引过来的 又这时候脸上也泛起了一丝冷色 卡卡西 听说你和月前辈关系不错 那就不知道你的血轮眼得到了几分传承 我和鬼娇不一样 不会用太多时间 又很是平静地陈述着一件事实 就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一族的真正力量吧 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看她的眼睛 奈洛这时候立刻大声发出了提醒 不过可惜 卡卡西因为认为自己的血轮眼可以抵抗一下 并没有避开右的视线 近乎于一瞬间便被阅读所解决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 又都并没有对卡卡西有多少留守 也不知道他们在阅读空间当中说了什么 只是解除之后 卡卡西便连维持站在水面上的姿态都办不到了 逐渐向水下沉入了下去 鬼娇也选择了这个时候 直接弃身上前发动了攻击 那么就用你的人头来洗刷我们忍刀欺人中的耻辱吧 娇姬在鬼娇的怪力下 空中直接打出了一片暴鸣声 阿斯玛想要出手阻挡 但显然他的兵器面对鬼娇的权力一击是完全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红就更不用说了 并不擅长体数的他压根反应都没办法反应过来 唯一有机会就下卡卡西的只有奈落 可显然他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选择了冷眼旁观 哼哼 卡卡西的死活与我合肝 只要能够拖延时间到 可他的想法都还没完成 伴随着一道身影的突然出现 他那一直期盼的援军也终于抵达了场内 熟悉的瞄脸面具 熟悉的装扮 直接瞬间出现在了卡卡西的面前 随后犹如灰苍蝇一般的甩手与交机碰到了一起 丁 那是大力尘的交机与暗部手套背面的金属片 发生了碰撞后 便直接发出了一声悲鸣 随后以更快的速度反向弹飞 嗯 只是为何弹飞的方向是我这边 奈落满脸猛逼地看着那放大的交机 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勉强前方弹出了两条粗大的触须 进行了抵挡后 触须却是直接被交机削断 趁着这勉强争取来的时间躲避 也被直接顺带地削断了一条手臂 血流如注 直接染红了大片的湖水 让他不得不利用剩下的那只手 快速地掏出一份卷轴 将伤口直接止住 卧槽 我就是站在旁边啊 明明鬼胶攻击的是卡卡西啊 为什么受伤的人是我 不说奈落这边的想法 鬼胶被击退后落在水面上 之前握着交机的手掌也充满了颤抖 竟然直接把自己的兵器从手里击飞 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 一条水沙咬着交机回到了鬼胶身边 重新握住后 鬼胶都感觉手掌依然还在发麻 既然是想要喂 再不斩找回场子 那直接找我就是吗 徐悦将晕过去的卡卡西夹在夜下 看着面前的鬼胶语气也很是平静 随后似乎又是想起了什么 回头对那边断手的奈落说道 哦 抱歉 没注意 没事吧 那敷衍的口吻 让奈落想要骂娘 这就是没刷出羁绊的原因吗 还有 老子手都断了你问我 没事吧 但 没事 没事 全拜托月大人您了 打落牙齿也得往肚子里吞 奈落脸上依然还是挤出了笑容 再不斩是你干掉的 鬼胶看着面前的徐悦 很是冷淡地说道 应该是没错了 再不斩和白徐悦是放过了 但显然他们也不会再露面 当作干掉了也是没问题的 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个没有眉毛的小鬼 干得漂亮 得到了徐悦的回答后 鬼胶也点了点头 似乎是达成了什么共识 哟 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应该算了 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来战斗的 继续这么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点头过后 鬼胶也满脸平静地对旁边的又说道 知道了 又其实本来也就是准备过来露个脸而已 在徐悦那边出现后 他就知道已经差不多了 随后两人便是顺身术直接离开了水面 我去追击 你们把卡卡西带回去 徐悦将卡卡西甩给了红后 似乎就准备出发追击一班 但奈洛也连忙紧随其后地开口道 我也一起去追击 好不容易将与制波悦忽又过来了 自己手都断了 正要获得果实的时候 当然不能掉链子 还好自己断的是手不是脚 你去 阿司马看着断手的奈洛不由有点疑惑 这个平日里很低调的家伙 实力刚刚表现是不弱呀 但你是个伤员吧 最起码看上去是最重的 卡卡西晕过去了都没少点什么的 没时间解释了 就让他跟着吧 与制波悦似乎并没怎么在意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而奈洛也卯足了劲 给自己加成了各种临时的速度buff 勉强跟了上去 有鬼交这大块头在 他们撤离的速度也不可能太快 四道人影两前两后 瞬间就离开了木叶相当一段距离 随后在徐悦和悠的带动下 两边便是不约而同的都停了下来 伴随着徐悦的跺脚 整片大地都出现了一阵晃动 好了 附近的白诀已经解决了 都停下了 完成了自己的举动后 徐悦也平静地说出了后面的话 这种场面莫名地让鬼交有点紧张和尴尬 怎么气氛不太对的样子 好像又和那家伙达成了什么默契一样 等到看到那瞄脸面具下的血轮眼后 鬼交才是咽下了一口口水 妈耶 怎么是这个鬼东西 难怪能够一击击飞自己的兵器 开始都还和悠讨论过他的 结果现在就碰到了 为啥他会在木叶 还成为了一名暗部 这么意外干什么 我在木叶只是收集情报而已 不然你们两人以为你们能够离开 徐悦满是冷淡的语调说道 只是这边交流得很愉快 但跟着徐悦一起过来的耐落 却是汗水刷一下就下来了 等等 怎么回事 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喂喂 你不是反悔了 不对付木叶了吗 怎么又开始和小脚合到一块去了 我 我 我能当作没听见吗 那边那家伙是你找的新搭档吗 不是 他向我透露了你们会过来的情报 等等 等一下 听我解释 扑斥 耐落剩下的那条手臂也不翼而飞 第零四八五章 清闲 被萧承人棍倒在地上的耐落 看着那三道远去的身影 眼中出现了一丝庆幸之色 还好 还好他们认为 这样自己必死无疑直接离开了 艰难地用牙齿哆哆嗦嗦地从裤裆下 咬出了一份逃脱卷肘 在失血过多死亡之前 选择了启用 下一刻奈落就化作了点点星光 消失在了场景之内 对比于死亡重生来说 这种逃脱卷轴虽然需要非战斗状态下使用适用范围比较小 但代价也要小许多 大多都是放弃本场次的所有奖励外加扣点钱而已 记忆也能够保留 能够留下这一份重要的情报 能够省掉重生权限 能够如此小的代价回去 这一波 自己赚了 果然 小的头领就是四代木火影 因为与制波越和四代木火影的关系匪浅 也只有这个才解释得清楚 他那复杂的选择 明明最后关头保护了木叶 但却依然还是回归了小的怀抱 而且他们之前对话里还有四代火影留在木叶的东西 这是自己付出了如此代价才换来的情报 许悦和又短暂的交流 也更清楚了一些如今小的情况 似乎是因为捕捉伟兽时意外搞死了一只 所以需要等待时间等到那只伟兽重聚 就行动时间来说 估计和援助差不多 要等到疾风船开局 至于放过耐落 当然是要放啊 要留着回去传递消息的说 不然也不会过去提醒他们 不要贸然改变身份了 榨干了你身上带的钱 然后让你自己回家 还要让你感觉你赚了 这样才对吗 而等徐悦回到了木叶之后 也面对了佐助那机遇发狂的面孔 看来是得到了又回来过的消息了 悦老师 那个男人呢 佐助满脸愤怒 语气争鸣 走了 只是徐悦的回复 却是相当的平静 去哪里了 怎么 你现在想去找他吗 我要宰了他 佐助因为情绪的激动 连昼印都有松动的迹象 连万花筒都没有 你现在比起又 差距太大了 只是面对佐助的激动 徐悦却是一次又一次的 浇冷水了下去 你知道神 佐助刚刚抬头想要说什么 就有些惊悚地看到了那喵脸面具下的星红双眼 血轮眼 一双 怎么可能 卡卡西有一只血轮眼已经让佐助很惊讶了 结果才发现自己的老师竟然有一双三沟玉血轮眼 你到底是谁 佐助看着徐悦 脸上也戴上了些许茫然 难道还有族人活着吗 加入了暗部躲过了一截 还是和卡卡西一样 是一直的眼睛 我是谁 当今世上除了又和你外 你认为还剩下了谁 徐悦眼中戴上了些许戏谑之色 宇智波悦 很快 佐助便是从徐悦的代号上和宇智波悦联系了起来 虽然比不上亲手杀了父母的又因爱生恨的仇恨大 但宇智波悦也绝对在佐助的必杀名单之上 你还敢戴在木叶 你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唧唧唧 千鸟的轰鸣声响起 可还未等到佐助出手 他那夹杂着闪电的小手便被徐悦直接捏在了手里 上面的千鸟电光全部泯灭 突然体现出来的巨大差距 让佐助内心都充满了一种绝望感 根本就没有丝毫抗衡的余地啊 佐助君 你认为木叶高层会不知道一个暗部的身份吗 看着面前的佐助 瞄脸面具下的徐悦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一色 和佐助讲了点魔改版的灭族之夜故事后 佐助整个人也处于了失神的状态 凡是讲的都是先入为主 剧情中带土对佐助说出的话之后将他带歪了许多 甚至破坏了佑的本意 那现在徐悦就准备随同佑一起 完全将他掰正回来 灭族之夜当中 出手的人直接变成了与智波般 又是受到了以佐助安危作为胁迫的威胁 而自己则是想要为与智波一族留下后续血脉 在与智波止水也出现了一面后 佐助则是完全相信了徐悦的话 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找佑问个清楚 问问看到底是不是这样 在内心深处 佐助是相当希望是这个结果的 因为这样自己的哥哥才能回来 不过他的举动被徐悦阻止了 理由当然也很简单 又好不容易才打入了敌人内部 你不要让他的心血白费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也不急于一时 而你现在也急需力量来达到 可以干预这层次战斗的实力 至于力量的提升 大蛇丸那里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徐悦后面的话 佐助是深信不疑 面对完好状态的大蛇丸 面对得到了徐悦自己辅助 研发能力更加完善的大蛇丸 佐助还失去了报仇的执念 如果这种状态下 大蛇丸老师你还得不到佐助的身体 得不到因陀罗的那一份查克拉的话 那也就真的没办法了 手动养个boss出来 也就是大蛇丸老师机会最大了呢 以与制波悦的身份行动的木 分身到处晃的时候 得到了终忍任命 成为龙隐村忠忍的徐悦 也伴随着张涛和黄强两人 走向了回归龙隐村的路上 哎 终于能够放松一下了呢 这次任务真是好惊险 是啊 按照时间上来算 我们估计回不到龙隐村了 路上去找几个任务刷吧 张涛和黄强两人满脸轻松的表情 对旁边的徐悦说道 这次自己三人干得很棒 甚至可能进了大帅的法眼 本来三人的天赋都不弱 如果有大帅的提携的话 未来前途都不可限量 当然 张涛和黄强倒也明白 相对来说自己两人比起徐悦还是差点的 在他刚刚进行资深轮回者晋级的时候 单凭他的幻术能力 可能就不在自己两人之下了 再加上机甲 这是又一个逢庸团长要诞生了呀 再加上他那重要的土著关系 真的是要一飞冲天了 有可能 他能比自己两人更快的速度 达到精锐轮回者的实力呢 不过让他们稍微有点抱不平的是 冒着生命危险 过来村里为张大帅报信的逢庸团长 虽然也得到了张大帅的重金奖励 但在得到了奖励过后 还被莫名其妙地找了个借口打了一顿 打得那个鼻青脸肿啊 都快打便行了 大帅满嘴都是 麻辣个八字 老子白疼你了 下次别再这么冒失了 知不知道有多惊险 看情况 应该是一位叔叔对侄子的关心和关爱了 就是表达方式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任务就不刷了吧 最后几天稍微休息一下 凯那边的东西也已经到手了 就目前短时间来说 徐悦也没觉得有多少东西 值得自己再花费多少功夫了 其他的那几样下次再来吧 算起来 这次任务也一直是从头紧绷到尾没停歇过 最后几天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只是 当徐悦看到了一个背后刻着赌字的金发美妇 进入了眼前的赌场后 却是发现 好像最后几天也没办法清闲了的样子 感谢观看